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璀璨的庞大雷光在林栋手中疯狂地挣扎着 一股令人动荣的狂暴之力肆虐出来 令得周遭空间都是出现扭曲之状 而林栋的手掌也在那等狂暴的雷霆之力爆炸中变得鲜血淋漓 不过此时其手掌已是被震得麻木 甚至连那等剧痛都是无法传开 然而面对着雷地全杖这般剧烈反抗 林栋眼神却愈发的灵力 吞噬祖父在倪丸宫内化为一道巨大的黑洞 一股股吞噬之力沿着林栋体内经脉涌出 最后顺着手掌紧数灌注进入那雷霆全杖之中 列明不断的爆炸声在雷霆全杖所化的雷霆之上炸开 当林栋的吞噬之力涌入全杖的时候 其中所弥漫的雷霆之力也立即被这些外来力量进行驱逐 这些雷霆之力来自于雷霆祖父相当霸道 他们绝对不会让其他力量来占据他们的地盘 不过这一次这些霸道的雷霆祖父之力 却遇见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 他们所谓的狂暴在面对着吞噬之力的时候 却失去所谓的灵力了 每一次的焦虹吞噬之力便会无孔不入地渗透而进 然后一点点地蚕食着他们的力量 这雷霆全杖虽说拥有雷霆祖父的力量 但毕竟他并非是真正的雷霆祖父 而灵动的体内却拥有着与雷霆祖父并列的吞噬祖父 这两种抗衡原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因此半次时间推移 那雷霆全杖之中的反抗也逐渐变得虚弱 吞噬之力悄然蔓延开来 还是掌控雷霆全杖的控制权 大殿半空 灵动凌空而立 在他的手中此时抓着一道百杖雷霆 他的身体与这道雷霆相比是相当的渺小 而且雷霆之上时不时蔓延而开的雷光 也让人担心他的身体会不会直接被漂移开的力量给震成粉末 大殿之中 不少强者冷眼旁观着这一幕 他们自然是不相信林动真的能够降服 这让他们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雷霆全杖的 不过他们的这种冷眼 在持续半上之后 就是逐渐的有些变化起来 因为他们发现 那原本极端狂暴的百杖雷霆 竟在此时变得温顺了一些 这一般变化 让得所有人瞳孔都是猛的一缩 然后心中涌上一抹骇然 这林动难道真的将雷霆全杖给驯服了吗 怎么可能呢 那可是连死玄境强者都无法办到的事情 而在众多的震动目光中 林动紧闭的双目也在此刻缓缓地睁开 在其唇角有着一抹糊涂险器 手 第一尘的贺声陡然自林动嘴中传出 然后众人便是惊骇地见到 那犹如一条雷龙般的雷霆 竟在此刻飞快缩小着 雷光收敛 今后竟化为一柄杖续长的银色权杖 林动染着鲜血的手掌紧握着权杖 双目之中有着难掩的狂喜涌动出来 他目光灼灼地望着手中的权杖 眼中掠过一抹惊艳 这柄雷地权杖不知是使用何种材料所作的 通体璀璨如银 其上鸣刻着无数贵色复杂的雷纹 雷纹闪烁间 犹如一支支弥漫着微压的雷眼 在权杖顶端 有着八条雷龙仰天呈怒吼状 而在雷龙的环绕中央 盘踞着一道八长大小的银色雷霆 一丝丝的雷弧从上面闪烁开来 最后沿着八条雷龙倾泻下来 布满整个权杖 一种难言的威严自权杖之上散发开来 那种感觉犹如谁掌握了这柄权杖 便是掌控了天地雷霆一般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雷地权杖 林栋手掌紧紧握着权杖 旋即忍不住咧嘴一笑 凭借着体内吞噬祖福 他终是成功地将这件宝贝做降服了 他竟然降服了雷地权杖 此时大殿中 那些尸身的强者终于是回过神来 当即便有人尸声出来 那声音中弥漫着嫉妒 那不远处的圆门三人见到这一幕 面色也是略微有些难看 他们三人齐齐出手 可最终那雷地权杖 却依然落到林栋的手中了 柳湘轩同样是轻咬着阴牙 某的中有些不甘 这等宝贝即便是在他们玄天殿 都算是最顶尖的宝贝 大殿中的气氛 显然是在此时变得紧绷了一些 不少人目光闪烁着 其中有着浓浓的贪婪与杀意 在宝贝面前 显然任何的忌惮都会逐渐变入 林栋自然也是察觉到了 那些贪婪的目光面色当即变得冷漠下来 手中紧握的雷地权杖也是隐隐的 有雷光在闪烁 木陵山此时也掠至林栋身旁 其手中生死灌溉 也荡漾起黑色光波来 林栋 给我把雷地权杖交出来 那是我九幽门的目标 大殿之中的紧绷并未持续太久 一道充斥着不甘于怨堵的贺声 便陡然响起 那庞浩以及身旁三名九幽门魔将 几乎同时暴流而出 然后灵力的攻势直接对林栋招呼而去 饶死的东西 林栋见到庞浩还敢对他出手 眼中寒意陡然强盛 他面对一名升旋径圆满 三名升旋径大城顶峰的强者 竟没有丝毫的退缩 反而身形暴流而出 手中雷地权杖至上 雷鸣轰然响起 雷地权杖挥舞而过 林栋周身万道雷霆呼啸 此事的他犹如那行驶雷霆的帝王 行走于雷电之中 一道极端狂暴的雷霆 直接是自雷地权杖上喷布而出 然后撕裂空间 一种惊人的速度 狠狠地与那庞浩四人隐喊在一起 惊人的巨响在大殿之中响彻起来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那庞浩四人面色瞬间通红起来 玄机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身体狼狈地倒飞出去 仅仅一招 这庞浩四人竟是紧数地落败了 大殿内不少强者眼通都是一缩 在雷电之外 林董虽说能够打败庞浩 但是却并没有现在这般干脆利落 显然那是雷地权杖的威力 小子 你找死 九幽门的挥发老者老连铁青一声怒吼 猛地一拳轰出 磅礴原力化为皮链 骑上死气缭绕 狠狠地对林董暴轰而来 林董脚尖一点虚空 身心凌空而起 手中权杖狠狠地抡起 顿时惊雷响彻 石书道雷霆呼啸而出 直接是正面与那原力皮链轰在一起 轰的一声 狂暴的波动在大殿中爆发开来 起浪席卷 林董身形倒飞数十丈 然后便稳住身形 那挥发老者凶悍的一击 竟被他正面截了下来 林董稳住身形 却忍不住仰天大笑 以他此事的实力 要正面硬扛死宣情强者 原本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但是借助雷霆权杖的力量 他却已是能够不落太多下方来 若是光从攻击层面来说 这雷霆权杖显然要比 坟天顶更为厉害 当然 坟天顶内自成空间 这一点又是雷霆权杖 所无法媲美的 两者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玄妙之处 这雷霆权杖的获得 显然是令得林董的战斗力 再度爆炸 在林董大笑之前 那挥发老者 面色却变得极为的阴沉 那雷霆权杖的力量 就连他都是有些心情 在之前与林董交手的时候 后者几乎不敢与他正面抗衡 只能凭借速度与其纠缠 但眼下雷霆权杖的到手 就让他林董开始具备 与他正面对抗的资格 这一下就连他都不得不 开始有些头疼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冬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冬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九百七十二章 大殿内 伴随着挥发老者 面色阴晴不定的变化 一时间 诸多嘈杂也是安静了许多 那些原本眼中 擒着贪婪的强者 眉头也是紧皱起来 显然林董此时 展现出的战斗力 让他们极为的忌惮 挥发老者阴森森的盯着林 言语间 有着浓浓的威胁之意 小子 你能耐的确不错 不过你真以为 你有资格 与我九幽门叫板门 你要明白 只要你除了这天雷海域 九幽门足以将你追杀的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林董 手握雷地权杖 凌空虚踏 淡淡地笑道 我既然敢抢 斜风动天的东西 你应该也明白 我可不怕这种威胁 挥发老者眼神也寒 能旋即声音放缓 就说 只要你将雷地权杖 交给我九幽门 我可以向你保证 之前的事情 既往不救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应该不会有人希望于一个大势力交恶吧 听到此话 那后方的庞号面色顿时一片 刚想说话 却被挥发老者伸手拦住了 当其只有不甘地咬了咬牙 林栋文言 却是一笑 拳击摇了摇头 就说 我不想得罪什么人 不过 想要我交出到手的宝贝 两个字 没门 你 见到林栋这般不给面子 那挥发老者眼中的杀意 终于是忍不住再度涌了出来 显然是气急了 林栋健壮却丝毫不惧 袖跑一回吞噬天师 再度出现在他的身旁 而且手中雷地权杖 也再度有着雷光闪烁出来 那挥发老者 见到林栋身旁出现的吞噬天师 浑身气息都是一致 先前他有着古怪的傀儡交过手 但是却被后者拖得烦不胜烦 他的任何攻击 似乎对于后者都是毫无作用 你会后悔的 毁发老者眼神阴沉 林栋此时身旁的实力 已经不弱于他们 若是强行交手的话 恐怕反而引来其他的窥视 林栋依然不为所动 只是其目光却是微微闪烁起来 眼下雷地权杖已是到手 但他的目标却并不仅是于此 他还得进入那雷界之中 取得他垂涎许多年的超级宝贝 雷霆祖福 不过要进入雷界 就得取得另外两座银塔钥匙 而虽说现在他的战斗力大涨许多 但是要凭借他这点力量 来对付九幽门与玄天殿的强者 确实有些勉强 他得想办法将那两座银塔钥匙 弄到手才行 在林栋沉默之间 此时大殿中的一些强者 也逐渐按捺下心中的贪婪 既然雷地权杖无法得手 还是看看是否能得到 其他的一些宝贝吧 心中抱着这把念头 一些强者却是散开 开始收取着大殿内的 那些石柱顶端的一些宝贝 而对于他们的举动 林栋却没有丝毫的关注 因为他发现九幽门 玄天殿 还有那三位猿门的人 以及一些气息格外雄困的强者 竟然都是一顿不动 只是那些微微闪烁的目光 让得人明白 他们似乎在想着什么 主位 据我所知 这雷电之中 似乎还有这一些 比较特别的东西 而在这番古怪气氛之中 突然有着一命扎着一根辫子的大汉 出声小的 这大汉双臂呈现赤红颜色 看上去极为奇特 而他的气息也极为强横 虽然未探入死玄境 但显然也是生玄境圆满的层次 听得此话 林栋心头顿时移动 看来知道雷界存在的人 并不只有他 据说那是一片奇特空间 想要开启那片空间 则需要三座银塔钥匙 此时说话的是原文那名垂法男子 然后他偏过头 目光去看向林栋三人 脸庞上有着一抹微笑浮现出来 而听到他这话 周围那些实力格外强横的强者 目光也转向林栋 杭浩以及刘祥轩 因为那三座银塔钥匙 正是在他们这三人手中 垂法男子还想说道 三位 这般时候便请不要藏拙了吧 难不成你们还想独占 那片空间不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阁下是谁 回发老者眼神微沉地望着垂法男子 从后者的身体上 他感觉到一丝危险的味道 东悬玉 圆门霍园 垂法男子微笑道 这是我的两位师弟 陈琳和李磊 林栋听到这三个名字 先是一正 悬机陡然想起了什么 眼神陡然间阴寒下来 缓缓地说道 你们是圆门上一届的三小王八 霍园笑着点点头 目光停留在林栋的身上 说 看来我三人在你们道宗弟子心中 倒是名头不弱呀 没想到离开这么久 还能有人记着 林栋眼皮微垂 怎能忘记 道宗上一届宗派大赛 我天点大师姐 可是死在你们手中 哦 你是说 那个女人呢 她的确是死在我们手中 霍园笑笑 玄机说道 不过 我们手段可不仅你 我圆门数百名精锐核心弟子 可直接被你全部抹杀而去 这手段 可真是够狠呢 林栋面旁默然 他只是盯着那霍园三人 微微点头 轻声说道 有机会 我会取了你们的性命 霍园身旁 那一头银发的黎雷 也是咧嘴笑道 有魄力 正好我三人 也打算将你杀了 然后尸体送回道宗 双方这番谈话 让得周围一些强者都是愣了愣 玄机这才恍然 原来这两方都是东玄狱的人 原来这林栋是冲速东玄狱道宗啊 据说那也是一个超级宗派 实力丝毫不弱于我们玄天殿呢 柳湘轩美眸中有些惊讶地望着林栋 想来是没想到后者还有这般背景 不过这道并没有让他们肚生忌惮 毕竟道宗实力虽说不弱 可是手脚却插不到乱摩海来 霍园笑道 你现在的东玄狱可是名气不弱呀 啊 我原门三大长教同时出手 都未能将你抹杀掉 难怪才来乱摩海没多久 便能够掀起一步小的风浪来 此言一出 大殿内气氛都僵硬了一瞬 此次就连柳湘轩的美眸中 都涌上一抹难掩的骇然 三大长教同时出手 竟然都留不住这林栋门 他们虽然不知道 原门三大长教实力究竟有多强 但必定是不弱于他们宗派长教 那想来应该是三名转轮镜的超级强者 这般阵容天地间谁敢轻视啊 然而现在 眼前这不过是生玄境大城实力的林栋 竟然能够从他们手中给逃走 这家伙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啊 柳湘轩等人眼中涌起浓浓的凝重之色 再度看向那面色漠然的林栋石 却感觉这家伙似乎变得更为神秘起来 当即心中的气弹也是随之加深 货源摆了摆手就说 现在我倒没有对你出手的想法 我们此行的目的都是那雷戒 所以还请三位拿出银塔钥匙 开启雷戒吧 林栋盯着火源 玄机也是一笑 点点头 眼下的确是开启雷戒更为重要 他很明白 现在的局势相当微妙 各方强者都相互警惕 以他这些实力 显然是不可能强行夺得三枚 那银塔钥匙 既然如此 还不如先行开启雷戒 但至于谁能够取得钥匙进入其中 那就得看本事了 至少在那种混乱之下 林栋不拘任何人 只要他不被联手针对 在说着话时 林栋手掌一握 一座银塔便闪现出来 隐约间有着雷鸣声传出 那柳湘轩与庞浩见状 目光微闪 然后与旁边的人交流了一下目光 最后都是点点头 手掌一翻 银塔闪现 随着三座银塔同时出现 突然有雷光从塔身上蔓延出来 旋即 银塔竟是飞出 最后在大殿半空接触 雷光闪烁间竟渐渐地融合在一起 而在银塔融合之前 突然有着一道雷光射出 那雷光射向的方向 正是大殿之内的那座雷地石像 雷光射在石像之上 其上顿时有荧光闪烁起来 在石像胸口处 空间缓缓地扭曲 仿佛是有一道空间漩涡逐渐地成形 林洞的目光 在空间漩涡出现的刹那 便瞬间滚烫起来 他知道 那空间之内必定是雷界 而雷霆祖福也必定是在其中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五亿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五洞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973章 空间漩涡在十项胸膛之处 缓缓地成形 仔细看去 能够在空间漩涡中 见到雷虎闪月 一种无法形容的古老浩瀚之气 自其中若隐若现地散发出来 在那般气息之下 大殿内众人都感觉到一种 颤抖自灵魂深处涌起 一些强者 面带震撼地望着空间漩涡 喃喃自语 那片空间中究竟有着什么 竟然有这一档无私 这股气息 林洞同样是双目啄啄盯着 那片空间漩涡 此时此刻 即便是以他的定力 心中都忍不住 涌起一股难言的街 因为在感应到这股波动的时候 他能够清晰感觉到 尼湾宫内的吞噬祖符 也是发出一道清澈的嗡鸣之声 那是这么多年来 吞噬祖符第一次发出 这般愉悦与怀念的声音 而显然能够让他吞噬祖符如此反应 除了那同为八大祖符之一的 雷霆祖符之外 还能有何物 那股浩瀚气息在大殿中扩散着 震视着在场每一个人 一时间 大殿之内竟是鸦雀无声 就连那些散开 收取的其他宝贝的强者 都停止手动动作 然后带着震撼的目光 投向那出现的空间漩涡 片刻之后 林栋终是能够逐渐 从那震动中回过神来 轻吐了一口气 而后目光闪烁着 看向那融合在一起的三座银塔 此时的三座银塔 已经变成一枚奇特的银色钥匙 符文之上雾满着雷纹 一道道雷虎在其手上跳跃着 林栋左掌轻握 从左飞那里他知道 三座银塔钥匙 不仅能够开启雷戒 而且谁掌握了钥匙 能够掌握那所谓的雷戒 而只有掌控了雷戒 方才可能获得雷霆祖福 所以眼下这银色符文 必须抢到手 林栋并不知道 其他人是否知晓这个情报 若他们有人也知晓的话 想来抢多这银色符文 会极其的困难 不过不管怎么样 林栋都必须出手 念头闪烁到此处 林栋眼神几乎瞬间凌厉起来 巨大的青龙双翼 再度自背后伸展出来 而其身形也化为一道清光 率先掠下那银色符文 林栋身形刚动便有人察觉 不过他们的剑道前者目标 竟不是直接进入雷戒 而是直奔那银色符文的时候 显然都是愣了一下 眼下雷剑已是被开启 而说来这银塔钥匙应该已经失去作用 才对 但是这林栋为何还是首先对他出手呢 赛场的人都不是什么蠢人 心中念头急速闪过 然后便也是明白什么 似乎这银色符文 还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般无用 小子你弹头烟 而灰发老者率先立合出声 他的确不清楚 现在银色符文有什么确切作用 但老练的经验却是告诉他 这东西还是不要让林栋抢到手为好 因此在其鹤声落下之时 其一拳轰出 一股狂暴进风夹杂着浓郁的死气 直接对林栋席卷过去 那番攻击轰向林栋的时候 一道娇小身影立即掠出 一声娇鹤 手中生死关盖 狠狠地轰出 将那道攻击也是阻拦了下来 该死的压底 那灰发老者见到再度出手阻拦的木灵山 顿时气得咬牙切齿 后者虽然只是声玄境圆满的势力 但是凭借手中那厉害的关盖 却丝毫不惧怕于他 而在木灵山阻拦之间 林栋已是快所有人一步 接近那银色符文 给我住手 鹤声再度传来 林栋是头也不回再次出手的 竟是霍原 而从他蕴含着一些怒意的声音中 似乎此人也知道 一些获得银色符文的重要性 林栋袖袍一抖 吞噬天师暴流而出 然后直接将那冲来的霍原阻拦下来 玄机其手掌一抓 穿过雷光 便将银色符文抓在手中 银色符文到手 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困难 显然其他人还是不明白 此物的重要性 因此当符文到林栋手中时候 一些人眉头方才皱了起来 唐昊面色铁青的立身鹤桃 林栋 银色符文乃是由三座银台钥匙 融合而成 你敢独占不成吗 林栋兄 你这样做似乎有些过分了 刘湘轩带眉轻醋 轻柔的声音中 蕴含着些许不悦 霍元也是淡淡说道 林栋 把那银色符文交出来 否则现在的你 恐怕要成为众矢之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大殿内众多强者文言 也是眼神不善地看向林栋 自从进入洞府以来 林栋的收获算是硕过累累 先前更是夺得 雷帝权杖这等宝物 早便是引起不少人嫉妒和贪婪 眼下只要有个影子 说不定会勾起那些人 心中的贪婪 进而对他出手 林栋对于那些目光却视而不见 只是淡淡地说道 诸位若是有时间 在这里和我纠缠 我倒是无所谓 只是那空间那宝贝 若出了差错 怕你们后悔也来不及吧 在这些人的话语之中 他隐约猜测的 似乎并没有人知道 获得银色符文 就能掌控那雷界的情报 不然的话 他们的反应 将会比这激烈无数倍的 听得林栋此话 庞浩等人面色也是微变 目光忍不住的 就转向那空间漩涡 那之中散发处的浩瀚波动 比起先前雷地全杖 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 显然那片空间中 才是这杜甫之中 最为珍贵的宝贝 走 先进去 庞浩等强大目光交汇 突然身形略出 直接对着空间漩涡爆掠而去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得先进入那片空间 一窥究竟再说 大殿内众多强者 几乎是同时略出 林栋健壮 却是微微一笑 只要拥有着银色风纹 他便能够掌控那片空间 只要能够进入其中 他便不会再忌惮这些家伙 即便他们要群起而攻之 林栋依然能够将他们对付 庞浩等人速度极快 一闪之下便出现在那空间漩涡之前 然而 就得他们要一头冲进去时 似时有着一道无奈的叹息声 在大殿之中响起 当听得这道叹息声时 林栋的眼神陡然以宁 目光一转 然后便是见到 一道全身笼罩在红袍之中的人影 突然诡异地出现在空间漩涡之前 那道红袍人影一出现 有着淡淡声音传开 声音中有着一股 令人无可抗拒的味道 东府寻报之旅到此结束 你们都可以离开了 你找死 突然出现了红袍人影 让得庞浩等人一惊 不过在听得这番话的时候 却是勃然大怒 当即众多强者同时出手 灵力攻击 狠狠地对红袍人招呼过去 面对这般灵力攻击 那红袍人却没有丝毫地闪避 微微抬头 斗篷阴影之下 有着一张面目轮廓浮现出来 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红袍人手掌抬起 然后屈指一弹 一道火焰光环 陡然自其指尖爆发开来 那众多灵力攻势在接触那火焰光环的时候 也瞬间消散于无形 火浪席卷开来 那庞浩等所有强者面色瞬间苍白 然后砰的一声便是狼狈地倒飞而出 这一次即便是那挥发老者等踏入死玄境的强者 也是毫无抵挡地被弹飞而去了 林洞面色震动地望着这影 这个红袍人 显然就是他之前所遇见的那个家伙 但是没想到 他竟然强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 举手投足简 便将此处所有强者震飞 这一般实力究竟达到什么程度里 不是说这天雷海域实力过强的人 根本进不来吗 大殿之内 一片人羊马帆 那庞浩 柳祥璇 霍元等人吻下身体 然后面带京剧地望向那红袍人 灰发老者 立声说道 阁下究竟是何方高人 这洞赴难受我九幽门玄天殿的目标 阁下这般举止 莫非是要与我两大势力结仇不成 玄天殿那名中年男子 也是陈生说道 你想让我们离开洞府 还得拿出足够的资格才行 资格 红袍人似是笑了笑 然后他伸出手掌 当着众人的面 将红色斗篷缓缓摘下 一张面庞便出现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中 今天就算你九幽门与玄天殿那两个老不死的东西来这里 本座让他们滚 他们也得滚 那张面庞颇为粗犷 浓眉间有着一股可分天地般的霸气 而在心眉心处一道火焰浮纹闪烁着奇特的光芒 灰发老者等人望着那张有着火焰浮纹的脸庞 面色却刹那间变得惨白起来 一种恐惧之似涌上眼球 尖锐的声音在大殿中变调的响起 阎神殿殿主 摩罗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坏小说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坏小说五度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九百七十四章 灰发老者尖锐的声音在大殿之中刺耳地传开 让他所有人面色陡然涌上浓浓的骇染 一道道目光 亲自恐惧地望向凌空站在空间漩涡之前的红袍男子 摩罗 一个在乱魔海拥有赫赫威名的名字 在整个乱魔海的顶尖强者之中 这摩罗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而其麾下阎神殿也是独霸炎之海域 乃是乱魔海中名头吉祥的一方剧情 从某种程度来说 阎神殿的实力比其旧幽门悬天殿更为强横 在整个乱魔海之中 胆敢招惹阎神殿的实力 去之可数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 阎神殿中有着一尊霸主 七名摩罗 摩罗的实力乃是转轮镜 这般实力 乱魔海中那些大势力 长教首领也都大概具备 但是在乱魔海 却不会有任何一名转轮镜强者 敢在摩罗面前张狂跋扈 因为在摩罗手中 掌控着天地间八大祖父之一的 火焰祖父 只有到了他们这种层次 祖父的力量 方才能够彻彻底底发挥出来 而当他们在将这种力量 发挥出来的时候 那种程度将会让天地震撼 这一点 光是从那雷地大人便可以看出 他同样是转轮镜的实力 但是那些异魔 想要对付他 却出动一名王阶异魔 以及三名将阶异魔 若是换作人类等级 那便是一名轮回镜 以及三名转轮镜 但即便是如此 三名将阶异魔 却直接被雷地所斩杀 那名王阶异魔 也是被封印 由此可见 掌控着祖父的转轮镜强者 究竟有多么的可怕的实力 想当初在异魔城 那黑暗之殿殿主现身 即便是原门三大长教 也不敢轻易得罪 这之中固然有着 不想得罪黑暗之殿的缘故 但更多的却是因为黑暗之殿殿主 手中掌握着八大祖父之一的黑暗祖父 天原子三人都是清楚地明白 面对着拥有黑暗祖父的黑暗之殿殿主 即便是他们联手 胜算都极其之敌 而乱魔海的魔罗 就是如同那黑暗之殿殿主般的存在 在乱魔海中 转轮镜的超级强者 皆是神龙剑手不将为 无不是一方剧情 而魔罗这种掌控着祖父的转轮镜 更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但眼下 这尊传说级别的大人物 却真真实实地出现在 这大殿所有人的面前 那种震撼的确是无与伦比 而整个大殿也在魔罗那雄魂 而弥漫着霸道的话语之中 变得鸦雀无声 即便是那回忆老者 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很清楚 魔罗所说一点不假 今日莫说是他们 就算真是两大势力长教来了 怕依然不敢对魔罗说一个不字 没想到 他竟然便是魔罗 林栋眼中同样有着震撼 半场之后 逐渐回过神 手掌都忍不住握回起来 这是他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见到其他的祖父拥有者 不过 人家这祖父拥有者所拥有的声望 可远远不是他可以相别的 想到此处 林栋不由地苦笑了一下 但是那眼神深处 有着一抹坚韧浮现 他始终相信着他迟早有一天也能够抵达这种地步 只是他还需要时间 魔罗大人 大殿中的死记持续片刻之后 那名灰发老者终是动动嘴唇 恭敬地说道 大人 我们九幽门为此次寻宝付出其大 还望大人能够看在长教的面上 这位老者在九幽门中地位也并不低 死玄境的势力 让他在乱魔海中也能有着不低的地位 可是眼下在魔罗面前 他却表现得异常卑微 因为他很清楚 眼前的男人要抹杀的 仅仅是反掌监的事情 魔罗看了灰发老者一眼 淡淡说道 雷戒指中的东西 不是你们可以染指的 胡乱闯入 只会给你们宗派 带来灭顶之灾 此言一出 灰发老者等人眼中 顿时有着一些骇然用出来 以魔罗的身份 自然没理由来框他们 既然如此 那雷戒指 究竟有着什么东西 竟然连他们背后的势力 都是承受不住的 霍元 目光一闪 就说 敢问魔罗大人 不知那雷戒指中 究竟有着什么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魔罗视线扫向霍元 眉头却是微微皱了一下 后者的身上 他有种不喜欢的味道 但是一时间 又无法察觉 这种感觉来源于何处 那霍元感受到魔罗 那缓缓扫拾他身体的视线 背心也是阴影 有冷汗冒出来 脸庞垂下 眼神深处的黑芒 被死死的压抑着 这一半审视 虽然只是持续数秒的时间 但是当魔罗目光一开的时候 那霍元却有种 逃得性命的侥幸之感 手掌一握 手心满是汗水 不该问的 就不要问 魔罗的目光 从霍元身上收回 所以说 他无法察觉到 那种感觉来源 但是 魔罗也没给霍元 丝毫好好脸色 宣记 他有些不耐烦的 挥了挥手 就说 好了 本座没时间 与你们磨擦 寻报之旅 到此结束 你们立即 退出东府 听得此言 灰发老者 柳湘轩 霍元等人 面色顿时 有些不自然起来 但是又不敢 出言反对 眼前的人 所拥有的实力 可远远不是 他们能够抗衡 还要让他们 走出这里 又实在是 不太甘心 林栋的眉头 同样是紧紧皱起来 他紧紧握着 那闪烁雷光的 银色浮纹 此番变故 大大出乎 他的意料 他怎么想 都没想到 眼看即将 见到雷霆祖福 可是却突然间 杀出这么一个 恐怖的大人物 他为这雷霆祖福 已经付出 多年心血 要想让他放弃 根本就是 不可能的事情 林栋眉头紧皱之间 一旁的木陵山 却是不满地开口 喂 你也太霸道了 这里又不是你家 凭什么 要让我们走啊 别人畏惧摩罗 但他却并没太多聚吧 不死圣经族的背景 让他有着这般底气 毕竟在乱魔海中 势力最为强大的 永远都是海妖一族 那灰发老者等人 见到木陵山 竟然敢对摩罗 这般说话 一时间都是暗自 幸灾乐祸 暗骂找死的丫头 不过就在他们 期盼着摩罗 展现一下怒火的时候 却只是见到后者 看了看木陵山 宣吉 似是撇了撇嘴 就说 小丫头 你回家去好好待着 别出来乱话 本座可没欺负人 挥发老者等人 有些傻眼了 这素来霸道的 我心我素的摩罗 怎会这般说话呢 临动健壮 心中确实明白 这摩罗显然是 看出木陵山 不死圣经族的身份 不过 当他再见到木陵山 忍不住 又要说话的时候 就将他阻拦下来 然后抱拳说道 摩罗大人 我知道雷戒之中 有什么东西 听到此话 那挥发老者 刘湘轩等人 再度一愣 目光皆是投向林栋 显然是没想到 后者竟然会拥有着 这般的信息 摩罗双目 也是闪烁了一下 宣吉 他的视线 停留在林栋身上 片刻之后 身性一动 竟出现在林栋身旁 然后手掌一把 抓到林栋的手臂上 而在其手掌 落到林栋手臂上时 一股炽烈的 无法形容的能量 突然如同野兽般 冲进林栋体内 那种感觉 犹如岩浆入体 火焰祖父的力量 那股力量一亲近身体 林栋心头便是一害 泥湾宫内吞噬祖父 立即运转起来 吞噬之力席卷而出 然后将侵入体内的 炽热之力略显狼狈的 吞噬化解 原来如此 而在林栋催动 吞噬之力的时候 那摩罗则松开林栋的手臂 那略显赤红的双目中 竟掠过一抹 浓浓的惊讶 以及莫名之色 林栋目光警惕地盯着摩罗 他明白 后者在接触的那一刹呢 应该察觉到 他体内的吞噬祖父 你是林栋 听得摩罗此话 林栋顿时一正 后者语气颇为奇怪 仿佛是早便听说过 他的名字一般 林栋微微点头 是的 难怪你能抹出一抹气呢 摩罗面色古怪 旋即他偏头望向空间漩涡 似是沉吟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那灰发老者等人 目等口呆的目光中 就说 你随我去雷界 林栋文言 眼中立即有狂喜之色涌动出来 他不知道摩罗 为什么会答应他进入雷界 但是 只要能够进入雷界便好 只有进入雷界 他才能够掌控雷界 也只有那样 他才能够拥有着一丝 与摩罗叫板的本钱 好 因此 当摩罗话音落下之时 他立刻毫不犹豫地 就点了点头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冻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冻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九百七十五章 大殿内 众多强者在眼前这一幕 目瞪口呆下来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这霸道的摩罗 竟然会答应林栋 进入那雷剑 他忍 那灰发老者 当即就忍不住 想要开口 而他话还未落下 摩罗 微沉的目光 便转了过来 那对赤红双瞳 闪烁的红光 害得那灰发老者 连忙住嘴 本座话一放下 谁敢进雷剑 傻 摩罗 事先 缓缓扫射着 大殿内 众多强者 漠然的声音 让他所有人 头皮 都是有些发麻 但是 却没有一个人 敢出言反对 就连那霍原三人 都是面子 阴晴不定 却不敢说话 穆灵山 撇撇小嘴 就说 我也要进去 林栋 微微点头 如果把 穆灵山 一个人留在这里 他实在是不放心 毕竟 玄天殿 九一门 以及那 霍原等人 都对他 有些不怀好意 指不定 他们因此 会牵连到 穆灵山 木洛 犹豫了一下 玄机 点点头 也不再多说 身心一动 便对那 空间漩涡 略取 走 林栋 对穆灵山 低喝了一声 身心也紧随而上 而后两人化为光红 紧随着摩罗 在一道道 极度的目光之中 静止冲进 那空间漩涡 而在三人 进入空间漩涡之后 那漩涡之上 突然有着 红光涌动 旋即赤红火焰 升腾起来 将漩涡笼罩 显然 这使摩罗出手 封住了 空间出入口了 这样一来 也算断绝了 其他人 想要跟进来的念头 该死的 灰发老者等人 见到这一幕 面色顿时铁青下来 他们眼中 闪烁着暴怒 最终忍不住的 怒骂出声 眼看着 他们就要接触到 那洞府最深层的宝贝 但是 却因为这 突然杀出的魔罗 将他们进入的资格 尽数剥夺 这如何能 不让他们 气血攻心呢 不过 暴怒归暴怒 但在 摩罗的威压之下 他们却是 毫无反抗能力 如今也只能 不甘地望着火焰 封住空间入口 最终颓染 在冲进空间 漩涩涡的刹那 林栋眼前 先是一黑 下一杀 刺眼璀璨 荧光 陡然 自视野中浮现 紧接着 连绵不断的 雷霆之声 带着一种 难以言喻的 威压 轰隆隆地 响彻在 林栋的耳旁 林栋 微眯的目光 缓缓睁开 然后一片辽阔的 望不见 尽头的空间 出现在 他的眼中 这片空间 乃是雷霆的世界 无数道万丈 庞大的雷电 如同一滴 雷龙 在这空间之中 呼啸闪烁 惊雷轰然传开 这般景观 壮观地 令人难以形容 这便是雷剑 林栋抬头 漆黑的眼瞳之中 反射着 无数道雷霆 旋即 他身心一口气 喃喃说着 前方的摩罗说道 这便是那位 雷霆祖父掌控者 所创造的雷剑 目光平淡地 望着这雷霆世界 那些足以将 一名死选者 轰杀成渣的雷霆 每当落进他周身 百丈范围时 便会自动地 烟消云散 摩罗转过头 看了看林栋 就说 林栋 我需要你的帮助 林栋文言顿时一愣 以他的实力 他能帮到这摩罗什么呢 摩罗说 你既然知道雷霆祖父 那想来应该也知道 这座洞府为何会 毁成这样呢 林栋点点头 说 是因为一魔的进攻 当年进攻雷魔的一魔 有这一名王家一魔 以及三名将家一魔 而其中三名将家一魔 已被雷帝所斩杀 那王家一魔 则是被其封印 摩罗淡淡说道 而我此情来雷霆的目的 便是那被封印的 王家一魔 林栋心头一动 略有些吃惊地说道 摩罗前辈是想 摩沙纳被封印的王家一魔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摩罗缓缓点头 他那赤红双瞳 望着这雷界的身处 你既然身为 吞噬祖父的掌控者 那想来对一魔 也该知晓一些 这种生物不属于 我们这个未面 它们是天生的破坏者 那是我们这个未面 所有人的共同敌人 林栋也是点头 从一些远古残留下的记忆中 他知道那些一魔 对它们这个未面 有着多么可怕的侵蚀性 这些一魔不仅强大 而且极其的顽强 想要抹杀并不容易 类似这种 踏入王家的一魔 想要抹杀更是极其的困难 林栋若有所思 就说 要抹杀这种等级一魔 似乎需要动用 两枚祖父的力量 这个信息 林栋自然是从 大黄无碑那里所得来的 而他还答应了大黄无碑 寻找到第二枚祖父 然后回去 帮他把封印的 大黄无碑中的王家一魔 彻底抹杀 摩罗点点头 就说 你拥有着吞噬祖父 再加上我的火焰祖父 应该能够抹杀掉 那王家一魔 林栋若头 有些冒冷汗 这摩罗也实在 太看得起他了 竟然要现在的他 去帮忙抹杀一头 王家一魔 那可是轮回境的 巅峰强者 摩罗似是看出了 林栋的忐忑 就说 放心 那头王家一魔 被封印千年 虽说还存活 但是也实力大将 而且此番 主要是本座出手 你从旁协助便可 林栋点头 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还能说什么呢 摩罗的谈话中 并未特意提及过 雷霆祖父 但林栋却是明白 摩罗应该也对 雷霆祖父有想法 并且后者 应该也是很清楚 拥有着吞噬祖父的他 具备着同时兼具 数枚祖父的能力 吞噬祖父的攻击性 或许比不上火焰祖父 但是他却拥有着 一种可怕的能力 那便是能够容纳 其他的祖父 两人在此时 都是很有默契的 没有说 那雷霆祖父该怎么办 因为类似他们这种 祖父的掌控者 与一模之间 算是一种宿命的对头 遇到这种情况 自然而然的 会将对付一模 放在首位 至于雷霆祖父的话 还是先等 将王杰一模收拾了 再来看 林珊 待会儿小心一些 林栋偏头 对穆林珊提醒了一声 他们接下来的对手 可不是什么生牛的等 穆林珊小脸此时 也出奇地变得认真起来 想来隐约间 他也感觉到了 这雷界的危险 走 摩罗袖袍一挥 一道火焰光圈 自己体内蔓延而开 然后将林栋两人 也是包裹在其中 身心一动 便带两人 对雷霆密布的 雷界深处暴露而去 摩罗速度极快 几乎是如同瞬移 短短数分钟的时间 便逐渐接近那雷界深处 再接着 一片雷江海域 便出现在 林栋的视线之中 这片雷江海域 辽阔无尽 海域之上 雷霆汹涌 而在其上空 则是铺天盖地的 林色雷霆 那种轰隆隆的爆雷声 犹如天微 令人灵魂惊惧 林栋三人身影 逐渐地 在雷江海域板空停下 然后抬头 只见的 那雷江海域的上空 有着一座银色的祭坛 祭坛上 有着万道雷梯 而在那祭坛的最上方 是一方王座 王座周遭 万雷垂落 空间扭曲 王座上 则端坐着 一道人影 那道人影 并不壮硕 甚至看上去 有些薛兽 但就是 这般薛兽的人影 却弥漫着一种 令得天地颤抖的 可怕气息 林栋望着 那王座上的人影 后者气息逃天 但是却毫无生机 显然已经陨落了 那便是雷霆祖父的掌控者 雷蒂们 摩罗点点头 但是他的目光 却望向那祭坛的更上空 眼中有着莫名的波动 林栋心头一动 实现立即抬上 然后他便是见到 一轮千丈雷团 悬浮在那摇摇的天际 看上去 如同一轮 由雷霆 做凝聚而成的太阳 在那雷日之中 林栋感觉到一股 极端恐怖 但是又极端熟悉的波动 那是雷霆祖福 林栋的眼神 也是在瞬间 变得灼热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976章 千丈雷日 悬浮天际 璀璨的雷光 在旗上跳跃着 响亮的雷鸣传档开来 其中所蕴含的那种恐怖力量 令得林栋头皮都忍不住的 有些发麻 那就是雷霆祖福啊 林栋目光灼热地望着那千丈雷日 然后其涌通之中吞噬之力涌来 眼中黑莽闪烁 那雷日之上的雷光仿佛逐渐被砍穿 隐约间林栋似乎在雷日中央 看见一道古老的符文 那道符文歪歪扭扭 仿佛是天地初始 做诞生的第一道雷霆 古老而浩瀚 拥有着天法之味 林栋与摩罗两人 视线凝聚在那轮雷日之上 许久之后 方才收回目光 然后对视了一眼 皆是能够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一丝莫名之意 林栋笑笑 突然问他 摩罗前辈 那王金一摩呢 摩罗视线 看向下方的雷江海域 旋即其手掌一握 突然有着滔天火焰 自其掌心席卷而开 一股极端惊人的热浪蔓延开来 令的周遭空间都是有些扭曲 林栋目光 紧紧地盯着摩罗手中生腾的火焰 在那火焰中心 他看见了一道 与那雷霆祖父同样古老的火焰符文 火焰祖父 林栋嘴唇微眯着 显然 这摩罗召唤出的那火焰符文 应该便是那八大祖父之一的火焰祖父了 摩罗屈指一弹 火焰席卷而下 然后冲进那片雷江海域 而随着火焰的冲进 雷江之中顿时爆发出一些轰鸣之声 雷江海域中突然出现一个万丈巨大的漩涡空洞 而在漩涡空洞之时 一道邪恶到极点的嘶吼声猛然自身处向这而起 一股滔天黑气暴冲而来 不过就在滔天黑气冲出的时候 只见得天空上那轮雷雨突然发出响亮巨声 再接着林冲边见到海域上空空间扭曲 一道道千丈庞大的雷霆锁链缓缓缓地浮现 这些雷霆锁链有如条条雷龙 一头连接着天空上那轮雷日 而另外一头则探紧那漩涡空洞的最深处 林冲视线顺着那些雷霆锁链望向那空洞的深处 那里还是有雷光浮现 而借助着这些雷光 林冲终是看见在雷江大海的最深处 一道百丈黑影被那些雷霆锁链死死地缠绕住 滔天般的邪恶之气不断地从其体内弥漫出来 试图侵蚀着那些捆覆着他的雷霆锁链 而在林冲视线望着被雷光包裹的黑影时 后者仿佛有所察觉 猛地抬头 那对弥漫着阴森凶残的视线 直接与林冲撞在一起 双目对视 林冲脑袋却猛地一炸 一股胸利毫无预兆地从其内心深处涌起来 甚至欲要取代他的理智 该死的 不过就在那股胸利要冲散林冲理智的时候 他却猛然回神 当即心头一声怒骂 吞噬祖福祖石乾坤古镇同时运转起来 这才生生地将那股胸利给化解而去 一旁的摩罗见到林冲竟然不需要他的帮助便能够清醒过来 眼中也掠过一抹赞色 这才说道 小心点 这些一抹最善侵蚀人心 林冲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颇有余悸地说道 不愧是王姐一抹 竟然恐怖到这种程度 人类 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 雷海之地 那庞大黑影仰天咆哮 咆哮声 充斥着浓浓的怨恨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我一模一族 迟早要打凭你们这个卫面 摩罗冷笑道 被封印了千年 竟然还这么嚣张 庞大黑影尖笑着 不要以为这场战争你们赢了 那这片卫面中 我一模一族的数量 不是你们所能够想象的 待待下次 卫面裂缝被撕裂 这凭卫面必定被我族做奴役 我族之人 他们知道本王被封印在此处 他们会来救本王的 摩罗冷笑道 求你 怕是你没那等机会了 卑微的人类 本王即便被封印 但你们也无法抹杀本王 就算是那个雷帝 那个蠢货拼了性命 也不过是只把本王封印了而已 摩罗目录讥讽的望着 到这般时候 还在逞凶的一魔王 就跑一回 滔天火焰扭曲 然后在天空上 化为一道火焰风暴 就说 能感觉到 这股熟悉的力量吗 雷海之底 那一魔王望着漫天荧光中 生腾起来的赤红 眼瞳之中猛然涌起一股 骇然之死 尖声说道 火焰祖福 可不止呢 林东望着那豁然变色的一魔王 却忍不住 咧嘴一笑 旋即一步跨出 黑光自其天灵盖上喷布而出 然后化为一轮黑洞悬浮天空 浑石祖福 见到生腾起的黑洞 一魔王再度尖笑出声 此次那声音中 竟多了一丝恐惧的味道 他怎么都想不到 在这里 竟然会出现三枚祖福 整个天地间的祖福 都只有八枚 而眼下 这里 便出现七三 本座早便知道 你们这些一魔 有着残堂 在这片未免 他们怕是想尽一切办法 再解救你们这些 被封印的王八 摩罗脚踏火焰 淡漠的声音 在这片空间中回荡着 而本座此次 便是要将你彻底抹除 断了他们的心思 一魔王声音之中 弥漫着惊怒 你 摩罗深吸一口气 沉声说道 林栋 全力催动吞噬祖福 我运转火焰祖福 在引动雷霆祖福之力 彻底斩杀此料 林栋面色凝重地点头 以他的力量 即便是一魔王处于封印状态 他也不敢与其有丝毫接触 这主要出手 还是得依靠摩罗 而他只需要从旁协助便可 想到此处 林栋 凌空盘坐着 体内原力紧速运转起来 然后竭尽全力地 催动体内吞噬祖福 而在林栋 全力催动之下 头顶上空内轮黑洞 愈发膨胀起来 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 弥漫而出 连周围狂暴的雷霆之力 在接触到那吞噬之力时 都直接被强行地吞噬而进 林栋看了一眼那黑洞 眼中闪过一抹金色 身为火焰祖福的掌控者 他对于祖福的了解 显然远非常人可以了解的 八大祖福之中 以吞噬祖福最为神秘莫测 虽说其并不擅长攻击性 但是那种吞噬 却是连其他祖福之力 都是能够容纳 火焰祖福 随本做珠魔 不过此时摩罗 显然没时间多想 迅速回神 双手截出道道印法 本就赤红的双目 此时变得晶莹剔透起来 看上去犹如岩浆 在其中流淌 可怕的火焰冲天而起 而后仿佛有着清澈的鸣叫声 自火焰之中响彻起来 再接着 林董便是见到 那陶天火焰竟在摩罗头顶 化为一只数千丈大小的火焰凤凰 在那火焰凤凰之中 弥漫着一股可怕的力量 光是这么一只火焰祖福 所化的火焰凤凰 恐怕足以抗衡数名转轮镜的超级强者 林董眼神震撼 这才是祖福的真正力量 朕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才能够将吞噬祖福的力量 尽数施展出来 雷帝 我知你还有残念 存在于雷霆祖福之中 现在 将你最后的力量施展出来 与我等 共同铸模 摩罗突然抬头 目光灼灼地望着那王座上的人影 抱贺道 那雷帝竟然还没彻底陨落吗 听到摩罗贺声临动顿时大惊 然后猛然抬头 只见得那雷日之中 突然有着一道雷光射出 最后照耀在那王座之上 那在王座照耀之下 那道受血身影 紧闭了千年岁月的双目 竟然真的是 缓缓地睁开 天地雷点呼啸 仿佛在迎接着 他们再度回归的王 雷帝 苏喜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目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目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九百七十七章 无数道庞大的雷霆 猛然间在此刻 自天空之上 铺天盖地降落下来 而那座祭坛 则是静静处立在万雷之中 王座上的男人 睁开紧闭千年的双目 他的双瞳 呈现璀璨银色 其中仿佛是雷霆世界 那种可怕的波动 令人心寒 而在他睁开双目的时候 林栋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这雷界之中弥漫的雷霆 也是变得愈发地狂暴 他们仿佛在欢呼着 迎接着他们归来的王 银童男子双目睁开 然后缓缓地看向林栋和摩洛 这并不算太过英俊 但仔细看 却是别有一番味道与魅力 在脸庞之上 却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火焰祖父 吞噬祖父 千年等待 总算是等来了 我们还是废话少说吧 你这状态持续不了太久 摩洛视线停留在雷霆身上 片刻之后双劝一抱 显然对于这位千年前的雷霆祖父的 掌控者即便是以摩洛的霸道 都是给予他足够的尊重 显然这并没体现在言语之上 雷霆笑着点点头 然后他看了林栋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这位吞噬祖父掌控者的实力 摩洛说 这小家伙 应该是彩火的吞噬祖父 没多长时间 不过也足够了 雷霆缓缓地说道 还没成长起来呀 那可得多加小心了 多谢前辈提醒 林栋抱拳恭敬地说着 他在这雷府之中所获颇多 能够给予一些敬意 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祖父给予我们远超常人的力量 那是也给我们带来 无法预料的危险 雷霆笑着 旋即他缓缓地走王族上坐起 璀璨的雷光从其体内散发出来 我的这缕残魂的确无法存在太久 趁我还能掌控雷霆祖父 我们一同出手吧 雷霆 你这苟且偷生之辈 竟然 还在那雷霆祖父中躲藏了千年 你是不敢单独现身与我一战 是吗 雷霆深处 那一魔王望着王族上的雷霆 不由地咆哮着 咆哮声中充斥着怒火 雷霆隐瞳望着那咆哮的一魔王 淡淡说道 若非当年你们趁本帝度轮回解释 突然出手袭击 本帝要斩杀你们 易如反掌 不过既然你对这封印十日也是不耐 那今日本帝便祝你解脱吧 话音落下 雷霆猛然一步踏出 只见的那天空之上的千丈雷日 猛地发出惊雷之声 然后雷日竟是开始扭曲起来 无数道雷浆如同瀑布般的垂落而下 璀璨的雷光在天际扭曲着 隐约间有着一道古老嘶吼向这而起 再接着 林栋便是见到 那雷日竟变幻成一头数千丈大小的巨型生物 那是一种类似巨蛇般的生物 其通体璀璨如银 雷浆不断地从其身上滴落下来 划过长空时 便是化为雷霆怒劈而下 这蛇型生物拥有着九颗巨大蛇头 庞大身体盘踞天空 一种可怕的威压散发开来 令得空间都是有些扭曲 炎的声音 突兀地在林栋心中响起 祖父催动到极致 便是能够召唤出祖父之灵 那般威力足以毁天灭地 只不过现在的你 却还达不到那一步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祖父之灵 林栋双目微眯着 旋即双掌紧握 迟早有一天 他也能够将吞噬祖父之灵 召唤出来 而且他很好奇 吞噬祖父的福灵 又是一种何等的模样 动手吧 摩洛见到雷帝召唤出祖父之灵 微微点头 旋即沉上说着 摩洛声音刚落 头顶那遮天蔽日的火焰凤凰 便是仰天清明 千丈庞大的火翼猛然一扇 一片火海便呼啸而出 然后火海一种惊人速度压缩 到的后来 几乎是化为一道百丈大小的火焰光柱 这道光柱几乎如同石质 通体晶莹得犹如宝石 但是在那绚丽的颜色之下 却蕴含着近乎毁灭般的波动 那九头雷莽也在此时奇迹思想 猙獰大嘴张开 雷光犹如瀑布般喷布而出 最终也凝聚成一道 弥漫着毁灭力量的雷霆光柱 临动凌空盘坐着 体内原力此时被催动到极致 头顶上空 黑洞疯狂地旋转着 最后同样化为一道黑色光柱 只不过他这光柱与摩洛雷帝两人相比 却差了不少 低沉的贺声几乎同时自三人嘴中传出 玄机整个雷剑都是疯狂地颤抖起来 下方雷降海域更是彻底地崩溃 千丈巨浪席卷而起 那般疯狂之态 看得人是胆颤心情 想要斩杀本王 没那么容易 一谋王也被这一般攻势害了一跳 玄机眼中涌上疯狂之色 他很清楚 虽说一模生命顽强 但是面对三大祖父之力 他也感受到了死亡的危险 大魔石 邪恶的黑气扑天盖地 自一模王体内席卷出来 然后在其上方形成一道千丈庞大的黑色光团 远远看去 千丈庞大的黑洞 这件事被生生撕裂到数万丈 整片雷降海域都是因此而变得狼藉不堪 林栋喉咙间发出一道闷哼之声 面色都是苍白了虚多 他实力毕竟远远不及摩罗他们 要让现在的他来对付这种堪称 轮回境的巅峰强者实在是有些勉强 林栋哥 后方的慕灵山剑撞连忙出声 但是却被林栋挥手阻拦下来 这个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掉链子 林栋 还顶得住吗 摩罗也是贺声说的 他同样知道让林栋出手过于勉强 但是为了确保能够抹杀这一魔王 吞噬祖父之力也最好不要缺少 顶得住 林栋咬牙沉声说着 玄机其眼中狠色略阔 心神一动 丹田之中一枚翠绿色的液体 便开始闪烁起光芒 一股股磅礴的生气能量 如同潮水般的涌了出来 这生气晶体 那是当日木兰送予林栋的礼物 不过其中蕴含的能量太过庞大 所以在当林栋进入生玄境大城之后 便让其放于丹田之中 以待日后使用 而现在就是刚好能够解林栋的燃眉之急 伴随磅礴升起入体 林栋先前的消耗几乎在瞬间被恢复 双目之中有着精芒涌动着 一声跌壑 头顶黑洞旋转得愈发疯狂 好小子 毅力倒是不错 摩罗与雷帝见到林栋竟竟扛下那种 对他而言应该是近乎极为恐怖的能量冲击 皆是微微点头 厚着实力虽说暂时不行 但是这股毅力和坚韧却相当不错 难怪会被吞噬祖父选中 针耳玉龙般的能量炸神不断地在空间之中回荡着 那股波动令得雷剑都是有些颤抖 三道光柱在交织着 三大祖父之力皆在此刻紧述地催动 而在这种联合之下那轮邪恶的黑日也在不断地节节白退 一谋往那震怒的嘶吼声有如困兽不断地咆哮出来 他毕竟已被封印千年 如今再面对三大祖父之力抗衡起来无疑是极为的困难 你的封印时日就此结束 雷地烟光璀璨 喝声如雷 猛然一拳轰出 只见得天空那九头雷蛇竟呼啸而下 直奔那一抹往而去 在九头雷蛇冲出之时 那火焰凤凰也是仰天天明 凤衣斩动 架杂毁灭之力暴冲而去 林洞眼中凶光闪烁 凌空点出 疯狂旋转的黑洞 也是犹如圆轮撕裂空间 狠狠地批出 三大祖父同时出路 那般动静 惊天动地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动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眼波 紫金 第九百七十八章 三道璀璨光芒 撕裂雷切 最终携带着 无法形容的毁灭波动 冲进那数万丈庞大的 漩涡空洞 并且狠狠地撞击在 那节节败退的 邪恶的黑日之上 撞击的刹那 可怕的巨声 直接在这雷戒之中 轰然地回荡而起 下方那雷江海域 竟是被冲击的支离破碎 花为一座座庞大的湖泊 漂浮在这雷戒之中 那轮黑日 在这等冲击之下 几乎顷刻间崩溃 邪恶的黑气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烟消云散 而黑日崩溃 其下方的一魔王 也是暴露在 那三大祖父的进攻之下 一魔王望着呼啸而来的 三大祖父 眼中有着浓浓的恐惧 弥漫出来 这一次 他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死亡的威胁 男王不要死在此处 一魔王咆哮 声音之中充斥着不甘 此时却是无人理会 三大祖父依然是无情略过 最终狠狠地轰击在 他的身体之上 撞击的刹那 那一魔王的身体 直接是在刹那间崩碎 铺天盖地的黑气 弥漫出来 然后便四散逃开 不过那些黑气 即将散开的时候 银红黑 三道光芒 飞速弥漫开来 而那些黑气 一旦沾染上这三色光芒 比如同遇到烈日的残血 迅速地消融而去了 你们这些卑微的人类 竟敢抹杀本王 你们等着 我族总有一天 要踏平你们这片未面 让你们永生永世 都生活在奴役之中 凄厉的惨叫声 在那些黑气笑容间 那阵浓浓的怨毒和诅咒 回荡在这雷界之中 本王好不甘心哪 不甘心哪 狂暴到极点的能量 开始在雷海之地 栩栩地消散 而随之消散的 还有着那一魔王的身体 那位曾经将这座雷斧 一手毁灭的一魔王 终于是在三大祖父的联手之下 彻彻底底地消失在 这片天地前了 而当那一魔王被抹出而去的时候 林董终是再坚持不住 双手无力地垂落下来 年轻的脸庞上 也是有着苍白 再度涌现出来 不过虽说体内虚弱 但他眼中有着亢奋的涌动 谁能想到 在刚刚他竟协助摩洛与雷蒂 将一名一魔王抹出而去 那可是堪比轮回境的巅峰强阵 半空中的黑洞 也在此时变小了许多 最后化为一道黑光 静置投入林董天灵盖中 木灵山连忙靠近过来 担心地说道 林董哥你没事吧 林董摆了摆手 他此时体内原力 几乎被压榨得干干净净 枯竭的原力 令他丹田内的原神 都相当的违密 雷蒂笑望着 虚弱的林董 笑道 敢一声援进大乘的势力 来参加 绞杀一魔王的人 你还是我所见过的第一个 林董文言也是苦笑了一下 玄机说道 身为祖父掌控者 这种事是推不掉的 在当年获得吞噬祖父的时候 他便是明白 既然获得这种力量 那他将会付出一些责任 祖父的诞生是守护着这片天地 而身为掌控者的他们 也将继承着这种守护 雷蒂微微点头 他看着林董 那璀璨如银的眼瞳中 自是有着一些欣赏之意 玄机其手指凌空点出 一点雷芒在其指尖闪烁脱落而出 最后落向林董 这是我仅存的一些东西 相见是缘 便送于你吧 林董微正伸出手掌 接住那雷光 雷光闪烁仿佛是一颗雷晶 只是在其中 他感受到一股极为奇特的波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这是我当年突破至转轮境时的一些感悟 这对你以后进入转轮境 或许会有着一些帮助 林董动入 这天地间 死玄境强者 便能够算作一流强者 但想要真正的成为一方剧情 则是必须踏入转轮境 但这一关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踏入的 无数死玄境圆满的强者 终其一生 都是无法踏出那最后的一步 显然 那一步的跨出并不容易 而也正是如此 方才能够凸显出 这雷晶的珍贵之处 若是让外界那些死玄境圆满的老怪知道的话 怕这会让他们无比的垂险 林董郑重地对雷帝抱拳 说 多谢前辈 雷帝胆胆地笑道 我已是陨落之人 让这些东西随着我消散在天地间 还不如让其更有用一些 而且你此时实力尚浅 若是一旦被一魔知晓 你手中有着吞噬祖福 必定会照上门来的 林董点点头 他知道那些一魔对祖父相当忌惮 若是有机会 一定会出手抹杀掉他们这些祖父的掌控者 而他的实力又不及摩罗那般强悍 麾下更是有着庞大的阎神殿 所以他自然也不会如摩罗那般招摇 让他满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拥有着吞噬祖福 雷帝突然看向摩罗就问道 如今这天地间一魔情况如何呀 隐藏得越来越深了 摩罗脸庞上掠过一抹灰暗之色 而且他们也越来越有组织性 据我得的情报 如今这未面之中 存在着一个极其可怕的组织 而这个神秘的组织 便是由一魔所组成的 甚至 当年进攻你这组雷斧的一魔 说不定也是由这个组织所动手 雷帝眉头微皱 散兵状的一魔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当他们真正的汇聚在一起 有了明确的目标性之后 这数百年来 曾经出现过一些 侥幸获得远古神物的强者 被神秘人进攻的事情 甚至就连一些顶尖强者 都受到过围剿攻击 林洞眼神一宁 当初获得祖师的小雕 似乎便是这般惊醒 莫非当时攻击他的 便是一魔不成 雷帝说 他们想干什么 摩罗淡淡说道 想尽一切办法 减少人类顶尖级别的战力 同时减少祖父掌控者的存在 他们的最终目的 应该是撕裂未面裂缝 让得一魔大军 再度进攻这个未面 雷帝面色微微一变 远古战场 天地大战 人类贤胜 那是因为祖父大人的舍身 但若这般大战再度开启 这天地间 可有人能够达到 祖父大人的地步们 摩罗缓缓摇头 但片刻之后 他想了想就说 不过据我所知 祖父当初八大弟子之中 曾有一人被祖父认为 最有机会达到那一步 谁 雷帝有些惊讶地说 应该是 叫做兵主吧 他是福祖座下 最出类拔萃的弟子 摩罗沉吟说道 当年那场天地大战之后 他应该是进入了轮回 也不知道 何时能够觉醒 兵主 一旁的林栋 听得这个名字 并不算陌生 眼瞳却忍不住地一缩 袖中手掌 也在刹那间紧握起来 应欢欢便是 兵主的轮回转世 摩罗看向林栋 有些疑惑地问他 怎么了 没什么 林栋摇里摇头 他并不想 应欢欢的事说出去 至于他会不会崛起 全凭天意 从其个人意愿来说 他并不太愿意 看见那个活泼朝气的女孩 变成另外一个人 即便觉醒之后的兵主 或许会成为 这片天地的救世主 摩罗见状 也就不再多问 我们对那个神秘组织 知晓得也并不多 不过现在 越来越多的超级强者 开始注意他们 我们会开始调查的 雷蒂点点头 就想 这一排事情 我便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希望这片天地 能够免遭一摩土一般 说到此处 雷蒂目光突然盯着林栋 摩罗 眼中有着莫名这色闪光 旋即他手指点出 天空上的那九头雷蛇 再度化为一轮雷日 你们来到这里 应该还是为了他吧 听得雷蒂此言 林栋与摩罗眼神 皆是一宁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地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 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天蚕土豆 演播紫金 第九百七神九章 雷霆闪烁的雷戒中 气氛仿佛在那一刹那 凝固下来 林栋嘴唇紧敏着 他为了这雷霆祖福 耗尽了心血 如今终是走到了这里 要他放弃 无论如何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那阻拦者是摩罗 摩罗双手负于身后 赤红双瞳 有着莫名光滑闪烁着 同样的 他对于这雷霆祖福 也是有着一些念想 雷霆望着两人 却是一笑说 这小家伙拥有着吞噬祖福 到底确是能够容纳多枚祖福 但你这火焰祖福 本就是异常霸道之属性 与这雷霆祖福如出一辙 若是强行炼化的话 恐怕就算以你的势力 都无法承受 这我知道 摩罗对此也是不否认 他淡淡说道 我要雷霆祖福是另有其有 而且即便我不能炼化雷霆祖福 但也会为他找一个合适的主人 临动眉头轻皱 摩罗前辈认为晚辈并不合适吗 摩罗陈生说 你已拥有吞噬祖福 前途不可限量 虽然都说吞噬祖福的吞噬之性 能够容纳其他的祖福 但其中必定存在极大的危险性 这也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 再者你的实力太弱 身怀吞噬祖福已是相当危险 若是在得到雷霆祖福 一旦被一摸知晓 你必定是难逃追杀 我希望得到雷霆祖福的 是一位已经成长起来的顶尖强者 而不是一名尚在成长中的 因为那之中有太多的风险 谁也不能保证在成长的过程中 你是否会被一摸盯上 而祖福是这片未面的守护神物 如果以后天地大战再起祖福掌控者 将会是对抗他们的中间力量 我们损失不起 林董沉默 说到底还是摩罗不相信 他真的能够掌控多枚祖福 并且将他们保护住 摩罗前辈 你的怀疑我现在说什么都是无用的 不过我的实力此时的确不及摩罗前辈 当我出得吞噬祖福时 仅仅只是造激进的实力 我没有太过强大的背景 能够走到今天 我的谨慎 或许以摩罗前辈的地位 根本无法了解 林董深吸了一口气 声音低沉地说 所以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都会得到雷霆祖福 并且将他炼化 我对自己有着信心 或许在以后 我的作用会超过 摩罗前辈的想象 林董目光直视摩罗 眼神之中 没有因为后者那强大的实力 有丝毫的退让和闪避 那股韧性 一如他这些年的作风 雷霆笑道 他是一个有魄力的小家伙 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心上 摩罗看了雷霆一眼 缓缓地说道 吞噬祖福的霸道程度 你尊为清楚 你认为 他有几分机会容纳他呢 雷霆危证 宣祭说道 虽然有着吞噬祖福 不过把那成功率 也不会超过死者 毕竟祖福的力量太过强大 很难同时存在于一体 摩罗视线转向林洞 陈生说道 所以若是失败 你不仅得不到雷霆祖福 反而自己也会因为无法承受那种可怕的力量 反噬而暴体 小家伙 反噬都得有个度 你能获得吞噬祖福 你是天大的机缘 过于强求 恐怕得不偿失 林洞视线紧紧盯着摩罗 片刻之后 他坚定地摇头 双方都是这般的强硬 丝毫不想退避 真是一场头疼的争执 而在双方争执之间 一道无奈之声突兀地传出 然后白光自林洞体内散发出来 一道光影便在摩罗 雷地那恶然的目光中浮现了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林洞望着这现身的光影 也是一阵 岩 你是谁 摩罗目光诧异地盯着岩 从后者身体上 他察觉到一种相当奇特 与古老的波动 那种古老程度 竟是堪比祖福 你们可以叫我岩 当然也可以称着我为祖师之灵 岩笑了笑 祖师 雷地眼神突然一凝 目露震动地望着岩 远古那位浮祖大人 凝聚天地神物炼制而出 并且在远古神物排行榜上 排名第二的祖师 岩轻轻点头 嗯 他的确是我的第一任主人 这一次就连一旁的摩罗眼中 都涌上凝肿之色 只有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方才能够明白 那位祖福大人的强大之处 他是这片未面有史以来 最为强横与伟大的人 而由他费尽心血炼制出的神物 恐怕足以媲美祖福 这种天地自然而生的神物 当然 我现在的主人 是这个小家伙 眼手指指向我就笑着 雷地忍不住说道 没想到 那在远古神物榜上排名第二的你 竟然会选择这么一个小家伙 忍住 眼说 因为我相信他以后 能够达到一种 难以想象的地步 魔罗就没说道 这种认定会不会太草率了 面对着炎 他倒没什么架势 因为他很清楚 在见多识广的炎炎中 他这转轮镜的实力 或许并不算什么威慑 而且人家可是跟着那位辅祖大人的 在远古天地大战时 不少强大一魔 都是被其所抹杀过 雷地玩笑说道 这小家伙的确很不错 不过 难道他还能达到 辅祖大人那一步吗 他一直挺欣赏林栋的 但是却从未想过 林栋真的能够抵达那种惊人城 毕竟 这天地间无数年来 达到辅祖那一步的 几乎没有 严青生说道 我的体内 有着辅祖大人残留的灵性 与其说 我是相信他达到那一步 还不如说是辅祖大人相信 所以我才会选择他 辅祖大人的选择 雷地和摩罗面色几乎瞬间变化 再度看向林栋的时候 目光也是有些怪异 能够被那位相中 这天地间 怕就仅此一人吧 林栋也是愕然地看着眼 他同样是第一次听说过这种言论 当即心中不有反嘀咕 莫非这是言胡编乱造的吧 如果是这样 那这家伙还真是厉害 你把面前这两位祖父掌控者 唬得是一愣一愣的 若真是辅祖大人 冥冥之中选择了他 或许他的确有些不同吧 雷地目光奇异地看着林栋 就笑道 没想到 在我彻底陨落之前 竟然还能看到一名 被辅祖大人 降中的小家伙 林栋尴尬 不知道说什么好 严看着摩罗就说 所以 我希望这雷霆祖父 能够给予林栋 我想他或许会是 会成为最合适的人 摩罗紧皱着眉头 他倒是没想到 这般争执 竟然会在那位远古 辅祖大人给牵扯出来 而言不论是辈分 以及见识 显然都远远地超过了他 言与雷地 皆是望着沉默中的摩罗 他们都是很清楚 虽说他们辈分 比后者更强 但现在这里真正最强的人 还是摩罗 而他们 一个是尚未彻底修复的 祖父之灵 一个是即将彻底陨落者 不是要因武力相对的话 他们自然不可能是 摩罗的对手 既然 你们都这样相信 他能够胜任 而在他们的注视下 摩罗深吸一口气 声音也变得低沉许多 俗祖大人的选择 我无法反对 既然这样 那我便给他一个机会 说到此处 摩罗赤红的目光 投射到林栋的身上 在本座手中走过三招 雷霆祖福 让你 可敢吗 林栋漆黑双目 火热瞬间涌动起来 旋即 他毫不犹豫地点头 声音之中 重置着坚定与不惧 感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动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动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九百八十章 林栋很清楚地明白 要从一名转轮镜的超级强者 甚至同时还是因为祖父 掌控者手中坚持三招 对于现在的他而言 具备着何种的难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他唯一所知道的 便是他绝不能放弃 咽下这雷霆祖父 即便他要从摩罗手中 坚持三招 仅有渺茫的希望 可是他依然不想放弃 雷帝面带惊讶地望着 在摩罗气势压迫下 依然没有俊色的林栋 旋即微微点头 后者的这股韧性 即便是他 都是颇为的赞赏 摩罗见到林栋点头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淡淡地说道 给你半个时辰 调养状态 林栋文言同样不说废话 立即盘坐下来 吞噬之力运转 将四周弥漫的雷霆之力 吞噬入体 而后化为滚滚原力 涌荡在其四肢白海 他知晓 接下来的这一场交手 将会是他有史以来 最为厉害的一场 这摩罗的实力 恐怕比起原文三大长教 都要强上一筹 而且后者是为拿走雷霆祖福 想来应该不会过于的留守 穆灵山在一旁见到林栋 被逼迫的要跟摩罗交手 有些气功鼓地盯着摩罗 声音清脆地说道 欣夫人不要脸 摩罗撇撇嘴 以他的身份自然不可能 来跟穆灵山打口水仗 当即只能转过头 全当听不见这小女孩的抗议 三招啊 这可不好接呀 雷蒂在一旁笑着说 摩罗乃是火针架势的转轮镜祖福掌控者 这一般实力 即便是寻常的转轮镜强者应付起来 都是极为的吃力 更别说 如今还仅仅只处于生玄境大整的林栋 两人之间的差距 真的是无法丈量 这个世界上 终归没有绝对的公平 摩罗诞声说道 我给了他机会 即便渺茫 但是能否把握住 就看他的本事了 既然他是辅祖大人选重 我想应该有着能力创造奇迹 雷蒂点点头 说 希望如此 不过还是过分了点 有些欺负小辈 摩罗无奈地看了雷蒂一眼 就说 你这家伙什么时候消散呢 雷蒂笑了笑 就说 快了吧 另外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呀 他看了一眼 自己逐渐变得循环起来的身体 旋即叹了一口气 就说 那些盖子的夜魔 我会把这未免中的一抹锦束 摸除掉的 摩罗淡淡说着 那声音中 蕴含着一丝浓到极点的偏执 雷蒂诧意地看了摩罗一眼 就说 你跟他们的仇挺大的呀 摩罗目光看向调养状态中的林洞 袖中双掌却是缓缓地紧握 当年我在得到火焰祖父时 也跟他一样打扮 不过 我没有他这份隐忍于低调 火焰祖父的暴露最终将一抹昭映而来 整个家族彻底被血洗 我的父亲偏了性命地将我送走 从那之后 我仿在懂得隐忍 直到后来踏入转轮境 并且创建阎神殿之后 仿在暴露火焰祖父的存在 若是我能够早懂得这般道理 或许家族也能够尚存 雷蒂微微点头 没想到这摩罗也是有着一番往事 祖父这东西虽说带来力量 但是同样也带来极大的危险 接下来这雷蒂并没有再说话 而摩罗虽也陷入那种追忆之中 面色变换 情绪有着不小的波动 而在这般寂静之中 半个时辰转眼击过 而林洞的双目 也在时间抵达那一刻 豁然睁开 漆黑双目之中 精芒涌动 旁边的圆力如同洪水般 在其经脉之中呼啸涌动 充盈的力量 弥漫着身体每一个角落 林洞抬头 豁然气深 圆力鼓荡在其轴身 灵力目光直指摩罗 玄机抱拳 沉声说道 摩罗前辈 请赐教 摩罗望着眼神灼热的林洞 脸庞微动 但终归还是默然地点点头 就说 我不会留守的 我会竭尽全力 林洞咧嘴一笑 身形飘然后退 旋即磅礴 原力陡然爆发而出 浑身气息 也在此刻膨胀到极限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摩罗面色淡然地望着林洞 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 但是其周身万丈范围之内 空气却是逐渐变得灼热起来 赤轰的光点 一种惊人的速度 在摩罗周身凝聚着 短短数息的时间 便是化为一道 千丈庞大的赤红 那赤红之中 弥漫着一种 令人恐惧的波动 林洞望着 那由摩罗随手凝聚出的 千丈赤红 眼中有着极端凝重之色 涌动出来 这便是转轮进强者的势力 举手投足间 并可催动出 这般惊天动地的攻势 乾坤古镇 林洞深吸一口气 旋即喝声 陡然在其心中响起 一道璀璨光滑 自其体内喷勃而出 然后在其前方天空 化为一道数百丈庞大的光阵 光阵极为玄傲 缓缓旋转间 一共股奇特能量波动 蔓延出来 令得空间都首先扭曲 雷帝目光略显惊讶地 望着林洞召唤出这般阵法 以他的眼力 自然是能够察觉到 这阵法的厉害 显然这东西并不简单 倒是个有趣的家伙呀 竟然身怀这么多的神物 雷帝喃喃说着 眼中好奇更深 他倒是很想看看 这林洞究竟想用什么方法 来抵挡摩罗的三次攻击 祖时 林洞再度跌合 一道温和的白光呼啸而出 在光阵的后方形成一片光幕 光幕中央一枚古老符石 静静悬浮着 那符石之上 盐安然盘坐 吞噬祖福 林洞漆黑霜目中 阴阴有着红光涌动出来 此时的他 明白眼前的交手 将会是他这么多年来 最为艰难的一场 因此任何的底牌 那都是无法隐藏 磅礴的黑光 再度自林洞天灵盖呼啸而出 然后在那片光幕之后 化为一道百丈庞大的 黑洞漩涡 漩涡 缓缓缓地旋转着 吞噬之力散发开来 不断地吞噬着四周的能量 壮大自身 三大神物 不过 怕还是差了一天 雷蒂望着林洞搞出的这阵仗 微微点头 玄机喃喃说着 如果换走一个转轮镜的强者 动用三大神物 恐怕今天就算是摩罗 都会焦头烂额 但可惜的是 现在的林洞 才升玄境大成 这与摩罗之间 差距太大太大了 林洞召唤出吞噬祖符 深吸了几口气 眼中红光更深 旋转即袖袍一挥 二十颗雷霆之心呼啸而出 然后直接被他投入 那吞噬祖符之内 狂暴的能量 在吞噬祖符之中炸开 吞噬之力疯狂地运转着 吞噬同化着 那些狂暴的雷霆之力 现在的他 既需要这些外来力量 来加强防御 不然的话 根本无法阻拦 无路的攻势 而伴随着 二十多颗雷霆之心 被迅速吞噬 那黑洞也是陡然膨胀 而且同时 还有磅礴的能量冲出去 直接冲进前方的光幕 以及光阵之中 以吞噬祖符的吞噬之力 吸收这些雷霆之心的能量 再加以加固 其他两大神物的力量 倒是好想法呀 雷蒂暗赞 眼力劳腊如他 自然是一眼边看出 林洞的打算 而连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现在的林洞 用来抵御摩罗的 唯一的方法 还不够 二十多颗雷霆之心 左化的狂暴能量 呼啸在重重防御之中 但林洞心中却一声低吼 玄尽一咬牙 一颗巨大的雷霆之心 再度闪现出来 那是左肺留下的那颗 巨大的雷霆之心 这颗雷霆之心 是左肺所化的吗 雷蒂望着那颗 硕大的雷霆之心 却是一正 玄尽目光复杂 对于这曾经属下的波动 他显然还是很熟悉的 这摩罗 倒是把小家伙 逼得挺狠的呀 硕大的雷霆之心一出现 并直接被林洞 投入吞噬祖父之内 然后黑洞激烈颤抖着 一股股可怕的能量 疯狂地弥漫出来 然后灌注进入前方的防御 而伴随林洞这般发狠 只见的那黑洞光木光阵三重防御 竟已扩张到千丈的范围 远远看去壮观雄伪 林洞双目泛红 他望着被他倾尽所有手段 搞出的阵仗 唇角的笑容 有着一丝疯狂的味道 旋即他猛地抬头 视线直直远处 面色淡默望着他的 摩洛 摩洛前辈 出手吧 林洞的贺声带着一丝 令人动容的疯狂 低沉地在这雷戒之中 轰然 回荡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地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981章 三种庞大防御 横力虚空 惊人的能量波动 不断地散发出来 你的那片空间 都是有些扭曲的迹象 凭借成玄金 大成的势力 你竟能够摆出 这种程度的防御 不得不说 你挺了不起的 摩洛脚踏虚空 千丈赤红 犹如一条湖泊 环绕在其周身 他望着林洞 亲近所有手段 布置的防御 也是微微点头 淡淡笑着 不过 本座却不得不遗憾地 告诉你 这一番阻拦 于本座 无用 当最后 紫音落下的刹那 摩洛眼神陡然灵力 天地间的温度 都在此刻 变得炽热起来 下一刻 摩洛手指点出 凌空一点 伴随着摩洛手指点下 这片天地 仿佛在此刻爆炸开来 那摩洛周身万丈之内 原本弥漫的雷霆之力 竟在此刻被生生冲散而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常 灼热与狂暴的原力 寒暄在摩洛周身的千丈赤红 在此刻犹如一头苏醒的赤笼 缓缓的氧气 身体弯曲 犹如拉开的弓弦 摩洛淡淡的声音传出 破 千丈赤红猛然爆裂而出 在其掠出的刹那 那片天地间 竟是生生地崩裂了开来 来了 林栋瞳孔反射着赤红 年轻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愈发的疯狂 赤红的速度快得无法形容 林栋仅仅只能够在眼中 看到一斗赤红的光滑掠过 再度见到赤红时 后者已出现在乾坤古阵之外 然后如同陨石狠狠地撞上 无法形容的巨响 在雷戒之中轰然响彻 淘天的赤红光芒 如同岩浆般的席卷开来 弥漫了天气 乾坤古阵疯狂地颤抖着 一公骨分解之力 铺天盖地射出 似乎分解那条可怕的赤红 不过 以往无网不利的分解之力 这次却遇到了极为棘手的对手 那赤红之中所弥漫的能量 凝视到了一种相当恐怖的地步 即便是以分解之力的奇异 此时都是束手无策 乾坤古阵的防御 仅仅持续十数息的时间 林栋便是眼通紧缩地见到 一道道列纹迅速在其上面蔓延开来 列纹蔓延速度极快 再借着赤红光芒 一道脆声响之而起 整个天空的乾坤古阵 立即宣告破裂 这乾坤古阵自从林栋获得之后 第一次被攻破 转轮进抢者如此恐怖 不过此时的林栋 却没有心思为这些而害然 因为在将乾坤古阵攻破之后 那道如同火龙般的赤红 已再度充实不减 狠狠地冲在第二层的祖师防御之上 祖师之上颜面色凝柱 滔天的温和白光冲出 令得那层光幕厚实得如同千丈铜墙 如今的祖师毕竟是未彻底 从重创中恢复力量 再加上催动他的林栋 实力仅仅是升旋径 不然的话 已祖师当年那般珠魔的实力 就算是正面交锋 摸罗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世红呼啸而来 终是落在光幕之上 又是一道惊天聚上响起 而光幕则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在淡化着 淡化的光幕则是由这一种 无奈坦息声传出 下一撒光幕陡然破裂 祖师光滑暗淡 禁止射入林栋地内 第二层祖师的防御 再度宣告崩溃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林栋眼神赤红 亲近全力布置出的 两层强大防御 没想到 在摩罗手中 却如此的不堪 要贫 那便贫到底 此时的林栋 犹如一个 亲近所有家底的赌徒 眼神星红 一声低吼 最后一层黑洞 也猛然加快旋转速力 赤红 毫不留情地 继续奔腾而来 然后狠狠地轰击在 林栋布置的 最后一层防御之上 巨大的黑洞 疯狂地旋转着 吞噬之力 也在全力爆发 不断吞噬着 那赤红之上 弥漫的狂暴能量 在这一瞬 两者四十 形成一种僵持 林栋眼通 死死盯着 那疯狂旋转的黑洞 虽说僵持在持续着 但他的心 却猛然下沉 因为他感觉到 吞噬之力的效果 在迅速地减弱 那赤红之中 弥漫的能量 太过浩瀚了 以他现在所催动的 吞噬之力 根本无法 尽数地吞噬 一丝丝 赤红光芒 突然自黑洞之中 射出来 而那黑洞漩涡的 旋转速度 就是骤降 那种吞噬程度 已达到极限了 不过 伴随着三重阻拦 那赤红 也从千张范围 缩小等百张 显然在这之中 它是消耗极为庞大的能量了 黑洞之中 深度出的红光 也是越来越浓郁 石树西之后 狂暴的赤红能量 终是猛然自其中 席卷而出 而黑洞漩涡 在此时 被硬生生地 承暴而去 三重强打防御 在此时 尽数被迫 而林洞的本体 也是彻彻底底 暴露在 那赤红的 忽视眈眈之下 末罗 但莫说道 你输了 没了防御 我还有身体 林洞眼中 红光闪烁 玄机仰天咆哮 璀璨清光 从其体内爆发而出 三十五条青龙光纹 飞腾而起 缠绕在其周身 三十五道青龙光纹 缠绕林洞 而其竟主动掠出 然后在木陵山 金海的目光中 直接是硬生生的 与那缩小到百丈的赤红 狠狠地撞在一起 狂暴的能量 在天空上席卷开来 那道重处的清光 只见是被震飞万丈 沿途鲜血狂喷 那三十五道青龙光纹 皆是爆炸开来 好狠的小家伙呀 雷迪望着 那满身鲜血 被震飞万丈的 青光身影 再看看那逐渐缩小 枝枝湮灭的赤红 眼中忍不住 浮现出一抹震动之色 这摩洛的一击 竟然是被林洞给挡下来了 远处的天空 林洞浑身鲜血 他能感觉到体内传出的剧痛 不过其眼神就显得 以你现在的状态 还要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摩洛前辈 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废话了 林洞抬头 目光赤红地盯着摩洛 咧嘴笑着 而在说话的时候 他嘴中又有鲜血 忍不住喷出来 摩洛默然点头 手掌一扬 又是一刀赤红浮现 而且这次赤红的规模 比起之前勇为强横 在那上面 甚至有着火焰在缠绕着 雷地健壮 忍不住说 太狠了点吧 摩洛不理 手掌挥出 那数千掌庞大的赤红 再度破碎天空 快若闪电般 对林洞暴轰而去 他倒是要看看 这失去了先前三大神物的灵力 究竟还如何来阻拦 他这次的攻击 林洞突出一口血沫 他望着那一种 惊人速度掠来的 狂暴赤红 却咧嘴一笑 手掌一握 然后一道银色蜂纹 便出现在其手里 想要让他林洞认输 即便是摩洛 那也不行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路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982章 杭大的赤红 犹如火龙般 呼啸而出 下一刹那 便直接出现在林洞前方 在其上面 所弥漫的赤热能量 将林洞皮肤 都支烤着滚烫起来 林洞眼睛 死死望着 出现在前方的赤红 手中的银色蜂纹 也陡然甩出 银色蜂纹刚刚甩出 便爆发出滔天般的荧光 旋即整个雷戒 都震动起来 那呼啸在雷戒中的 诸多万丈雷霆 在此刻洞窜虚空 紧数出现在林洞的前方 万丈雷霆盘踞 犹如以头头雷龙 组成最为强大的防御 而就在雷霆 逐渐形成那一刹那 那庞大赤红 也是轰然而至 赤红与璀璨雷芒 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惊雷声 向这儿去 一股由雷霆 与火焰形成的冲击波 疯狂地席卷开来 横走万丈之内 这股力量 原来要是 是被这个小家伙得到了 雷霆有些错地望着 那能量冲击波的源头 眼神却是略微地 有些古怪 这雷戒是他创造 而先前林洞 在动用雷戒的力量 自然是难逃他的察觉 摩洛目光凝视 望了这片空间 眉头也是微微瞅气 显然他同样是感觉到了 先前林洞所调用的庞大力量 那股力量远超 他所能够催动的极限 雷光与火焰交织 半晌之后 终是逐渐散去 而林洞的身影 则再度出现在 木陵山三人的注视之下 而此时的林洞 虽说浑身鲜血 看上去颇为浪瓶 但似乎先前 摩洛那更为强悍的一击 却并没有对他 造成太大的伤害 在林洞面前的半空 银色风纹 缓缓地闪烁着 一共过奇特的波动 不断地散发出来 同时不断地 与整个雷戒共鸣着 原来是雷戒的力量 摩洛望着那银色风纹 这才明白 先见那股力量的来源 当即眉头一皱 看向雷蒂 雷蒂笑道 这可不关我的事情 谁让这小家伙运气好 得到了雷戒的钥匙呢 只是那笑容 多少有些幸灾乐祸 远处 林洞也是感激地看了雷蒂一眼 如果不是他先前 凭借银色风纹 调动雷戒力量 他恐怕根本切不下 摩解第二轮攻势 银色风纹 雷光闪烁着 突然有着裂纹 在漆上浮现出来 最后咔嚓一声 竟凭空崩碎开来 林洞见到 这崩碎的银色风纹 面色顿时一变 雷蒂见状 却并不意外 笑道 小家伙 雷戒的力量 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恐怖 这摩罗 可是与我当年同等级的人物 你能够凭借这里力量 挡下他的一击 已经是极限了 林洞闻言 却是一声苦笑 看来 将使用雷戒力量 抗衡 摩罗的确是极难的 转轮镜的祖福掌控者 真的强大到这种地步了吗 第三招 你还要接吗 摩罗盯着林洞 不知为何 他的语气 却是放缓了不少 两次攻击的失力 足以让到他心中 有所震动 都这程度了 总不能放弃吧 林洞有着血迹残留的 年轻脸庞上 露出一抹偏执的笑容 轻声说着 摩罗声音低沉地说 你手中三大神物 尽数失效 雷戒钥匙也是崩碎 这第三招 或许 没那个必要了 摩罗前辈 请出手 林洞目光紧紧盯着摩罗 声音同样低沉 没有丝毫的退缩之意 摩罗望着 那依旧强硬的年轻人 片刻之后 脸庞上缓和再度 化为漠然 他缓缓点头 还是那句话 我不会留守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伴随着摩罗声音落下 突然有着赤红的火焰 迅速自己体内抱涌而出 那种高温 令到空间都是 呈现扭曲质感 雷地健壮 眉头终是皱了起来 陈生说道 火焰祖福之力 你过分了吧 你这小家伙的实力 怎么可能承受得了 这种攻击呢 我会护住他的原神 摩罗淡淡说着 旋即 其手掌轻握 那淘天赤红火焰 便是冉冉升腾着 最后在其头顶上 画为一颗熊熊燃烧的烈日 林冬 你现在后悔 或许还来得及 摩罗双手赋于身后 目光淡默地盯着远处的林冬 林冬咧嘴一笑 缓慢而坚定地摇头 摩罗健壮 似是轻叹了一声 旋即眼神陡然冷烈 而千丈烈日 瞬间呼啸而出 烈日过处 雷戒之内弥漫的雷霆 顿时四散崩溃 那霸道的火焰祖福之力 直接是将那些雷霆之力 逼得节节百退 林冬抬头 望着那 蕴含着恐怖力量 奔腾而来的烈日 体内的原力 仿佛在这一刻燃烧了起来 烈日逼近 然后也不见林冬有什么防御 火焰爆开 便将其吞噬而尽了 万丈庞大的火团笼罩开来 这片空间仿佛都变成一团火海 空间在那种火焰的炙烤下 都呈现一种扭曲之感 雷帝望着远处空间弥漫的火海 皱着眉头说 你这个也太狠了 你这个混蛋 不远处木灵山见到这一幕 眼睛就立刻红了 然后直接抱着声色灌溉 狠狠对着摩罗怒拍而去 摩罗绣跑一回 一道火焰光圈 便将木灵山给罩住 任有他如何挥击 都是无法将其轰破 摩罗淡淡说着 应该也结束了 我将其原神罩出来 至于带他去我 盐神殿的盐池 再修炼出来便可 旋即其目光看向火海 就将动手 将灵动的元神给拎出来 然而 就在他即将要动手的时候 那雷帝突然惊疑出声 目光豁然转向了 火海的中央 而在同时间 目录也有所感应 那双目之中 竟有着一抹 难以置信涌动出来 怎么可能呢 那摩罗尸神的喃喃自语间 远处弥漫的空间火海之中 一道薛兽的身影 竟是缓缓地浮现 然后竟那般踏足 将一名死玄境 强着烧着灰烬的火焰 一步步地走了出来 光照内的木灵山 此时也停下手中动作 打眼睛 错地望着那道火海中的人影 整个雷剑 在此时变得安静下来 又有着那道人影 踏着火焰走出时候 所发出的细微脚步声 缓缓地传开 人影逐渐走出 也是越来越清晰 最终也是彻底出现在 三人视野之中 而此时他们方才发现 那道人影的身体之外 竟笼罩着一层赤红的光照 而光照的中央位置 一道巴掌大小的赤红的骨牌 悬浮而立着 一种波动自其中散发出来 而那种波动 竟然与火焰祖伏的力量 如出一辙 雷帝又望着这一幕 顿时惊讶出声 那骨牌 竟然能够抵御火焰祖伏的攻击 摩罗面色难看 他的视线死死凝固在 那巴掌大小的赤红骨牌之上 他能够察觉到 体内的火焰祖伏 在骨牌出现的时候 竟发出奇特的崩鸣之声 林栋最终走出了火海 周身赤红光照 栩栩消散 而他伸出手掌 那赤红骨牌 便落在他的手中 旋即 他抬头 冲着面色有些僵硬的摩罗 唯唯一笑 说 摩罗前辈 我赢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赤红的火焰 在空间之中 燃烧生腾着 火焰照耀着林栋 那张年轻的脸庞 有着光弧反射出来 那唇角上 还染着血涕的脸庞 在此时 有一种令人感到 动容的魄力 这是什么 摩罗的眼睛 紧紧盯着 林栋手中的赤红骨牌 好扮上之后 放在声音嘶哑地说着 显然 现在的他 有些无法从 火焰祖父的力量 对林栋无效的现实中 回过神来 一方的雷帝 也是有些恶然 想来也是没想到 这摩罗最强大的力量 竟然会对林栋失效 这种情况 即便是吞噬祖父 也办不到啊 林栋扬了扬 手中的赤红骨牌 这东西 自然便是当初 从严主沉睡的空间中 所获得的 严神骨牌 而严主 身为火焰祖父的 第一人主任 手中的严神骨牌 自然也拥有着 与火焰祖父 相同的力量 这也是为何 先前他能够 在摩罗 那最强大力量下 黯然无恙的 最主要原因 林栋轻声说道 火焰祖父 第一人主任 严主 阻留之物 名叫 严神骨牌 严神骨牌 原来是严主的东西 摩罗锦咒的眉头 这才缓缓舒展而开 轩机无奈的摇里摇头 虽说对于火焰祖父的掌控 现在他也算是如火纯情 但显然比起那远古之中 都是巅峰般存在的严主 他还是要差上一些的 林栋笑道 这严神骨牌 仅仅只对火焰祖父的攻击免疫 若是摩罗前辈 先前只是使用 本身的转轮镜的实力 发动攻击的话 这第三招 我怕是接不下来 此话 他倒是没说假 现在的他 也是用尽所有底牌与手段 唯一所能够动用的 便是严神骨牌 而这也是摩罗催动火焰祖父攻击 才可能足效的 说来 这也算是一场赌博了 但幸运的是 林栋赌赢了 不想让出雷霆祖父的摩罗 最终还是动用他最强大的力量 但是却未曾料到 他这所谓最强的力量 却刚好对林栋是毫无效果的 好个厉害的小家伙呀 摩罗 你居然输了 雷帝不住赞叹着 这种结局足以让人感到惊艳 谁能想到 一个转轮镜的祖父掌控者 竟然会输在一个不过 升玄镜大成的小辈的手中 虽说 这只是三招之约 但若传出去 绝对足以让林栋 名震乱魔海 摩罗失神片刻 终于是叹了口气 旋即摇了摇头 就说 你的确赢了 林栋闻言 眼中顿时有着狂喜涌出来 浑身散发的剧痛 都在此刻被淡化了许多 他知道 以摩罗的身份心性 断然不会做出反悔之事的 那这么说来 他竟是真的 在摩罗手中赢得了雷霆祖父的归属权吗 摩罗望着激动的林栋 也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这个结局 连他自己都是没想过 不过 摩罗抬头 望着那悬浮天空的千丈雷日 双目微微一迷 沉默半赏 就说 雷霆祖父可以归你 但是 我需要取走一道雷霆祖父本源 林栋一愣 取走一道雷霆祖父本源 一旁的雷弟 眉头皱起 沉声说道 你究竟想做什么 你若取走了雷霆祖父一道本源 按照雷霆祖父 便无法算是彻底的圆满 摩罗说 我有我的计划 在这计划之中 如果没有雷霆祖父 那至少也得需要 他的一道本源之力 林栋问道 为什么 摩罗淡淡说道 因为 我需要他来当诱饵 林栋眼神一宁 诱饵 摩罗说 如今这天地间 隐藏着诸多一魔 他们是极大的隐患 而我们对他们的情报 却极少 此次 我便是打算 以雷霆祖父为诱饵 将一些一魔引诱出来 当然 如今雷霆祖父 已是属于你之物 所以 我只能推而求其次 取一道雷霆本源 将其伪装成雷霆祖父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林栋面色微变 显然是没想到 这摩罗 竟然想主动地 将一魔给招引而来 他难道不怕 他严神殿 也冲倒雷府的覆辙吗 这种事情 显然是有些 引火烧身的 摩罗看着林栋 就说 这件事情 青智也会参与 林栋一愣 青智前辈 你们倒是有些魄力呀 居然打算以雷霆祖父 引诱一魔 雷霆面色 也是相当凝重 即便是他 都因摩罗的大胆 而吃惊 摩罗说道 这些年来 一魔的行踪 越来越诡异 这让我感到一些不安 此番 我便打算设一张网 将一些一魔引诱而来 或许 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情报 所以 得不到雷霆祖福 我便只能 退而求其次 林栋沉默 片刻之后 青晟说 这计划 什么时候开始 三月之后 林栋沉生说道 三月之后 我会去阎神殿 我会守着那道雷霆本源 不管计划成功与失败 我会收回他 虽说 仅仅去走一道雷霆本源 并不伤及雷霆祖父根本 但是 那终归会让雷霆祖父变得不圆满 而林董 显然是不可能会同意 让圆满的雷霆祖父出现缺陷的 摩罗略走犹豫 玄霆点了点头 林栋深心一口气 说 那便请摩罗前辈 出手 取走一道雷霆本源吧 多谢了 摩罗缓缓说着 玄霆不再废话 身心一动 便出现在那千丈雷日之前 双手抓出 竟化为两道巨大火焰手掌 然后一把探进那雷日之中 摧毅的雷光 在其中疯狂地闪烁着 扳上之后 那火焰之掌 方才缓缓探出 而在那掌心间 此时却多出了一团 璀璨到极点的雷光 雷光不断扭曲 隐约间 似乎变成一道 古老的风纹 那种奇特的波动 散发出来 雷霆在一旁说道 这种祖父的本源 只能将其污住状态时 方才能够使用其他祖父的力量 将其剥夺出来 不过总体来说 缺少了一道 不算太大的缺陷 林栋微微点头 轻声说道 不过 我会让他再度完美的 天空上 在将一道雷霆本源 自雷霆祖父中 剥离出来之后 摩罗绣跑一回 便将其收拾好了 身心一动 便再度出现在 林栋的面前 摩罗看着林栋 就说 我目的已达到 便不在此处 继续停留 希望你能够 将雷霆祖父 量化成功 三个月之后 你若不来阎神殿 那便说明 你多半已是失败 下次 我会再来此处 将雷霆祖父 驱走 林栋点点头 他明白 炼化雷霆祖父的凶险 若是失败的话 或许 他将会付出 生命的代价 摩罗转头 对雷霆以保全 说 雷霆 告辞了 雷霆 寒笑说道 希望你能成功 不能与你们这些 其他的祖父 掌控者 并肩作战 倒是 有些遗憾 摩罗声音 平缓地说 我会斩尽世间 一切一抹 但是 有着无法质疑的坚定 那份魄力 让他一旁的林栋 都是微微动肉 告辞 摩罗再度抱拳 深深看了林栋一眼 身形一转 并化为一道火光 远远略去 最后 撕裂空间 消失不见 林栋望着 摩罗消失的身影 袖中手掌 也是缓缓紧握 他能够感觉到 在三个月之后 这乱摩海 恐怕会有大事情发生了 小家伙 享受你的战略品吧 当然 若是你能够成功的话 雷蒂微笑 旋即目光缅怀地望着 天空上那巨大的雷日 南南说道 你这个新主人 想来雷霆祖福 也会挺满意的 林栋也是抬头 望着那轮雷日 旋即 他眼神逐渐坚定 这么多年 他终于是找到了 这第二枚祖福了 不管炼花的过程 有多么的艰难 但是他却绝不会放弃 想到此处 林栋深吸一口气 旋即脚踏虚空 一步步地走向 那轮千丈雷日 最后 他的身影 则在木陵山的紧张目光中 逐渐消失在 那璀璨雷日之内 雷霆祖福的炼花 正式开始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984章 这是一片混沌的世界 天与地 仿佛都是处在一种 鸿蒙之中 而林栋的身体 便漂浮在这混沌之中 目光略显茫然地 四处打量着 旋即 他手掌握了我 喃喃自语 这是在雷霆祖父之内 明白了原由 林栋倒逐渐冷静下来 有了炼化吞噬祖父的经验 他也是明白 想要获得祖父的力量 那便是必须取得祖父的认可 而现在应该便是其中的步骤之一 想当初 林栋为了获得吞噬祖父的认可 可是在那孤寂黑暗之中 沉沦了半年 最终方才寻得出路 并且获得雷霆祖父的认可 静下心来 林栋则直接凌空盘坐 目光安然注视着 这片混沌世界的演变 混沌在生腾 鸿蒙之中 似乎突然有着浩瀚的能量 开始凝聚 那道雷鸣起初并不响亮 仿佛是出生的婴儿 细微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对着世界的好奇 随着时间推移 雷鸣中是越来越响 到到后来 竟是回荡在这片混沌世界中 而那雷鸣的源头 林栋见到 混沌之中 一缕荧光开始游离浮现 一种古老而强大的波动 悄然地诞生 林栋望着那在混沌中 诞生的雷芒 若有所思 这便是雷霆祖福的诞生们 就在林栋念头刚落的时候 混沌世界陡然变化 周遭混沌立即化为一片雷霆世界 万丈庞大的雷霆 如同雷龙一般 不断地从这世界中垂落下来 轰鸣之声震耳欲聋 林栋头臂发麻地望着 这真的他灵魂有些发抖的雷霆世界 雷剑与这里比起来 倒是有着小巫见大巫的感觉了 林栋忍不住地在心中询问他 燕 这东西究竟要怎么过 要获得雷霆祖福的认可 似乎有些痛苦 燕有些薰弱的声音响起 不过在其中 林栋却听出了一些幸灾乐祸 林栋小心翼翼地再度问道 痛苦 然而 又在林栋想要问得更加清楚时 这雷霆世界中 一道足足千丈庞大的雷霆 猛然撕裂天际 洞窜虚空 狠狠对林栋轰了过来 林栋骇然抬头 漆黑眼瞳之中 荧光弥漫 那雷霆可怕的速度下 他根本无法躲避 只能眼睁睁看着雷霆 重重地轰击在其身体之上 低沉之声传开 林栋身体顿时遭受重创 直接倒飞出肩掌 鲜血狂喷 雷芒闪烁在他的身体上 然后疯狂地对他体内钻去 无法形容的剧痛 在林栋体内弥漫出来 他浑身骨骼仿佛都在此刻 被那道雷霆所击碎的 冷汗弥漫身体 那种剧痛甚至是 以林栋的忍耐都忍不住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眼轻描淡写地说 雷霆祖父属性霸道 不似吞噬祖父那般诡异莫测 而想获得他的认可可并不复杂 被他批个十万次 不死便可 十万次 他妈的玩人呢 丁栋面色巨变 玄机忍不住破口大骂 光是先前那第一道雷霆 便把他批成这副德行 那十万道雷霆批下来 怕他连个渣都不会上来 言淡淡的声音 直接让林栋面色惨白下来 你已经进入这里 想退都不可能 所以 努力吧 在这里 我会给予你帮助不多 十万道雷霆 别说是你 就算是死玄境强者 都能劈成灰烬 不过 有时候人的毅力 会比更加强硬的东西 还要厉害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言的声音越来越微小 直至最后的彻底散去 一粒如山 我自微然 琴锤百炼 方能成奇 言 言 林栋急忙在心中大喊 却再也没有回应 当今脸都有些发绿了 这家伙就这样拍拍屁股 不管了吗 而在林栋极寒之间 之间那摇摇天气之上 是一道千丈雷霆 陡然呼啸而下 犹如一头猙獰的雷龙 狠狠地抱射而来 妈的 林栋面色发绿 愤怒打骂 在骂声刚落 那千丈雷霆 便已经落在 他的身体之上 雷鸣响彻 鲜血横飞 即便是林栋的此时 被炸得是皮开肉绽 甚是凄惨 我屈你大爷 林栋被炸得是 浑身焦黑 头发倒树 旋接他牙一咬 抬头望天 咆哮说着 咆哮一落 又是一道雷霆 紧碎而下 直接把林栋 炸飞了数千丈 你大爷的再来 体内传出粉碎般的剧痛 也逐渐让林栋 眼睛变得心红起来 他骨子里面的偏执 终是涌了出来 他竟亮枪站起来 仰天怒骂 那些雷霆 显然没跟林栋客气 一道道越来越庞大 与恐怖的雷霆 不断地降落下来 狠狠地劈在 林栋的身体之上 你大爷 连续无数次的雷霆 在天空中呼啸着 最后 连绵不断地轰向一道渺小的人影 轰隆隆的巨响声 回荡在整个世界之中 这一般狂轰烂炸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时间 在最开始的时候 林栋还会去数数 他被批重多少次 到到后来 伴随体内伤势越来越重 他的神智也开始出现模糊 导致雷霆树木也是被遗忘掉了 他唯一能感受到的 便是那蔓延到身体每一个角落的剧痛 以及那种生死间无数次的徘徊 那些雷霆的轰炸之下 他体内骨骼轻脉 仿佛是彻底地化为粉碎 神智开始模糊 但林栋的身体却并未倒下 深入骨髓的偏执和倔强 让他如同玩石一般 不让自己在雷霆轰炸中 彻底地迷失与失败 我心如磐石 一立如山 我心如磐石 净乎喃喃般的声音 在林栋心中不断地回荡 成为他的可怕的雷霆轰击中 唯一所能够仪仗的东西 他的身体在雷霆之下不堪一击 可是他的毅力却是不惧雷霆 天空之上 雷霆依旧是无情的不间断的坠率 不知何时起 林栋的身体还是盘坐在虚空 他的身体已经被雷霆批得近乎彻底损坏 甚至连经脉之中涌动的原力 都是消失殆尽 体内的三大神物 同样是在此时隐蔑到最深处 无法给予林栋任何的帮助 失去任何防护的林栋 彻底暴露在漫天雷霆之中 不过让人感到奇异的是 虽说他已经达到一种近乎损毁的地步 但是却武始终未能化为灰烬散开 以此一礼于执念令得林栋的此时 仿佛是化为一块天地完食 任由风吹雷打 却是依然厮守着心灵 雷霆依然是在疯狂地降落着 一千道 五千道 一万道 谁也不知道 皮下多少道雷霆 只是那原本应该化为灰烬的林栋 却如同那滔天惊骇之中 一夜偏周 遥遥欲坠 但是却始终未能颠覆 时间缓慢的推移 在虚空之中 青年 视身盘坐着 干枯的身体 却逐渐开始有着淡淡的雷芒散发出来 双手结印 宝像庄严 隐约间 有着一种类似之前雷地般的威严 悄然的 弥漫而出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九百八十五章 雷光弥漫的世界中 一道月牧万丈庞大的雷霆 如雷蛇般撕裂天气 然后 踏踏着一种 几乎毁天灭地般的声势 狠狠地冲下 最后 撞在那虚空盘坐的 兽穴身影之上 扑天盖地的雷光 肆意开来 无数电弧 又如油蛇般 倾泻开来 噼里啪啦的声音 响个不停 然而 面对这般恐怖的红鸡 那道血手的身影 竟是闻死不动 他的身体 如同磐石 扎根在那处空间 任何外力 都是无法撼动他丝毫 林栋如今的身体 是极为的干苦 甚至连皮肤 都呈现出一种荧光 看上去 有些像是雷斧中 那些吟湿 不过索性的是 他的身体之上 有着细微的声积 在残留着 雷狐 在林栋身体表面跳跃着 不断地在其毛孔之中 钻来钻去 原本那黑色的头发 也在雷光的渲染之下 变成了银色 如今的林栋 处于一种 无意识的奇异状态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一局已经近乎崩溃 但借助心中固守的执念 他却生生地 将维持在这种 濒临崩溃极限之上 在这种破碎的 极限维持之下 一种相当奇特的变化 仿佛也是在 悄然地酝酿着 若此时 肉眼能够看到 林栋身体之内的话 便就会发现 在他的体内 竟是布满着 无数的银色雷线 这些雷线 缠绕着他身体 每一块骨骼与肌肉 看上去 如同一张紧密的雷网 把林栋的身体 紧紧连接在一起 而每当有雷霆 轰击到林栋身体之时 这些雷网 便会愈发地明亮一些 总体来说 现在的林栋 似乎在这万道雷霆 轰击之下 逐渐地出现了一些变异 而且这种变异 伴随时间的推移 似乎还在悄然地加剧着 无意识的雷霆世界中 时间概念变得极为模糊 林栋并不知道 他在这种状态中 持续了多久 恍惚间仿若一年 又恍若十年 一时浑浑沈沈飘荡着 但是却死守着执念 因为林栋清楚地知道 若当这股执念 都被雷霆所淹没而去的话 那他方才是真正地陷入 万劫不复之中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他要变得强大 重回东旋域 他要告诉 那个表面清澈 内心柔软的女孩 他知道有一天 会强大到 让他仰望的地步 他要告诉 那个活泼如精灵般的女孩 他会守护着他 那份纯真无忧的笑容 他要告诉那个 心疼他一个人努力的女孩 他的肩膀 足以为他扛起一切 所以 他不能死 仿佛是不甘地怒吼 陡然间 自林栋心灵深处 响彻起来 那浑浑噩噩的意识 也是一颤 一缕阳光拨开层层乌云 照耀在那道昏沉的意识之上 林栋紧闭许久的双目 竟在此刻陡然睁开 璀璨的雷光 自眼中爆发而出 雷鸣之声 轰然响彻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道 一时回归 林栋豁然抬头 翻着雷光的眼瞳 望着那雷霆密布的天际 仰天咆哮 最后一道 落下来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仿佛是回应着林栋 这咆哮之声 那遥远天际之上 无数道雷霆 竟是缓缓地握动起来 最后一道数万丈庞大的雷霆 开始凝聚成形 真儿欲龙般的龙银之声 突然响起 只见的天空上 那庞大的雷霆 竟化为一头 数万丈庞大的雷龙 雷龙庞大的身躯 盘踞虚空 那对巨大雷幕 闪烁着雷霆 盯着下方的脸 那番声势 足以将人害得心神俱悍 然而 林栋却是怡然不惧 他用那雷龙对视着 片刻之后 唇角 有着一抹疯狂的笑容 攀爬起来 接着 他缓缓地伸开双手 仿佛在迎接着 那最后一道天雷之怒 雷龙感觉到林栋这番挑衅 庞大的身躯之上 雷霆疯狂地跳动着 最后其身躯 猛然呼啸而下 雷龙呼啸而下 这片世界 仿佛伴随他自身 窜出而颤抖起来 那种声势近乎毁天灭地 林栋手掌伸展开来 唇角的笑意愈发的疯狂 防御灵 接着巨大的阴影 最终犹如一枚陨石 狠狠地撞击在 林栋那毫无防御的身体之上 一阵的声音 在天地间向撤而起 撞击的刹那 林栋的身体 几乎是瞬间崩碎 血沫弥漫开来 尸骨无存 雷龙呼啸而去 最后在接触大地的时候 这才在龙吟响彻中 彻底散去 回归天地 在其后方 只有一团血雾 缓缓地飘荡 血雾静静飘荡在天空中 这般状态 持续不知多长时间 血雾中 突然有着雷光闪现 一道道密密麻麻的 雷线浮现出来 然后飞速蔓延而开 而同时 血雾开始收缩 紧束钻进那雷线形成的轮廓之中 血肉在其意的凝聚 到到最后 荧光闪烁间 一须近乎完美的身体 便静止在雷霆闪烁间诞生而出 身体的容貌 与林栋依旧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有一种难言的威严之感 却悄然散发出来 那种感觉 有如面对天雷 威严一般 林栋低头 他望着这句 历经十万道雷霆 铸就出来的 身体 眼中闲事闪过一丝茫然 旋即双掌缓缓地握拢 拳头握拢 一股可怕的力量 顿时如洪荒猛兽般 自林栋四肢百骸之中 呼啸而出 那种力量比起因往是更为的凶悍霸道 那种感觉仿若没有极致一般 林栋抬起头来 望着那些呼啸在天地间的雷霆 此时对于这些蕴含着狂暴能量的雷霆 他竟没有丝毫的忌惮 相反 心中反而生出一丝奇特的亲近之感 林栋眼中雷光闪烁 旋即他缓缓地伸出手掌 抓向一道自前方垂落而下的雷霆 雷霆接触到林栋的手掌 这次竟没对他造成任何的伤害 原本桀骜不驯的力量 在林栋手中却犹如绵羊般的温顺 静静地缠绕在他的手掌之上 林栋望着那安静缠绕在手掌的雷霆 唇角有着一抹笑意扩散开来 旋即他仰望那雷霆天空 天际雷霆波动 旋即化为一道巨大的雷霆漩涡 漩涡中心一道雷芒射向 而在雷芒的中心一道古老的符纹随之降落 最终出现在林栋的面前 林栋望着出现在眼前的古老符纹 眼中的激动与狂喜终于是再度掩饰不住 一种舒畅到极致的大笑声 伴随着雷霆在世界之中回荡起来 因为他知道 此时的他在经历了十万道雷霆 铸造雷参之后 终是获得了雷霆祖福的认可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路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蚕土豆 眼波 紫金 第九百八十六章 古老的雷霆祖福闪烁着雷芒 静静悬浮在林洞的前方 而望着这近在支持的雷霆祖福 即便是以林洞的信心 身体都是因为激动而忍不住的细微颤抖着 不过虽说激动 但林洞却并没有伸手 因为他知道 获得雷霆祖福的认可 并不代表他成功了 因为在他体内还存在着吞噬祖福 若是将雷霆祖福也吸纳入体 两枚祖福的力量 必然会出现一些排斥 那种排斥的后果 恐怕即便是林洞如今再强横 都是承受不了的 耶 林洞眼巴巴望着 唾手渴到的雷霆祖福 在心中呼喊着 想来他也是很清楚 两枚祖福存在一体的危险性 言懒洋洋的声音 这次倒传了出来 只是那声音听得林洞有些咬牙 嗯 获得认可了呀 真是命大的家伙 现在怎么弄 祖福之力本就霸道强横异常 常人获得秦衣便已能够拥有极为强大的力量 想要拥有第二枚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 你若是能够达到我主人 福祖那般实力 即便是同时掌握八大祖福之力 也并不算难事 林洞文言不由地苦笑了一下 从远古至今 可就只出现过一位福祖 他怎么可能 跟他去比较呢 不过索性你最先得到的是吞噬祖福 吞噬之力在八大祖福之中 算是容纳性最为强大的力量 虽说要容纳雷霆祖福 依旧有着不小的危险性 不过幸运的是 你还拥有着祖石 祖石 林洞一正 玄机诧异地说 祖石还有这般作用吗 言淡淡的声音 有着些许难掩的傲气 当年我的诞生 便是用来平衡八大祖福之力 虽说现在我尚未恢复所有力量 但你体内 也就仅仅吞噬祖福与雷霆祖福而已 想来维持着平衡 应该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林洞闻言 眼中顿时有着喜色涌现出来 将你心神沉入霓丸宫 然后把雷霆祖福也收进去 我们共同出手 维持着两大祖福之间的平衡 另外 那停止不前的精神力 也可以再度借此井盘了 听得此话 林洞眼中喜色更浓 我的精神力也可以增强了 林洞的精神力修炼颇为怪异 虽说他的精神力天赋 就连小雕都赞不绝口 但是自从上一次突飞猛场之后 如同陷入一个瓶颈一般 始终再难以突破 这让得林洞对此是不免有些尴尬 毕竟眼下他已是升玄境大成的势力 可是精神力却依旧停留在天赋师的层次 那只不过是相当于涅槃境的势力 你的精神力之所以停止不前 只是因为用来供养吞噬祖福而已 不过这并非是平白吞噬你的精神力 只能算作是一种带存吧 带的时机到达 他会全部返还给你 而且比吃了你的更加的雄魂 明白了 林洞点点头 玄机也就不再犹豫 深行凌空盘坐 双目紧闭 紧接着一片光滑 自己眉心散发出来 前方那悬浮的雷霆祖福 也化为一道雷光 随之冲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而在雷霆祖福 冲进尼丸宫的时候 林洞也立即跟上 尼丸宫内 犹如一小番天地 磅礴的精神力 涌荡在其中 而在这尼丸宫的中央天际 一轮黑洞 静静悬浮 旋转之间 不断吞吐着 其中所弥漫的精神力 雷光突然打破 这片小天地的瓶颈 犹如一颗雷星 蛮横地冲进小天地 最后 也在那空中 缓缓地吻下 雷霆祖福 一进入这小天地之中 便有着雷霆浮现 雷光在天空中 弥漫开来 试图霸占所有的一切 而雷霆祖福 这般霸道 自然不会被吞噬祖福 所容忍 当其黑洞旋转 铺天盖地的黑光 席卷而出 两股庞大的力量 在天空交织着 再接着 黄暴的能量波动 便是弥漫扩散出来 整个小天地 都在两股力量冲击之下 被掀得是天翻地覆 林董无言地望着 这一片狼藉的小天地 他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摩罗反对 他拥有吞噬祖福之后 还想炼化雷霆祖福了 盐 出手吧 林董无奈说着 再被两个大家伙 搞来搞去的话 他这捏完弓 得被生生的震爆而去 盐的声音 在林董心中响起 再接着 小天地之内 突然有着温和的 白光席卷出来 然后祖石便出现在 两大祖福之间 平衡之印 盐的身影 也是自祖石之上 闪现出来 然后即双手结印 一道低鹤响彻开来 随着盐的鹤声喘出 只见他 两道白色光线 陡然自其掌心爆裂而出 一道连接着 吞噬祖福 一道连接着 雷霆祖福 在两道光线 中间交接之处 一道极为复杂 与晦涩的光阴 缓缓地凝聚出来 光阴看上去 如同一座天平 缓缓地 微微摇摆着 但是却始终 处于一种平衡位置 而在天平的两端 仿佛便是 雷霆祖福 与吞噬祖福一般 奇特的 波动沿着光线 最后贯注进入 两大祖福之内 祖福 旋即蝉 天空上相互侵蚀的 两股力量 竟在此时 缓缓地交融起来 林栋望着天空上 终于不带对抗的 两股力量 这才如是 重负般地松了一口气 言说得果然不假 他的确拥有着 平衡祖福之间 力量的神奇之力 当然 林栋也能够察觉到 这之中 有着不小功劳 属于吞噬祖福 若不是他的力量 充斥着容纳性 即便是言 都是很难将两枚祖福 维持在一种 微妙的平衡之上 而伴随着两大祖福 逐渐平稳下来 林栋突然见到 那吞噬祖福 竟陡然加速旋转起来 在其旋转之间 一股股磅礴 如海湾的精神力 疯狂地从其中涌出来 庞大的精神力 涌入小天地之中 小天地的面积 开始迅速膨胀 甚至连那风云雷电 都开始在之中 诞生出来 林栋望着这一幕 伸开双手 他能够感觉到 这一刻 他的精神力 正在一种 惊人的速度 暴涨起来 以往的那种色质 在此刻荡然无存 一层层阻碍 也在那磅礴 如海般的精神力之下 被视如破竹般地 冲破而去 整个小天地 都在此刻 迎来一种巨大的变化 而在林栋精神力 开始暴涨的同时 他的身体之内 也是开始 有着雄浑无痹的 原力如同洪水般地 滚动起来 如今 他的原力之中 多出了一些银色光泽 原力涌动间 竟有着雷弧闪烁着 充满着霸道的攻击性 原力呼啸 林栋的身体 如同一头苏醒的雄狮 开始爆发出惊人的波动 虚空之中 林栋静静盘坐着 磅礴的原力 如同风暴般 在其周身汇聚 而除了原力之外 雄魂的精神力 也是在 悟悟地旋转着 而林栋 便是在 安然地盘坐于 两股力量中间 他的气息 同样是在此刻 结解 盘生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雷霆闪烁的世界中 林栋 凌空盘坐 从他体内散发出的气息 却是一日强过一日 那种实力精进速度 是坦为观止 这种气息的提升 持续了 综综五日时间 那盘旋在林栋 周身的磅礴原力 以及精神力 方才逐渐的 有减弱迹象 半空中 他那最后一缕原力 与精神力 钻毁林栋体内的时候 他那紧闭了 数日的双眼 陡然睁开 细黑双目之中 金芒掠过 旋即迅速散于无形 林栋双手撑着虚空 缓缓站起身来 而伴随着他身体的站起 他的体内 竟有着清脆的 霹雳啪啦之声 传出来 而伴随着这些 清脆之声传出 还有着一股 极为凶悍的波动 那种感觉 犹如一头 远古凶兽 自沉睡之中 松醒了一半 林栋感受着体内 那澎湃的力量 忍不住 深吸了一口气 唇角便受着 糊涂掀起 那种充实的力量之感 前所未有 岩闪现出来 望着林栋 就说 如今的你 应该踏入 升旋径圆满的层次 举那死旋径 也仅一步之遥 升旋径圆满 林栋双拳紧握着 脸庞上 有着一股 相当满意之色 此番的修炼成果 显然是相当的吸人 当然 提升最大的 还是你的精神力 林栋微微点头 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 突然周遭狂风大作 磅礴的精神力 瞬间自泥湾宫内 席卷而出 在其身旁 画为一道 精神力风暴 风暴之中 散发出来的 惊人波动 就算是一名 升旋径圆满的强者 都是无法匹敌 仙浮师 小城顶峰 林栋一笑 这一次精神力的 锦盘成长 比起上次 是更为的厉害 不仅直接跨过天赋时 更是直接踏入 仙浮师 小城顶峰的层次 仙浮师的层次 分为小城与大城 但就是这区区两个等级 却足以媲美 生死玄境 一般来说 精神力达到 仙浮师小城顶峰 便堪比 生玄境圆满的强者 若是踏入大城 那便是能够 与死玄境强者辟敌 当初林栋在玄灵岛上 遇见的那位 叫熏远的仙浮师 其实也不过是 堪堪进入 仙浮师的门槛罢了 也就是说 现在林栋的实力 不仅原力达到 生玄境圆满的层次 有连精神力 也是踏入 仙浮师小城顶峰 两股力量 终是抵达一种 相对平衡的地步了 而凭借着 这两股力量的会合 林栋自信 生玄境内 绝对不会有人 是他的对手 甚至就算面对 死玄境小城抢者 他都是能够正面相抗 而且 此番这具身体 也是再度强化了 林栋拳头紧握 在他皮肤之下 能够隐约地看见 一道道盘踞的青龙光纹 这些光纹数量 粗略看上去 便是不下五十道 而且林栋能够感觉到 这还并不是他的极限 那身体深处 还隐藏着庞大的力量 现在的林栋 就感觉自己这具身体 如同洪荒猛兽 那种爆炸般的力量 仿佛能够将面前一切 阻拦 全部一拳打碎 这是在承受 十万岛雷霆之后 林栋所获得的强化 总体来说 现在林栋的实力 与在进入此处之前相比 显然是有了一个脱胎 换骨般的变化 雷霆祖福果然是好东西 林栋咧嘴一笑 毕竟这些实力的提升 都只是获得雷霆祖福 额外的馈赠 在此处 应该有两个月时间了 到了出去的时候了 林栋伸了一个懒腰 心情愉悦地打量一下 这片雷霆世界 玄机心神一度 身旁的空间便是荡漾起波动 而其身形 则是在波动包裹之下 缓缓地消失而去 雷界 那原本的千丈雷日 此时便消散而去了 整个雷界之中 到处都弥满着惊雷之声 不过现在这雷界中的力量 似乎是变得紊乱了许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空间波荡间 一道人影缓缓浮现 林栋目光四扫 却发现如今这雷界 已是空无一人 而且雷界中那些紊乱的力量 也让他眉头微皱起来 而在林栋为这般变故皱眉间 一道荧光突然闪略而来 最后化为一道光影 那是雷地 林栋 当你看到这个影像的时候 想来你应该 已成功地掌控了雷丁祖福 恭喜你啊 我倒是很想见见 拥有两大雷丁祖福的你 未来会是怎么样 可惜 我没有了那个时间了 现在的我 已是彻底消散在这片天地界 雷界中的力量 也是在消退 从而变得不稳定 所以 我将那小女孩 先行送了出去 只是她留给你的原神鳞片 出去之后 可以借此寻找的 雷地声音一露 有着一道蓝光略向林栋 而后化为一枚蓝色鳞片 出现在林栋面前 你身怀两大祖福 但如今毕竟实力尚弱 切记 勿要轻易暴露 否则必定会有一魔寻赏你的 以你现在的实力 要守护两大祖福 或许难度不小 话不多言 只希望日后 若是这天地再遭劫难时 你能力挽狂澜 我相信祖福大人的选择 再见了 面前的影像 缓缓化为光点散去 那位曾经在天地间 显赫的雷霆祖福掌控着 便是这般彻彻底底的 消散在这天地之间 林栋面色复杂地望着 那些飘散的光点 玄机恭恭敬敬地 对他 敬了一个郑重的晚辈之礼 雷弟前辈 一路走好 片刻之后 林栋抬头 略微收敛了一下亲戚 再回头看了一眼 这紊乱的雷剑 最后 秀宝一挥 空间扭曲 而其身形也迅速 消散而去 而随着林栋身影散去 这片雷剑空间 也再度变得了无生机 紊乱的力量 等待着他的终结 雷电 当林栋再度出现在这里时 四周已是毫无人机 显然这两个月之中 那些寻宝者 也是紧速退走了 先寻找灵山吧 林栋见状身心一动 便是略出雷电 然而 他刚刚略出雷电的时候 天空上突然有着乌云 汇聚过来 狂暴的雷鸣 在其中回荡着 风雷劫 林栋望着 这熟悉的一幕 顿时一愣 旋即失效 他之前精神力暴涨 本该有风雷劫降临的 但因为身处 那些奇异的空间 风雷劫也是无法降临 而如今一出来 这东西便立刻 找上门来了 这是多少重风雷劫 相叠加呀 林栋面露古怪 他从四印天浮湿 直接蹦到 仙浮湿小城顶峰 这之间 若是要有风雷劫的话 那还得多少重呢 想到此处 林栋笑着摇了摇头 但毕竟里都没理 天空上重重风雷劫 身心一动 便是对着雷斧之外 呼啸而去 在林栋略出的时候 天空上 无数道狂暴雷霆 顿时呼啸而下 对其追上而去 滚 林栋身心一顿 猛得一回头 眼中雷芒闪烁 一道鹤声 陡然自己嘴中传出 伴随林栋的鹤声脱口 奇异的一幕 顿时出现了 只见得 那些呼啸而下的雷霆 竟在此刻极其凝固 旋即一种 惊人速度倒窄而回 那份模样 仿佛见到什么 极为可怕的东西一般 天空上重重风雷劫 一阵蠕动 最后便这般诡异的 信心消散而去了 在掌控着雷霆祖父的 林栋面前 这些所谓的 天位雷霆 如同陈词一般 不敢对其 又丝毫不遵 林栋望着 那些消散而去的雷云 唇角危险 或许 以这种方式 渡过风雷劫的人 整个天地间 也是唯有 台义人吧 想到此处 林栋也是一笑 身形迅速略出 半晌之后 便冲出了雷霍 出现在 天雷海域之中 而在林栋 刚刚冲出雷霍的时候 他心头突然一动 手掌一握 木灵山给他的 原神鳞片 便是震动起来 接着他带着一些 急迫的声音 便从中传出了 林栋哥 别来天雷海域外围的 那座天雷岛 九幽门 玄天天 还有圆门三个家伙 都在那里等你呢 我也被他们困住了 他们还要 抢着支援过来 你别过来 听到林片中 传出的清脆声音 林栋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缓缓地消散而去 全而代之的 是一片肃杀冷烈 都在一起吗 也好 省得我到处去找了 林栋喃喃自语 玄机眼神陡然 声喊下来 神性一动 便化为一道清光 掠上天空 然后迅速 对天雷岛所在方向 暴力而去 此时 杀意 重云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九百八十八章 天雷岛 虽说伴随着雷斧 寻宝之心的结束 但这天雷岛的区域 却依旧是热闹不解 不少各方强者 汇聚在这里 足足两月时间 都是未曾有散去的迹象 而他们守在这里 原因无他 只在等待着一人 占据雷斧最大宝藏的人出现 而那个人 显然便是林洞 虽然最终进入那片空间的 还有这摩鲁 那尊在乱摩海中 显赫一世的超级强者 但是他们显然不可能 去找前者的麻烦 所以他们想要知道 那雷界之中 究竟有着什么宝贝 还是得从林洞嘴中 敲出消息 这天雷海域 天雷岛区域 是进出天雷海域的 必经之徒 所以他们守在此处 只要林洞一出来 必定是南逃 而且眼下着天雷岛上 九幽门 玄殿殿 都是有强者支援过来 若是林洞再出现的话 那必然是南逃被捕之举 在天雷岛上 此时的半空中 有着一道巨大的阵法 弥漫开来 而在阵法的中央 形成牢笼光束 而此时 那牢笼之中 正被困着一名 扎着羊脚辫的 轻衣女童 那赫然便是 牧林山 此日的牧林山 正愤怒地 抡着生死关盖 狠狠拍打着光束 但这阵法 却整整 由四名死玄境 小城强者 联手不知 所以任由他 如何地挣扎 都是无法逃脱 在阵法的四角方位 四道人影 面色淡漠地 望着牧林山的挣扎 这四人其中两人 略显熟悉 正是之前 见过的 九幽门的 灰法老者 以及玄天殿的 那名中年男子 而另外两个人 面色冷漠 从他们胸前的 土纹可以看出 他们也是 九幽门 与玄天殿的强者 而且实力 也是达到了 此玄境 小城的地步 两个月来 那个家伙 还没露面 难道被摩罗杀了不成 在阵法的下方 庞浩面色略显阴沉地 望着天雷海域深处 他原本断掉的手臂 在本身的生气滋养 以及一些灵丹的帮助下 已再度生长出来 一旁柳湘轩轻轻摇头 说 摩罗生性霸道 但是也相当高傲 应该不可能会动手 杀一个小辈的 这么久没出现 只能说明 他在那雷界中 获得了不小的金元 听得此话 那庞浩眼中 顿时有浓浓的 嫉妒和恨意涌出来 咬牙说道 该死的灵洞 该死的魔炉 那雷界中的宝贝 原本该是我们的东西 柳湘轩态眉微醋 不知道为何 他隐约感觉到一些不安 在从雷府出来之后 他原本便想离去 但奈何 宗牌内发出指令 一定要从获得雷界中 究竟有什么宝贝的情报 显然能够让摩罗 都看中的东西 绝不会是什么寻常者 而以摩罗的能耐 这乱魔海之中 显然没什么人 敢去找他询问 所以这样一来 便只能把主意 达到相对而言 是阮世子身上的 林栋身上 显然有了见识 林栋厉害之后 柳湘轩并不认为 这个所谓的阮世子够软 柳湘轩轻声说道 再等半月吧 实在不行 也没办法了 虽然他知道 如今的雷岛上 要针对林栋的强者如云 光是他们九幽门 以及玄天殿 并有这四名 死玄境小城强者 而且原本那三个家伙 也都处于这个层次 那可是相当于七名 死玄境小城的强者 这种阵容 只要林栋敢出现 恐怕绝对是插翅难逃 庞昊点点头就说 是不能继续拖了 宗派内还想让我去 阎之海域呢 阎之海域 柳湘轩美眸青闪 就说 是阎神殿举办的 那所谓雷之争霸赛吧 嗯 唐昊阎神灼热 贪婪地说道 那最终的冠军 可是能够获得 那传说中的雷霆祖福 那可是真正的神物啊 若是能够获得的话 以后必定是天地间 顶尖般的存在 那摩罗之所以 能够如此霸道 不就是因为 他掌握着火焰祖福吗 冠军 刘湘轩淡淡撇了庞昊一眼 说 乱魔海的新秀榜中 你我都只不过是 三十名开外 想要争夺冠军 怕是没那么容易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这冠军 想来还是得 新秀榜前十的那些妖孽 才有资格具备 如那阎神殿的 火仙子唐心莲 万象山的小巷王周泽 海音剑的 阴魔唐魁等等 听得从柳湘轩口中冒出 一个又一个 名头吉祥的 乱魔海的名字 旁号面色不免 有些难看 以及星星 这个世界上 天才总是不缺少的 虽说他在九幽门 年轻一辈 算是顶尖 但是 在整个乱魔海的 新秀榜上 却不过是 只能排到三十多名 而先前 柳湘轩所说的那些狠人 却全部都是 前十的存在 面对着这些家伙 即便是心傲如旁厚 都不得不承认 与他们之间 的确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柳湘轩突然说道 与那林栋的实力 恐怕能够挤进入 金锈榜前二十 不知道 与那些狠人比起来 他能有着多少胜算呢 庞昊阴测测的说 哼 你也太高看那小子了 新秀榜前二十 可不是那么好劲的 而且 即便他有那个能耐 还得先度过 眼下这生死关卡再说吧 柳湘轩默然 的确 面对着七名 四悬心小城的强者 就算是 新秀榜前十的那些狠人 都只能退避三射 更何况 是临动呢 在去柳湘轩 他们不远处的 一座山峰上 三道人影 安然盘坐着 他们面色淡漠 隐约间 有着极为强横的 原理波动 散发出来 而他们 则正是 霍原三人 突然间 一头引发的 李雷 淡淡说道 刚才不久 那小丫头 手中有些波动 散发出去 有些类似 传信了 霍原淡淡一笑 看来 林栋已从雷界中出来了 以他的性格 若是只要这小丫头 留在这天雷岛 必定会过来的 霍原 目光垂下 说 我们此番的任务 算是失败了 那位大人的波动 已经彻底消散 将来 是被摩罗 所抹杀了 李雷两人摇了摇头 在摩罗面前 他们根本就没有 反抗之力 那家伙 势力太强了 霍原说 算了 解决掉林栋 也算是能够 补过一些 然后 我们也敢去 那炎之汉语 哦 是阎神殿 搞出了什么 争霸赛吗 李雷一震 就说 不过 因我们的势力 要争夺冠军 还是有些不稳吧 这乱魔海心绣榜 前十的那些家伙 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霍原平胆说道 宗派内传出了消息 华师兄会前去的 冠军之位 应该跑不掉 李雷二人 有些惊讶说道 哦 华师兄 竟然都被派出来了 那倒是十难九稳了 哼 掌教大人可是说过 若是华师兄 早出生个百十年 当时冬玄 与年轻一辈 风光就不会再有 那周通独享了 霍原 微微一笑 那雷霆祖福 若是所料不差的话 应该便是 摩罗在雷戒中 得到了宝贝 真是没想到 这雷霆祖福 竟然隐藏在这里 不过 虽然不知道 摩罗为什么舍得 把雷霆祖福拿出来 但既然拿了出来 那我原文 血之不公了 黎雷二人 也是冷笑说道 堵了我们的东西 自然是要吐出来的 霍原点点头 刚想说话 神色突然一动 霍原抬头 目光直指 那天雷海域深处 唇角突然有着 阴寒之意 涌动出来 他来了 听到此话 黎雷二人神情 也深一喜 轩机森然一笑 总算是出来了 有人从天雷海域 出来了 在几霍原三人 发现之后不久 雷倒上 突然有着 不少的惊呼声响起 然后一道道人影 腾空而起 目光灼灼的 望着那海域的深处 在那里 突然有着 青红迫害天际 一种惊人速度 对着天雷岛方向掠来 最后 诸事在那一道道 目光重视下 缓缓地停住 清光散去同时 一名薛寿的青年 便这般清晰地出现在 所有人的 注视之下 好好目光 愿堵地望着 现身的青年 浓浓杀意 也在此刻 弥漫而开 林栋 你总算是 显神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武力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 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武动乾坤》 作者 天蚕土豆 演播 紫金 第989章 林栋脚踏虚空 他面色冰寒地望着 那自天雷岛上 升腾起的人影 然后目光一转 便是看向 岛屿半空的光阵 那阵法之中 他见到 正在怒杂着光注的 木灵山 见到木灵山 并没有出什么事情 林栋心中 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初木兰 将木灵山交给他 如果他让得 木灵山出了什么意外 这实在不好跟人交代 远处 庞昊掠上半空 他目光愿堵地望着 林栋 冷笑说道 林栋 躲了这么久 你终于忍不住 要出来了吗 林栋看了 这再度活蹦乱跳的 庞昊一眼 淡淡地说道 看来 断你一只手臂 还是让你长不了进行 放心 这次我会把利息都收回来的 庞昊面色铁青 森森地说道 你说砍了你的四肢 做成人棍 跑在罐子里 会怎么样啊 林栋一笑 挺好的做法 我可以考虑 给你打造一个 林栋 现在你还有牙尖嘴里的心情 九幽门的灰发老者 阴瑟他的出演 他盯着林栋 拐笑道 你可知道 这里和足足有七名 死玄境小城强者 在等着你 欣慰死玄境小城 林栋双目微眯 实现扫过整个岛屿 的确是发现 有七道极为强悍的气息 当即微微点头 就说 的确是 不小的手笔 那玄天殿的中年男子 沉声喝道 林栋 我玄天殿不想为难你 只要你将那雷戒之中 所获得的东西交出来 我玄天殿立即离开 林栋偏了他一眼 平淡地说道 有摩洛大人 那尊大人物在一旁 宝贝会轮到我这个小辈 来享受吗 中年男子一致 玄疾说 看来你是不打算配合了 既然如此 也别怪我玄天殿不客气了 灰发老者冷笑道 废话少数吧 早点出手 将其擒下来 我九幽门 对从人嘴中 滔话还是挺在行的 等他落到我们手中 说不说 就不是他自己 能够决定的了 你们两人 把阵法稳定住就行 这小子 都给我二人来 那声音一落 视线于另外一名 九幽门音艺老者 交织了一下 磅礴源立 瞬间息窘而出 然后两人同时暴流而出 直射林栋而去 小子 我看你这次 还如何挣扎 身形略过天境 灰发老者 那蕴含着 浓浓沙翼的鹤声 也是陡然响彻 林栋抬头 目光平淡望着 那略来的 两名死玄境小城的强者 若是进入雷界之前 以他的实力 自然不可能与他们抗衡 再可惜的是 现在他的实力 比起那时候 同样是强悍了态度 生玄境圆满 与仙副师 小城顶峰的力量 你是让他具备 即使不使用任何手段 都能够与死玄境 小城强者 抗衡的地步 璀璨的秦光 自林栋体内涌起 他神经一度 伴随风雷声相伴 数道残影 快如鬼魅般的 自虚空浮现 林栋此时的速度 比起之前 无疑是更为的迅猛 身心一动 在不少精华声中 出现在 灰发老者前方 好快的速度 那灰发老者 见到林栋 这般鬼魅速度 心头也是一惊 这速度 竟连他都急不上 虽说 在雷点之前 他也是见过 林栋生产 龙翼之后 那惊人速度 但是此时的林栋 却并未动用双翼 便已是超越了 阴网了 找死 不过虽说 为林栋的速度 惊讶了一下 但随即 灰发老者 眼神便是 阴寒了下来 他毕竟是 货真假实的 紫玄境 小城强者 林栋 要和他硬拼的话 根本占不了 半点便宜 心念闪过 灰发老者 双指并须 犹如利剑 磅礴原力 席举而出 瞬间便化为 一柄杖虚长的光剑 简身之上 死气缭绕 攒发着 惊人的杀伤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 出品的 长篇 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简身一指 滑起刁钻 糊涂 刺向林栋咽喉 然而 面对 灰发老者 这般灵力攻势 林栋眼中 清光一闪 竟不然不必 手掌抓出 清光萦绕 竟是 要以肉掌 来相当 蠢货 灰发老者 愣笑 那光剑之上 远离再度雄混 玄机狠狠刺在 林栋掌心 简身一旋 就想削断 林栋的手掌 锋利的剑气 狠狠切割 在林栋的掌心 但是 却并没有鲜血飞除 反而是有着一道 刺耳的声音传出 那模样 仿佛披在 那晶铁之上一般 这番反应 同样是让得 灰发老者 一惊 急忙想冲回 健身后退 但是那健身 却是纹丝不动 他抬头 便见到林栋的脸庞 浮现出一抹 冰寒的笑容 接着 其握剑身的手掌 猛然卧下 蕴含了 灰发老者 庞博园里的光剑 竟在此刻 被林栋一肉掌 生生捏碎 崩裂 光剑崩碎 灰发老者 瞳孔一缩 一顶不安 涌上心头 身形条件反射般的 便是暴退 速度太慢了 不过 其身形刚退 眼睛空间扭曲 一道鬼魅身影 便紧听而来 林栋那张 泛着冰寒的笑容的脸庞 落在灰发老者眼中 有着一些诡异之感 一道弥漫着 清光的掌风 撕裂空气 带着极为沉重的力量 快如闪电般的 落在那灰发老者 胸膛之上 低沉的声音 传荡开来 那灰发老者喉咙间 传出一道闷横 身形亮脚后退 引起漫天的 惊化之声 谁都没有想到 林栋竟能够在 正面交锋中 将一名死玄境 强者打伤 小辈 你敢整凶 死明整 林栋一掌 震退挥发老者 就想追击 去下杀手 又则猛然传出怒吓声 之间的 另外一名九游门的 死玄境小城强者 一时暴力而来 一掌隔空派出 数十丈庞大掌印 陡然成形 浓郁的死气 缠绕上面 显然 在见到先前 灰发老者吃亏之后 这名死玄境小城强者 一时收敛了 心中的小区 出手前 以动用强横的武学 林栋瞥了一眼 那暴流而来的 黑色犬印 却离也不离 袖跑一挥 磅礴精神力 如同风暴般席卷而出 划为一道精神力聚首 一把便将黑色犬印 给抓住 玄境狠狠一握 生生地捏碎 林栋的精神力 一时先辅使小城顶峰 在掺杂上一些 雷霆祖父的霸道力量 即便是死玄境 小城强者的攻击 也是足以抵挡下来 好强大的精神力啊 这一手 立即引来众多精神 不少人眼神有些震怒 至于之前 他们所知晓的情况 完全不同 谁也不知道 本就相当棘手的林栋 竟然在精神力造诣上 也是如此强横 林栋对众多惊呼声 却是未曾理会 脚尖一点 身形闪烁 便出现在那光阵之前 然后手掌一握 三十道青龙光纹 瞬间自手臂上 飞腾而现 如今 林栋修炼处的 这些青龙光纹 隐约间 参采一些银色光泽 那种波动 比起阴网 更为的 狂暴霸道 显然 吞噬祖父的炼化 他的那种霸道攻击性 同样是 开始同化 林栋所有的攻击 包括原力和精神力 一拳轰出 三十道青龙光纹 呼响而出 阵天龙音响彻 伴随着林栋拳头轰出 直接是重重的轰在 那光树之上 拳头落出 光树疯狂地颤抖着 紧接着 一道道裂纹 竟如同蜘蛛网般 自林栋拳头之下 蔓延而出 很快 便是蔓延出 整个光阵 裂缝的蔓延 终是抵达极限 最后轰的一声 在众多震动目光中 爆炸开来 谁能料到 这林栋不仅 支身通过 两名死玄境 小城强者的阻拦 而且还一拳轰爆 由另外两名 同等级强者 所维持的阵法 这番实力 比起拿在雷电的时候 显然是强悍了 太多太多 看来这两月 倒是让他 有了不小的机缘 山峰之声 霍园忘了这一幕 眼神略微有些阴沉 从此时的林栋身上 就算是他 都察觉到了 一丝丝危险的味道 显然这两个月的时间 林栋似乎成长到了一种 足以威胁到他们的地步 倒是有趣了 霍园缓缓站起身来 而此时 远处天空的林栋 冰寒目光也转移而来 两人对视 隐约间 有着杀意与火火 在视线交织间 散发出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眼波紫金 第九百九十章 此时的天雷倒半空 气氛显然是有些凝致的 不少人都是沿路震动之色的 望着半空中 那一拳 轰暴震发的林洞 谁都没料到 后者竟然能够 如此轻松地 通过两名死玄境小城强者的封锁 然后再一拳轰暴 由另外两名同等级强者 联手布置的阵法 这等凶悍程度 就算是一名 同为死玄境小城的强者 都是扳不到 而眼下这林洞 却是做到了 他的实力变强了 柳湘轩美眸有些凝重地 望着天空上那道身影 先见林洞 展现出的实力 显然是远远的超过 在雷电的时候 是一个混蛋 他一定是在雷界中 获得了机缘 不然实力 不会长成这样的 庞浩咬牙切齿 眼中满是嫉妒和不甘 他能够感觉到 如今林洞的原理修为 似乎也是达到 升玄境圆满 丝毫不弱于他 而且林洞的精神力 也是达到了 先附师小城顶峰的层次 不然的话 刚才不可能凭借精神力 便挡下一名 死玄境小城强者的 物血攻击 而以林洞现在 这升玄境圆满 以及先附师小城顶峰的实力 已是具备与死玄境小城强者 正面抗衡的资格 再者 他们可都是很清楚 林洞手中有着很多手段的 这些手段若动用起来 怕即便是眼下他们的阵容 都会感到相当的棘手 木灵山自光束中掠出 急忙掠至林洞的身旁 林洞哥 林洞看了看木灵山 就说 没什么事吧 木灵山摇里摇头 然后大眼睛 愤怒地望向远处山峰上的 霍原三人 就说 都是那三个混蛋 我刚出雷府 原本想在外面等你的 结果被他们找上 将我逼到这里困住了 林洞微微点头 目光淡漠地望向山峰上三人 说 你们在这里倒也正好 我正担心出来使你们离开 我又得费功夫去找你们 看来你在雷界中 获得不小的好处啊 信心倒是比之前足了不少 霍原淡淡一笑 宣吉他伸了一个懒腰 就说 放心吧 我早便是与你说过 我会把你的尸体带回东悬域 然后送上道宗 就怕你们没那个资格 林洞淡淡说着 宣吉他偏过头 望着那些九幽门 与玄天殿的强者 就说 我与他们乃是生死仇敌 你们今日若少插手的话 那便随你们 不过 话放在前面 既然动了手 那代价便自己承受 刘湘轩 美眸轻闪 那庞昊 却是怒笑了一声 林洞 你当你是谁呢 凭你这点实力 你敢和我九幽门搅拌 张傲杀了他 伴随庞昊立声喝响 那灰发牢这两人 眼神也是陡然阴寒下来 先见被林洞击退 已是让他们心中怒火涌动 眼下自然是要找回肠子 林洞 你推开 小心一些 林洞望着那眼神阴寒的 灰发牢这两人 深吸一口气 双目深处 终是有杀意涌动出来 既然这九幽门的人 咄咄逼人 那他也顾不了那许多了 木灵山点点头 说 林洞哥小心一点 还需要生死灌溉吗 不用了 林洞摇里摇头 手掌一握 雷鸣轰人响着 那雷帝权杖便闪现出来 顿时一股惊人的波动散发出来 这雷帝权杖的攻击力 极为霸道蛮横 并不比生死观感弱多少 再者 那生死观感相当奇异 除了木灵山之外 旁人根本无法发挥太多力量 与其如此 还不如用这完全属于他自己的 雷帝权杖 雷帝权 这权杖一出现 便在岛屿半空 引起不少的喧哗声 一些目光 翻着炽热与贪婪射来 啥了此子 那灰发老者两人 望着手握雷帝权杖的林洞 眼神一宁 旋即揭示正色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在雷电的时候 他便见识过雷帝权杖的威力 而现在 林洞比起那时候 更是强横许多 虽说他们占着人数之忧 但若是小觑的话 先前一幕 必定还会出现 一起出手 灰发老者两人对视 眼中寒意涌动着 手掌一握 便有着一柄 反着寒气的黑色长剑 闪现出来 看起波动 显然也是威力不弱的灵宝 两人几乎是瞬间爆流而出 磅礴源里涌动着 两道灵力剑芒 闪电般的洞传虚空 呈交叉状 对林洞咽喉切割而去 然而 面对两人的灵力攻势 林洞首张 雷帝权杖倾斜下来 任有那剑芒 狠狠劈砍在杖身之上 火花爆射箭 而其身体 却是纹丝不动 既然 你们对雷帝权杖如此垂涎 那便让你们见识一下 他的真正力量 林洞眼神发寒 手掌紧握雷帝权杖 只见得 璀璨的雷光 顿时自其上闪烁起来 这雷帝权杖 就是以雷霆祖伏的力量 铸就而成的 而如今 炼化了雷霆祖伏的林洞 自然是能够轻易地 将他的力量 紧述地展现出来 伴随着雷光 在旗上闪烁着 那雷帝权杖顶不住 那九条雷龙 仿佛是复活了一半 仰天发出雷鸣之吼 雷龙锁天杖 冷鹤之声 陡然自林洞嘴中响彻而起 旋即 那扑天盖地的雷光清醒而开 只见得 两条雷龙突然挣扎着 自权杖之上 腾飞出来 摇身一变 变化为一道数百丈庞大的 巨大雷帐 雷霆疯狂地从上面降落下来 窝动骇人 两道雷帐一出现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怒拍而下 狠狠对着灰发老者两人 砸了下去 掌声过出 空间都是扭曲起来 刺耳的音爆之音 不断地响起 小心 那灰发老者两人 望着山下的雷帐 面色也是异常凝重 从那上面 他们察觉到了一股 相当狂暴的能量 磅礴原力 自两人体内迅速涌出 玄机 他们手中黑色长剑 也是阴风暴涨 带起滔天剑光 各自重重劈响 一道雷掌的光影 剑掌相交 任而欲聋的声音 携带着狂暴的能量波动 飞快地 自天空上席穿开来 再接着 众人便是见到 那交接处 两道剑光迅速崩溃 那灰发老者两人身体 也是狼狈地倒飞而出 手中黑色长剑 竟在此时崩碎而去 众人色变 那雷掌之危 竟是可怕到这种地步了 林洞面色冷漠地望着 狼狈倒飞而出的两人 两人气息都是有些紊乱 显然被先前仪仗所伤 而这般时候 显然是下杀手的最好时机 这种时候 再讲所谓的仁慈 可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事情 想到此处 林洞身体之上 突然又璀璨雷光涌现 紧接着七眉心处 一道雷光如动浮现着 旋即 一道闪烁着雷芒的妖眼 便是诡异地浮现出来 一种极为霸道的能量波动 随之散发而出 雷眼之中 蕴含着雷霆的世界 但其中 却是毫无任何人类情绪 仿佛天雷之怒 神雷珠魔眼 冰冷赫声在林洞心中响彻 旋即 那雷眼之中 猛地有惊雷响彻 两道颜色灰暗的雷光 陡然暴流而出 雷光灰暗并不起眼 但是那之中 却蕴含着一种 令人胆寒心惊 毁灭波动 林洞的荒芜妖眼 在经过雷霆之心 以及雷霆祖父的力量淬炼之后 显然被强化得相当的厉害 灰暗雷光速度 是快得无法形容 一些人仅仅只能听到 天空雷声响彻 再接着远处的 灰法老者两人身体之上 血雾突然炸开 而他们的心脏位置 却诡异地出现两个 人头大小的血洞 灰法老者两人 艰难地低头 目光骇然地望着胸口的血洞 脸庞上有只浓浓的恐惧涌现出来 他们没想到 短短两月时间 灵动的血力竟已经恐怖到了这种层次 他们脸庞上的恐惧越来越深 到到最后 此时想说什么 可是喉咙却犹如被捏住了一般 面色越来越惨白 最后身体陡然凝固 而生机也如同潮水般 刺他们体内消退而去 短短十数分钟 两名死玄境强者 陨落 整个岛屿 一片死气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九百九十一章 四季笼罩在天雷倒 原本岛上的一些嘈杂之声 也是悄然 扩散而去 一道道目光略为有些失神地 望着从天而降的 两道逐渐冰冷的尸体 谁能想到 在这之前 那可是两名货真价实的死玄境强者 金金两招 四番出手 林栋并没有做任何的试探攻势 直接动用两大杀招 而其效果也达到惊人的招牌 从林栋抵达天雷倒 最开始与灰法老者两人交手 直到现在 期间不过短短十数分钟 可那胜负结果依然分出了 雷帝全杖 以及刚刚有慌无妖眼 强化而来的神雷珠魔眼 他们的处女秀 竟然是让得所有人 包括林栋在内 都感到震动与惊艳 怎么可能 好好面色煞白地望着 直接被林栋斩杀的 灰法老者两人 他们的体内 闪烁着狂暴的雷光 显然被击杀那一刻 即使他们体内的原神 都是被雷光所摧毁了 林栋下手的狠辣城里 超出了怕好的预料 那些九幽门的强者 同样是面色金黄 那不负仙剑的居傲 两名死玄境强者 被杀的事实 让他们彻底明白 眼下这尊杀神 似乎并不是他们这些人马 所能够对付的 一团隐隐掺杂雷光的白气 自林栋嘴中喷出 掀起两大杀招 同样令他体内原力 有些沸腾 他并没有想到 在真正动用雷地权杖 以及神雷珠魔眼的时候 他们的威力 会如此的厉害 想来这一点 就连那灰法老者两人 都是没料到 不然的话 轻力之下 他们也不至于 灰败的如此之惨 但可惜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吃 我给过你们几回 天空上 林栋缓缓低头 面无表情地 望着庞浩登人 手中的雷地权杖 再度紧握着 璀璨的雷光 在上面极足地跳跃着 释放着狂暴的波动 庞浩见到林栋 那不含丝毫情感的双瞳 心头突然一喊 力声说道 林栋 你想干什么 在其周遭那些 九游门强者 也急忙簇拥在 庞浩的身旁 目录警惕地盯着林栋 你敢杀我 我九游门 必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在说这些 蠢到极点的话吗 林栋望着那面色 有些苍白的旁号 唇角掀起一抹 蕴含着嘲讽的活动 下一杀 其眼神陡然冰寒 身性一动 便凭空消失而去 小心 九游门强者 见到林栋 身形消失 面色顿时巨变 而就在 他们赫神 刚刚落下之时 头顶上空 惊雷 陡然响彻 一道璀璨雷光 再度化为 百丈庞大的雷之障影 然后夹杂着异常狂暴的力量 狠狠地砸了下去 众多强者急忙联手 雄魂原力暴涌而出 然而才刚刚接触那雷场 一股霸道的 无法言语的力量 便是疯狂地侵蚀下来 当即诸多防御 瞬间崩溃 一道道人影 口吐鲜血 狼狈倒飞而出 而那旁号 也彻底暴露在 那半孔的雷光之下 灵动 你当我怕你不撑 庞昊 面色沙白 但是 暗眼神却涌出一些暴力和阴狠 一声宝贺 手掌一握 那柄猙獰的黑色长枪 便出现在他手中 一股灵力波动散发出来 九幽地磨墙 庞昊手持黑色长枪 磅礴园里涌出 百丈枪芒 仿佛自九幽中冲出的凶兽 夹杂着 套天阴沙 只冲逃顶而去 现在的你 在我眼中 不堪一齐 雷光之中 又只一道冷笑声传出 玄机雷光陡然被撕裂 闪烁着雷霆的雷帝全杖 爆红而下 狠狠砸在那百丈枪芒之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悟动乾坤 两者接触 雷鸣响彻 看似凶悍的灵力将亡 却瞬间崩溃 而那雷帝全杖 则渗如破竹地落下 最后 在旁好那惊骇的目光之中 毫不留情地 砸在其天灵盖上 低沉的声音响彻开来 庞昊的脑袋 如同碎裂的吸管 在此刻陡然爆炸开来 鲜血四射 极为的血腥 而在庞昊脑袋爆炸的时候 突然一道金光 自己体内暴射而出 亡命般地对远处讨断而去 隐约间 有着怨度的尖力咆哮传来 林东 你记得 我九游门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林东面色冷漠 就见他有任何动作 磅礴精神力便吸取而出 换为一只大手 穿透空间 一把便将金光给抓住了 不要 庞昊七里惨叫声响起 不过 他的惨叫声刚刚落下 那精神力大手便瞬间紧握而下 直接生生地将其原神给捏爆了 凄厉的惨叫声 在天空上远远传荡开来 天雷岛上 那些强者望着远处 那道薛兽的身影 心头不由地反击振振寒意 这番手段实在是太狠了 竟然连原神都不放过 这个家伙是个狠角色呀 一些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皆是蒙声唾意了 宝贝固然有人 但是也得有命享受才行 这林栋的实力 显然远远超出情报所说的 这在交手没多久 便是斩杀两名死玄境抢者 而且下手还是这般的干脆利落 不远处 柳祥轩望着这一幕 俏美的脸颊 也是变得格外凝重起来 那两名玄天殿的死玄境抢者 落到他的身边 神色已不如刚才那般轻松了 林栋的视线望过去 看着柳祥轩就轻声说道 这里的事情 玄天殿还要插手吗 柳祥轩看着面色平静 跟先前斩杀两名死玄境抢者 并不是他所做的那般的林栋 心头也略为有着寒意在反动着 他知道 如果林栋要对他出手的话 绝对不会因为他这副 最让男人心生联系的绝美容颜 便又丝毫地受下留情 眼前之人 心性渐如磐石 远非他可比 柳祥轩身旁 那两名死玄境抢者眼神一沉 就要站出来 等等 然而他们身心刚动 柳祥轩却陡然出声 玄机他深深看了林栋一眼 就说 先前的事 我在这里说一声抱歉 接下来 我们玄天殿不再插手 小姐 那中年男子 两人文言面色微变 柳祥轩白白玉手 就说 此事 我自会回去交代 我们这里人马 对现在的他 也无视威胁 何必再做无谓的牺牲呢 中年男子说 我们可以联合园门的人 柳祥轩轻吐一口气 丰满胸脯 轻轻起伏着 他喃喃说道 没用的 听我的吧 他的感知 素来极为敏锐 从现在林栋的身上 他感觉到了一种 极端强烈的威胁 那种感觉 就如同在后者身躯之中 隐藏着什么 极为可怕的东西一般 中年男子两人文言 犹豫了一下 最终只能有些 不甘的点点头 林栋看了柳湘轩一眼 轩机轻声说道 既然如此 实现恩怨 一笔勾销 他虽然对玄甸甸 也是有些不顺眼 但却是明白 眼下最棘手的 还是圆门三人 因为 在他们的身体上 林栋缓缓抬头 目光摇摇地锁定着 霍元三人 淡漠的声音 也是随之响起 你们的体内 似乎有着什么 古怪的东西 是 一膜吧 当林栋此言 落下之时 那一直面带笑容的 看着他的杀戮的火源 脸庞上的神情 终于是 缓缓地凝固了下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九百九十二掌 山峰之上 霍元面帮上的笑容 缓缓地凝固起来 那双母深处 似守着极端阴森的波动 在涌动着 在其身旁的黎雷两人 袖炮中的手掌 也是此刻微微曲弄 指尖黑气缭绕着 霍元脸庞上 笑容凝固片刻 玄机又缓缓散去 他盯着林栋 淡淡地说道 一抹 那是个什么东西 林栋的目光 同样眨也不眨地 盯着霍元三人 此时在其双眼深处 黑光雷光 此时涌动着 只不过外人 却丝毫看不见 从最开始 进到霍元三人之后 林栋心中有着别样不舒服之感 不过起初 他只是以为 那应该是三人 元门弟子身份在作祟 但此次再度相见 那种感觉 却是瞬间膨胀了许多 而这一次 林栋也是察觉到 那种感觉 竟然并非来自他本身 而是来自 他体内的两大祖福 那种感觉 充斥着 排斥和抗拒 甚至厌恶 而这个天地间 能够让祖父 如此排斥的东西 除了那些 所谓的一模之外 林栋无法想象出 第二种生活 对于这种结果 林栋心中 显然是相当震惊的 他无法想象 这霍元三人 怎么会跟一模扯上关系 看他们的模样 的确是 霍真价实的人类 但是 从祖父 反馈会的波动来看 这又是绝对加不了的 而这唯一的答案 便是霍元三人体内 应该是有着 什么奇怪的东西 或者说 就是一模的潜伏 不得不说 这些一模潜伏的 极为成功呢 如果不是林栋体内 两大祖福 共同感应 以及回馈的话 恐怕即便是他 也是无法发现 霍元三人的秘密 林栋深吸一口气 目光灼灼地盯着霍元三人 缓缓地说道 看来 那些一模 如今开始彻底 混入人类世界了 霍元面色 依旧是淡 只不过 林栋依旧是从他眼中 感觉到了一模 略过的 晦暗与阴毒之色 霍元淡淡一笑 就说 如果你以为你说 这些不知所谓的话 能够让你逃生 恐怕是要大错特错 你这条命 今日我们非熟不可 杀人灭口吗 林栋笑笑 只是笑容中 同样有着浓浓杀意 涌动出来 看着情况 这霍元三人与一模 应该是逃脱不了关系了 正好 若解决他们的话 他或许能够获得一些 有关一模的情报 虽然林栋知道 他现在并不太适合 与一模接触 但身为祖父掌控者 特别是他 还身怀两大祖父 这之间 有些责任 是无法避免的 即便他一直躲着 一模也迟早会找上门来 既然如此 还不如寻找机会 略做主动 以林栋的性格 向来不会 坐以待毙 在天雷岛周围 其他人 对双方的谈话 都略感到茫然 即便是柳湘轩他们 也是微微皱着眉口 吃小一模存在的 除了林栋这种特例 大多都是世界上顶尖存在 柳湘轩他们不知道 也并不奇怪 木陵山见到林栋 与霍元三人对峙 也连忙提醒说 林栋哥 那三个家伙很古怪 林栋点点头 心声说 林栋不要插手 我来对付他们 木陵山闻言 微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他如今感觉到 林栋的实力 似乎大为精进 眼前的霍元三人 虽说厉害 但林栋同样 不是省油的灯 那一头银法的李磊 面带嘲讽地望向林栋 就笑道 凭你一人 就想对付我们三人不成 你当我们是圆仓 那三个矛头小子不成 你们最终的结局 都会是相同的 林栋手持雷地 权杖缓步上前 浓郁清光 自己体内飞速地涌出 隐约间 有着低沉的龙吟声传出来 那声音中充斥着 强横的力量之感 既然别人有这番魄力 那便成全他吧 霍元一笑 只是那眼神格外的阴沉 您正在收听的是 而不择手段的人 所谓的规则 于他而言 本就没什么束缚 固执地讲究什么单对单 公平决战 在他看来 是一种蠢到极致的表现 也好 那皮肤闪烁玉色的陈灵 也是微笑点头 林栋双目微眯地望着三人 体内原力在此刻陡然呼啸起来 泥湾宫内磅礴精神力 也是如同狂风刮起一般 他知道 眼前的霍元三人 可绝对比那灰发老者两人更为难缠 而且谁也不知道 在他们的体内究竟隐藏着何种的等级的陰魔 这一切都必须谨慎对待 就在林栋体内原力奔腾之时 他眼神突然一凝 只见得那山峰上的霍元三人 竟此时同时诡异地消失而去了 林栋望着这诡异的一幕 眼神微闪 但却没有丝毫的慌乱 双目更是缓缓闭上 磅礴精神力蔓延开来 犹如一层层无形之网 散发开来 感应着周到天体的任何丝毫波动 众多强者望着天空上这一幕 眼神皆是有些凝重 显然是能够察觉到 其中所涌动的那种危险的暗流 这种隐藏在暗处的敌人 显然是相当的可怕 近乎凝固般的寂静 笼罩着天空 那里林栋手持雷地拳掌 闭目而立 磅礴的原力 在其周身呼啸凝聚 消失了 滴滴的喃喃自语 在林栋心中响起 他发现 即便是他将精神力扩散开来 竟然依旧是未能发现 霍元三人踪迹 他们三人 仿佛就这般诡异的 凭空化烟 潇散而去一般 不过 虽说眼下情况略显诡异 但林栋的心神 却是愈发的沉静 那些四周喧哗的声音 也在此刻被剥离开去 整个天地 唯有他一人 凌空而立着 而在这般状态之下 林栋的心境 犹如化为明镜 反射着天地间的一切景象 而在这种反射之中 三道近乎烟雾般的 飘渺人影 终是出现在林栋的心中 但是 在林栋发现这三道 如烟雾般的人影的时候 他们竟是出现在 林栋周身 仗序的距离 林栋双目豁然睁开 他的一只眼瞳 呈现黑暗之色 另外一只眼瞳 则呈现雷光轰鸣 极为的奇异 三道灵力道 无法形容的黑光 在这一瞬间 陡然撕裂空间 一股极具杀伤力的波动 也随之散开 直奔林栋烟喉 心脏后背心 三处要害而去 这三道攻击 快得难以想象 几乎就在出现的 刹那便已抵达 林栋身体 然后便直接在 那一道道 惊呼声中 洞穿了林栋的身体 被击中了 一些警害之声传开 谁能想到 这霍元三人攻击 竟如此的快速 根本让人防不胜防 我对 不过很快的 有着一些惊声 接着响起 因为他们发现 当三道黑光撕裂 林栋身体之时 竟没有丝毫鲜血 喷出 而林栋的身体 也是逐渐叹化而去了 残影 三道惊讶之声 在空荡荡的空间中响彻 旋即三道人影闪现而出 霍元三人的面色 显然是醋恶了一瞬 显然他们同样是没有料到 他们攻击到的目标 竟然只是会是一道残影 而能够在他们眼皮底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残影留下 本体顿出 那种风度还是何等的惊人 小心 霍元眼神阴沉 突然一声离合 就在他赫声刚刚落下的刹那 上空突然有着轰隆之声响彻 一道庞大的阴影笼罩下来 划为一口具体 顶口犹如巨兽之口 刺响而下 然后便直接将霍元三人 给吞了进去了 坟天顶将三人吞进 林洞的身影也快如鬼魅般地 闪现出来 此时在其背后 有着一对庞大的龙翼伸展开来 龙翼微微震动之间 竟然连空间都出现细微的扭曲 王炎师兄 你姐姐的仇 今日 我便为你报了 林洞眼神冰寒地望着坟天顶 旋即身性一动 便快速冲了进去 他知道 这霍元三人极难对付 而想要将他们收拾 恐怕两大祖福 今日是必须同时动用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武帝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武帝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九百九十三章 分田顶内 三道人影凌空而立 他们面色淡漠地望着 前方缓缓出现的林洞 旋即目光漫不清新地 打量着这片顶内空间 神色间并没有半点 因为被困在此处的 紧张和不安 霍元目光一早 淡淡笑道 没想到 你还有这种自称空间的 纯元之宝 陈灵笑阴阴地说 倒是一处 杀人埋尸的好地方 犹如刀锋般 甚人的目光 却是在林洞身上 缓缓地扫动着 林洞微笑着点点头 的确 在这里不管是站什么手段 外面的人都看不见 这样啊 霍元笑笑 旋即他微微偏过头 冰冷的目光中 紧着一丝 猫戏老鼠般的细血 没想到 你竟然会知道 一魔的存在 林洞轻声说道 你这话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已经变相承认了 我之前的猜测了 这一次 霍元竟没有再否认 一魔鬼笑 浮现上他的脸庞 他缓缓地伸出手掌 掌心上 一丝丝的黑气 缠绕出来 这种黑气 并非是死旋径强者 拥有的死气 其中反而充满着 极端阴老的邪恶 那是一魔气 果然呢 林洞深吐了一口气 他的眼神 在此刻变得阴沉了许多 他目光灼灼地 盯着霍元三人 就说 你们想尽雷戒 多半是想救那一魔王吧 霍元咧嘴一笑 你知道的消息 还真是不少啊 是那魔罗告诉你的吗 那你能告诉我们 那位大人 现在究竟如何了吗 林洞冷笑道 你认为在火焰祖父 和雷霆祖父 两大祖父之下 你们那位大人 还能有火路吗 霍元三人 瞳孔一缩 瞳孔之中 阴寒和暴怒之色掠过 虽说早便猜测到 这个结果 但是在确定下来时 依旧是难言情绪的激动 霍元淡默说道 好狠的手段 以我们三人的实力 的确是奈何不得那魔路 不过迟早会有人找他的麻烦 但至于你们 今日就让我们解决掉吧 林洞望着那眼中 杀意涌动的霍元三人 也是一笑突然说道 既然你们三人 与异魔扯上关系 是不是说你们原门 也和异魔有关系 这个猜测 让他林洞心头 略微有些发解 如果只是霍元三人 与异魔有关 那倒好说 磨杀了便是 但如果连同 原门那种超级宗牌 都和异魔有牵连的话 那该是一件 多么严重的事情啊 霍元缓缓说道 虽然今日你必死 但是我觉得 有些事情 还是连死人 都不要说的为好 废话到此结束 你小子把小命 给我交出来吧 话音一落 霍元三人 眼神瞬间阴森下来 磅礴原力 如冬风暴般 滚滚散开 强大的压迫力 直接对着林洞 笼罩而去 在我的地盘 可轮不到你们来耍横 林洞轻笑 眼中有着 冷冽肃杀之色 涌动起来 旋即起印法一变 只见得 坟田顶内 空间竟是扭曲起来 紧接着 八道巨大的赤红门户 便是缓缓地浮现出来 这八道赤红门户 出现了刹那 这坟田顶内 温度陡然升高 甚至连涌荡在其中的 天地原力 都是变得炽热 狂暴起来 而那些逼向林洞的 原力压迫 在其身体上 还有十丈距离时 便被划为白雾 刺刺刺地消散而去 全力出手 斩杀刺刺刺 霍元 火源 眼瞳微缩地望着天空上 那八座赤红门户 从那之中散发出来的 狂暴波动 令得他 察觉到一次危险的气息 当即一声力喝 三人几乎瞬间化为烟雾 诡异地爆裂而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我说过 这是我的地盘 你们那套都给我收起来 林洞眼神冰寒地望着 消失的三人 却是一声冷笑 袖袍一挥 只见天空上八座门户 突然有赤红光霞 照射下来 闪电般地射向林洞前方 一片空间 光下笼罩之下 只见得那空间空荡处 三道人影竟直接闪现出来 而且光下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更是直接将三人 真的狼狈后退了数目 林洞望着被逼处的霍原三人 印法再变 天空上八座坟天门 顿时轰隆隆地旋转起来 一道道赤红光红 从紫门户中掠出 最后在半空闪电交织 化为一座巨大而复杂的阵法 阵法成形 瞬间扩张开来 接着便是霍原三人难看的面色中 将他们笼罩在其中 八几坟天门 竹魔 林洞面色冷漠 他望着被困在阵法中的三人 低喝声 偶然自己嘴中传出 林洞知道霍原三人的厉害 真要硬碰起来 即便是现在的他 也要迅速解决三人 都会相当麻烦 所以他倒没有丝毫犹豫 一出手便动用 焚天顶最强大的力量 当初凭借着焚天门 林洞仅仅升玄境小城 便将那邪谷老人 以及魔仙老怪重创 如今 其实力更是突飞猛进 达到升玄境圆满 再加上先辅使小城 顶峰的精神力相助 再度启用焚天门 那威力更是强悍到 令人折射 强大的阵法 在此时不断颤抖着 事后能量飞快的凝聚 阴隐间 一座庞大的火山 竟在阵法上空成形 一股鼓狂暴到极点的波动 不断的席卷而出 那霍原三人 望着上方成形的火山 面色也是有些变化 想来是察觉到 林洞这般手段的厉害 当即三人齐齐出手 灵力攻势狠狠地倾泻至 那赤红光幕之上 不过虽说 他们将光幕震得不断颤抖 却始终未能将其撕裂 沈亚 低沉的贺声 突然自林洞嘴中传出 那天空之上千丈庞大的火山 陡然凝聚成形 然后疯狂地坐落而下 火山坐落而下 那空气顿时紧数爆炸才来 甚至连下方大地 都是迅速崩塌下去 省事害人 霍原三人 望着那眼瞳中 极速放大的火山 当即三人迅速紧贴在一起 三顾异常磅礴的原力 汇聚在一起 化为数百丈庞大的原力光柱 与那火山轰然相撞 星天动地般的巨声 在天地间响彻着 甚至连那空间都剧烈颤抖了一下 不过这种碰撞仅仅僵持了片刻 那百丈原力光柱便迅速崩溃 而那火山则是蕴含着可怕之危 震随光柱 最后在霍原酸人阴暗的瞳孔之中 狠狠地坐落下来 大地有如地震般颤抖着 千丈庞大的火山镇压在大地上 有如一头盘踞的巨龙 赤轰的岩浆从上面流淌下来 其中蕴含着惊人的狂暴波度 林栋轻喘了一口气 他目光紧紧望着 那镇压着霍原散人的火山 若是在以往的话 现在的他恐怕已经因为原力而枯竭虚弱 但现在他双目之中 依然有着精芒在闪烁着 现在的林栋 实力比起上司动用八级坟田门 显然是强悍太多了 以他现在的原力雄浑程度 也足以支撑催动坟田门之后 他不会陷入那糟糕的虚弱期 应该不止这些手段的吧 林栋望着那逐渐安静下来的大地 目光却是一闪 如果这火源三人 只是普通的死玄境小城强者 这一击足以镇压他们 但可惜的是 这三人的诡异 即便是林栋都心生气的 因为在他们体内 可是有着一抹潜伏 而就在林栋目光闪烁间 原本安静的火山 突然剧烈的一颤 炫起那火山底部 竟是有着铺天盖地的黑气 弥漫出来 而火山一与黑气接触 居然是开始以一种 惊人速度融化起来 陶天般的邪恶不动 缓缓地蔓延开来 千藏在体内的东西 终于是要出来了门 林栋眼神冷冽地望着 那迅速被侵蚀地消融而去的火山 手掌却是缓缓紧握 其双瞳中黑光与雷光 也是悄然地浮现 看来要彻底抹杀 这里一抹 还得依靠两大祖福的力量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九百九十四章 邪恶的黑气 铺天盖地 自火山之底席卷出来 而那座 由八座分天门 凝聚而成的火山 则是在那些黑气的侵蚀之下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笑容着 这般笑容 持续了数分钟 突然有三道黑光 彼此自火山之底冲出 直接洞传火山 那三道黑光之中 三道人影 则是缓缓地 顺着漂浮而上 林冬面色凝重地望着 那黑光之中三道人影 看那番身形 正是霍原三人 只不过此时的三人 与之前相比 却是截然不同 三人的眼瞳 此时深陷了不少 邪恶的黑气 充斥在眼瞳之中 另外 在他们的脸庞已经裸露皮肤上面 一道道 犹如蜘蛛网般的黑色纹路蔓延开来 远远看去 为他们平添了些许诡异和阴森 而在身体上出现这般变化的时候 霍原三人的气息 显然是也极为变得阴森和邪恶 同时 那股强大 比起之前 也是强悍了许多 林冬 你能够将我们逼到催动某种的地步 倒还真有些本事 霍原弥漫着黑色纹路的脸庞 鬼气森森地盯着林冬 唇角掀起一抹令人心寒的诡异笑容 缓缓地对林冬说着 林冬默然地望着 三人这般变化 虽然他并不知道霍原嘴中的某种 是什么东西 不过心中也提高了一些警惕 从此时的霍原三人身上 他感觉到了一些危险 林冬手掌伸出 玄机猛然一握 只见他 天空上那八座坟田门 再度缓缓转动起来 狂暴而炽热的波动 不断地弥漫出来 八座坟田门狠狠一抖 接着那赤红大盛 八道赤红光柱陡然略冲 犹如八道贯穿天地的岩浆一般 闪电般地对下方霍原三人 暴射而去 霍原三人目录讥讽地 望着林冬这番攻击 驱之点出 三道黑光陡然略出 然后便在半空 化为一道黑色光网 岩浆火柱 与那黑色光网撞击在一起 顿时爆发出刺耳的声响 白雾升腾间 那看似狂暴的火焰岩浆 竟无法冲破 那黑色光网 既然我三人会动用我们最大的秘密 已认为今天的你 还有活路可走吗 黎雷冲林冬咧嘴一笑 笑容森森 旋即一步踏出 树道残影闪现 而其本体却犹如鬼魅般 洞穿赤红光某 然后出现在林冬身前 一把抓住 随着黎雷掌风排出 林冬放在察觉道 此时牵着手掌 仿佛膨胀了一圈 五指修长如刀锋 在其指尖黑气凌绕着 仿佛连空间 都是被切割而开 林冬望着这黎雷 快如鬼魅般的攻势 手掌一握 雷地权杖闪现而出 掌身一横 便与那黎雷找风 重重相撞 低声声音传荡开来 雷地权杖之上 雷霆疯狂涌动 不断抵御着 那来自黎雷掌心 侵蚀而来的黑气 掌身上传来的巨大力量 让它林冬眼神为宁 旋即掌身一震 化为道道残影 迅猛地轰向 那黎雷轴身要害 然而 面对林冬的攻势 那黎雷却是不闪不闭 修长双手犹如刀锋 竟直接硬生生地 与雷地权杖硬汉在一起 火花似渐渐 狂暴的力量 令得空间都是有些扭曲 按随动用 那所谓的魔种之后 这黎雷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 寻常死玄境小城强者 甚至都有着触碰 此玄境大城的层次 这样一来 即便是此时的林冬 都是无法再如 从前那般的从容了 而且在林冬 被狸雷纠缠住时 霍元两人 则彻底攻破 那笼罩他们的阵法 身形略出 出现在林冬另外两侧 那目光之中充斥着细血与阴寒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霍元笑咪咪地望着 与黎雷酣战之中的林冬 但笑道 林冬 现在的我们 你光是应付一人便已是极限 我二人若加入进来 你焉有活路吗 滚 林冬眼神阴沉 突然一步跨出 三十套青龙光纹 自己体内抱拥而出 而后雷地全杖之上 璀璨雷芒闪烁 三十套青龙光纹 直接加湿到 那雷地全杖之上 而后带起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快若闪电般的 轰在 李雷交叉的黑气双臂之上 低沉之声传荡开来 一股肉眼可见的 进气涟漪扩散而出 那黎雷的身形 竟直接被震飞数十米 那坚弱金铁般的双臂上 竟有着鲜血滴落下来 林冬一仗震退黎雷 还不待趁身追击 后方猛然有尖锐破风传来 两道更为凌厉的进风 直接对其要害直奔而来 显然那霍原两人已是出手 感受着身后那般凌厉攻势 林冬眼神一沉 手中雷地权杖豁然挥出 一道雷龙障影脱飞而出 然后与那两道进风狠狠地相撞 狂暴的雷光爆发出来 林冬借此后退 借着雷光中 雷元两人身形飘飞而出 他们面露嘲讽地盯着林冬 说 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一抹气并不是寻常原理能够抵御的 你的这些攻击根本突破不了 我们体内的一抹气 林雷也是怪声笑的 既然你知晓一抹气的存在 应该也知道 想要彻底抹出一抹 除非绝对力量之外 可是要需要祖福 以及其他天地神物 方才能够办到 现在你手中的坟天底 与雷地权杖 似乎还达不到这种程度 林冬目光淡漠地望着那霍元三人 玄机点头 他的唇角 似也掀起一抹糊涂 的确 我本身实力便是弱于你们 想要抹杀你们 必须要借助神物之力 霍元双臂暴凶 目光玩味地盯着林冬就说 投降吧 让死得痛快点 林冬抬头 本就漆黑的双目 在此刻变得更为的深邃起来 你们想知道 为什么摩洛会允许我 进入雷阶门 霍元三人眉头微皱 心中不知何时涌上一抹不安 那是因为 我也是祖福掌控者 当这句漫不经心的话 轻轻地自林冬嘴中传出的时候 霍元三人 面色瞬间巨变 而在他们面色巨变之间 滔天的黑光 猛然自林冬天灵盖中席卷而出 然后在天空上 化为一道道 缓缓旋转的巨大黑洞 黑洞深处 黑暗沉浮 隐约间 仿若是一道古老符文 若隐若现着 这是 浑士祖福 霍元三人望着黑洞漩涡 他们的面色 终于第一次出现惊骇 甚至连那声音 都是陡然变得尖锐许多 他们仗着 本身有某种护体 寻常强者 根本难以抹杀他们 这才能够如此地跋扈 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 那天地间的八大祖福 却足以将他们彻底抹灭 怎么可能 浑士祖福 怎么可能在你的身上 霍元的脸庞 因为惊骇而变得有些扭曲 到到后来 他竟忍不住低喉起来 那般模样 在屋之前 那阴逸淡定 不仅吞士祖福 在我的手上 临动低头 冲着面色骇然的三人 露出一抹 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容 旋即 他手掌一握 璀璨的雷光 陡然自己掌心抱拥而出 随着雷光暴涌 这天地间突然间变得暗沉下来 天空上雷云诡异地浮现出来 一种可怕的威压悄然地弥漫开来 临动手中的雷光越来越璀璨 到到后来 一道雷团闪现出来 那雷团之中 一道古老的雷霆 若隐若现 那种浩瀚而古老的波度 与吞士祖福 如出一折 雷霆祖福 当霍远三人见到林栋手中 那个雷团的时候 一种恐惧的情绪 终是从心底深处 弥漫了出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悟动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悟动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九百九十五章 一场浩瀚澎湃的波度 弥漫在这天地之间 坟丁顶内 原本所充斥着 炽热狂暴能量 竟然都在此刻 悄悄收拎了许多 那是因为两大祖福 所产生的围压 林栋脚踏天空 头顶黑洞旋转 在之上则是 雷云涌动着 可怕的惊雷之声 轰隆隆地传荡开来 震人心魄 困是祖福 雷顶祖福 霍元三人 面容扭曲地望着 那天空上 散发着古老浩瀚波动的 两道祖福 忍不住 心中的惊骇咆哮说道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游泳 两道祖福呢 不怪霍元三人 如此恐惧事态 整个天地间 祖福都只有八枚 常人获得起义 那日后成长起来 必定又是天地间 顶尖的强者 如那魔炉 掌控着火焰祖福 如今已是乱魔海中 一方无人敢轻易 招惹的霸主 正因为祖福的罕见 与强大 所以当霍元三人 见到林栋 竟然身怀两道祖福时 那心中的情绪 无疑是翻江倒海 林栋低头 此时他的双头 一只眼睛呈现漆黑之色 其中黑芒旋转 犹如一个黑度 能够将人的视线 都是吞噬进去 而另外一只眼睛 则是璀璨如银 其中雷霆闪烁 仿佛是演变着雷霆的世界 一黑一银的毛子 静静盯着 面色扭曲的霍元三人 而在这般平静的注视下 霍元三人却感到 头皮发麻 心中的恐惧 如同潮水般 一波波地涌出来 祖福对于一魔 是拥有何等的克制 他们心中再清楚不过了 而眼下掌控着 两道祖父力量的林洞 显然是能够极为轻易地 将他们抹杀 走 霍元目光闪烁 旋即当机立断 一声抱贺 虽说他们三人失利远胜临地 但他们心中却是明白 如果林洞真的催动 两大祖父的力量 他们必然是难逃一死 听到霍元喝声 那李磊两人眼中 也略过一抹黄色 身形一动就像分散开来 既然暴露了祖福 怎么可能会让你们逃脱呢 林洞望着要逃窜的三人 却是淡淡一笑 祖福的力量 即便是当年在一魔城 被原门三大巨头逼成那样 林洞都是未敢动用 一是他明白 双方差距太大 即便是吞噬祖福 也是无法弥补 二是林洞并不想暴露 他拥有吞噬祖福的事情 不然的话 消息传出 即便是在这乱魔海中 林洞都会被无数人给盯着 而眼下他会暴露两大祖福 自然是有着绝对的信心 彻底抹杀这霍元三人 不然消息一旦传出 就真的会引来滔天的麻烦 吞噬祖福 吞噬致烈 林洞修长手掌探出 旋即陡然握拢 平淡的声音从其嘴中传出 而伴随着其声音落下 只见得天空上 那旋转的黑洞之中 突然有着无数的黑色光线爆略而出 而在略出的同时 黑光凝聚 变化为一道道黑色锁链 锁链之上 吞噬之力迅速涌入 锁链过处 卸出到任何的能量 都是被强行的吞噬进去 壮大着机身 黑色锁链 铺天盖地的略出 他们的速度也是快的有些恐怖 几乎是一闪之下 便出现在霍元三人上方 然后狠狠地抱刺而去 面对着那些由吞噬之力 凝聚而成的黑色锁链 霍元三人也急忙狼狈闪避着 那些锁链上弥漫的吞噬之力 让他们极为难受 祖父的力量对于一磨气 本就有着极大的克制 三人此时 显然是将速度施占到极致 不过那些吞噬之链速度是更为的迅猛 短短时数息的时间 三人身上已出现道道血痕 看上去相当的狼狈 运动面色淡默地望着 在无数道吞噬之链攻击下 显得狼狈的霍元三人 如今的他 虽说不可能如同摩罗那般 将火焰祖伏的力量 施展到那种焚天烛海的可怕地步 但是要用来对付这霍元三人 却并不算太过麻烦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祖父的力量 无人敢小觑 只不过以往的林董 并不敢轻易懂用吧 浑世玄牢 林董手印突然一变 那些刺霍元三人身体上呼啸而过的吞噬之链 突然一凝 黑光散开 直接是化为一道道旋转的黑洞玄屋 强大的吞噬之力自其中散发出来 竟直接形成一个相当诡异的吞噬磁场 而那霍元三人 便身处中央 整个身体都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吞噬之力 彻底的凝固下来 此时三人的情形破碑的滑稽 在他们周身 上百道黑洞漩涡 将他们三人团团包围 黑洞旋转间 四散的吞噬之力 犹如牢笼将他们束缚的动弹舞蹈 该死的 这等诡异的一幕 也让得霍元三人面色巨变 而不管他们如何随动远离 身体依旧是纹丝不动 林洞面色漠然望着被束缚住的三人 手掌一握 手中雷霆祖符陡然升空而起 然后掠进天空的雷云之中 随着雷霆祖符的冲出 那雷云顿时疯狂地翻滚起来 可怕的雷鸣带着一种 惊人的波动散发开来 雷之审判 林洞右眼之中雷光陡然强盛 冰冷之声如神灵的审判 在天底间回荡着 在林洞冰冷声音回荡之前 那雷云之中 雷霆疯狂凝聚 然后一道巨大雷毛 犹如灭世之物 缓缓地自雷云之中显露出来 接着笔直对霍元三人暴略而去 冰冷的雷毛呼啸过天地 下方的大地都在此刻崩裂开来 那霍元三人更是面目惊骇地 望着那眼通中急速放大的雷毛 从那之中 他们感觉到了浓浓的死亡味道 那霓雷的身体最先被雷毛所搏击 他脸上轻孔刚刚扩散开来 旋即便陡然凝固 下一霎身体砰的一声爆炸开来 黑光弥漫 但是却在雷光以及那些吞噬之力的弥漫之下 如残血般在霓雷那七粒惨叫声中迅速地消散 霓雷瞬间被灭了 而那陈灵也紧随其后 那冰冷的雷毛 仿佛是雷神审判之毛 给予他们死亡的结局 霍元咆哮说道 林栋 你身怀两大祖福 迟早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霍元咆哮着 那眼中有着怒怒的恐惧 林栋脸庞上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 手掌缓慢回家 而那雷毛也是狠狠地洞穿了霍元的身体 我死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霍元浑身鲜血 皮肤都裂开道道血痕 他疯狂地咆哮着 旋即他的脑袋陡然爆炸开来 一道奇特波动浮现出来 灵动 灵动 还有 那道奇特波动极为诡异 已经出现 便携带霍元的一缕元神 向洞穿虚空而去 然而 就在波动即将撕裂虚空消散之时 一道百丈雷霆 猛然自天空降落下来 狠狠地将其轰住 那霍元一缕元神 也是被彻彻底底轰暴而去 那原本 向接下来 附在上面的元神传信 也是被打断了 霍元元神被灭 不过那道奇特波动 却并没有消失 依旧是带着 那霍元尚未说完的传信 洞穿虚空 迅速地消失不见 林洞眉头微皱地望着 那顿区的波动 他知道 那应该是某种传信 只是不知道 这霍元究竟是在给谁传信 圆门 还是那些一魔呢 不过 所幸的是 最终这霍元 仅仅只传出半截不明的信息 林洞深吐了一口气 眼中黑光与雷芒开始消退 一抹皮色迅速涌动出来 不过玄机又被他强行压制下去 显然 动用两大祖符 对于现在的林洞而言 依然是不小的消耗 林洞手掌一挥 两大祖符便再度回归起霓元宫内 玄机他冷漠地望着下方 那空荡荡的天空 此番动用两大祖符 总算是取得了圆满 的战果 这圆门上一届三孝王 也终于折损在林洞的手中 一如那圆仓三人 想来此事若是传回东旋域 它又将会是一番不小的震动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眼波紫金 第九百九十六章 天雷岛上 众多人影悬浮天际 中尾的一些山峰去树上 有着不少的身影 而此时 他们的目光 仅是紧数锁定着 前方的天空上 那里一尊巨大赤红炉顶 静静地处立着 一共过磅礴 而炽热的能量波动 不断地则其中扩散出来 自从先前临动 霍元四人进入坟田顶 已经约莫半个小时 直到现在 却依旧未能有人 从其中出来 这也是让得 此地的众人极为好奇 他们很想知道 双方的交锋 究竟是谁占据了上风 玄天殿处 那名中年男子 眉头紧紧皱着 望着坟田顶 低声说 都这么久了 竟然还没分住胜负 另外一名 死玄境小城强者 缓缓说道 那院门的三人势力极强 想来早已达到 死玄境小城顶峰地步 若单对单 降手的话 我们恐怕 一人都打不过呀 而眼下他们三人联手 最说林董手段不弱 但想要获胜 也是相当的困难 中年男子 看了看身旁 刘湘轩一眼 显然很不解 他先前的阻拦 若是我们能够 跟他们联手 收拾那林董 应该并不难 柳湘轩文言 却并未说话 只是红唇微敏 他同样知道 原门那三人 都不是省油的灯 但是从林董的身上 敏感的他 却馋觉到一种 深入骨髓般的危险 那种危险 让他心头阴阴 有些泛寒 他并不清楚 这种感觉的确切来源 但他对自己的感觉 素来有着不小的自信 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在最后的关头 制止了 玄天天对林董的出手 所以 现在在面对中年人 他们的质疑的时候 柳湘轩也不想多说什么 他知道 结果应该很快 就能出现的 而就在柳湘轩 美眸轻轻闪烁之前 天空上寂静许久的 坟天顶 终是发出嗡鸣之声 赤红光滑 席卷而出 岛屿上的目光 立即转移过去 那眼中弥漫着 好奇与紧张 在那一道道 目光的灼灼注视下 坟天顶内 一道光滑陡然略出 旋即化为一道 血手的身影 出现在众多视线之中 视线聚焦而去 青年身体心肠 略显瘦瘦的年轻 脸旁 并没有太过 凌厉的气势 但就是那般平静 却让得所有人 心头一致 林冬 一丝丝的震动 悄然在众多眼球中 攀爬出来 谁都知道 当这身影 毫发无损的出现时 那代表着一种 什么样的结局 林冬哥 早在外面等待 有些不耐烦的木灵山 见到现身的林冬 他眼睛中 顿时有喜色涌上来 玄机急忙靠过去 然后他危恶地 看了看后方的坟天顶 说 那三个家伙呢 解决了 林冬微笑 笑容略显柔和 那话说出来 就让得天雷岛上的空气 都是凝固了一瞬 一些悄悄咽口水的声音 接连响起 这个结局 显然是有些出人意料 霍元三人的实力 在场的人 都是极为的清楚 真要比起来 绝对比九幽门的 两名长老更强 在他们看来 就算林冬再强 也顶多是 与原门三人 拼得不分上下 至于抹杀的话 那却是极其的困难 但就是这般 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 却真真实实地 出现在面前 那所造成的震动 自然是难以言明 天雷岛上 一片安静 那些原本还 进予林冬 手中薄物的人 终于是在 年轻脸庞上 那看似柔和的笑容下 开始收敛着 内心的贪婪 虽说 这里强者 都是有些刷子的 但是 却不可能让得他们 在短短半日时间中 便斩杀五名 死玄境小城强者的 狠人面前 保持着淡定 玄天殿 那位中年强者 也是目光 有些发正地 望着天空上 那道年轻身影 半晌之后 他的眼瞳深处 开始有着一抹 骇涩涌出来 此时 一旁的柳湘轩 也轻轻吸了一口气 丰满的胸脯 起伏着 玄机 他淡淡说道 现在 还质疑我所说的吗 中年人嘴巴 有些干涩 玄机他偏头 与另外一名 死玄境小城强者 对视了一眼 皆是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难掩的震撼 那和是三名 死玄境小城顶峰的强者 他们三人若是联手 想来就算是面对 死玄境大城强者 都能够抗衡一下 可眼下 他们却仅数折损在 这个生玄境圆满的 林栋的手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这家伙 究竟动用了 什么可怕的手段呢 刘湘轩轻声说道 这个林栋 以后还是少去招惹吧 中年人艰难点了点头 以林栋表现出来的 这些战斗力 就算是一些老一辈的强者 都是望尘莫及 想来 以弃能力 放在乱魔海心袖榜上 也足以媲美 那前十甚至 更靠前的妖孽猛人 这种潜力的人 若是不能彻底抹除的话 那做点头之交的朋友 还是比做敌人更好的 天空上 林栋袖跑一回 分天顶便化为赤红光芒 掠进他体内 而后他偏头 目光望向天雷 讨上那众多的强者 而在他这般平静 目光扫视之下 那些强者 却不敢与其目光 有所对视 皆是闪烁着 转移开来 林栋似是笑了一下 声音平和地说 诸位 可还有 要与我动手之人吗 一些强者文言 皆是干笑 严重的贪婪 被他们聪明地迅速按捺下去 在监视了林栋 展现出的惊人手段之后 他们很清楚 眼前这个 他们原本以为 能够对付的年轻人 已经超出了 他们能够掌控的范围 林栋健壮 双手这才缓缓垂落下来 看来先见所造成的震慑 已经是足够了 这倒正合他的心意 不然的话 跟这么多人交手 就算是现在的他 也只能是退避三射 林栋兄果然是手段惊人啊 只像我玄天殿 若有得罪的地方 还望包涵 如同百灵般悦耳的 娇笑声从下方传来 那柳湘轩带着 玄天殿一众人马 掠上半空 冲林栋 炎然笑着 这柳湘轩容貌 无疑是极美的 一拼一笑之间 有着惊人的魅力 在配合着那笑容 将来男人心中 再大的火气 都会被其悄然地 安抚下去 林栋看了柳湘轩一眼 心中也是为他 这番美丽容颜 围动了一番 玄机淡笑说道 柳姑娘说哪里话呀 我林栋也并非小肚鸡肠 之前的事只是一些误会 解开便好 柳湘轩容貌的确相当出色 但想要撼动林栋 坚韧的心性 却是有些不够的 只不过对于 玄天殿这种大势力 林栋也并不想过于得罪 能够一笑名安愁 他自然也是挺乐意的 当然他也是明白 这种人也不能深巧 柳湘轩心思敏锐 林栋言语间的平淡 他也能够感觉到 当下也知道 他们之间所作所为 让后者颇为的反感 想要把交情做深 怕是有些困难 对此他有些无奈 但素来长袖善武的他 也并不愿意 让两人关系过于糟糕 当即就笑道 林栋兄如今实力大尽 将来足以起入 乱魔海新秀榜前十 想来若参加 阎神殿举办的 雷之争霸赛 应该能够取得 不错的成绩 阎神殿 雷之争霸赛 听得这两个词汇 林栋双目 当即就微眯起来 这是阎神殿举办的一场 极为盛大的舞蹈会 如今在乱魔海 已传得沸沸扬扬 而据说那大会的冠军 可是能够获得雷霆祖福 林栋眉头一皱 想起当初摩罗所说过的话 这才明白过来 后者所说的计划 应该便是这东西了 而至于那什么雷霆祖福 他自然是最为明白 那不过是一个雷霆祖福 本源之力 伪装而成的罢了 真正的雷霆祖福 可是安安静静地 待在他的体内呢 若是林栋兄有兴趣的话 倒是可以去凑凑热闹 据说为了这争霸赛 乱魔海新秀榜上 排名前十的猛人 都已经出动了 想来到时候 必是一场 震动乱魔海的龙争虎斗 林栋不先不但点点头 说 若是有机会的话 便去看看 柳祥轩见林栋有些冷淡 也不好再做多留 继续略作交谈 然后便带人离去了 而随着他们的离去 天雷岛上其他的强者 也是陆陆续续离开 林栋望着那 开始散去的热闹的 天雷岛 也是伸了个懒腰 总算是将这里的麻烦 给解决掉了 木陵山笑嘻嘻地问着 林栋哥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林栋笑着扯了扯 小女孩那可爱的仰角边 旋即抬头 望向南方天际 那漆黑眼瞳中 有着雷光掠过 去把属于我的东西 拿回来 他知道摸罗的计划 所以他能够预料到 在接下来的颜值海域 必定会成为 乱魔海中 最为瞩目的地方 而雷霆祖福的消息 也必定会引得 是风云汇聚 不仅各方强者会赶去 甚至一些隐藏 在这个世界中的一模 也会触动 这般盛世 怕说什么 都得去看看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路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 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九百九十七章 东悬域 圆门 庞大的宗门 依旧是那般的灰红 云雾缭绕之间 弥漫着大气磅礴 无数人影在其中 传缩飞略 霍风声 此起必伏 在圆门的深处 有着一座巨殿 电宇之中 漂浮着无数的金色光点 这些都是圆门 一些精锐弟子 所留的原神烙印 凭借这些原神烙印 圆门能够知晓 这些精锐弟子的生死状况 而这般巨殿 在圆门之中 也算是守卫森严 整日都有着专门弟子 在此照顾 并且观察 这些原神烙印的 诸多变化 在巨殿的近中央位置 有着三道金色光团漂浮着 那之中散发出的波动 相当强盛 显然 这原神烙印的主人 实力并不弱 数名圆门弟子 环步行走于电雨之中 查看那些原神烙印 突然 一人驻步 略信疑惑地抬头 望向那三道金色光团 紧接着一丝 骇然之色 突然从其眼中涌起 因为他见到 那三道金色光团上面 竟出现了细密的裂缝 而就在这名弟子 眼中骇然涌起之时 那三道金色光团 陆续爆炸而开 同时间 一道弥漫着惊恐的 金黄声音 从其中闯出 林东 林东 他有恐惧声音 夹人而止 但是 那之中一种 绝望般的金黄 让那大殿中 那些原门弟子 面色瞬间惨白下来 那是霍元师兄三人的 原神烙印 快 快去禀报长教 安静的大殿 历史变得混乱起来 数名弟子 亮相转过身 然后慌慌张张地 冲出大殿 而在这几名弟子 离去之后 一种莫名的慌乱 依旧维持在大殿之中 剩下的一些原门弟子 面面相觑 面容 晦暗不定 刚才 那原神传音 说的是林东吗 哪个林东啊 难不成是 一年前盗宗那个家伙 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呀 恐怕十六八九十 那个家伙 天哪 这才一年时间 他怎么可能是霍元师兄 他们的对手 据我所知 霍元师兄他们 可这踏入死玄境啊 这才我们原门 那足以胜任 长老的职务了 谢怯思语 在大殿中传开 那些原门弟子眼中 皆是弥漫着震撼 与难以置信 谁能想到 一年前 那被逼得如同丧家之犬般 逃离东悬狱的青年 不仅还活着 而且还在一种惊人的速度 成长着 原门深处 一座山巅上 三道人影盘坐 他们周身的空间 略显扭曲 呼吸吞吐间 浩瀚原力滚动 竟是带着 隐隐的风雷之声 而在这原门 能够拥有 这般气息的三人 除了原门三巨头之外 还能有何人呢 此时 原门三巨头 正面带 谢迅阴沉地望着 半空处一道微弱金光 那恐慌而惊惧的声音 不断地从中传出来 任原子 眼皮微垂 淡淡说道 的确是霍原的声音 看着模样 他的原神 都被紧数地摸除了 那个叫林洞的小子 果然还活着 地原子缓缓说 声音中 带着些许焦虑 一年的时间 便成长到这种地步 果然三人 乃是死玄性 小城顶峰的强者 他们的体内 更是有着某种存在 联手之下 死玄性大城强者 都奈何不了他们 那林洞 真能绑到吗 那个小子 并不简单 中央的天原子 缓缓睁开双眼 深邃的眼瞳中 有着灰色掠过 我原三人死了 都不算什么 但是他们体内 有着某种 这若是被人知晓 与我们圆们而言 恐怕会是相当大的麻烦 如今这世界中 已经开始有着顶尖强者 注意到一抹了 任原子 眼睛微眯 眼中似是闪过一抹黑芒 那我们该怎么办 天原子略作沉吟 淡淡说 启动计划 地原子轻笑道 哦 要提前动手了 那冬玄狱可真是要热闹了 千年以来 这里可平静得太久了 天原子那如婴儿般 白皙的脸庞之上 也是露出一抹温和微笑 只是那笑容 却弥漫着无尽的寒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这冬玄狱的 珠江林立之举 理应结束 而我圆满 将会是唯一的王 当然 我们的脚步 可不止是于此 任原子说道 那林栋怎么办 私子若是不处 怕是祸患 天原子轻声说 花臣已敢往乱魔海 传信于他 在乱魔海除掉刺刺 嗯 要花臣出手 那林栋应该是插指南逃了 天原子淡淡一笑 抬起头来 望向远方天空 一年之前 一抹成那番惊天大战 那薛守青年最后逃离时 所留下的怨毒之言 依旧盘旋在其心头 灭门之日 天原子的眼中 掠过一抹无情的冰寒和嘲讽 楼椅之怨罢了 但你再回东玄狱时 你所见到的 只会是道宗废墟而已 发生在 原门原神殿的事情 也是在原门中 如同瘟疫般扩散开来 那个消失了一年多的名字 在原门之中 依旧如此一般 让所有人听得都是很难受 虽说原门高层 很快出面封锁消息 但如此一个巨无霸的宗派中 自然会有不少 其他宗派的眼线 因此这道消息 也带着一些震动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暗中在东玄狱上扩散开来 道宗 一座大殿之中 应选此端坐守卫 一年时间 这位道宗长教 却平添一些白发 看上去略显沧桑 林栋出现在乱魔海了门 还杀了原门霍原三人 那三个前后 据说是死玄境的实力吧 上一届的原门三小王 应选此手掌放在椅背上 轻轻地摩缩着 然后他看着面前的荒店店主陈真 那素来深邃的淡然眼珠 此时有着一些明亮的波动 在应选此身后 应笑笑悄然而立 而此时的他脸颊上也弥漫着一些错愕 半上之后 这才恶然 逐渐变成一种激动 那美眸之中 因为情绪的波动 出现点点盈盈的水滑 一年了 他们总算是知道林栋的消息了 陈真老脸上满是兴奋 这情绪已经是好些时候 没出现在他脸庞之上了 嗯 消息不假 是从原门传出来的 这绝对不是同名之人 林栋那小子还活着 而且看着模样 实力也必定大涨 三名死玄境小城的强者 换作我都对付不了啊 这个小子 应选此倾吐了一口气 眼神有些复杂 最终他喃喃说道 还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啊 陈真笑道 这消息如今在道宗内传开了 那些小崽子们 现在一个个都激动得跟什么一样 好久没看见他们这样了 应选子微微点头 旋即他似是想到了什么 神色微暗 看向身旁的应逍逍 说 欢欢的丫头还在闭关吗 应逍逍犹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自从一年前 一磨成的事情发生之后 应欢欢便是回踪闭关 一年内鲜有出现 即便是应选子 都很少再看见他 这之中 自然有着少女在避着他的缘故 应选子叹了一声 旋即有些无力的摆摆手 说 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望着应选子 那神色间的皮台 硬笑笑比肩微酸 旋即微微点头 转身出了大点 然后略向道宗深处 十数分钟之后 方才在一座幽静的深山中落下 这座大山温度极低 一种寒气从深处弥漫出来 甚至大山之中的那些树木 都是挂上了冰线 而在大山的深处 有着一轮清澈湖泊 只不过如今的湖泊 已经被寒气所缭绕 湖面上也是化为 蔚蓝色的剑冰 硬笑笑紫冰湖上落下 美眸抬起 只见得那湖中心处 一道纤细倩影 盘坐于冰帘之上 冰蓝色长发倾洒下来 远远看去 犹如冰之仙女 晶莹剔透 硬笑笑望着一年之前 娇巧活泼 而如今却冰若寒冰般的少女 神色暗淡 姐姐 有什么事吗 冰脸上的少女 轻心睁开双眸 原本乌黑如水晶般的眼眸 如今竟仅数化作冰蓝色彩 一缕长发 则脸颊一侧垂落下来 眉心处愈发清晰的冰蓝色蜂纹 令得她有一种冰冷的美感 短短一年时间 当初的少女仿佛是变得成熟 与美丽了许多 当年的娇俏 也逐渐脱落地颠倒众生 只不过 那种美丽中 却有着一种淡淡的陌生 以及仿佛与生俱来的冰冷 硬笑笑心中微叹 旋即展颜一笑 说 有灵动的消息了 在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她便是见到 少女一年来都没什么波动的冰壶般的毛子 在此刻 瞬间 紊乱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第九百九十八章 紊乱的情绪波动 犹如一层层涟漪 在硬缓缓 那冰壶般毛子中烦起 那一刹那 这冰帘上的少女 仿佛从冰冻中苏醒了一般 那消失近乎一年时间的灵动 在那个名字之下 一点点复苏起来 硬笑笑望着 刹那间变化如此之大的少女 也是忍不住的 一声哭笑 情之一字倒也伤人呢 他 他还好吧 硬欢欢 被指轻咬红唇 原本清脆悦耳的声音 此时就带上 丝丝的颤音 那对毛子 犹如清脆的水晶 此刻会崩裂出 道道裂纹 硬笑笑点点头 旋即笑道 他现在应该是在乱魔海 在那里 他似乎遇见 原本上一届的三小王 就是霍元那三个家伙 霍元 硬欢欢 毛子一宁 有种如同刀锋般的冰寒之气 此情眼中涌起来 别担心 那家伙现在可不简单 那霍元三人与他交过手 然后也都折损在他的手中 现在的原本 可是因为这消息 掀起了滔天大波了 硬笑笑望到少女这模样 烈芒说着 听到这话 硬欢欢眼中 那动人心魄的寒气 放在收敛下来 他微微吹头 毛子看着那如同镜子般的湖泊 轻声说道 那个讨厌的家伙 他答应过我不会死的 如果他骗我 踏破轮回 我也会把他揪出来的 硬笑笑走上前去 女手忍不住 贴在少女 那一场冰凉的脸颊 联系地说道 既然有了他的消息 你也没必要 再这样关着自己了吧 当初的事情 也怪不得爹爹的 硬欢欢轻轻捶手 说 我知道 我并没有怪爹爹 我只是怪自己没用 每一次都只能在后面 看着他一个人去拼斗 此时又想起一年之前 那道满身鲜血 与原门三大巨头 站在一起 显得格外残烈的血手身影 少女眼圈微微反红 旋即他深吸一口气 翘脸上 努力地浮现出一抹笑容 我想变得强大起来 她的性格 姐姐应该清楚 等她再回冬玄狱的时候 必定会与原门动手 而那个时候 我想奔点 这一次 我要站在她的身旁 而不会躲在她的后面 硬笑笑望着少女 唇角扬起的笑容 那笑容倔强而美丽 半赏之后 她轻叹了一声 与之抚着硬缓缓眉心 那玄傲复杂的古老风纹 一想到 这个以往活泼的 犹如精灵般的妹妹 如今这般冷若冰霜 她的眼睛也忍不住 红了起来 我知道 你的力量不断地在变强 不过 你应该也知道 你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变化 林冬 她不会想看见 你变成这个样子的 硬缓缓脸颊上的笑容 微微收敛 她伸出纤细双臂 环抱着膝盖 轻轻蜷缩着身体模样 令得她此时 多了一分柔弱 她并没有告诉 硬笑笑 但随她的力量 飞速增长 她开始感觉到 她的脑海中开始多出一些其他的记忆 她并不知道 这种变化究竟是好是坏 但是她很明白 林冬想要找原门复仇 究竟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 而她想要帮到林冬 她只有这一个办法 姐姐 放心吧 许久之后 少女抬起头来 阳光倾洒下来 在其脸颊上 形成动人的光弧 只要她安然无恙地回来 我会一直是硬欢欢的 硬笑笑望着少女 最终心中轻叹了一声 伸出手来 将其揽入怀中 现在的少女 比起以前 无疑是成熟了太多了 只是这种冰冷的成熟 就让得她心头微疼 硬欢欢 倾靠着硬笑笑 那冰蓝色毛子望着天空 视线聚焦处 仿佛有着一道熟悉的 受血身影浮现 旋即她唇显清明 你若归来 我在你身旁 为你挡进漫天鲨鱼 你若离去 我便为你屠戮圆门 即便是阻她血海 我心如冰 当霍元三人的事情 在东旋狱上掀起 轩然大波的时候 身为这件事情 主角之一的林栋 却早已经带着木陵山 赶往已经开始 成为乱魔海 最为瞩目的海域 阎神殿此次举办的 所谓雷之争霸赛 在乱魔海中 搞得极为盛大 那般规模 比起天风海域 五大家族举办的舞会 不知道庞大多少个层次 而阎神殿的号召力 显然也并不是 五大家族可以媲美的 当然这之中 自然少不了 那雷霆祖福的新引力 虽然不少人 都对阎神殿 竟然会将雷霆祖福这种天地间极为罕见的神物拿出来 当作奖品 相当疑惑 不过 这依旧让到无数人心神滚烫 为了这种神物 不管这争霸赛 究竟有多深的水 都是必须来烫一操 林栋哥 那阎神殿搞的争霸赛 还真是火爆呢 一处海域上 距今飞快掠过海面 露灵山盘坐在金背上 大眼睛望着四方 在这条航线上 能看见不少庞大船只 以及各种飞驰的海士 而他们的目标 都是直奔同一个方向 显然 这些人 全都是冲着 岩之海域而去 林栋文言 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如今的岩之海域 恐怕都已经成为乱魔海的焦点之地了 雷霆祖父的心引力 的确是堪称可怕 木灵山笑嘻嘻地说 林栋哥 也想去参加那争霸赛吗 以你现在的实力 一定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呢 林栋伸了个懒腰 笑道 看情况吧 我对取道冠军 没有太大兴趣 不过那里 有属于我的东西 我得去取回来 摩罗自雷霆祖父中 取走一道雷之本源 虽说并不伤及大碍 但是 当林栋在彻底 炼化雷霆祖父之后 就能够隐约感觉到 一种缺陷 这种缺陷并不明显 若再过百年时间 或许雷霆祖父 会自主地圆满那道缺陷 但是 可惜的是 林栋并不想等待 那么长的时间 他是完美主义者 既然如今得到了雷霆祖父 那他自然也并不乐意 让这神物出现缺陷的 所以 那一道缺失的雷霆本源 他需要拿回来 林栋哥 你现在 在落魔海的新秀榜上 排名第九呢 牧林山小手一番 一卷金色卷肘便出现在他的手中 卷肘上光芒若隐若现 隐约可见新秀榜三个大字 这种东西是乱魔海中 一方名为天七楼的势力所做的 倒有几分权威 而能够上榜的人 全都是这乱魔海 年轻一辈中 相当杰出的人 林栋望着 从木林山手中接过的卷轴 卷轴上有着能量波动 显然 这东西也是一件零跑 他的目光扫上去 果然在第九的位置上 见到一排细小的光芒刺体 新秀榜第九 林栋升玄境圆满 仙俯师小城顶峰 东悬域盗总之人 天雷海域以一己之力 斩杀五大此玄境小城强者 因其手段不明 暂列第九 真是强大的情报能力 林栋眉头微调着 这天机楼的确有些本事 这才发生在数天之前的事情 竟已被他们紧述地知晓 甚至连他来自东悬域盗总 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份情报能力 不得不让人贪腐 木林山笑道 林栋哥 据说啊 这新秀榜前十的家伙 都会去参加那争霸赛 那些家伙 可都不好对付呢 林栋点点头 以他在天雷海域那般战绩 竟然暂时只能是排列第九 竟足以看出 这新秀榜的含金亮了 他的视线顺着圈轴往上看去 对于那些排在他上面的人 即便是以林栋的心性 也是略感好奇 因为他很清楚 能够进入前十的人 绝对是足以堪称妖孽 新秀榜第八 天沙宗利林 死玄境小城 性格孤僻狠辣 曾正面战斗中 斩杀两名同级强者 新秀榜第五 海阴剑阴魔藤魁 先辅食大城 曾与死玄境大城强者交锋 后凭借出神入化的精神力修为 安然脱身 新秀榜第三 万象山小巷王周泽 万象天法炉火纯青 身怀万象之力 新秀榜第二 阎神殿火仙子唐心莲 火焰祖父斩控者 摩罗首席大弟子 阎神殿下一任继承人 当看见前三的时候 林栋眉头微跳 因为他发现 这前三的三人 竟然都没有写明确的实力等级 那简单一些叙写 也足以让人感到 他们的强大了 林栋的视线再往上移 看向新秀榜最顶尖的地方 旋即他的双目 便是微微的须眯起来 新秀榜第一 无面人徐修 曾斩杀死玄境大成强者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999章 无面人徐修 林栋目光望着 那排在新秀榜第一位置的 古怪称号 眉头忍不住 微扬了一下 看来这是一个 相当古怪与神秘的家伙 而对于这位 所谓无面人的实力 林栋倒没有丝毫的质疑 能够在这无数天才 妖孽云集的乱魔海中 拥有这等 所有人认同的地位 可绝不是什么侥幸 这个徐修很强大 据说他无门无派 而且行踪诡异 即便是以天气楼的 警报能力 都只能知晓他一些 浅薄的信息 牟林山把小脑袋凑了过来 看了看林栋 视线聚焦的地方 笑嘻嘻地就说 这家伙和林栋哥一样 都是突然间窜出来 就在一年前吧 他第一次出现 便是与一名死玄金 大声强者交过手 然后把别人给解决掉了 当时可因其不小的 遭动呢 之后也有过一些 他的传闻 似乎连那阎神殿的 唐心莲 以及万象山的周泽 都与他交过手 但结果似乎并不好 所以这新秀榜第一 倒是被他牢牢霸占着 真不知道林栋哥 跟他碰起来 究竟谁会更强一些呢 林栋失笑 有了柔木林山的脑袋 就说 这可是狠角色呀 没事 我可不想去招惹 一年之前 他似乎也是刚到乱魔海吧 那时候 他才不过 刚刚突破的生玄金而已 而这徐修 却已经具备 斩杀死玄金 大声强者的势力 这般能力 即便是林栋 都是感到心惊 看来这乱魔海之中 果然是卧虎苍龙 如果连这好人物 都要去参加那争霸赛的话 那想来 要将那道雷之本源 收回来的林栋 说不定最终 还是得与其会一会的 而至于那结果 想来林栋 也是有些好奇 走吧 先赶去 研制海域 图段时间 那所谓的争霸赛 也应该快了吧 林栋 将手中卷轴 跑给木林山 笑了笑 只是 那笑容 却略微 有些凝重 别人或许不知道 严神殿 搞出这争霸赛的目的 但林栋 就是清清楚楚 这是摩罗 他们想要以雷霆祖父为耳 将一些隐藏在这天地间的 异魔 给吸引出来 这是一个 相当胆大与庞大的计划 林栋可以想象 此事将会在天地间 因其何等的动荡 对于异魔这种生物 如今 亦显有人知 但只要对远古 有所了解的强者 皆是能够明白 异魔的可怕 而且最让人心寒的是 异魔与生存在这片世界的任何生物 都是无法共存 他们来到这里 便是想要抹除 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 所以 他们是这个世界中 所有人的共同敌人 而至于 摩罗 他们的计划 是否能够成功 林栋也无法 给予太大判断 所以说 摩罗也召集 不少顶尖强者 但是那些异魔可是远古天地劫难的罪魁祸首啊 林栋轻轻摇头 将复杂的心绪暗纳下来 这种事情 他无法插手 但同样身为祖父掌控者 他知道 他有着一定的责任去注视着这件事情的发展 心中轻吐一口气 林栋抬头望着远处的海天一线 那天空上 似是有着乌云汇聚 压顶而来 岩之海域 这是乱魔海中相当庞大的一片海域 在这片海域之中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势力 在这里 仅仅只有一个巨无霸 那便是岩神殿 它是这片海域当之无愧的主宰与霸主 乱魔海中 群墙云集 其中的大势力 比起东玄域来说 更是显得复杂一些 而想要在这种地方 占据如此庞大的一片海域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岩神殿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 最大的原因便是因为摩罗的存在 转轮进使力 火焰祖福掌控者 简单的两个称谓 就是连那种踏入轮回的真正巅峰强者 都不敢对其有丝毫的小觑 在这片海域 嫌有人敢挑战岩神殿的权威 即便是那些同为大势力的存在 到了这里也是异常的收敛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而当林栋两人抵达岩池海域的时候 也是五日之后 林栋站在巨金纸上 目光光望着这片呈现淡红色彩的海域 眼中忍不住掠过一抹惊艳之色 在进入这片海域的时候 他便能够感觉到 这大海之下 晕含着极为狂暴的火焰之力 这片岩值海域下面是连绵的火山 你别看海面平静 但是那下面却有着无数的火山喷发 乱闯的话 死玄境强者都会很狼狈的 穆灵山认为不死圣经族 显然对于这海下情报 是格外的熟悉 林栋微微点头 玄机笑道 走吧 我们直接赶往海域中心的火焰城 话音一落 林栋身形率先掠处 穆灵山轻轻拍拍巨金 然后也跟了上去 那巨金则是摇着巨尾 迅速潜入海中 而在巨金潜入之后 林栋二人也化为两道红光 快若惊鸿般的对海域深处 掠齿而去 如今的这片岩值海域 显然已极为热闹 天空上无数道红光掠过 铺天盖地的对同一方向而去 那般景观是相当的壮丽 而随着逐渐的深入岩值海域 林栋则是能够见到 天空上时不时的会有大批身着火红甲咒的队伍飞驰而过 甲咒之下有着敏锐如鹰般的目光 扫视着四周的情况 在这些近乎军队般的队伍上 林栋看见他们胸口上的火焰图文 那是阎神殿的代表 显然这些都是阎神殿的执法队 林栋望着这些训练有素的护卫人马 也是忍不住地点点头 这阎神殿不愧是乱魔海中的剧情啊 阎之海域面积相当的辽阔 其中岛屿密布 而林栋他们要去往的火焰城 则是阎神殿的总部所在 同时也是那争霸赛开启的地方 当林栋二人接近火焰城 已是落日时分 然后他们便是见到 在那远处一片赤红陆地出现 那陆地之上一座庞大的 近乎看不见边境的巨大城市 犹如一只盘踞的远古火龙 矗立在这海域之上 庞大的赤红光照 犹如碗般倒扣下来将城市笼罩 光照之上弥漫着一种 相当可怕的能量波动 甚至连空间都是因为那股能量 呈现细微的扭曲之感 在城市的周围 无数道红光如同暴雨般倾洒而下 最后通过光照 进入那巨无霸般的城市之中 林栋二人也受缓缓自天空落下 然后进入那庞大而巍峨的城市之中 而在进入那一刹那 冲天般的喧嚣迎面而来 让那林栋脑子都是嗡鸣了一下 旋即他苦笑地望着 城市中那有些可怕的人山人海 恐怕如今这乱魔海中 有些名气的强者都是赶来这里了 木林山望着这热闹的城市 大眼睛中有些兴奋 笑道 林栋哥 据说火炎城有阴兵阁 凡是参加争霸赛的人都会去那里 我们也去吧 林栋点点头 将来如今在那里已经汇聚各路豪强 这些桀不逊的人凑在一起 怕也是相当的有趣 有了主意两人也不拖他 而那所谓的阴兵阁 在火炎城也相当显眼 因此十数分钟之后 两人便出现在那迎兵阁之前 在这座庞大而灰红的阁楼之前 有着不少的赤红甲州 气息雄浑的护卫淋漓着 防卫倒是颇为森严 将来阴神殿为了保证秩序 也是花费了不少功夫 特别是在这种地方 那些来自乱魔海中的各方年轻强者 没有一个人会是省油的灯 进入阴兵阁倒没有太过复杂检测 因此两人倒顺利而进 进入大门 一股火热的气氛顿时迎面而来 只见的 眼前的宽敞大殿之中 人影绰绰热闹非凡 林栋视线扫过 玄机双母为名 心中略微的有些惊讶 这仅仅是粗略一瞥 他便感应到不少 相当强悍的气息波 看来这争霸赛的水平 还真是相当之高啊 林栋 那就在林栋观察着 此处各方豪墙的时候 突然有这一道 熟悉的玉尔声音 带着一点惊喜的响起 然后他危恶地偏过头 便见到树道 熟悉的身影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武力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武动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眼波紫金 第一千章 林栋转头 然后便见到 在各楼一角 三道人影 整面带惊喜地 将他给盯着 那为首之人 是一身浅色衣裙 有着胸长柔软腰支的 漂亮女子 那番精致容颜 正是谷家的谷孟琪 而在谷孟琪的身旁 还有两道熟悉的倩影 那是谷烟 以及林栋 初来到乱魔海时 睁眼所见的 妾妾少女 谷雅 林栋望着 在灯火之下 敲脸皆是 满带欣喜的三女 显然也是愣了一下 玄金眼中 有着一抹笑意涌上来 在这种陌生地方 见到一些熟悉的面孔 总归是一件 令人欣喜的事情 林栋带着 有些许疑惑的 木灵衫 笑着走了过去 然后 重着三人一笑 说 没想到 你们也来到这里了 顾孟琪笑音音地 将林栋给盯着 戴眉如月般地 轻弯着 精致的容颜 颇为地动人 你也是来参加 那阎神殿举办的 蒸发赛吧 哦 对了 赛林倒是忘记了 现在的你 可不再是那个 那时候的无名之人了 听到古梦 袭着打趣之语 林栋忍不住 笑着摇里摇头 说 你倒是 抬救我了 林栋兄 倒是谦虚了 新秀榜第九的位置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爬上去的 一旁的谷烟轻声笑道 他看着林栋的目光 略微有些复杂 想当初 在玄陵岛上之时 他与林栋 几乎同时突破到 圣旋径小城 但如今 将近一年时间过去 林栋不仅实力 远远地超过他 而且 也在乱摸海中 创出一些 相对不弱的名气 虽说天风海域 比不得 颜值海域 这种著名海域 但是谷家 显然有着 不弱的情报能力 林栋之前 所做的种种大事 都是被他们所知晓 而前几天 当他们知道 林栋在天脸海域的 战绩之后 就连家族中的长老 都是被震撼得 指砸嘴 林栋笑了笑 看向一旁 依旧有些怯怯的古牙 然后伸手摸了摸 少女脑袋 就笑道 小妮子倒是 又长漂亮了 古牙笑脸 有些泛红 不过林栋这番亲密的举动 也令得他略微有些欣喜 看来 虽然现在林栋在乱魔海闯出了名声 但还是跟以往一样令人感到温和 两人之间的关系 倒并没有因为对方的身份 以及名气而出现疏离 林栋在与三人打过招呼之后 然后将木灵山也介绍了一下 这小姑娘的外表看上去比姑牙还要小 两根羊脚片配合那瓷娃娃般的小脸蛋 显然是极为可爱的 一时间三女也是有些爱不释手 拉着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林栋笑着在他们桌旁坐下 听到这群小女人清脆悦耳的谈话声 唇角的笑容也加深了许多 这一幕倒是挺平和的呀 古梦起 中途脱离四女叽叽喳喳之后 水莺莺的眸子看着一旁拎着酒壶 自珍自饮的林栋 声音轻柔地说道 你倒挺能折腾的 这才一年的时间 沦蒙海中不少大事都跟你脱不了干系 林栋笑着 我倒是不想啊 不过想要达到一些目的 也不得不去做那些 炫气插开话题说 你们来这里也是因为那所谓的争霸赛吗 古梦起微笑说道 嗯 正好古家商船靠近这边 所以就顺便过来做做热闹 雷霆祖父的诱惑力可是相当不低呀 当然我们也清楚自己的金粮 能够有资格抢那东西的 也就是你们这些新秀榜前十的凶狠家伙了 我们来也当是做一番历练 听得这番评价 林栋有些酷笑不得 不过想想也是 在天雷海域 他一举斩杀五名死玄境小城强者 这莫说在古梦起眼中显得凶狠 就算放在古家那些长辈眼中 都是相当的有震慑力吧 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当初找来的一个外缘 如今竟混成这一半 看来这争霸塞在乱魔海中 真是传得沸沸扬扬啊 林栋感叹说着 连远在天风海域的古家都赶了过来 祖父心引力当真是恐怖 古梦起奄然一笑 美眸对一方方向扫去 嗯 天风海域不经我们古家来了 连那魏家也来人了 你看那边 魏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林栋微正 玄机视线顺着望过去 这阁楼极为宽敞 看上去犹如客栈一般 有不少相熟的各方强者 簇拥在一起 而在他们东北的方向 同样是有这一批人 拥在一起 而其中一人也相当眼熟 仔细看去 竟是当初在武汇岛上 见过的魏家魏珍 哼 那是有点远家路窄啊 林栋望着那魏珍 却是一笑 说来他与魏家 也真算是有些恩怨 当初如果不是他们的缘故 他也不会被邪骨老人 逼成那样 虽说后来发狠 将那老家伙扎成人棍 但是林栋也因此 受了不清的伤 在林栋望着魏珍的时候 后者四野是有所察觉 目光投射过来 卷起其脸庞 便是因为似笑非笑 盯着他的林栋 相应下来 然后目光闪烁着 赶忙闪避而开 古梦奇他们能够知道 林栋那些名声 同为大家族中的魏珍 不可能会没听说过 如果说是在武汇岛上 他还不见得有多怕林栋 但现在的话 却着实有些心境 毕竟 林栋那斩杀 五名死玄境强者的凶名 实在是有些吓人 他也明白 现在的他跟林栋 几乎不是一个档次的 林栋见到那躲闪的目光 选择暂避锋芒的魏珍 也淡淡一笑 倒没特意去寻找麻烦 一是不屑 而是现在的魏珍 也不值得他如此费神 这般想着 林栋倒也转过头来 与古梦奇三女 笑着交谈着 这迎宾阁中 各方强者会去 相当的热闹 而林栋这边虽说处于角落之前 却因古梦奇三人容貌的缘故 引来不少的目光注意 不管在哪里 美丽的女人 总归是最容易吸引目光的 不过对于那些目光 古梦奇他们 倒是也没有怎么在意 而在他们低声说话之间 那楼阁大门处 突然有着一些骚动声传来 而后一阵 嬉戏苏苏的声音扩散开来 林栋偏头 这间的大门处 一群人影涌进 那批人马最前方 有着一名黑山男子 男子身形挺拔 模样算是英俊 嘴唇薄如刀锋 隐约间 有着一丝寒气渗透出来 此人一出现 便在楼阁中 引起一些细微的哗然声 显然似乎是有些来头 林栋看了那黑山男子一眼 然后便是转过头 接着神经微正 因为他见到 此时古梦齐三女秀眉 却突然蹙了一下 林栋笑道 那是谁啊 古梦齐说 傅海宗的黄陵 新秀榜第九 现在已经被你挤到第十了 林栋将手中酒杯轻轻放下 询问说道 你们认识他们 古梦齐微微犹豫了一下 旋即展颜笑道 不认识 林栋望着笑容有些勉强的古梦齐 轻声说道 朋友间 没必要这么遮遮掩掩吧 古梦齐与古烟对视了一眼 然后后者方才说 也不算什么事 之前不是说 我们古家有商船的这边吗 在海上的时候 正好撞见傅海宗的人马 正是那黄陵带的队 原本我们古家 与傅海宗也没什么恩怨 不过那黄陵在船上 看见孟齐姐 然后就头脑有些发热 之后的事情你也能猜到 孟齐姐对她不太感冒 就没怎么搭理 那黄陵或许有些恼羞成怒吧 强行动手扣押了我们几艘商船 古梦齐笑了笑 几条商船而已 算不得太大损失 看林栋望着有些紧张 他明白现在的他比起当初强很多 但同样的那黄陵也不是省油的灯 而且他人脉颇广 新秀榜前时一些狠人都与他有些交情 而如今林栋毕竟是孤家寡人 若是起了冲突对他反而不利 哦 林栋点点头 玄机不再多说什么 话题一转便谈起其他的事情 而在林栋转开话题的时候 那黄陵也是走进楼阁之中 然后冲着一匹人马走去 瞧的是那匹人马正是魏珍他们所在地方 那魏珍似乎与黄陵认识 见到后者过来 连忙笑迎 玄机其目光闪烁着 隐晦地看了林栋他们一眼 然后富尔在黄陵耳边说了一些什么 黄陵听得耳旁魏珍的话 玄机偏过头 事情也是转向林栋那边 再然后他便见到在灯光之下 轻咬着红唇有些坐立不安的古梦棋 黄陵轻笑了一声 然后目光玩味 手握酒杯然后转身 对角落处的四女一男走了过去 这黄陵在此处显然是属于比较耀眼的那一类 不少人都是注意着他 而眼下 看他这模样 当即一些人眉头 便是微微的挑了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六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1001章 细细缩缩缩的声音在阁楼中扩散而开 古墨吉三女望着那对他们走来的黄陵 毛子中皆是闪过一丝紧张 书上的御手都是忍不住地握了我 然后看向林洞 而此时的后者却只是微微垂着头 手指轻轻拨弄着酒杯 面色古井无波 而原本还有些担忧的三女 见到她这副平淡姿态 心中紧张也悄然被舒缓了一些 哈哈 蒙奇姑娘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见你啊 真是缘分 脚步声在桌旁停下 一道笑声也是随之传来 顾梦吉望着那手持酒杯 英俊脸庞上轻着温和笑容的黄铃 神色似是想要转冷 但随即想到什么 阴压轻咬 轩机精致的翘脸上 露出一抹有些勉强的笑容 之前在海上与梦吉姑娘有些误会 在下现行道歉 等梦吉姑娘离开时 不会让人将商船送过来 黄铃有些灼热的目光注视着顾梦吉 他此时并没注意到此处其他人 顾梦吉轻声说道 那便多谢了 不用谢 黄铃一笑 玄机说道 梦吉姑娘有时间吗 我那边有些朋友 想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以后顾家商船在外 说不得还要他们帮忙 这对你们没有坏处 或许不是太方便吧 顾梦吉有些为难地说着 对于黄铃这般纠缠 他显然是相当的头等 黄铃闻言淡淡一笑 梦吉姑娘 不用这么不给在下面子吧 听到黄铃话语中 再度涌上的冷气 顾梦吉脸颊上 也闪过一抹薄怒之字 楼阁之中 不少强者都是望了这一遍 这一幕他们倒是看了出来 这黄铃显然是对那女子 有些想法 只不过看着模样 似乎女子对其 有些不太感冒啊 当然 也并没有人在这上面多说什么 大家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黄铃并不是寻常人 而是心修榜前世的狠人 虽说她的性格有些跋扈 但那份实力以及天赋 却是让人无话可说 在整个乱魔海 黄铃都是有着不小的名气 而在众多看热闹之间 那处角落 一直背对着众人的年轻身影 终是将手中酒杯放了下来 酒杯落在桌上 发出一道脆声 面子的确是要靠人给 但有时候 面子也是自己凑上来丢的 酒杯落桌 平淡的声音也随之传开 而后楼阁之中一些喧哗声 微微静了情 一道道 目光翻着些许惊异地 望向那道受血背影 敢在黄铃面前说这话 这家伙如果不是手底下有本事 那就真的是有些蠢了 黄铃双目微微眯起一个危险的弧度 此时她的视线 方才带着一些玩味的转向 背对她的林栋 漫不经心地说道 好气不小啊 林栋转过身来 冲黄铃一笑说 你应该知道我的吧 这家伙一进来 便与魏珍接触过 而后者不可能会不告诉她 林栋的真实身份 此时这个黄铃应该也知道 林栋便是将她 从新秀榜第九 挤到第十的人 她之所以会走过来 其中固然有着古墨奇的原因 但是她更深层次的 恐怕与林栋脱不了干系 啊 新秀榜上第九的林栋啊 我倒的确是知道 不过 或许这个名字在我眼中 没你想象的那么大的威慑里 黄铃盯着林栋 嘴角一撇 自是有些嘲讽地说着 林栋 她就是林栋吗 那个在天雷海域 斩杀五名死玄境强者的狠人林栋 难怪她这般对黄铃说话呢 这下倒是有好气看了 据说啊 黄铃早就对这个 把她排名挤下去的林栋 很是不满了 如果她真是那个林栋的话 恐怕连黄铃都逃不到好啊 虽然新秀榜前十的人 基本在死玄境小城中难觅敌手 但是这林栋 可是以异己之力 斩杀了五名死玄境小城的人呢 这阁楼中新秀榜前十的 可有好几位呢 其中一些都有黄铃关系不错 要是真要动起手来 谁吃亏还不一定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黄铃花音一落 立刻即便在这楼阁中 引起不小的哗然声 一道道目光惊讶地望着林栋 想来这段时间 这个名字对于他们而言 已经不算是陌生了 古梦其三女 有些紧张地望着对碰的两人 眸子中满是担忧 林栋冲着三女摆摆手 玄机说 邹海仙 我并不想动手 周围众人听得这话 不由得暗暗扎舌 人都说黄铃把护 但眼下这林栋 表现得更为霸气 不过 当他们再想起 这家伙在天雷海域 那番毫不留情的杀戮之后 心脏却是微微缩了一下 眼前这看上去和善的青年 可真不是什么闪男信女啊 但是 面对着他这种姿态 同样跋扈惯了的黄铃 能忍得下这口气吗 一些怀着这样想法的人 视线转向黄铃 果然是见到 后者脸庞上 逐渐地有着冷笑堆叠起来 我倒是想要见识一下 能够把我挤下去的人 究竟是徒有虚名呢 还是真有些本事呢 众人眉毛一挑 感情这黄铃果然是冲着林洞来的 黄铃兄 似乎是遇到了一些麻烦呢 就在众人感觉到那气氛 有些剑霸奴章的时候 一道笑声突兀响起 而后人分开 两道身影便漫步进行地走出 这两人模样略显普通 但是两人体内隐隐散发出惊人气息 就让得人心头一跳 而一些阅历泼广者 却是惊呼出声 是冰魄宗的陈青 和天沙宗的利林呢 这可是新秀邦第七和第八的狠人啊 富海宗 天沙宗 兵破宗 走得可是极尽的 而黄铃三人 关系也是极好 如今三人凑在一起 即便是那林洞 压力也是不小啊 黄铃见到 那现身的两人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得意之色 玄吉淡淡说道 倒没什么 只是想要与这位 最近窜上来的林洞兄弟 过过招而已 林洞嘛 倒是听说过 似乎有些手段 我对他也挺好奇的 一身杀皮尽装的丽林 瞥了林洞一眼 深情略性乖僻地笑着 陈青微笑 只是那笑容 透着如刀锋一般 冷冽的寒气 不是乱魔海的人 在这里太张狂 可是有些不太好的 两人说话 皆是没给予林洞 太多的面子 以及戒 他们身后的背景 都是不弱 而且各自天赋惊人 在这乱魔海中 也嫌有人敢招惹他们 而至于林洞 他们也听说过 不过 那所谓道宗的背景 却难让他们有所记忆 毕竟这里可是乱魔海 东玄域的超级宗牌 可没那么长的手 胡孟齐三女望着气势惊人的三人 脸色也略微有些难看 玉手紧握 面对这三名新秀榜前十的狠人 他们实在是有些无法保持阵地 毕竟在他们身后的三大势力 每一个都不比骨架弱 我与孟齐姑娘之间的事情 你最好别乱插手 别人怕你林洞 不过 我可半点不记你 有了两位好友称诚 这黄陵底气都是足了许多 他看了林洞一眼 眼中寒气略过 声音低沉地说着 孟齐姑娘 随我走一趟吧 声音落下 这黄陵上前一步 再没有丝毫的客气 一掌一把 面对古孟齐手腕抓了过去 他可不相信 面对三位新秀榜前十的狠人 这林洞还敢做什么 然而他心中这般想着 可就在他的手掌 即将落在古孟齐号腕上的时候 却猛然感觉到一股力气 在身旁如凶兽般的爆发而起 一只手掌如铁钳般闪电般探出 一把便抓在黄陵手臂上 然后重重地砸至桌面上 整个桌面也瞬间爆成粉末 你 黄陵勃然大怒 一声力喝 然后他便见到 林洞陡然抬头 那原本还算平和的漆黑双目 此时却有种令人发寒的凶气涌出来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略显阴森的声音 缓缓自林洞嘴中传出 旋即其袖袍一挥 九湖腾空而起 然后夹杂惊人的进风 在中围一道道惊愕的目光中 狠狠地甩在黄陵脸庞之上 九湖暴力而开 酒水四溅 破碎的碎片将黄陵脸庞 割出道道血痕 强横的进风 更将其震得狼狈后退石树步 楼阁上 众多强者光着满脸鲜血 面色都是此刻扭曲下来的黄陵 以及一旁眼神阴沉的林青 丽林 嘴巴结实一脸 看来这事情 果真是善了不了啊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02章 碎裂的酒壶碎片落在地上 清脆的声音在楼阁之上传开 却让不少人心头都是随之一跳 一些目光 微微抽搐地望着满脸鲜血的黄陵 再看看面色平淡的 仿佛什么都没做的林洞 心中暗暗咋舍 果然不会是曾经斩杀过 五名死玄境强者的猛人 一出手便是这般不留情练 黄陵此时的脸庞 都是有些扭曲 他虽然看上去满脸鲜血 但其实并没有受太大伤害 只是这模样 看起来实在是有些狼狈 混账东西 你那老子要撕了你 不过你黄陵的身份 什么时候受到过这份对待呀 当即那眼神便变得猙獰起来 心中的杀意再也忍不住 如潮水般涌动出来 伴随黄陵森然阵雨落下 一股极为雄混的原力 陡然自己体内席卷而出 隐约有着死气营绕 细微的灵力 这黄陵能够爬到新宵榜第九的位置 显然有着真材实料的 光从这气势来看 便远胜寻常 死玄境小城强者 能够进入新宵榜前十的人 几乎每个人都拥有着 打败同级对手的战绩 而在黄陵手中 同样是曾经折损了死玄境小城强者 仙剑的吃亏 他显然是有些措手不及 还没料到 有两名好友撑场情况之下 这林栋竟然还敢如此嚣张地出手 黄陵眼神阴寒 身形陡然暴流而出 庞剥原力在其掌心汇聚 隐约间进行成一道虎头之事 虎头张开争鸣血嘴 锋利的牙齿乃是庞大原力压缩所凝 其中弥漫着异常灵力的原力波动 虎牙记 低沉喝声 自黄陵嘴中传出唬吼之声 在场不少人都感到一股凶器迎面而来 甚至连空气都是发出刺耳的音爆之声 显然这黄陵心头相当暴怒 出手间没有丝毫的试探 引然一副要去林栋性命的姿态 林栋 小心 古梦齐三女见到黄陵气势汹汹 急忙出声提醒 黄陵身若闪电 树袭之下以至林栋深浅 而后眼神森寒的一拳轰出 周遭捉移都在此时被那扩散的禁风震成粉碎 虎牙拳禁狠狠轰出 就在其即将轰重林栋面门的时候 青光陡然盛开 一道道清澈龙吟响彻而起 而后一道青光拳移 暴力而出 与那虎牙拳禁重重的翔撞 低沉的声音在楼阁之中刺耳的传开 入眼可见的连移波度也迅速席卷开来 周遭强者健壮连忙后退 生怕被牵连进去 两道凶猛拳禁交织僵持 树心之后 那黄陵面色突然微变 只见得其掌心的虎牙拳禁 竟以一种惊人速度溃散而去 而在那进风溃散之间 一只手掌鬼魅的穿透防御 快入闪电般的落至其胸膛之上 肉体接触的低沉声传开 接着众人便是惊愕地见到 黄陵身体竟直接倒飞而出 然后重重地落至地面上 擦出一道数十米的痕迹 方才狼狈挺住 众人望着那再度褪败的黄陵 瞳孔皆是一缩 如果说之前的交手黄陵是因为措手不及的话 那这一次却是毫无借口了 这林栋能够取代黄陵第九的位置 倒的确不是靠的虚名 看来那天雷海域所发生的事情 十有八九是属实的 我说过 别来惹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林栋一拳 轰退黄陵 而后缓缓起身 漆黑霜目中 有着冰寒之气生腾起来 璀璨的清光在其周身有动 这黄陵咄咄逼人 显然也引起林栋的杀意了 林栋 你敢在这里逞凶 那陈青历临两人 见到黄陵竟然在正面交锋中 被林栋一拳震退 眼神皆是一遍 旋即面色阴质地踏出 刚好是将林栋的前进步伐阻拦下来 林栋盯着这面色不善的两人 步伐却依旧不停 直奔两人而去 你找死 见到林栋这番模样 陈青两人眼中顿时有煞气生腾起来 当即齐齐一步跨出 雄魂原力挤压的周遭空气都是爆炸开来 悬起两人掌风派出 直奔林栋而去 林栋身上清光闪烁笔之略出 竟是任由两人的灵力掌风 在一道道惊呼声中落至他的身体之上 然而掌风落至林栋身体 却并没有肉体接触的低沉声响起 陈青两人的手掌竟直接是从林栋的身体上穿透过去了 残影 掌风过后 陈青两人面色顿时俱敏 豁然转身 只见的林栋身影已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好快的速度啊 龙阁之中不乏眼力惊人之辈 当即不少人面色都是凝肿下来 在先前的一刹 林栋的速度显然提升到一种相当恐怖的地步 那种速度即便是陈青两人都是无法察觉 这家伙的实力 恐怕根本不止排在地球啊 一些人心中暗感震惊 从眼下这情况来看 林栋所拥有的实力 显然是超过了他的排名 至少排名在陈青之上的第六名 都绝对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从他们两人手中穿过 真是有趣啊 楼阁更上一层 明明蓝衣男子依靠着柱子 绕有兴致地望着下方的交手 此人双掌呈现银白之色 在手腕处隐约有着一道光纹 仔细看去仿佛是一道白象光阴 挺厉害的家伙 而且他也精通精神力 在蓝衣男子身旁 是一名灰衣男子 他容貌普通 但是一对双目却异常明亮 若是看得久了 竟有种心神失手般的眩晕之感 蓝衣男子笑道 陈青三人即便是联手 都是很难从林栋手中讨到好处啊 他们这次倒是碰到硬点子了 灰衣男子也是点了点头 旋即其目光看向楼阁的一角 不过那家伙应该会出手 他与黄铃有着几分关系 不会放任林栋下狠手的 说来那家伙对你的位置很觐觎吧 这次怕是又得与你挑战了 蓝衣男子漫不经心地点点头 就说 那家伙已经快要突破到死旋境大城了 哦 灰衣男子眉头一条 眼中也是闪过一抹一亚异之色 在两人说话之间 下方楼阁 林董鬼魅般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身形狼狈的黄铃身前 旋即其眼中掠过冰寒之色 屈指一弹 一股凌厉的螺旋进风 闪电般对黄铃眉心抱舍而去 黄铃掌心一拍地面 身形抱舍而退 树掌拍出 便是将那一道抱舍而来的进风 抵御而下 而就在黄铃身形倒舍而出石杖时 其瞳孔猛然一缩 目光一扫 却是骇然地见到 林董的身影 已是诡异地出现在他的身后 林董眼神漠然 手掌做刀 星光涌动 直接撕裂空气 毫不留情地对黄铃劈砍而去 那般灵力之时 黄铃已经是无法闪避了 不过就在林董掌刀 即将劈砍到黄铃身体时 其眼神猛然一宁 一股极端灵力的进风 快弱闪电般地 对其背心要害 奥虑而至 林董步伐一顿 豁然转身 一拳哄出 星光闪烁 一拳将进风给震散了 而在进风散去之时 他的身体也是微微一震 旋即他缓缓抬头 望向楼阁的一角 那里一道身影 拎着酒壶坐在栏杆上 面色淡默地将他给望着 周遭一道道目光 也在此时 望向那道拎着酒壶的身影 旋即面色都是有所变化 喧哗的楼阁都是悄然的 安静了下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03章 栏杆上 一道褐色衣衫男子淡默斜坐 酒壶背气拎着 轻轻地摇晃着 他目光平淡地盯着林洞 并没有说任何话 但是却自有一股 令人心头发迹的气势 散发而开 楼阁中众人望着那男子 一些人的眼神略微有些变换 脸庞也变得凝重起来 这一切都是显露出来人的不一般 青藤大哥 有些狼狈的黄铃望着男子 眼中有着狂喜涌动出来 也忙喊着 青藤 林洞听的这个名字 心头却是微震 这才明白对方的来头 新秀榜排名第四的 幻妖青藤 此事楼阁之中 有着一些蕴含着精华的声音 滴滴传开 显然是青藤的名头相当不弱 即便是这强者云集的地方 也拥有不小的震慑力 青藤淡默地盯着林洞 淡淡说道 这位朋友 教训人的话 也得讲究个分寸吧 林洞的语气同样的平淡 丝毫没有因为对方的身份 便有所忌惮 我不惜惹麻烦 不过若是麻烦 要自己找上门来 我不介意抹除掉 张狂了点 不过 倒也有点张狂的本事 青藤偏头 看了那满脸鲜血 颇为狼狈的黄陵 玄金摇里摇头 就说 本来这种事 我也不太想理会的 不过 我毕竟与他有些关系 这样 你与他道个歉 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怎样 林洞闻言却是一笑 玄吉也是摇头 轻声说道 我认为 不怎么样 还是自吃本事 心疼自语 显然对于林洞的回答 他并不意外 玄吉便在众多目光注视下 站起身来 身体伸展了一下 弹幕的眼中 仿佛有着一种 惊人灵力 缓缓涌动出来 众人见状 眉头皆是一条 看着模样 这青藤也要出手 为黄陵找回厂子 这家伙人脉 还真是不弱 青藤一步一步走向林洞 而随着他步伐的落下 一股磅礴气势 如同风暴般 自己体内吸剧而开 林洞面容平静地望着 步步而来的青藤 双筒深处 青光也迅速涌动出来 他能感觉到 眼前的青藤 实力相当的强悍 青藤的脚步 在林洞身前 仗须触底下 教掌落下之时 仿佛连空气 都在此刻凝固了 青藤宠林洞一笑 就说 我看你速度不弱正好 这是我所擅长的东西 不知道比起来 究竟数强数弱呢 而就在青藤 笑声落下刹那 林洞眼神陡然一凝 接着身躯便是一阵 灵力的掌印 在这一煞突兀地出现在 林洞身后 怒拍而下 快入闪电般的 还在其后背之上 掌印落下 却再度落空 林洞的身影 也徐徐消散而去 再度出现时 已是那掌印之后 而后一腿 如同披衫之状 狠狠甩出 一条手臂闪现出来 抵在林洞 那灵力腿风之上 惊人进风扩散而开 两道身影 皆是倒腿数 好快的速度啊 楼阁中众人 望着两人 近乎鬼魅般的交手 眼神 皆是变得有些凝重 先前 他们根本就 未曾见到 两人出手 竟然能够跟上 我的速度 果然不弱 青藤 莫不得奇异地 盯着林洞 他的速度 在新秀榜前十中 算是相当出众 但眼下 似乎眼前的林洞 也是擅长此道 这下 我倒是更有兴趣了 青藤一笑 眼中竟是涌出了一抹灼热 旋即他一步跨出 雄魂原理涌动 显然是打算 动真正的手段了 林洞见状 双掌野兽缓缓紧握 盯着青藤的眼中 同样有灵力之色涌动起来 两位 此处是我阎神殿 用来迎接各方豪强之所 你们在这里大打出手 还是有些不妥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不过就在剑拔弩张的两人 想再度出手的时候 一道悦尔的引灵之声 突然在楼阁之中响起 楼阁中 一道道目光 迅速望向声音转移而去 然后他们便见到 在楼阁大门方向 突然涌进来 大批身着赤红甲皱的护卫 而在这些护卫最前方 是一名身着 有些窈窕身色的明媚女子 女子身着红色软甲 软甲紧紧贴身 勾勒出的火爆性感线条 引得楼阁中不少人眼中 都闪过一抹亮框 略带点弯曲的红色绣发 垂落至腰间 令得她有些妩媚 她的容貌也是极美 眉带如画 肌肤如雪 而且此女虽然妩媚动人 但是那眉宇之间 有着一丝不弱于男子 萨爽英气 而当这种妩媚和英气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所散发出的魅惑 显然让得不少男人 心跳不已 哼 重量级人物出场了呀 楼阁上 那蓝衣男子 笑望着吸引全场目光的 火红倩影 那素来淡然的眼中 就是掠过了一抹情愫 其身旁那名灰衣男子 也是咧咧嘴 言语间显得格外忌惮 这小姑奶奶可不好惹呀 楼阁中在经过短暂的安静之后 也是很快有不少 窃窃私语声传开 而这一次 显然所有的话题 都凝聚向了 这位身着红色软甲的美丽女子 这就是阎神殿 那位火仙子唐心莲了吧 果然天资绝色呀 据说 他可是摩罗最得意的 首席大弟子 说不得以后啊 还是阎神殿的继承人呢 是啊 谁能得这美人垂青 他简直能一步登天了 这种女人 那是寻常男人 能够驯服得了的呀 林董听得周围 那些窃窃私语声 也是有些惊讶的妄想 能火热动人的女子 没想到 那派在新秀榜第二的人 竟生得如此的漂亮 那青藤的面色 也是因为 唐心莲的出现 微微变了变 旋即笑道 哈哈 没想到 连唐姑娘都现身了 唐心莲看了看青藤一眼 萧笑说道 青藤 这里可不是能让你们忽来的地方 对了 你们打完没 望着唐心莲那笑言 青藤却是甘笑了一声 既然唐姑娘都开口了 今天的事情 自然是要点到为止了 说着 他偏头看向林栋 怂了怂肩 争霸赛上 应该还有机会遇见的 到时候 我会领教一下 你的权利 林栋微笑 丝毫不让 随时奉陪 青藤盯着林栋 片刻之后淡淡一笑 然后对着那还有所不干的 黄灵挥了挥手 后者见状 也是只能点点头 既然眼下 连唐心莲都现身了 他自然也不好再捣乱了 林栋 没事吧 此时 古梦七三女 也是围绕过来 美眸中也满是担忧 林栋笑着白了白手 刚想说话 眼角就见到 唐心莲 轻易连步 对他走了过来 在这楼阁之中 唐心莲 显然是当之无愧的焦点 众人见他阻拦下争斗之后 不仅没有离开 反倒走向林栋 眉头皆是一条 一些谈话声也减弱下来 视线若有若无的 便看向这边 唐心莲 在林栋面前站定 那明媚的眼眸 盯着后着 林栋被他肆无忌惮的目光 看得有些不太自在 当即就甘笑说道 唐姑娘 有什么事吗 唐心莲 好看得眉间 挑了挑 说 你就是 那个林栋 我的确是林栋 不过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你嘴中的那个 林栋双眼微眯 从这姑娘的言语中 她怎么听出了 一些不善的味道啊 但是 她貌似是第一次 见到她了 师父说 你挺厉害的 唐心莲视线 在林栋身上 扫了一圈 仿佛有点吃味地说 不过 没看出来呀 林栋哑然 感情这姑娘 是因为摩罗 对她的评价 有些不爽啊 跟我走一趟吧 师父想见你 唐心莲 双臂伸了一个 让人流口水的懒腰 冲林栋 露出一个 妩媚的笑容 然后转身便走 留给了林栋 一个修长而纤细的 动人背影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04章 林栋望着唐心莲 那动人的倩影 微微震了一下 这摩罗还真是神通广大 他才抵达火焰城没多久 便是被他知晓了行踪 周围的那些强者 倒是目光有些吃惊地望着林栋 显然是没想到 他与摩罗竟然有着一些关系 一起吧 林栋冲一旁 脸颊也布满惊讶的 古梦吉三女笑了笑 在这里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若是把他们丢在这里 他着实是有些不放心 话音落下 他也是抬脚 跟上前方的唐心莲 木陵山立刻跟上 古梦吉三女 微微迟疑 也是跟了上去 随着异性人 干脆利落地离开 楼阁中也是有些 哗然声传开 想来都是猜测 林栋与摩罗之间的关系 上一层的楼阁之处 蓝衣男子 也是有些惊讶地 忘了这一幕 还真是出人意料啊 摩罗前辈 竟然会单独见林栋 身旁的灰衣男子 沉吟说道 看来这林栋 倒也是不简单呢 蓝衣男子 起身一笑 好戏散场 我们也走吧 这次争霸赛 似乎会相当有趣呢 雷霆祖父的心引力 真是不一般呢 然后 湿湿然地转身而去了 而随着楼阁中的好戏落幕 这里的气氛 也再度恢复 刚开始那种热闹 而再无人注意 一处角落之中 一道全身包裹在 黑袍中的人影 庞若无人地自真自引 陷进楼阁中的热闹 仿佛并没有引起 他半点的注意 林栋 似乎有着极为沙哑的声音 突然自黑袍中传出 而后 他微微抬头 黑袍下露出一张脸庞 但那里却有着黑色纱布 将其脸庞紧束地缠绕 看上去相当的诡异 到了吗 在自语间 他的眼中 突然有着一道光芒闪烁 眼神缓缓地凝聚 手中酒杯轻轻放下 然后直接转身 自楼阁窗口处飞绿而出 迅速地消失在夜色之中 在一座灰红的大殿中 林栋再度见到了摩罗 两月时间 后者倒并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或许是因为身处 阎神殿的缘故 他眉宇间的威严 倒是更为浓郁了 在林栋随着唐心莲 走进来的时候 末罗的目光 也略微有些恍惚地 望着那道面带笑容的 年轻身影 一时间有些失神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 林栋的体内 拥有着两股 极为庞大而熟悉的力量 但是吞噬祖福 与雷霆祖福 摩罗叹了一声 缓缓地说道 你这家伙 竟然还真的成功了 林栋抱拳 成声说道 还得多谢 摩罗前辈成全 虽说摩罗 寄予他三招的阻拦 但他心中也是很明白 如果摩罗 真的不想他 取得雷霆祖福的话 不管他如何的拼命 结果都不会有丝毫的变化 他的底牌 再强大 也不可能填补 两人之间 那无可超越的差距 你能借我三招 我若是还不让步的话 这老脸 恐怕真就没地方放了 轻智他们 指不定会将我嘲笑成什么样呢 摩罗脸庞上露出一抹笑容 看得出来 他对于林栋当日的表现 是极为的满意 一旁 唐星莲 明眸充满着怀疑地看着林栋 他实在是有些无法想象 林栋怎么可能在摩罗手中 走出三招 而且他清楚摩罗的性子 而且他也明白 摩罗去天雷海域究竟是干什么 所以在这种事情上 他断然不可能放水 但即便如此 依然是被林栋接下了三招 这消息若是放出去 恐怕林栋的新秀榜排名 将会直逼前三 林栋自然也察觉到了 唐星莲眼中的怀疑 但是并没有过多解释什么 只是目光一转就说 清智前辈未曾在此处门 对于那位清智 林栋心中一直抱有几番感恩 不替他给予自己青天花龙诀 这般至今都受勇无穷的武学 就是光他在一魔城最后时刻出手 援助他们三兄弟 这份恩情就足以让林栋气挂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武栋乾坤》 嗯 他暂时未到 此次计划颇为重要 我们也得尽可能地中卷一些 魔罗点点头 旋即他看着林栋一笑 就说 你此次来是想收走那道雷霆本源吧 林栋尴尬地点点头 善笑说道 魔罗前辈请放心 我会按照规矩来 至少也得等争霸赛完了 我才会收走那雷霆本源 魔罗大笑了一声 宣机沉吟说道 按照规矩来 你可是得成为冠军 才能拿走雷霆本源 而此次叫你来 其实也是想跟你说说这个事情 嗯 林栋为政 魔罗说 此次的计划 你也清楚 在没有引出真正重量级别的义魔之前 我不想雷霆祖父的真伪被暴露 魔罗前辈的意思是 据我们得来的情报 义魔并不会轻易现身 他们很可能会隐藏在人类体内 然后以正当方式来参加争霸赛 并且战胜所有人 获得雷霆祖父 林栋眼神一宁 他想起了霍元三人 那三个家伙的体内似乎便隐藏着什么所谓的魔种 那东西给予他们很强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林栋动用两大祖福的力量 恐怕更大的可能是他栽在那三人手中 莫罗真声说道 此番前来的参赛强者太多了 我们无法做太过详细的筛选 所以若是让体内潜藏着义魔的人成为管军 雷霆祖父的真伪就会被暴露 而我们的计划也会被曝光 那么我们想要引出的重量级义魔 也定会远钝消失 所以我们必须让正常人类获得冠军 借此逼迫隐藏在暗处的义魔 险身抢夺 林栋眉头微皱 玄机轻轻点头 目光却是看向一旁火拉动人的溏心脸 笑道 夺冠这种事情唐姑娘才是热门热选的 魔龙缓缓摇头 说 心脸的确是有争夺冠军的资格 但是却并不保险 一旁的唐心脸文言 嘴唇动了动 想要说点什么 但最终还是沉默着 不保险 林栋目光一闪 轻声说道 摩罗前辈 是不是知道一些情报呢 唐心脸的实力毋庸置疑 新秀榜第二的排名足以显示他的强大 面对这种对手 即便是林栋都相当头疼 但摩罗却说 这依旧不保险 那这潜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摩罗眼神在此时变得暗沉了许多 他想了想 方才声音低沉地说道 我怀疑那新秀榜第一的无缅人徐修 有些问题 林栋眼神陡然一宁 旋即沉默 看来这争霸赛的水深程度 有些超乎他的想象 师父 如果那徐修真的有问题的话 只怕林栋也逃不了好处 唐心脸终于忍不住说 他可不想在摩罗心中不如林栋 摩罗前辈 唐姑娘所说的的确不假 如果连他都挡不住那徐修的话 我只怕也够呛啊 我这才声选尽圆满的势力 哪能跟他们比啊 林栋知道 这姑娘心高气傲 当下也是笑着 在本座面前 你就不要再仓卓了 你的能力还想瞒过本座不成 摩罗不知可否 拳击盯着唐心脸 沉声说道 此时事关重大 容不得吃小性子 唐心脸略敢委屈地嗡了一声 但是那眼中的不认输之气 倒是越来越浓 林栋无奈 犹豫了一下 无奈地点头 就说 如果我能遇见那徐修的话 我会尽力阻拦 摩罗闻眼 这才笑着点头 玄机他手掌拍了拍椅背 略作迟疑 说 另外 据我得来的情报 此次争霸赛 你们不仅得注意这个徐修 还得注意另外一个人 谁 林栋与唐心脸同时抬头望着摩罗 一个从东悬域原门出来的人 名为华晨 林栋眼瞳 陡然一缩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冻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冻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眼波 紫金 第1005章 原门的人 林栋的面色 缓缓的阴沉下来 只要凡是与这个门派 相沾染的字眼 都会令得他那平静的心境中 泛起道道 蕴含着杀意的波澜 摩罗缓缓垫头 他对于林栋与原门之间的恩怨 也是有所知晓 所以对他这般模样 倒是也不奇怪 林栋犹豫了一下 就说 这原门有些问题 是显得天雷海运 那三个原门的家伙 体内便隐藏着所谓的魔种 魔种们 看来 我当时的感应 的确是没错的 摩罗双眼微眯 竟是没有太多的意外 当日在他面前 霍元三人相当的老实 死死地收敛体内波动 而他因为心思 都放在雷霆祖福上面 倒没时间理会太多 但是后来想想 这之中的确有着一些 不对劲的地方 这个宗派 的确有点诡异 摩罗声音有些低沉地说着 他所知道的各种情报 显然远非林栋可比 即便原门远在东悬域 但是摩罗依旧是知晓一些 不过可惜的是 原门并不在乱摩海 我阎神殿的手脚 也很难伸到东悬域去 那里的一些超级宗派 也并不是省油的灯案 林栋点点头 东悬域虽然不如乱摩海 这般辽阔无尽 但是八大超级宗派 就是稳稳处理 对于外来者 也是颇为排斥 谁想要插脚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若这原门 真的与一模有所关联 待的日后 怕是少不得 要跟他们接触接触了 摩罗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对于一模 他有着滔天般的恨意 若是那原门 真的跟他们有所勾结 他也得想办法 将其连根拔起 林栋问道 那华晨是怎么回事 我对此人的消息 也所知并不多 不过 原门若是派他来 争夺雷霆祖福的话 那必然是有着 不弱的本事的 争霸赛中 你们得小心此人 摩罗看着林栋 与唐新莲 林栋二人 皆是微微点头 宣机他略赶头疼 不管是无面人徐修 还是那原门的华晨 都定然不是寻常角色 出现一个就已经让人感到麻烦 如今更是两人同线 而且除了这两人 那些新修榜排名前五的家伙们 可都不是什么软柿子呀 看来这一次的争霸赛 还真是有得看了 摩罗笑道 争霸赛五日之后便开始 这些时间 林栋一边留在火焰城 若是有事情便找新莲 这座城市的执法队 那是由他所掌管的 你可少惹麻烦了 不然再在他手中 可不好受啊 林栋威正 玄机有些尴尬地 看了一旁的唐新莲一眼 心中倒是没想到 这女人这般彪悍 手都还掌管着 阎神殿执法队 这般堪称军队般的武力 不过摩罗这话 倒说得晚了一些 在刚才的时候 他已经被逮住了一下 唐新莲美眸瞥着林栋 淡淡说道 我可不会寻思枉法 在阎神殿管下的区域 不管是谁 都得按照规矩来 林栋被这一下子 变得铁面无色的姑娘 呛了一下 只能无奈点头 唐新莲见林栋 这兴兴的模样 那翘脸上 却突然露出一抹 妩媚的笑容 纤细御手 轻轻拍了拍林栋肩膀 笑一音地说 不过 你若是跟在我身旁 老老实实的 保管在火焰城 也没人敢招惹你 话音落下 唐新莲便一甩火红笑发 潇洒地转身而去 那动人的背影 倒是显得格外的霸气 林栋有些傻眼地 望着转身而去的唐新莲 心中只觉得 这姑娘还真是够气魄呀 摩罗见庄 却忍不住大笑 戏谑地说道 怎么样 本座首席大弟子够厉害吧 我和你们两个年纪相差不多 要不凑凑得了 虽然你前途无量 但新莲也不是什么寻常女子 配你也够了 林栋闻言顿时败退 赶紧抱拳告辞 狼狈而逃 林栋望着 跑得跟兔子一样快的林栋 笑声更为爽了 许久之后 笑声这才渐渐平息下来 目光望着林栋离去的方向 说 大长老 你怎么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随着摩罗声音落下 之间的大殿中 空间缓缓扭曲 一道身中火红袍芙的老者 凭空地闪现出来 他也是看着大殿之外 说 许久很厉害 圆门那华晨至今未现身 实力未明 不过 如果圆门真的与一模有勾搭的话 那华晨的实力 恐怕会相当之强 想要拦住这两人 心脸怕是力有不逮呀 至于林栋的话 虽然他接下殿主三招 不过殿主也知道 其实 这只能算是一招而已 那一招 他拼进所有底牌 之后两招 却是有所取巧 而这种取巧 在这争霸赛上 显然是无法出现的 摩罗微微点头 临动第二招 依靠雷剑的力量 第三招更是祭出莫名其妙的 阎神骨牌 这东西刚好能免疫火焰祖福的力量 所以最强大的第三招 反而没有给他造成任何的伤害 而这两种手段 在这争霸赛上 是无法有太大作用的 所以 此番要依靠他们两人 来阻拦徐修化尘 怕是难度不小啊 摩罗手指轻点在椅背之上 说 那 大长老的意思呢 红袍老者说道 我们可以多重准备 那小巷王周泽势力不错 若是能够让他也出手的话 或许会更为保险一些 万象山的那个小子们 目录想了想 笑道 那小子倒的确有些势力 不过 这事情只能让新莲去说 那小子一直很喜欢他 不过 让他去做这个事情 他又得埋怨了 那就这样吧 摩罗挥了挥手 下定了决心 玄机他抬头赤红的双目中 有着冷冽的寒意涌起来 这一次 本祖大少 跟那些该死的东西 好好的会上一回了 而借助于此 也让这个世界上 各方强者以及势力 注意到这些 潜藏在暗处的危险东西了 当林栋走出大殿的时候 就见到先前那霸气凛然的 唐心帘正坐在石梯之上 搭着一点点波卷的红色绣发 垂落下来 剪影动人 在大殿的周围 还有不少全副武装的甲咒身影 不过 当他们走过那道火红 倩影周围的时候 脚步都是不由此处的方慢 甲咒之下 能够看见一些憧憬的视线 过来坐坐 唐心帘 玉手随意地扬了扬 悦耳的声音 便传进林栋的耳中 后者略作痴疑 方才走上前去 在其身旁坐了下来 此时偏头望向唐心帘 她的那种英姿萨爽 弱了一份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罕见的柔软 这份气质出现在她的身上 倒更是让人怦然心动 唐心帘玉手捋着一缕绣发 轻声说道 师父此次策划的计划 很危险呢 那些一模 很厉害 林栋微微点头 这唐心帘对于一模显然知道了不少 想来应该从魔罗那里所听来的 而从唐心帘的声音中 她也是听出一些担忧 谁也不知道 魔罗的此次计划 会不会招引来一场足以将阎神殿抹出的灾难 那些一模既然有着抹出雷斧的实力 真要动起手来光靠阎神殿 显然是显然是无法匹敌的 林栋说 一模会出动 但是应该不会真正的倾巢而出 那样的话 他们便会彻底暴露在世界 而到时候 天敌间的顶尖强者 也将会再动联手 唐心帘 喃喃说道 那些该死的生物 真该杀尽了才好呢 林栋威正 虽然一模 算是天地间所有人的共同敌人 但是 唐心帘的话语中 恨意似乎更深 我的家族 因为先辈的缘故 曾经封印了一头一模 而我的家族 也一直暗中看管着封印 不过 在我很小的时候 家族便遭到神秘人血洗 除我之外 一个不留 最后 封印的一模被救走了 最后是师父 把我从尸体堆里救回来的 唐心帘微微一笑 只是那笑容 看得人心头微疼 抱歉 林栋叹了口气 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 英姿赏爽的女孩子 心中也是有着一份 悲凉的故事 唐心帘不在意地摇里摇头 就说 不管怎么样 我会保护阎神殿 那些一模敢破坏她 我不惜与她们 玉石俱焚 林栋望着唐心帘的俏脸 厚着眼中的决绝 以及保护阎神殿的那种坚定 让她眼神有些恍惚 当初在道宗的时候 也是有着一个少女 将这个宗牌 当成她一生守护的东西 而在那一模诚实 也是那个少女 第一次的将她曾经决定 守护一生的东西 放在了一个叫做林栋的家伙的身后 林栋嘴唇紧密 眼神深处某过一抹 微不可查的感动 玄机她身心一口气 众唐心帘笑道 放心吧 那些盖子的东西 迟早会被撵出这片世界 彻底撵出 唐心帘文言 也是重重点了点头 玄机她一声轻笑 再度派了派林栋肩膀 优雅起身 向前走去 玉耳笑声传了过来 这火烟城遇见麻烦 只管报我的名字 另外 争霸赛上 合作愉快 林栋望着那再度恢复 萨爽洒脱的女孩 也是一笑 缓缓点头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亿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1006章 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中 本就处于火爆之中的火烟城 人气更是一种 恐怖的速度上涨着 乱魔海中 各方强者都会在此处 晕迹而来 令得如今的火烟城 几乎成为 乱魔海中最为热闹的地方 而伴随着如此庞大 数量的强者汇聚而来 这座火烟城 也是变得有些混乱起来 毕竟 这乱魔海的强者 素来煎熬不逊 虽说 刚开始忌惮 阎神殿的威势 但随着各方强者数量 越来越庞大 各种纠纷 也是爆发开来 导致城市 因为一些胡乱的争斗 搞得相当混乱 不过这种混乱 最终并没有持续下去 当那唐心连 带着大批的气息雄浑 营动间 竟然有序 如军队般的 执法队出现时 不少人 都是为了女孩 瞧脸上 涌心处的冷冽 吓得心惊肉跳 阎神殿 火仙子 唐心莲的名头 在这乱魔海中 可是格外响亮 当然 那新修榜第二的排名 也足以让得 一些心中怀着 这不过只是一个 小姑娘的想法 小心翼翼地 收敛 眼中的不惊 不过不得不说 唐心莲的确是 有这一些手段 短短数日时间下来 原本还有些混乱的 火焰城 直接在他带领的 执法队 将诸多混乱 强行压制下来 一时间 火仙子的名头 倒又是再度火爆 一度成为 这火焰城中 最受瞩目的焦点 而每当唐心莲 带着执法队 出动之时 几乎有不少的 好事者主动跟上去 这一幕倒成为 火焰城中 相当有趣的一幕 同时也成为 无数人在等待着 争霸赛开启时的 一些打发时间的谈资 而在这段 等待的日子中 林洞倒相当清闲 或许是因为 唐心莲的缘故 那之后黄陵等人 再没来找过麻烦 甚至连那青藤 只是偶尔碰面时 眼神有些玩味 但是并没有 再动手挑衅 显然 他们都很忌惮 唐心莲 对于这种情况 林洞倒有些哑然 什么时候 他竟到了 要依靠一个女人的地步了 不过虽然对此 林洞心中略感不爽 但是也没主动做什么 眼下这火焰城 也是让唐心莲 忙得焦头烂额 他也懒得 再去添什么麻烦 在城市中的 一座巍峨阁楼之上 林洞斜靠着窗栏 目光缓缓扫视着 这座处于一种 极端热闹的庞大城市 林洞兄弟 倒是悠闲自在啊 而在林洞 注视这座城市时 突然身后 有着一道 清朗的笑声传来 旋即他偏过头 望着他不远处 不知道何时 出现在身后的 蓝衣男子 眼中倒没有太多意外 显然是有所察觉 在下周泽 蓝衣男子 重林洞微笑着 他模样 或许倒算不得英俊 但五官 放在一起 却令人格外的舒服 唇角的笑意 也能够让人感受到 他的善意 小巷王周泽 林洞眉头微挑 旋即笑道 久仰大名 他对此倒是有些意外 这小巷王周泽 在洛摩海年轻一辈中 算是相当优秀的存在 而新修榜排名 第三的排名 也证明他有这种资格 对于此人 会主动来接见他 林洞想来 心中有些讶异 一些小名头而已 周泽笑着 摆了摆手 在林洞对面坐下来 想了想就说 摩洞前辈 昨天来找过我 他让我帮忙 尽可能地阻拦下 徐修夺冠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 他却没说 我也没问 林洞一正 旋即点点头 看来 摩洞并不想太多人 在现在就知道 一魔的存在 不然消息传出去 难免会打草惊蛇 周泽笑道 我觉得林洞兄 应该会知道一些缘由 林洞笑了笑 刚想说话 周泽却是摇了摇头 就说 我并非是 想让你告诉我 这之中的缘由 不过这件事情 新莲也跟我说过 他的要求 我是无法拒绝的 林洞双母微眯 倒是猜到了 这周泽来找他的原因 这之中 恐怕是因为 唐新莲的缘故吧 这几天时间 他与唐新莲 倒是走得颇近 而这周泽 怕是有些吃味了 想到此处 林洞心中不免 有些哭笑不得 这周泽看上去 也算是洒脱之人 但是没想到 对唐新莲 倒是喜欢得近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林洞淡笑道 我与唐姑娘 只是寻常朋友 倒也并没有 过多地解释什么 周泽文言 眼中倒略过 一抹尴尬之色 玄机点点头 刚想说话 却听得前方天空 传来破风之声 迅速一道火红倩影 便闪略而至 那道火红倩影后方 上百道身着 赤红夹皱的身影 在楼阁百丈开外 便整齐停下 喂 你怎么来找林洞了 不是也想找他麻烦吧 唐新莲 欲促踏着虚空 美眸看了看 林洞身旁的周泽 略有不善地问着 周泽连忙摇头 一把揽过林洞肩膀 就笑道 怎么可能呢 我与林洞兄弟 一见如故 怎么会找他的麻烦 林洞无言 只能冲唐新莲 松松肩膀 旋即打趣说道 怎么 救火完毕了 这几天 看唐新莲 风风火火 出现在火焰城各处 林洞也觉得 分外有趣 有时候 他都怀疑 那些闹事的家伙 是不是故意 想见见这火焰城 作为耀眼的女孩 方才搞出那些事情的 唐新莲闪进楼阁 旋即自林洞手中 抢过酒壶 颇为豪迈地灌了一口 累死我了 那些家伙 真是一刻都不消停 林洞失笑 旋即 他便是感觉到 一旁的周泽 眼睛直直盯着 唐新莲手中酒壶 然后转过头 视线不善 唐新莲拎过酒壶 突然淡淡地说道 一直没徐修 以及那个华晨的消息 林洞说 不急 明天便是争霸赛了 他们终归会出现的 唐新莲犹豫了一下 争霸赛上 那徐修交给我来对付吧 而那华晨 让周泽出手 至于林洞的话 先静观其变 周泽笑着点点头 我也想领教一下 那位远从东悬域 而来的朋友 林洞倒没表示什么 唐新莲以及周泽 乃是新秀榜 第二第三的存在 莫说年轻一辈 在他们各自势力中 即便是一些长老的势力 或许都不及他们 而唐新莲 不让他率先出手 显然是有些担心 他实力不济 那就这么办吧 林洞站起身来 话音刚落 他瞳孔突然一凝 在这一上 他感觉到体内两大祖福 发出了嗡鸣之声 林洞陡然抬头 视线望向一处方向 身性一动 化为道道残影 暴流而出 而唐新莲 以及周泽两人见状 先是一愣 玄机也跟了上去 后方那批执法队 见唐新莲掠出 也迅速跟上 城市西北的一座荒山上 半空破风响起 林洞的身影 如同鬼魅般闪现出来 玄机 他眼神微寒地 扫过四周 唐新莲与周泽 迅速出现在其身后 有些疑惑地说道 怎么了 两个家伙出现了 而且还在一起 林洞声音平淡地说着 那徐修果然有问题 不然不会与那化尘 勾搭在一起的 苏山 唐新莲柳眉微术 冷喝说着 是 迅速赶来的 上百名执法队文言 立即应和 玄机闪电般分散开来 寸寸搜寻着 这座荒山 不过这番搜寻 并没有取得太大效果 十数分钟之后 那些执法队 皆是掠回 显然是未有收获 唐新莲 阴牙轻咬 说 真是滑溜的家伙 不急 再怎么滑溜 他们明天都会出现 走吧 林栋笑了笑 玄机不再逗留 转身而去 唐新莲与周泽 对视了一夜 也只能带着 执法队离开了 而伴随他们离开 约摸半个小时之后 荒山远处的地面 才有着黑气渗透出来 两道身影 便是这般诡异的 闪现出来 一道人影望着 林栋他们离去的方向 轻笑说道 真是好敏锐的感知员 这样都能察觉到我们 全身包裹在 黑袍之中的人影 嘶哑说道 那个林栋有些古怪 嗯 能够主杀掉 火源三人 没点特殊手段 可是办不到的 那道人影一笑 玄机说道 这次联手 雷霆祖福 我们一定要到手 另外 这个林栋 也必杀不可 嗯 走吧 明天好戏就开场了 真是期待呀 雷霆祖福 昨日这道轻笑声落下 黑雾声腾 两道人影 便是这般再度 诡异的消失而去 整座荒山 再度变得寂静荒凉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07章 当火红如火团般的烈日 冲破海面的顺服 将那温暖的灼热的日光 倾洒向这片辽阔的海域之势 那座犹如火龙盘踞的庞大城市 也在这一刹那 爆发出了惊人的火热 无数岛红光在此时划破天际 以一种铺天盖地的壮观之势 从火焰城拟击其附近千里之内 升腾而起 然后呼啸天际 对着火焰城中心位置汇聚而去 今日争霸赛开启 而此番争霸赛 堪称乱魔海十年之内 最为浩大的一场盛会 那番规模光是想想 便是令人热血沸腾 在靠近城市中心的一座阁楼上 林栋 穆灵山 古梦奇等人 皆聚在一起 他们的目光望着不远处 那里有着一座极端 巍峨大气的宫殿群 在那里便是阎神殿的总部 而在阎神殿中 林栋能够隐约感觉到 众多隐晦而强大的气息 阎神殿能够成为乱魔海中 一方霸主 显然有着不可小觑的真才实料 而在这片电雨的周围天空 如今则是密密麻麻的人海所占据 冲天般的喧嚣声扩散开来 连天空上的云层都是被震散而去了 真是浩大呀 这般盛况即便是林栋看了 也不禁一声赞叹 他在天风海域以及天雷海域 所参与的两次 与眼下这一幕相比 着实是有些小无间大物 一旁的古梦奇 燕然笑道 阎神殿在乱魔海 可是排名相当靠前的顶尖势力 他加上雷霆祖福的诱惑 那番号召力自然是相当的恐怖 林栋笑着点头 旋即心头一度 只见得那望不见尽头的 阎神殿中 突然大批赤红身影呼啸而来 最后犹如一片火海般 矗离在天空中 那是一支人数将近上千的军队 所有人都手持巨枪 身披赤红甲州 上千股雄浑的气息汇聚在一起 那股压迫之气 让得天空上无数强者 都是有些色变 一些人眼中的肆无忌惮 也是收敛了一些 古梦奇轻声说道 那是阎神殿的火神位 据说这是阎神殿 最为强大的战力之一 常年都保持一千的数量 每当有新人进入时 必定会有一人被淘汰出来 林栋眼中掠过一抹凝重 难怪这支人马气势如此强大 原来是拥有着这般残酷的竞争 阎神殿果然名不虚传 郭雅突然惊讶地说道 那是新莲姐姐 林栋微正 视线顺着望去 果然是见到 这支火神位最前方处 一道身贼窈窕的倩影 凌空而立 女子身材高挑 火红而明艳的软甲 勾勒着动人曲线 那一头显眼的火红 卷拨长发 令得她如同火焰一般 吸引着并且灼伤着人的视线 那番洒爽阴气的模样 除了那位火仙子唐心莲之外 还能有着何人呢 此时她的手中 同样是紧握着一柄火红长枪 长枪造型奇特 枪身上更是有着黄翼伸展出来 那枪尖处更是一头 展翅高飞的火焰凤凰 心里的凤嘴 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寒芒 这是一柄华丽而危险的凶器 台义人凌空站于火神尾的最前方 虽然后方是那批如狼似虎般的精锐军队 但是却无人能够从她身上 感受到一丝的女子的柔软 这是一只由一个充满妞与阴气的女子 统帅的凶悍之事 可是又没人会感觉到这般的配合古怪 那个女人仿佛拥有着这般气魄 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事情 而有时候就连林栋都不得不承认 若是要论起这种统帅能力 在她这些年所见过的女子中 恐怕当属唐心莲最为顶限 甚至连道宗的硬笑笑都要若其一筹 在唐心莲这般出现之后 林栋也是能够清晰感觉到 这片天空中无数道目光 都是汇聚在她的身上 那眼神中无不充斥着一种惊艳 她是这片天地间当之无愧的焦点 新莲姐姐真是威风啊 古雅羡慕地说着 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漂亮的女子 想要做到这一步 可不是一般的男 一旁的古梦奇心声说道 虽然她是摩罗的首席大弟子 她所拥有的头衔 都是依靠她自己力量所获得的 当初她在出境火神尉时 也是最低等级的位置 但是在之后的两年 她打败火神尉所有男人 最后在所有人认同之下 取得这只火神尉的统帅权 即便是同为女子 但在她的言语间 依然充斥着一种难掩的佩服 古烟与古雅先是出声赞叹 好厉害呀 林栋也是颇为感叹地点点头 她能够想想 在这个女孩子光鲜贤赫的名声之后 是一种何等令人心悸的付出与努力 这个世界上天才妖孽不少 但能够成气者却是少之又少 这种不甘为男人之后的高傲女子 的确是相当的有魅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一旁的穆灵山笑嘻嘻地说 林栋哥也不差呀 他还只是东玄域一个低级王朝出身呢 新连姐姐怎么说又摩罗照顾着 林栋哥可是一人单枪匹马做到今天 所以还是林栋哥更厉害 与林栋在一起久了 对于后者的很多信息 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是怪胎呀 顾孟琪言嘴轻笑 但是望着林栋的毛子却是亮晶晶的 或许他并不知道林栋以前什么样子 但至少在这乱摸海 他是见证着这个男人从那寂寂无名 逐渐闻名这片强者云集的海域 纠正一下 我不是南枪匹马 我还有两个兄弟 林栋无奈地揉揉木灵山的小脑袋 然后笑道 而且没事拿我和他比什么呀 跟一个女孩子比 可没什么成就感 顾焉取笑道 这话唐姑娘听见恐怕会不乐意了 林栋对这群女人家的打趣 愤外无奈 只能摇里摇头 然后将视线投向火炎店的方向 那里在继火神位出现稳定局面之后 突然又是一道滔天红光席卷而开 在红光之中一名身披赤红披风 不微自怒的高胆男人凭空出现 他一出现 这片天地间的温度便陡然赤裂起来 他周身的空间 一簇簇的火焰涌现出来 此时的他仿佛便是这火之君王 天地间的喧哗 也是在那男人可怕的威压之下 悄然的减弱 即便是再叫不逊的强者 在望着那高壮的身影的时候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敬畏之色 阎神殿殿主 火焰祖福掌控者 摩罗 这是一个不仅在乱魔海 甚至在其他遥远地域 都拥有着响亮名头的超级强者 在这片乱魔海 他是一尊令人生畏的霸主 摩罗脚踏火海 赤红的目光 缓缓扫视着天地间 而在他那堆目光之下 凡是与其对视者 皆是感觉到体内血液有些灼热 当即害得连忙转移目光 首先 感谢诸位前来参加 我阎神殿所举办的争霸赛 比赛没有太多规则 胜者为王 而最终的获胜者 将会是雷霆祖福的归属者 摩罗雄浑而蕴含一股威严的声音 在天空上传荡开来 令得人耳膜生疼 摩罗环顾天空手掌一招 一道赤光便出现在其手中爆流而出 旋即那片天上化为一道约摸万丈庞大的赤红巨镜 镜面波动 其中竟是浮现出一片辽阔的青山大地 这镜子之中 竟是也是内涵乾坤 这是我阎神殿的无量镜 其中自成空间 同时也将会是争霸赛的比赛地点 在这无量镜中 有着一座无量山 那将会是你们最后的战场 在摩罗声音落下指 那万丈巨镜也是泛起波动 一座无法形容的威鹅巨山 犹如晴天柱一般 矗立着 雷霆祖福 便在无量山闪巅 巨山云雾撕裂 这间的那山巅最顶处 雷光闪耀 一枚古老的符文若隐若现 一股磅礴古老的波动散发出来 天地间无数道目光 凝固在那古老的符文上面 不少人眼睛都是赤红起来 呼吸也是夹住 谁都知道祖福的强大 只要获得雷霆祖福 加以时日 他们必定能够达到 摩罗的位置 无量山有石峰 每封有一封印 只有获得这封印的石人 方才有登上无量山的资格 也就是说 只有最强的石人 才拥有争夺雷霆祖福的 最终资格 林洞暗杂舌 来到这里的强者数量如此庞大 其中卧虎藏龙之北 不知道多少 但是最终 能够登上无量山的名额 却仅有十人 这竞争还真是残酷啊 介绍到此结束 摩罗一笑 旋即他那低沉的贺声 便如同战鼓般轰然响彻 现在本座宣布 雷之争霸在 开启 轰的一声 整片天地的气氛 都在此刻轰然爆炸 嘶吼声响彻天际 无数道 赤红着双眼的身影 蜂拥而出 最后 犹如蝗虫过境一般 铺天盖地 冲进那天空上的万丈光景 那一幕让人热血沸腾 古雅小脸 也是因为此处的气氛 有些战红 旋即娇笑说道 林冻哥 林山 加油 林冻点头 旋即抬头 目光却是望向远处天空 那凌空虚踏 手持火焰长枪明艳的女子 后者偏头 冲她微微一笑 旋即 御手辽过 落在胸前的绣发 胶躯一动 并化为一道光影 略向光景 而在她略处之时 一道娇笑声 也是犹豫而尽 传进林冻的耳中 林冻 可不要落后太多 我可不会给你面子的 林冻大笑 心中豪气生疼 不再犹豫 林山 走 穆林山笑嘻嘻点点头 双手一抱 那硕大黑色光盖便闪现出来 而后两人同时掠出 混入那铺天盖地的人影中 冲进光镜 这场正会 终是开启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用贤昆》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1008章 这是一片 望不见尽头的苍茫青山 葱玉的绿色覆盖着大地 一座座高达万人般的巨山 犹如巨人般 矗立在这片空间之中 偶尔间有着 震耳欲聋的售吼之声响彻 生机盎然 安静的苍茫空间中 突然有着巨声响彻 只见得那天空仿佛被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无数道光影 如同暴雨般铺天盖地的掠击 最后降落在那茫茫青山之中 而这些不速之客 也是令得原本安宁的境内空间 陡然间沸腾喧嚣起来 苍茫大地一处两道光影闪向而出 那番模样正是林栋与木灵山 两人一出现 目光便止不住一些好奇的打量四周 旋即林栋的眼中也是掠过一抹亚色 笑道 没想到 阎神殿有这般自成空间的纯源之宝 这所谓的无量镜 显然与坟天顶有些类似 且是体内自成空间 只不过前者之中生机盎然 而后者之中却是赤红大地犹如沙漠 好多人哪 茫茫山抬头 他眼睛望着天空上 还犹如华丽烟火般的无数道光影 颇有些亢奋地说着 是啊 人可不少呢 林栋也是咧嘴一笑 旋即他抬起手掌 在他的掌心有着一道光影 那是在进入无量镜时自动出现的东西 一般来说 若在这无量镜中遇到危险 只要捏碎手中光影 便会自动地被传出无量镜 当然这样的话 他也将会失去争夺雷霆祖父的资格 在林栋两人落地之后不久 周围不远处 也是不断地有着光影落下 然后那些强者警惕戒备地看了看林栋两人一眼 也不多说废话 身心一动便是冲进了苍茫青山之中 我们也动身吧 林栋笑着说 他能够感觉到随着无数强者的涌入这片空间之内 天地原力也是躁动起来 显然如今有不少的战斗在爆发着 从某种程度来说 雷霆祖父仅有一枚 而进入这片空间的最终胜者也仅有一人 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是彼此的竞争对手 走 林栋一声低鹤 身心已化为一道清光略处 而在其身后 一道娇小的身影也迅速跟上 而后两人冲进那辽阔的原始森林 对着这片空间的中央地带 也就是那座最后的战场 无量山飞驰而去 如今这片空间伴随着那蝗虫般的强者群 蛮横的冲进 显然是处于一种极端的火爆之中 无数大大小小的战斗 在同时间爆发着 那一刻仿佛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硝烟的味道 而且这片空间中除了他们这些闯入者之外 还有这不少实力强横的妖兽 所以这些参赛者不仅要面对其他竞争者 还得小心那些潜藏在茫茫青山之中的凶悍妖兽 林栋二人迅速地 自弥漫着苍茫气息的森林中传溯而过 沿途间他倒是见到了不下白起争斗 不过两人脚步他并未因此停顿而下 他需要用最快的时间赶到无量山 并且争夺那所谓的封印 获得登上无量山的资格 虽然沿途而会遇到一些不开眼的阻拦之辈 不过大多并不需要林栋动手 木陵山便以兴奋地挥舞硕大黑色棺盖 然后将几个倒霉家伙 直接生生地拍出了这境内空间 不过伴随着逐渐地深入 林栋也能够开始感觉到 一些气息也是越来越强大 显然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内 以这种速度冲入这里的人 都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林栋的脚尖在一棵粗壮树干上点了一下 身形却如箭矢般掠出 旋即他双目微眯地望着树林缝隙中的天空 想来这个时候 唐心莲他们也在以一种惊人速度 赶往无量山本 只知不知道究竟是谁能够更快一筹 林栋哥 小心 就在林栋抬头望着天空的刹那 在其身后的木陵山小脸突然一变 旋即脚尖一点 一棵粗壮大树 娇小的身影率先掠出 手中声色灌溉狠狠挥舞而出 一道黑色光波席卷而出 而就在这光波席卷而出的同一霎 密林之中 十数道阴历的进风便爆流而出 然后两者轰然相中 狂暴进风扩散开来 将附近巨树紧树地震断而去 巨树横断 树到鬼魅般的身影 四周围断树之上闪掠而出 旋即目光博善地将林栋两人给盯着 林栋的身影也落至一棵大树之上 旋即双目微眯地望着眼前这六人 这六人造型很是奇特 一身血袍而且在他们的手中 皆是握着一柄心红的锯齿斩头大刀 刀身格外修长足有战许之长 看上去分外的刺眼 而且最令得林董亚依的是 这六人气息竟是都摸到了死玄境的门槛 身体表面有着淡淡死气萦绕着 那六人之中 一名面容枯瘦的男子 目光阴侧侧地盯着林栋 怪笑说道 没想到倒掉到一条大雨 这不是那个最近窜上新人榜的新人吗 林董望着六人 眉头微皱 说 你们是血之斩头尾吧 一人笑眯眯地说着 看来我兄弟六人也不至于太让人忽略了呀 只是那笑容显得格外的血腥 血之斩头尾 一支在乱魔海中颇有凶名的小队 小队共六人 而这六人 占据了新销榜第十二到第十八的排名 当然 如果他们仅有这种排名的能力 林董自然理都不会理 但可惜的是 早在八年前 这支小队 便是联手斩杀 当时在新销榜上排名第八的一名强者 轰动一时 这支小队 个人战斗力或许并不突出 但他们出手 不论面对强或者弱 皆是联手而战 那般战斗力 几乎成几何倍增幅 想来 如果新销榜 要算这种联合战斗力的话 这血之斩头尾 绝对是有能力 寄进新销榜前十 甚至更前的名次 所以当林董辨认出眼前 这支凶器格外强盛的小队神 心中也禁不住 有些压抑 那面容枯瘦的男子手中 斩头大刀缓缓抬起 指向林董两人 但笑说道 是你们两个自己捏碎灵印 还是留两颗头颅下来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血之斩头尾 那是因为他们的对手 最终都会被他们斩下头颅 而这也是他们的嗜好 林董淡淡一笑 是那眼瞳深处 却是逐渐的有着灵力之色涌出来 旋即他手掌一窝 闪烁着雷霆的雷地权杖 便闪现而出 低沉的雷鸣声在林间传开 林董手持雷地权杖 面色也陡然冰寒 凛然杀意弥漫开来 火炎城 伴随着无数人闯入着无量镜 天空上万丈镜面也是分离开来 最后化为大大小小 约摸万道光景 而在那些光景之中 则是折射出这边苍茫空间的各处战斗 那是血纸斩头尉 他们对面的是那个新秀林栋啊 倒是有趣啊 没想到这两方凶悍家伙 这么早就碰在一起了 血纸斩头尉可不好对付啊 这林栋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交手的话倒是有些好戏看了 天空中突然有着一些哗然声响起 不少目光对着一块硕大光景转移而去 然后他们便见到那片森林之中 对峙的林洞以及血之斩头尉 一处楼阁上古梦七三女也察觉到这边的动静 玄机美眸皆是一宁 古燕与古雅二女眼中皆掠过一抹担忧 血之斩头尉的凶名 他们同样是有所耳闻 看来林栋他们的运气并不太好 这才没多久便是遇见了这一般狠角色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悟动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悟动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雷霆之声 自林间猛然乍响 一道清光人影 闪电般爆流而出 狂暴地波动 不断地自其手中荧光全杖之中散发出来 六病弥漫着雄魂园里的斩头大刀 同样是在此时劈砍而出 然后几乎是在同时间 一种惊人的默契 重重地斩在雷霆权杖之上 六个力量薄弱点上 火光爆射 狂暴地进风连衣席卷开来 一面之上顿时出现一道道 数十丈深的沟壳痕迹 周遭的一些大树更是拦腰而断 雷霆权杖轻轻一抖 雷光闪烁 将其上传来的强大力量摧毁而去 林洞的肩膀也是震了一下 而那血之斩头卫六人 也是各自被震飞实术部 悬挤承半圆阵形汇聚半空 掌握着斩头大刀的手掌紧了紧 一种刺痛在掌心散发开来 难怪能够冲进新秀榜全石 果然是有些本事 面容枯瘦的男子舔了舔嘴唇 眼中却是涌上凝重之色 眼前的林洞虽然看上去 仅仅升旋径圆满的势力 但是那战斗力 却强悍到让人有些责舍 他们六人联手之下 竟然依然讨不得半点好处 林洞面色平淡 这六人攻守之间极为的默契 而且所修炼武学也是完全相同 出手间 彼此赠服 倒的确是难以对付 不过这种联手 却同样是有着弊端 六人之中 只要有一人被分离而出 他们的战斗力自然会锐减 林洞轻贺的 林山 分离一人 早在一旁等待的莫林山 文言立刻点头 娇小身躯暴力而出 手中生死关盖 直接是狠狠对其中一人怒拍而去 找死 那六人健壮 眼神顿时意寒 刚欲同时出手 清光人影已如鬼魅般的出现在前方 雷帝全杖 划出道道残影 笼罩其中五人 两人强势插进 直接是生生的将血之斩头位一分为二 而在他们分离的那一刹那 原本相当凌厉的气势 在煞时间便萎靡了不少 雷龙锁天杖 磅礴原力 猛然自临动体内吸卷而出 手中雷帝全杖一震 一刀雷龙便脱离而出 玄机龙尾一甩 便是蕴含着惊人之力 狠狠地甩在五人手中 盏头大刀之上 雷鸣之声响彻 那盏头为五人顿时倒飞而出 手中盏头大刀之上 弥漫着电弧 这些狂暴的雷霆之力沿着刀身飞快地对他们体内侵蚀而去 令得他们头上 头发都是根根倒树 手中盏头大刀 重重插进地面 五人的身体这才稳定下来 但各自脸庞上都出现了一抹焦黑之色 显然是被雷劈得不轻 电子有点硬啊 一人看了不远处 那手持雷掌 缓拨而来的血手身影 声音中有着浓浓的忌惮 其余四人 面子也甚有些不太好看 他们听说过林冻的名头 但是却从没有想到过 动手之下 他们会迅速地 落入下风 下次动手的时候 还是把眼睛擦亮点吧 我赶时间 怕是不能与你们纠缠了 林冻步伐顿下 他中五人 露出一抹寒意十足的笑容 轩起起眉心处 一道雷线缓缓延伸开来 紧接着 因为闪烁着雷光的妖艺眼球 便弥漫着一种 惊人的狂暴之力 刺起眉心闪现出来 呸 那枯瘦男子健壮 面色顿时一变 喝倒 而在他的喝声刚刚落下 林冻眉心 雷眼 雷光大声 一道将近百丈庞大的雷光 犹如一条张牙舞爪的雷龙 爆红而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雷光冲出 直接撕裂大地 一道百丈沟壑 自地面上浮现出来 将这片地面 破坏得一片狼藉 白兽战头刀 那斩头卫武人望着着弥漫着狂暴之力的雷龙 面色也是一片凝重 身心一动便是凑在一起 手中斩头刀高高举起 眼中绿色闪烁 磅礴缘力 在此刻清潮有出 血盲喷布而出 化为一柄百丈庞大的血盲大刀 刀身之上有着百种妖兽 若隐若现 种种嘶吼冲天而起 震人心魄 雷龙血刀呼啸掠出 下一场便重重地轰击在一起 惊天之声响彻 一股强悍的冲击波 呈环状扩散开来 直接是将这附近千丈之内的密林 紧数地移为平地 密林倒塌 一些狼狈的身影从中暴流而出 然后悬浮半空 目光凝重地望着波动的源头 这一般对碰可着实有些惊人 不知道哪里来得很角色 陈雾逐渐消散 在千丈空地处 一道手持权杖的身影 也是若隐若现浮现出来 而在他们对面不远处 则是狼狈的盏头卫五人组 那是林栋 他的对手竟然是盏头卫那六个家伙呀 看着模样这群家伙 这次也遇到硬点子呀 林栋还真是厉害 这盏头卫六人联手 就算是新秀榜前十的人 都很难击败呀 没想到 今天栽在林栋手中 望着远处空地上 那对峙人影 中围天空上那些强者 也爆发出一阵窃窃私语 目光之中 忌惮愣愈发浓郁 林栋目光平淡地望着 那模样狼狈 气息萎靡的 盏头卫五人 然后再撇了撇被木陵山 缠住的最后一人 淡淡说道 还不捏碎灵印 等着我砍下你们的头颅吗 听着林栋 这蕴含着些许寒意的话语 那盏头卫五人 面色顿时一变 对视一眼 玄机只能一咬牙说 林栋 山不转水转 新日这时 我们日后再算 虽然败得有些狼狈 不过这种场面 话自然是要留一些 撑撑面子的 但是他们话音刚落之时 却见林栋 陡然沉下的眼色 当即心头一亥 急忙捏碎手中灵印 灵印破碎 他们周身空间 也是扭曲起来 然后直接将他们 传送出了这无量镜中 他娘的 真是倒霉 那最后一名 盏头未见状 也只能不甘地 一声怒骂 懒得再与 沐灵山纠缠 一把捏碎手中灵印 逃出了这无量镜 沐灵山抱着生死灌溉 嘴角一撇 这几个家伙 出场到气势挺足啊 没想到 如此不惊打 走吧 林栋手掌一翻 便是将雷帝权掌收起 他看了一眼 四周天空上 那些被惊动出来的强者 眉头微皱 玄机身形移动 对森林深处暴力而去 那些天空上的强者 见到林栋掠来的方向 一些人急忙闪避开来 这种煞心 他们可招惹不起 而在林栋两人远去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发现 在远处一棵大树上 一道黑影 鬼魅版地闪现出来 他望着两人远去的方向 唇角有着一抹弧度掀起 喃喃自语说 难怪 能够把火源三人解决 到底确是有些能耐呀 不过 纵门有令 你这条命 死番 却是得收回去 伴随他喃喃声音落下 他的身体 也是诡异地扭曲 然后便是这般 凭空地 消失而去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眼波 紫金 第1001之章 森林之中 两道身影迅速掠过 它们速度极快 即便仔细看去 也仅仅只能看见 身影穿过密林时 有着树叶波动 而人影早就刹那间远去了 林栋哥 那群家伙也太不精打了 亏得名字 那蛮凶神恶煞的 摩灵山跟在林栋身旁 嘀咕着说着 他原本以为 仙剑会有一场大战的 那料到 那斩头威六人 一段被分离之后 实力竟然锐剑成那样 林栋笑了笑 就说 那样也好 省得浪费我的时间 现在那些真正有能耐的 基本上都在加快速度 赶往无量山 没人愿意在这中途 过多耽搁 等到无量山下 自然会有大战等着 而且 先前我们那一站 也没白打 你们感觉这一路过来 拦截我们的人 变少了吗 木灵山歪着脑袋 想了想 发现似乎的确如此 这一路而来 那些原本对他们 眼神不善的人 也是收敛了许多 先前他们过来 中途更是遇见 两匹人马火拼 但当他们发现 两人的行踪的时候 竟然全部都是停了下来 然后任由两人 从战场中央 穿行而过 却是不敢有一人 对他们出手 而这结果 显然与之前 打败斩头尾六人 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 木灵山笑嘻嘻地说道 那我们加快速度吧 真想看看 无量山下 就只有哪些厉害的家伙 林洞点头 脚尖一点 一截 从密林中探出的 纤细树枝 而其身体 如鹰般的微略而出 接下来的赶路 虽周围出现 强者数量越来越少 但是那些强者的 气息之强 却是林洞 都是有些压抑 不过同样的 那些强者 见到林洞 二人之时 眼中皆是有 浓浓的忌惮 目光接触间 后者便立即 远远顿去 那番模样 显然是担心 林洞两人会出手 对于这些人的想法 林洞心头 也是有些失效 玄机摇了摇头 也不再理会其他 带着木陵山 加快赶路速度 林洞身影 犹如林侯般 敏捷地自林间 穿梭而过 旋即他抬头 望向遥远之处 按照他的速度 或许再有半个小时左右 便能够抵达 无量山下了 身形略过 林洞眼神突然一凝 手掌清灰 身后的木陵山 立刻靠上 疑惑地说道 怎么了 林洞身形渐缓 然后身形落在 一棵大树上 目光望向前方的 一片空地 那里血腥之气 蔓延开来 地面上 有只十数具尸体 鲜血染红了地面 竟然被杀了 木陵山望着 这一幕 眉头一皱 进入无量镜的人 手中都是有灵印的 只要捏碎 便会自动被传送出去 而眼下 这些人竟然被杀了 显然那出手的人 竟是没有 给予他们 捏碎灵印的时间 这实力 这手段 堪称变态 以及狠毒 林洞身形略下 落至那些尸体间 手指上沾染那些鲜血 吞噬之力运转之间 血液中 流着一丝 极淡的黑气 渗透出来 是一抹气 林洞淡淡说道 杀他们的人 是一模 若是塑料不差的话 应该是虚修 或者是化尘干的 这些人的实力 都相当不弱 但死前 显然没有 太过剧烈的反抗 而在这些参赛者中 能够做到 这一步的人 屈之可数 再加上 与一模有沾染的 不用想 便能猜到是何人 他们竟然也在 这条路线上吗 穆灵山惊讶地问着 那中棘手的对手 应该是最后遇见才对呀 走 林洞抬头 望向远方 双目微眯 旋即身形略处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在后方的路途中 林洞再度发现 几处类似的场景 那些强者 全部都是 未能捏碎手中灵印 便是被抹杀而去了 这倒是看得 林洞眼神有些冰冷啊 那家伙 他还真是心狠手辣 在这种地方 竟然没必要动杀手的 但是他却依然 所遇见者一个不留 前面有动静 小心点 林洞眼神发寒地 望着森林深处 从那里 他再度感觉到了一股 令人心惊的波动 你是何人 森林深处 一片空地上 树道狼狈身影 凑在一起 而此时他们的目光 正有些恐惧地 望着树枝上的 一名男子 那为首三人 竟并不陌生 那迎宾阁中 与林洞曾交过手 有些矛盾的黄陵 陈青和利景三人 让得人有些震动的是 即便是这三个 新秀榜前十的存在 联合在一起 竟然也落得如此狼狈的模样 将他们逼成这样的人 实力该是何等的凶悍呢 此时的黄陵三人 目光死死地望着前方 那里有着一名 黑衣男子脚踏树枝 男子容貌普通无奇 丝毫不引人注意 只是在其唇角 总有着一抹笑意徘徊 但是那看似平和的笑容 落在黄陵等人眼中 却如同死神微笑 令人心头 泛起浓浓的寒意 先前他们三人联手 竟然他此人手中 走不过一招 那种恐怖的实力 简直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可摩海心肖榜 不过如此 黑衣男子轻笑地 望着狼狈的黄陵三人 微笑说着 你 黄陵勃然大怒 刚想怒吓 却被身旁的陈青 一把拉住 此人来得诡异 实力恐怕都能够达到 唐新莲 周泽他们那一步 我们不是他对手 赶紧离开这里 黄陵闻言 眼神顿时变换起来 脸庞上满是不甘 这时候就出去 那也太丢人了吧 黑衣男子寒笑说道 哼 若是想离开的话 或许只能说 想多了一点 听得此话 那陈青眼神一变 急忙弹开手掌 却发现手中灵印 不知何时 已是潇洒而去 而他们掌心还残留着 一丝诡异的黑线 你做了什么 陈青瞳孔一缩 吏声喝倒 黑衣男子笑道 我做事情 不太喜欢留活口 炫激无情之色 自己眼通深处涌 所以你们都留在这里吧 话音一落 黑衣男子一把抓出 磅礴而邪恶的 黑气席卷开来 只叫化为大手 一把便对黄灵等人 狠狠地抓了过去 黄灵等人 自然不甘束手就擒 当即雄魂原力爆发而起 然而看似凌厉的武学 攻击在黑气巨长之上时 却是凭空消散而去了 什么 黄灵等人见到攻击 竟然无效 眼中不见骇然更深 眼前这家伙 究竟是什么来头 竟然诡异到这种场 乱魔害中 可从没听说过 有这一好人物啊 死吧 黑气男子 嘴角还笑 那巨长一闪之下 已出现在黄灵等人头顶 然而 就在其一掌轰下时 一道雷鸣之声 猛然自林间响彻而起 一道雷龙 自密林之外 蛮横冲进 然后狠狠地 与那巨长撞在一起 狂暴的气浪扩散开来 那黄灵等人 被震得连连后退 而在他们对此茫然之前 两道身影 已穿透密林 然后落在他们的面前 林洞 黄灵等人望着那出现在面前的两人顿时一愣 玄机面色立刻变得复杂起来 他们倒是没想到 这出手救他们的 竟然会是之前有些间隙冲突的林洞 不过现身的林洞并未理会他们一群人 而是将目光死死盯着前方那神秘的黑衣男子 厚着这番容貌 显然并不是那新秀排行榜第一的无面人 许修 黑衣男子望着这出现的林洞 也是微微一正 旋即轻笑说道 终于遇上了呀 林洞眼神凌厉 注视着黑衣男子 缓缓地说道 你便是原门那个华晨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五冻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五冻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一千零一十一章 圆门 华晨 那黄陵等人听的此话却是一正 玄机眉头皱起 显然是没想到 这么个厉害的家伙 竟然是从那遥远的东悬玉而来的 黑衣男子嘴角亲着微笑地望着林洞 面对后者的问话 他不知可否地松松肩膀 看来你知道的消息倒是不少啊 林洞淡淡说道 你是冲着雷霆祖伏来的吧 主要原因是雷霆祖伏 黑衣男子点点头 玄机他微笑地注视着林洞 不过还有件任务就是 把你的尸体带回去 哼 霍元三人刚开始也这么说的 林洞中黑衣男子咧嘴一笑 只是那笑容就显得格外的森寒 不过最后 他们连回去的机会都没有了 黑衣男子双目微眯着 漫不清心地说 三个废物而已 解决掉他们倒是不值得撑倒 至于我能否把你的尸体带回去 你可以亲自来试试 黑衣男子盯着林洞 嘴角挑起 似是有些嘲讽 正有此意 林洞唇角也受着冷笑反击 玄机器眼神陡然灵力 手掌一握 雷地全掌闪向而出 身性直接化为一道清光 闪电般暴射向华晨 速度倒是不错 华晨望着瞳孔中迅速放大的清光 却淡眸的一笑 悬挤其身体诡异的一侧 泛着雷光的雷底全杖 也在这一刹那 带着凶猛的进风 走华晨肩膀处擦飞而去 闪烁的雷光 令到华晨飘散的一缕头发 都是化为了灰烬 不过对我而言 恐怕没你想象中那么大的危险 华晨双至病须 邪恶的黑气暴涌而出 化为一柄阴寒黑剑 剑光涌动 道道凌厉剑影 如同暴雨般笼罩响 那道暴力而来的清光人影 雷地全杖挥舞 重重雷光浮现 与那道道剑影相撞 顿时异常狂暴的冲击波爆发开来 一道道 足有数十杖庞大的裂缝 犹如蜘蛛网一般 从两人脚下飞快蔓延出来 雷光与黑气纠缠在一起 不过 那无往不利的一摩气 此番却并没获得化真想要的效果 雷猛闪烁间 竟能够与那一摩气略作抗衡 原来 你这全杖之中 竟然有着雷霆祖符之力 将来 这是你在雷辅之中获得的宝贝吧 那化沉声音之中 落了一丝亚意 他竟是察觉到了雷地全杖 所隐藏的雷霆祖符之力 林洞面色漠然 手臂一抖 手中雷地全杖之上猛的惊雷乍响 清光涌动 低沉龙吟响车而起 一道狂暴雷龙 自雷地全杖之上脱离而出 然后仰天咆哮 雷狐跳跃间 狠狠地对着化沉 冲击而去 虽说有着一点雷霆祖符之力 但毕竟有限 想要对付我 怕是太过异想天开了 化沉淡淡一笑 手掌探出 然后直接一把 对那庞大雷龙抓了过去 五道磅礴的黑光 犹如巨蟒般 自化沉之间喷布而出 旋即将那道扑来的雷龙 缠绕而上 碎 化沉眼神一寒 手掌陡然卧拢 五道黑光如锁链般 在此时狠狠收缩 而那雷龙则发出一声悲鸣 庞大的身躯之上 一道道裂缝蔓延出来 最后砰的一声 便是爆炸而开 林栋手持雷地全杖 脚尖一点地面 身形速退 而其眼神 也是变得格外凝重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这化沉的实力 果然相当恐怖 即便排除 他体内一魔的可能性 这家伙的实力 绝对达到了 死玄京大正地步 相比起来 那霍元三人 的确是远不如他 林栋 小心这家伙 黄陵等人 见林栋被震退 皆是出声提醒 与林栋的间隙相比 显然 还是眼前这个 叫做华晨的家伙 是更为的可恶 林栋微微点头 才能够感觉到 华晨的棘手承 这种对手 可不好对付 在这里把你解决掉的话 我也正好全力 抢夺雷霆祖福 华晨一笑 旋起 其手掌一握 黑气犹如液体 似其掌心低落而下 然后凝聚间 化为一柄黑色长墙 就怕你没那份能耐 林栋冷笑着 手掌紧握雷地全杖 全杖之上 雷光也是疯狂闪烁起来 体内原力在此时 犹如洪水般 汹涌而动 是吗 华晨唇角嘲讽更深 眼中寒光四溢 下一撒 其身形陡然爆流而出 阴寒沙意 似骨般地蔓延而开 林栋望着 不再掩饰沙意的华晨 心中也是一声冷笑 身体表面清光涌动 一道道青龙光纹 开始升腾而起 然而 就在林栋准备出手 于这家伙 在此处大战一场的时候 其心头突然一度 猛然抬头 只见他眼球之中 赤红之色 犹如瀑布板夹杂 炽热波动 席卷而来 而随着那赤红而来的 还有一道 熟悉的娇鹤之声 园门的狗腿 我阎神殿的地盘 可轮不到 你来撒野 骄鹤传来 只见他 那磅礴的赤红能量 陡然化为一道 狂暴的火黄 然后夹杂惊人波动 狠狠对着华晨 抱红而去 突如其来的灵力攻势 令得华晨眼神一沉 旋即一声冷恒 手中黑枪 重中堕地 滔天黑光 喜酒而出 犹如一道光柱 直接与那火黄 是狠狠的相撞 惊人的能量波动 在此时蔓延而开 周遭巨树 瞬间被冲击波 镇成粉末 那黄陵等人 都是被镇得狼狈后退 漫天狂暴的能量四溢 一道纤细倩影 遇足一点虚空 而后焦躯凌空而立 一头火红绣发 如同火焰般飞舞着 手中那华丽的火荒长枪 则闪烁着寒芒 斜指向地面上的画尘 而这番华丽丽的出场 除了唐新莲之外 还能有着何人 唐新莲凌空而立 一对美眸 却望向手指雷地全场的林栋 笑道 喂 看来你很倒霉啊 我若是赶不过来 你今天岂不是倒霉了 林栋无奈地说 没必要这么小瞧我吧 唐新莲敏嘴一笑 美眸转向华丞 眼中有着冷冽的冰寒 声腾起来 原本打算到乌亮山 再与你交手的 看来得提前了 哼 眼神殿的火仙子 唐新莲们 果然如同传闻中的那般强势 华丞抬头望着唐新莲 淡淡一笑 眼前的唐新莲 倒的确让他收敛了一些轻视 既然人这么多的话 那还是算了吧 无量山上 我们还有机会 叫烧的 华晨看向林渡 微笑说道 我在东悬狱的时候 我就听说 你喜欢找女人帮忙 现在看来 你女人缘 倒的确是不错呀 他的话虽然带着笑 但是那之中的一种嘲讽之一 却相当的明显 然而 面对他的嘲讽 临动脸庞 却不见丝毫的怒气 只是轻轻一笑 喧嘰他盯着华晨 认真地说道 我会杀了你的 华晨怂怂肩 我等你 希望你有资格 登上无量山 声音一落 他身心一动 变化为一道黑光 略见森林之中 眨眼间 便是消失不见了 唐新莲落下身来 看了看林栋 淡淡说道 以你的精明 不至于会中 这么浅薄的激将法盘 林栋微眯着双目 望着那消失的华晨 轻轻地 摇里摇头 笑着说 我倒是没怒 只是被小瞧了 不过还好 能找回来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地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眼波 紫金 第一千零一十二章 唐星莲 微色着头 露出拥有精致 肩虎的好看下巴 轩起地看着那 萎靡着目光 盯着化尘消失方向的林栋 说 虽然你跟他恩怨不小 不过他的第一个对手 却是我 我不会让你的 林栋收回目光 看了唐星莲一眼 我可没看不起你什么的 如果你认为 我这么说 伤害你那所谓的 大男子主义的话 我只能说声抱歉了 唐星莲明媚的毛子 没有丝毫闪避地 盯着林栋 认真地说道 那化尘不是善累 而这场比试 也不是什么有意切磋 而是真正的生死之战 而且老师说过 绝对不能让化尘 与徐修获得雷霆祖福 所以不会竭尽全力地阻拦 唐星莲知道 林栋势力不弱 所以说只是 升玄境圆满的势力 但是却足以斩杀 死玄境小城的强者 可眼下 那化尘与徐修 都便是早踏入 死玄境大乘层次 而且他们各自 都是神秘莫测 手段众多 绝对不容易对付 你要先动手 那便动手吧 林栋淡淡一笑 此时 他倒没有与唐星莲争执什么 他无意出什么大风头 只要能够完成 摩罗的主妇 并且将那道属于 他的雷霆本源 收回来变成 这场争霸赛 如果唐星莲与周泽 能够解决掉化尘与徐修 那他倒生了麻烦了 唐星莲盯着林栋 看了一会儿 这才展颜一笑 旋即 他看了看后面 黄陵等人 就说 走吧 无量山不远了 声音一落 他倒是没有丝毫 托泥带水 秀发一甩 郊区 便化为一道 红光闪略而出 在其后方 林栋也带着 木陵山 紧跟而上 接下来的路途 倒是没有什么阻拦 短短不到 十几分钟的时间 林栋他们 便察觉到 前方的密林 开始消退 事业也迅速地 开阔起来 紧接着 一座高耸入云 犹如晴天柱般 巍峨巨山 掀入眼球 这就是 无量山门 林栋脚尖 落至一道 粗壮树枝之上 掀起 他仰头望着 眼前这座 看不见 尽头的 巍峨巨山 那山腰之上 有着浓浓 云雾缭绕着 令人无法看清 其顶上 只能凭借 肉体内的 雷霆祖符 林栋能够感觉到 一道熟悉的力量 正在山巅处 呼唤着他 那是 从雷霆祖符之中 玻璃而出的 雷霆本源 在此时的 这座山脚下 亦是人影绰绰 而他们的目光 皆是反着 浓浓的火热 凝视着眼前 这座 巍峨巨山 这里 才是最后的 主战争 林栋等人的出现 也是立即 吸引不少的目光 当然 那些目光 更多的 都是停留在前方 唐心莲的身上 那眼神中 抽持着忌惮 与惊艳 你们倒是 来晚了一点呢 一道轻笑声 从此事传来 而后一道身影 从不远处掠来 正是那小巷王周泽 唐心莲说 中途遇见化沉了 交手了一下 哦 周泽眼神一宁 怎么样 很强 唐心莲脸颊 也略过一抹 凝重之色 他很清楚 现前自己的攻击 有多么强悍 但是却被化沉 轻易地化解 显然 这个来自东玄 与原门的家伙 实力相当的厉害 周泽微微点头 能够被唐心莲 说成很强 想来那实力 想必的确是极强了 这里强者倒是不少万 临动视线 看向山脚这片区域 眼中闪过一道 亚裔之色 在这里 他察觉到了 不少强横气息 周泽说 能够经过种种倒汰 走到这里的人 哪能没几把刷子呀 新秀榜 虽然含金量不小 但是 却并不能包罗 乱魔海中 所有年轻强者 一些黑马 也不容小觑 临动点点头 刚想说话 就是发现 身旁的木陵山体内 有着一股寒光散发出来 当即一正 转过头 却见 这小姑娘 正脸色分外不好看的 盯着远处 临动视线顺着望去 只见那里一座山丘上 有两道人影矗立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这两人 一人身材高壮 双臂赤鲁 一张 有着浓眉的脸庞间 却弥漫着浓浓的煞气 在其眉心处 有着一道光纹 那是一道 猙獰的血沙 而这赤臂男子身旁 则是一名 身材娇小玲珑的少女 少女模样 或为秀丽 只是那脸颊上 有着一种 难掩的 娇蛮之气 这两人气息 皆是相当的雄混 特别是 那脸有煞气的男子 实力即便是 未能达到 死玄境大成 但是 怕也是无限接近了 而在林东 望向那两人的时候 他们显然 也是有所察觉 当即视线投射过来 那赤臂男子 目光只是看了林东一眼 便转向一旁的 牡灵山 旋即 咧嘴一笑 煞气森森 而那少女 则是撇了撇嘴 一脸的不屑 林东眉头微重 他们是 血沙沙族的 两个混蛋家伙 牡灵山咬着银牙 言语间 倒充斥着怒气 显然 这两人 早便是与他 有些恩怨 林东这才恍然 原来是血沫沙族的人 这一族 与不死圣经族 有着不小的恩怨 想来在以前的时候 牡灵山也跟他们打过交道 但看着模样 应该不算友好便是 唐新莲也注意到 那远处两人 初生说道 那男子叫沙利 那女子叫沙灵 是血沫沙族 两个嫡系子弟 在血沫沙族 年轻一辈中 名头都不小 林东微微点头 从那两人眼中 他看到一股 相当浓郁的 博膳之色 这种博膳 应该是针对 牡灵山而去的 林东手掌 轻轻揉了揉 牡灵山的小脑袋 玄机冲他笑了笑 虽说那种不善 或许并非冲着他而来 但若是这两个家伙 要对牡灵山怎么样 林东自然是不可能 袖手旁观的 牡灵山点点头 玄机大眼睛 狠狠瞪了少女一眼 嘴角一撇 那模样也是相当不屑 小丫头 你找死 那少女见着 小脸颊顿是变得 冰寒下来 小手一握 血光有 直接换为一道血剑 快若闪电般 对牡灵山暴射而去 林东见到这少女 竟然出手如此狠辣 面色也是一寒 就跑一挥 一股进风席卷而出 直接将那道血剑 先转方向 然后进风更猛地 对少女反射而去 血剑在出自少女前方的时候 那身旁赤壁男子也是一把抓出 直接生生地将血剑捏抱而去 旋起他面色阴煞的抬头 深深地盯着林东 就说 你找死吗 林东淡淡说道 阁下两位怎么说也是血魔杀族的人 怎的如此没教养 那少女闻言 小脸都气得有些绿 而那赤壁男子 眼中也陡然涌上暴虐杀意 身体表面有着血光勇气 周围那些强者 见突然间便针锋相对的两方 皆是一愣 但却都没有说什么话 这双方显然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他们打起来的话倒也正好 唐新莲轻声说道 无量时风要开启了 先取得风印再说 林东微微点头 而就在唐新莲话音刚刚落下不久 眼前那座巍峨巨山 突然有着光芒倾斜下来 然后云雾波动 十座飓风便出现在众人视线之地 那峰顶之处 有着光芒闪烁着 其中隐隐有着光阴闪现 山脚下一些骚动声传开 不少人眼睛都是赤红起来 唐新莲盯着那峰顶的光阴 就说 林东 一人一峰 能否取得峰印 就看各自能力了 嗯 多少 唐新莲一声轻贺 旋即身形率先略处 直接掠上一座山峰 而随着唐新莲有所动作 那山脚下众多强者身形也立即爆流而出 当即一破风之声急促地响起 林东看向穆灵山 灵山 你也挑选一座 穆灵山兴奋地点点头 然后抱起圣色灌溃 便冲上一座山峰 林东见状 咧嘴一笑 身形一顾 也选了一座山峰 然后直奔而上 那沙灵脸颊饭寒地望着冲上一座山峰的木灵山 然后说道 沙灵哥 我就撕了那小丫头的嘴巴 赤壁男子森然说道 那个家伙就交给我吧 不会让他为自己说的话付出代价的 语音一落 两人对视一眼 身形也是迅速分开 然后冲上两座山峰 山脚下 众多强者蜂拥而上 无量山的近景在此时也宣告破碎 这最后的主战场 终于是迎来了最后的战斗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冻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冻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1013章 林洞的身影快如闪电般掠过 然后化为一道清光 顺着一道山道直奔峰顶而去 无量山有石峰 而每一座山峰之中 有着三条直通山顶的山道 而想要通过这三条山道直达峰顶 这之间一番惨烈之战必不可免 林洞犹如林侯般 敏捷闪避山道上的密集之夜 旋即他抬头 那不远处已经能够看见一些气息雄浑的人影 而正在飞奔的那些强者 也同样此时察觉到 后方急速赶来的林洞 林洞眼中轻盲闪烁 手掌一握 雷地全杖闪现而出 雷光疯狂地跳跃着 一道道雷光蔓延而开 星雷之声在山道之中响彻而起 雷光闪烁间 一道薛兽身影 直接是一种蛮横的姿态 强行冲过重重阻拦 在其身影过处 是满地的狼藉 此时的林洞 竟然已将体内原力运转到极致 他明白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封地 然后将封印获得 取得争夺雷霆祖父的十个名额之一 而面对着这种状态的林洞 这条山道之上 无疑变得相当混乱下来 到的后来 竟是面对诸多强者同时出手 不过却依然无法阻拦 此时如同野兽般的林洞 轰隆隆巨响中 那道星光身影直接以一种蛮横的惊人速度奔向封顶 这个混蛋跟野兽一样 他鸟的 老子还没动手就挨了他一脚 老子脸上压了他一拳 他妈的鼻子都塌了 要不一起弄死他得了 这条山道场 这家伙怕是最强了吧 真是倒霉 竟然跟他一起 倒也不一定 之前不是还有个混蛋家伙也冲过来了吗 这两个混蛋 是奇缘 不知道两头野兽撞在一起 谁能硬过谁呀 而在青光身影掠过之后 后方也是有漫天骂声穿出 但是不少人都是在此时无奈地放弃 有了林洞在这里 这条山道 他们怕是冲不过去了 而对于后方的那些骂声 林洞却充耳不闻 他身形闪电般掠鼓 半晌之后 抬头望向那越来越接近的风顶 眼神有些火热起来 他知道 在这座山峰的另外两条山道 或许同样是有着强者一马当先 来人止步 这条山道只有本大也能走 就在林洞心中念头闪烁之前 一道雷鸣般的鹤声 猛然响之而起 而后一道巨大的身影暴冲而起 一股极端强悍的力量进风 当头便对林洞暴轰而下 进风尚还未接触到林洞 下方地面就已经崩塌 一道道裂缝迅速地蔓延而出 突如其来的霸道攻击 也让得林洞眼神也寒 手掌握紧雷霆权杖 竟没有丝毫闪避 权杖挥出 硬生生地与那股力道 硬汗在一起 震耳欲聋的巨声在此时传档开来 进风犹如风暴般席卷 下方的一片密林 直接是被这股进风 生生地移为平地 林洞肩膀一震 体内吞噬之力涌出 直接是将侵入体内的力道 紧束地划解 然后抬头之间的那道壮硕身影 也是连连倒退 最后一脚踏在巨石上 那块巨石都刹那间化为粉末 好强的力量啊 那壮硕人影稳住身形 面色一阵变幻 而此时林洞也才将他看清 来人上身赤裸 浑身肌肉如中铁疙瘩般堆积着 一股可怕的力量 在皮肤之下荡漾 而在他的手中握着一柄 树杖庞大的铁锤 这种形象倒是极有视觉冲击性 新秀排行榜第六 蓄灵锤勤援吗 林洞目光微眯着望着的铁塔般的大汉 倒是一眼将其认了出来 难怪力量如此凶悍 原来并非是寻常角色 你是那个林洞 铁塔大汉望着林洞 面色也是变了一下 显然对于后者的名头 也是有所听闻 林洞此时却没时间与他纠缠 陈生说道 朋友 让条路可行 让你上去了 那我岂不是就没戏了 秦源咧嘴笑道 旋即他挥了回手中数大的铁锤 想要过去 问问我的铁锤同意不同意 别以为 扭堂心灵那小娘们罩着 大爷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 既然这样 那便只能不客气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武动乾坤 林洞嘴角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 那握着雷霆拳杖的手掌 也是缓缓地用力 你来试试 秦源声若闷钟 手中铁锤挥舞起来 连空气都在铁锤之下爆炸而开 催灿轻荒 疯狂自林洞体内席卷而开 一道道青龙光纹 带着龙吟腾飞而去 一道 五道 十道 二十道 三十道 整整三十道青龙光纹 缠绕在林洞周身 低沉龙吟传荡开来 空气都在此时发出震动 一股可怕的能量波动 缓缓散发而出 那秦源望着林洞周身缠绕的 三十道青龙光纹 面色也终于变得凝重起来 他此时方才明白 眼前的林洞能够如此迅速 在乱魔海中声明雀气 的确是有着相当强横的力量 一招解决你 林洞眼瞳深处 也是有着青龙在盘踞着 他仰天大笑 豪气冲云霄 而其身形也在此时 携带着三十道青龙光纹 直接对着秦源抱冲而去 大爷倒是试试 你有没有这般本事 秦源怒笑着 旁边原力也在此时被催动到极致 然后一步跨出 双手抬起铁锤 犹如天神 怒死而下 灵目天锤 百丈庞大的光锤 猛然呼啸而出 然后携带着一股 令人骇然的可怕力量 轰暴天空 最后在那一些震动目光之下 狠狠地与那暴冲而出的林洞 硬含在一起 龙吟以及巨响 刺耳地传开 而在两者撞击的那一刹那 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 这座山峰仿佛都是在剧烈地颤抖着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犹如蜘蛛网般 飞速地蔓延开来 后方的一道道目光 紧紧锁定着那撞击之处 那里青光陡然充电而起 紧接着他们便见到 那摆杖庞大的光锤竟倒飞而出 光锤最终乍立而开 一道黑色铁锤无力地飞出 重重地落至地面上 大地都是为之一斗 半空中那秦源身体也如遭重击 一口鲜血喷出 然后狼狈射出将地面 轰出一道巨大的深坑 承让了 天空上青光闪烁 手持雷地全杖的林洞闪现而出 他望着下翁那狼狈的秦源 淡淡一笑 然后也没有丝毫废话与逗留 身心一动便冲向封顶 留下后方一片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谁能想到这新秀榜第六的秦源 竟然被林洞一招便是打败 这就是这家伙的真实实力吗 一些人面面相觑 先是从对方眼中看出一抹骇然 新秀榜上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 恐怕也就那前三的猛人了 而眼下似乎又是多出了一人 而对于后方的那些震惊目光 林洞却没有时间理会 他速度提升到极致 最后一点地面暴冲而起 终是冲上了这座山峰之顶 然而 就在林洞刚刚冲上峰顶时 一道低沉闷声却传进耳中 一道身影狼狈地从不远处倒视而来 最后在地面上擦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停在林洞的前方 那道身影一阵剧烈咳嗽 鲜血喷出来 显得格外的惨烈 心疼 林洞望着这道狼狈的身影 却是一震 玄机眼中又凝重浮现出来 因为死人竟在新秀榜上 是排名第四的青藤 而能够将青藤伤成这样 他的对手又是何方身上 林洞抬头望向峰顶的另外一处 接着那浑身包裹着血红光芒的赤壁人影 便是带着浓浓的沙气出现在他的眼中 此人竟是血魔沙族的沙利 哼 竟能够走到这里来 看来 有点能耐啊 沙利望着出现的林洞 先是一愣 旋即咧嘴一笑 笑容争宁 不过 你也该到此为止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14章 血光弥漫的沙利皱身 透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 而此时 他正笑容猙獰地 望着灯上封顶的林洞 眼中的鸿芒 重斥着凶残 对于这位先前胆敢 对他们出手的人 他心头竟然 擒着难掩的杀意 林洞同样是眉头微皱地望着 他全身包裹在 血光中的沙利 他倒是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 也会选择这座山坊 而且最后连青藤 都是败在他的手中 对于青藤的实力 林洞是有所了解的 而且其速度 更是相当不错 按照他的预料 只要不出意外的话 这师封之席 应该是有着青藤的位置 可眼下 就是因为沙利的出现 将其登顶之路终结掉 而这沙利能够打败青藤 也足以显露出 他的惊人的实力 血摸沙族 倒也的确是名不虚传 林洞低头看向青藤 说 没事吧 青藤强行从地面撑起身子 他抹去嘴角血迹 轩其看了看赶来的林洞 面色有些复杂摇里摇头 就说 这家伙有些古怪 原本顶多只能与我不相上下 却突然暴涨了实力 沙利咧嘴一笑 孤陋寡闻的家伙 这是我血摸沙族的秘迹 蒸发体内血液 壮大自身之力 最说有些后遗症 不过 待会将你们两人宰了 再把你们体内精血吸收一些 便差不多了 他的牙齿有些密气 闪烁着令人心气的寒芒 他扭了扭脖子 骨骼间发出咔嚓的清脆声响 手指伸出 对林洞弯了弯 说 小子 刚才你不是挺嚣张的吗 现在来试试 花音落下 他突然转头 看向另外一座山峰 观笑说道 想来这个时候 沙灵应该也和不死圣经族 那个小丫头撞到一起了吧 哼哼 那小丫头会相当凄惨 林洞闻言 微眯的眼中 顿时有着灵力寒光闪过 旋即他轻声说道 那结果或许会让你失望的 那个叫沙灵的少女 实力的确不弱 想来也拥有着 冲进新秀榜前十的能耐 不过沐灵山同样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 那个小丫头身上的一些秘密 就连林洞都琢磨不透 若真要对战起来 他可不认为 沙灵能够轻松地打败沐灵山 是吗 沙灵不屑一撇嘴 宣吉他摆了摆手 就说 算了 先不管他们 你这条小命 我可是想先手了 到时候 就算那丫头能够活下来 把你尸体丢过去 将来她的神情会很让人愉悦的 林洞对清藤轻声说道 清藤兄 这个对手交给我来 我已落败 自然得你上 小心点 清藤苦笑着点点头 玄机眼中掠过一抹凶狠之色 森然说道 废了这王八蛋 正有此意 林洞冲着清藤一笑 玄机他的手掌 缓缓紧握上雷地全杖 雷光一丝丝倾斜开来 痴痴响刻不停 两个丧家吃犬 待会儿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沙利森然笑着 玄机其眼中红芒 陡然大声 双掌一握 只见得 其身体表面 竟有着红色鳞片浮现出来 双掌并拢 则化为两柄猙獰的血色骨刃 骨刃之上 一缕寒芒游走而过 一刹那 仿佛连空间 都被波动了一下 此时的沙利 犹如一头布满着鳞片的怪物 他心红眼瞳盯着林洞 旋即一声怪笑 身形一动 一道红色光线撕裂空气 笔直冲向林洞 血红刀光 直接在这一刹那撕裂了空间 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 交叉着切割向林洞咽喉 雷地全杖指上 雷光暴涌 旋即化为道道残影 暴风而出 准确无比的狠狠点在两道刀芒 交叉之点 金铁直升降车而起 一道狂暴的进风连衣席卷开来 周围地面上一些巨石被波及 当场是直接爆成粉末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进风席卷一道血色光影 瞬间出现在林洞身后 沙齿烈 血光如同暴雨般呼啸而出 每一道血光都是化为一柄极端锋利的沙齿 其上弥漫着一种惊人的灵力 那种灵力程度即便是升玄京大成强者 都难以防御 这沙力并非善雷 出手间毫无留情之意 显然抱着真正的沙意 雷照 感受着身后那般惊人的灵力进风 林洞眼神一沉 手中雷底全杖猛然重重落地 旋即璀璨雷光疯狂蔓延而开 净化为一道雷平光照将其身体护在其中 血光狠狠地轰在雷照之上 惊雷声传开 虽说他等灵力攻击将雷照 震得不断泛起涟漪波动 但是却始终无法将其破开 获得雷底全杖之后 林洞的攻守显然是愈发的完美 涟漪在雷照之上爆开 某一傻林洞眼中汗蒙一闪 手中雷底全杖陡然爆红而出 犹如一道撕裂夜空的雷芒 穿透雷照以及那重重炫亡攻势 重重地落在后方那道鬼魅身影之上 门雷传开 那道身影顿时剧烈一颤 漫天攻势湮灭而去 而其本身则是接连倒退束 血光弥漫的身体上偶尔有雷光闪过 不错的攻守啊 沙利猙獰一笑 旋即他摸了摸被林洞雷底全杖轰扭的胸膛处 那里有着一片焦黑 而随着他手掌抹去 那焦黑顿时消灿而去 几下血色鳞片 闪出着一种坚不可摧之感 即便你手中这权掌威力不弱 不过却是无法攻破 我这层磨砂鳞皮 林洞目光微眯地望着沙利身上 那层古怪的鳞皮 血红的光芒闪烁着诡异 和先前接触的刹那 林洞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传进沙利体内的庞大力量 皆是被那层鳞皮给分散化解 这东西的确是有着一些古怪 那后方的青藤鹤道 林洞 那磨砂鳞皮是血磨砂族的一种秘迹 它并非是武学 而是由数以亿计的血磨砂蚁 去凝聚而成 这些砂蚁能够吞食各种力量 极难攻破 先前的它便在这上面吃了大亏 这鳞皮竟然是活物 林洞心头微惊 难怪这鳞皮让它感觉分外的古怪 原来是那所谓的血磨砂蚁 汇聚而成的 沙利仰天大笑 你们的攻击对我而言可是无效 而是我的攻击 却能取你们小命 玄机身影再度爆流而出 灵力攻势施展开来 笼罩向林洞 你们这些平庸的人类 都能与我血磨砂足相比 林洞眼神默然 却丝毫不理会他的狂笑 身形略出避开沙利的攻势 手中雷地权杖 滑起雕钻弧度 再度轰向沙利 沙利健壮 冷笑嘲讽 我说过 我有磨砂林匹 你根本伤害不了我 林洞手中权杖力道不减 而就在即将落到沙利身体之上时 他的唇角却挑起一抹冷笑 那便破了你这杀鱼皮便是 沙利不屑地笑道 凭你 林洞眼神冰冷 心肾一肚 只见得那雷地权杖顶端 突然有着一道巴掌大小的 奇异光阵闪现 阵法旋转间一股奇特的力量 突然爆发而出 一道奇异光线 自光阵之中爆射而出 而后射至沙利胸膛 在那道光线落下 只见其身体之上 磨砂林匹 竟传出七粒尖叫之声 尖不可摧的林匹 直接在光束照耀之下 出现一个拳头大小的空洞 那份模样 仿佛是被分解了一般 没了这层皮 你算什么 林洞望着面色巨变的沙利 咧嘴一笑 手臂一抖 青龙光纹腾飞而起 手中雷地权杖 一夹杂狂猛的力道 狠狠地轰在 被俯视出一个空洞的 磨砂林匹之上 刺耳低沉的声音 在这封顶之上传荡开来 那沙利的身体便倒飞而出 然后一口鲜血盆处 重重地落至地面上 在地面上擦出一道 百米长的痕迹 最后身体都被镶嵌进 一块巨石之中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武力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武动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碎石飞溅 沙利的身影 被牢牢镶嵌在巨石之中 一口鲜血 从其嘴中喷出 死尸的他 脸庞上有着 浓浓的难以置信 低头望着胸膛处的伤痕 身体都忍不住 有些颤抖起来 磨杀林匹的防御程度 有多强 他再清楚不过 先前即便是 倾腾全力攻击 都未能将其攻破 然而现在 却在实力不过 声悬进圆满的 林洞手中 被轻易地破开 怎么可能 沙利喃喃说着 炫起他的脸庞 在此事变得扭曲起来 沙利猛地抬头 目光凶狠无比地 望着林洞 力声大喝 你这废物 怎么可能破得了 磨杀林匹 然而 就在他 赫声刚刚落下之时 一道鬼魅身影 以闪现之身前 旋即雷光闪烁 一道蕴含着极端 猛烈进风的障影 已是毫不留情地 对其咽喉 洞窜而去 那进风之中 蕴含着冰冷沙翼 而就是这股杀意 让得沙利额头 瞬间冷汗不满 此时 他方才明白过来 眼前的林洞 竟是打算杀了他 混蛋 沙利一咬牙 激蒙双臂交叉 护在身前 体内原力 如洪水般奔涌而动 雷帝权杖狠狠地 轰在沙利双臂之上 那权杖顶端 巴掌大小的光阵 再度闪现 一道轻易光束射出 接着沙利双臂处的 抹杀林皮 再度犹如 遇见烈火的残血般 飞速地笑容而去 可爱死 双臂上笑容而去的 抹杀林皮 顿时让沙利面色巨变 然而嘴中怒骂 刚刚脱口 庞大的力道 便如同火山般 在其双臂间喷发而出 那股力量 直接将其身后巨石 震爆而去 而其本人 也被再度冲出数百丈 不过当沙利身形 在安威彻底平稳下来时 林洞鬼魅般的身影 再度出现在其前方 手中雷地权杖 化作铺亭盖地的杖影 狠狠对着面如 土色的沙利 笼罩而去 低震刺耳的声音 如同鞭炮般 在半空中传荡开来 一道道灵力杖影 蕴含着可怕的力道 在沙利身体之上爆炸开来 而此时的后者 身体也是飞快地 从半空中坠落而下 静等望着 在林洞暴力攻击之下 毫无反抗之力的沙利 一时间有些目瞪口呆 只有先前与沙利 亲自交过手的他 方才明白 后者那恐怖的耐达能力 但即便是如此 这个家伙此时 也是有着变成死狗的迹象 此时这座封顶之上 也陆续有着一些强者冲上来 不过当他们刚刚爬上来时 便见到 那在林洞狂轰猛炸之下 落下的沙利 一时间 脸皮都是有些抽搐 这家伙的暴力 真让的人是淡的寒 给我滚出去 林洞眼神冷立如刀锋 手掌紧握雷地拳杖 然后怒抡而下 重重地轰在 那满身鲜血的沙利肩膀之上 骨骼断裂的声音 悄然传开 那沙利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旋即他惊骇欲绝地望着 握着雷地拳杖 步步而来 满身杀气的身影 那阴枕的脸庞上 终时有着恐惧之色涌出来 旋即他手掌急忙握拢 手中灵印 被其一把捏碎 随着灵印捏碎 沙利周遭的空间 开始扭曲 然后空间 犹如一张大嘴般 直接将其满身鲜血 狼狈到极点的沙利 给吞了进去 林洞 不会放过你的 在沙利消失的时候 一道七里到极点的咆哮 自消失之处传出 然后在山峰之上徘徊着 那咆哮虽然蕴含着愤怒 不过却是不难从其中 听出一些惊恐 显然 先见林洞那番暴力到极点的攻势 让他这来自血磨沙族的强者 心中有了不小的阴影 林洞望着消失的沙利 撇了撇嘴 旋即 他紧握雷地权杖的手掌 微微松了松 那家伙所谓的磨沙林匹 的确有些独到之处 那种防御 恐怕只有达到死玄境大成强者 方才能够攻破 如果不是林洞的乾坤古镇 有着分解之力的话 他也是很难如此轻易地将其祭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此时的山峰之上 除了青藤 也再度出现一些人影 不过他们望着半空的林洞 却无人再敢动手 林洞低下头 目光望着山峰上的众人 玄机扬了扬手中 雷地权杖 笑道 还有要打的吗 下方众人对视 玄机急急摇头 开玩笑 这家伙一路冲过来 跟杀神一般 现在还有谁 敢跟他对手啊 青藤也是苦笑了一声 叹道 你赢了 这座山峰的封印 是你的了 到了这种时候 他也不得不承认 眼前的林洞 的的确确拥有着 超越他们的本钱与资格 承让了 林洞一笑 玄机也不客气 抬头望着山峰的封巅 那里一枚光印 缓缓悬浮着 只要取得他 便拥有争夺雷霆祖父的 最终资格 林洞身心一动 直接穿过云雾 出现在封顶之上 然后一把将封印 抓在手中 而随着封印到手 林洞更是感觉到 周遭云雾 愈发的浓郁 一道光波 自脚下成平行状 散发而出 林洞抬头 此时的他 几乎已抵达这片空间 最高处 目光透过云雾 还能看见 那蔓延在尽头的 苍茫森林 浓浓的光柱 自林洞手中 封印充定而起 光柱将他身体包裹着 引人注目 林洞望着周遭的光柱 旋即视线 望向远处的方向 在那里 浓浓的云雾中 还有着九座山峰 被遮掩着 不过 这种遮掩 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道道 璀璨光柱 也是猛然冲天而起 随即浓浓的 云雾散去 在光柱之中 一道道 皆是弥满着 强大气息的人影 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林洞双目 微眯地 望着光柱之中的人影 拳头 也是忍不住地 微微紧握 视线越来越清晰 借着两道 最为显眼的人影 率先出现在 林洞的视线中 一身黑衣 脸旁 擒着令人不寒 而立笑容的家伙 那是华晨 而在华晨 左方的封顶上 一名黑袍人 斜靠着石壁 清风吹来 吹得斗篷掀起 露出下面一张 被绷带不满的 诡异面庞 无面人许羞 林洞望着这两个人 眼神也是陡然凌厉 这两个家伙 果然是顺利地 出现在这里 那两个家伙 也该现身了吧 林洞深吸一口气 然后转头望向 另外两座封顶 再接着 两道熟悉的身影 开始闪现出来 火红绣发 以及蓝色的身影 正是唐新莲 以及周泽 另外四座封顶光柱 也是冲天而起 其中一人倒还算熟悉 但是那 新秀排行榜第五的 藤奎 实力不弱 能够取得一道封印 也是意料之中 而至于其他三人 倒是有些陌生 但是那气息 却极为强悍 显然是 此届争霸赛中 闯出的黑马 从封顶现身处的 唐新莲与周泽 目光也在此时 扫视了一圈 接着与林栋 对视了一眼 最后就将目光 凝聚在华晨 以及那徐修的身上 他们都知道 这两个家伙 才是此次争霸赛上 最为棘手的对手 还有一座山峰 林栋视线 突然看向最后一座山峰 那里也是此时 有光柱升登起来 然后在光柱中 一道娇小的身影 重新浮现出来 那道娇小身影 手中硕大棺材盖 重重地打在封顶上 圆及那精致的小脸上 冲林栋的方向 露出一抹灵的笑容 此时的木陵山 露出一抹灵的 之前显然是经历 一番苦战了 不过让林栋 有些惊讶的是 此时的木陵山的气息 比起之前 竟强悍了太多 这小露出一抹 竟然突破到了死玄境 真是一个 出人意料的小露出一抹 林栋轻笑着 这才将心中的担心 彻底放下 看来木陵山那里 根本不需要他来担心 接下来 才是重头戏 林栋目光再度转向远处的 两道黑色人影 漆黑双瞳深处 雷光犹如银龙盘踞般 缓缓的凝聚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火焰城 此时天空上 那无数道细碎的光景 已再度凝聚在一起 化为一道万丈庞大的光景 笼罩着天空 城市中无数道目光 汇聚在那万丈光景之处 此时的那里云雾缭绕 而显示出的景象 正是那登上封顶的石道身影 石道身影傲立封顶 那股强大的气息 即便是有着无量镜的遮掩 但依旧让得火焰城中 无数强者神情凝重 能够通过重重淘汰 并且最终站在封顶的人 可绝不是靠运气能够办到的 许修 唐心莲与周泽 果然是不出意外的登顶了呀 新秀榜前三名不虚传呢 新秀榜上说了他们三个人 那腾奎一见临动 也闯进去了 另外几人倒是有些陌生 看来此次争霸赛 黑马也是不少呢 不过最终有能耐争夺雷霆祖福的 或许也就徐修唐心莲周泽几人了吧 重头戏总算是要来了 随着光景中那十道人影的出现 火焰城中也是陡然间爆发出 诸多窃窃私语声 楼阁之上 古雅惊喜地望着两道熟悉的身影 林栋哥和灵山都登顶了 古梦奇微微一笑 穆灵山能够登顶 他的确有些讶异 但林栋登顶的话 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后者的实力 可足以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古焰轻声说道 不过接下来 才是最重要的 古梦奇点点头 美眸望着天空上的万丈光景 同时登上封顶的 还有这新秀榜前三 那近乎变态般的存在 虽然他明白林栋的强悍 但这些对手可并不简单 想要赞上他们 并且最终获得雷霆祖福 绝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 而同时 谁能够在这场争霸赛中登顶 那么其名声 也会在乱魔海年轻一辈中 达到最巅峰的地步 林栋 你一定可以的吧 古梦奇凝望着一座山峰上 手持雷帝全掌迎风而立的青年 红唇清敏 他很想看看 这个一年之前 在乱魔海 还不过是无名小辈的林栋 真正站在顶峰之时 会是一种何等的意气风发与耀眼 都等顶了呀 在阎神殿的一座主殿之上 摩罗覆首而立 他的视线 同样是看向天空的庞大光景 而他的目光 则在光景略作扫尸 最后便停留在华晨 以及徐修的身体之上 这种波动 果然是一模呀 这两个家伙 摩罗双目微眯 片刻后缓缓睁开 只是那眼中有着冷冽寒芒掠过 在他全力的感应下 现出身的 而且身处无量敬重的华晨两人 显然是难逃他的察觉 这两人实力很强 一身红袍的阎神殿大长老 自摩罗身后浮现 他白眉皱起 紧紧望着华晨两人 沉声说着 是啊 这两人要想胜他们 可是有这不小的变数呢 摩罗眼中也掠过一抹晦色 选机他抬头 视线望着蔚蓝天际 淡淡说道 我们等待的目标 至今未曾现身 若是再被发现 雷霆祖福是假货 此番计划 便算彻底失败 以后想再引出他们 难度将会更为增大呀 大长老长叹了一声 现在也只能希望 新莲他们 能够阻拦下华晨二人了 摩罗点点头 嗯 点出 卿智大人他们 可抵他们 红袍老者略显担忧地问着 谁也不知道 此番会出现何等等级一抹 不过想来 以雷霆祖父的诱惑力 来者必定不是寻常一抹 面对着那种等级的一抹 即便是他们阎神殿 也是有些吃力 放心吧 只要一抹出现 他们便会现身 摩罗 摩罗淡淡说道 当然 若是我们计划失败 那么清智 也不会出现 红袍老者微微点头 他明白 对于清智这种 天地间巅峰般的强者 那些一抹 必然会异常的注意 只要一出现 说不定就会被他们盯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武功乾坤》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让计划如期而行 只要不让雷霆祖父 落到华晨两人手中 那些隐藏在暗处的 一抹头子 方才会真正出手 摩罗深吸一口气 那盯着无量惊的目光 微微移动了一下 然后看向 封顶之上 一道薛瘦的年轻身影 手掌缓缓地紧握 林栋 若是心连他们失败的话 或许就只能靠你了 希望不会到那一步吧 毕竟心连他们 也是很强的 云雾缭绕 十座巍峨山峰 自云雾中穿透而出 十道人影 站于其上 扶手望去 仿佛整个无量境内的世界 都在脚下 而在十座山峰的中央位置 则是无量主峰 峰顶之上 雷光闪烁 一种可怕的波动 带着低沉的雷鸣之声 散发而开 峰顶上 众人的目光 也是汇聚向那主峰 不少人眼神灼热 雷霆祖福 尽在咫尺 能够在这里跟乱摩海的年轻强者交手 真是荣幸之至 一座峰顶之上 一身黑衣的华尘 视线从雷霆祖福上收回 然后看向周围的人 微微一笑 笑容竟是略显谦卑 林栋 唐新莲 周则三人 冷眼旁观 这华尘实力 强得恐 这般座台 反倒让人心中发寒 其余一些并不知道 华尘来历的人 倒是斜瞥了他一眼 旋即瞥瞥嘴 所以说他们都知道 能够走到这里的人 绝不是什么寻常之人 但前者这番态度 还是让他们略感不屑 华尘继续微笑 我对这雷霆祖福 向往已久 所以极其希望 能够将其得到 还希望大家 能够了却我这个心愿 旋即他身心一动 便直接略向那座主峰 华尘刚刚出手 一道冷笑声却响起 哪来不开眼的东西 雷霆祖福可轮不到你来 一名模样略显陌生的男子 暴冲而起 狂暴袁立化为一道皮链 直奔华尘而去 袁立皮链之上 有着死气缭绕 此人竟是一名 踏入死玄境小城的强者 华尘望着出手之人 嘴角笑容更深 旋即他竟是不闪不闭 任由那道圆立皮链 狠狠地轰重他的身体 但是狂暴进风席卷间 他的身体却是毫发无损 什么 那出手强者健壮 面色顿时一变 这才感觉到一些不妙了 然而他刚想后退的时候 眼前空间扭曲 华尘的身影已出现在其面前 华尘中男子一笑 笑容却瞬间猙獰 看来这位朋友对我很有意见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黑光自华尘指尖抱拥而出 转起其手掌犹如立爪般 穿透空间 一把落在那名男子天灵盖上 转起眼神凶残 一把抓下 低沉声音传开 那男子的脑袋竟瞬间爆裂开来 鲜血混杂脑浆 刺涉开来 紧接着一道金光 急忙从体内顿出 想跑 华尘咬咬嘴一笑 嘴巴一张 黑光涌动 犀利爆发 直接是将那道原神金光 生生地吞进体内 伴随那道金光 被华尘吞入体内 那异常清理恐惧的尖叫声 方才从其牙缝中传出 令得这片空间 陡然银寒下来 什么 其他封顶的强者望着这一幕 面色顿时巨变 眼通深处 有着骇然涌出来 一名死玄境强者 在华尘手中 竟如此的不堪一击 这家伙 究竟是何方神圣 还有谁有意见呢 华尘甜甜嘴唇 这个动作 令得众人心中寒气直冒 他却笑眯眯地看向众人 无人出声 华尘咧嘴一笑 眼神积风 林栋眼神冷冽如刀锋 握着雷地权杖的手掌 缓缓紧握 而就在他脚步 即将踏出那一刹呢 远处一座山峰上 一道妖娆火红倩影 却携带着满身冰冷沙翼 率先走出 华丽而危险的火黄枪 缓缓抬起 然后遥遥指向华尘 唐心莲 双眸如冰 一股令人动容的强海原力 在此时如同风暴般 在其周身汇聚起来 这里是 阎神殿的地盘 圆门的人 滚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火红倩影 手持火荒长枪 凌空而立 一头火红笑发 随风飘摇着 而那张精致动人的脸庞 也是此时 满含着肃杀之气 狂暴的原力 如同龙卷风暴一般 在唐心莲周身升腾起来 甚至连空气 都被挤压得直直作响 那般声势相当的害人 无良景内外 那一道道目光 皆是望着此时 走出的火红剑影之上 那眼中充斥着惊艳 在这乱魔海中 唐心莲的名声 显然与他的美貌 成正比的 华晨望着那手持长枪 将自己锁定的唐心莲 眼神微宁 喧及含笑说道 不会是 阎神殿的火仙子 这般魄力 不属男儿啊 唐心莲 眸子盯着华晨 原本明媚的眼瞳 此时变得冰冷素杀 他手中火荒枪 摇摇指着华晨 淡淡地说道 我来做你的对手吧 华晨双目微眯 他清楚 唐心莲的实力 若真是要动手的话 还的确能够纠缠他一阵 但现在他却想要 先将雷霆祖福弄到手 一座封顶之上 靠着石壁的黑袍人 突然缓缓掀起斗篷 将那布满着绷带的 诡异脸旁露了出来 绷带之间 一对菱形瞳孔 犹如蛇一般 盯着唐心莲 旋即他缓步走出 而随着他脚步的走出 那落脚之处的岩石 竟是崩裂出 一道道裂缝 一种令人心悸的波动 散发而出 不过就在 这徐修步伐踏出的时候 一道轻笑声 随即响起 旋即一道蓝光闪烁 直接出现在徐修的前方 周则还笑地望着徐修 说 抱歉 他们的战斗 你还是不要插手了吧 徐修那零星瞳孔 盯着眼前的周则 声音沙哑地说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试试的话 又怎么知道结果呢 周则微笑着 淡淡的白光 从其体内散发出来 隐隐间仿佛有着 震天般的白色 一向嘶吼声传出 令得空间震荡 华晨望了这一幕 笑了笑 炫及他的双目之中 有着阴寒之色涌出来 看来 想要得到雷霆祖福 你就是少不了 一番交手啊 既然如此 那只好都杀了 就怕你没这等本事 唐心莲美目寒沙 冷笑了一手 旋即他片头看向林栋 所在方向 林栋 不要让人燃指雷霆祖福 林栋点点头 看来一场大战 依旧是在所难免 华晨看了林栋一眼 轻笑了笑 笑声中有些许的嘲讽 你这家伙 又要当无用的看客们 倒真是让我有些失望呢 林栋眼皮微锤 仿佛并未听见华晨的挑衅 反倒是直接盘坐而下 体内原力运转 还要将自己的状态 调整到最巅峰 华晨见到林栋 对自己的挑衅不理不睬 嘴角一瞥 刚想再度说话 那唐心莲的眸子 已彻底冰寒下来 身性一动暴力而出 手中火黄枪 鼓出道道枪影 携带着灵力尽气 铺天盖地的 对着华晨笼罩而去 少说废话 你的对手可是我 既然火仙自有这份豪气 那我华晨 若是退避的话 岂不是让我显得 与那林栋一般软弱吗 华晨望着那 携带肃杀之气而来的 唐心莲 倒是仰头一笑 旋即双掌一握 散散黑气 自己指尖声腾而起 而后一拳红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浅昆 黑光俱全呼啸而出 直接是一种 催枯拉朽般的姿态 将那倒倒枪引 震碎而去 不过火仙自既然要出手 那便认真一些吧 这种无力把戏 于我而言 可是毫无作用 唐心莲 明眸寒光凝聚 玉手陡然紧握天皇墙 庞博原理呼啸而出 赤红光华 犹如滔天火焰般 自枪身之中席卷出来 清澈的黄鸣之声 响彻天语 天皇赤月 赤红光华凝聚 竟直接在唐心莲手中 枪奸之处 化为一轮百丈赤月 赤月边缘 火焰生腾 一种惊人的破坏力 蔓延而开 谁都看得出来 唐心莲已是动用真正的手段 面对化尘这等强者 任何的试探 都是作用不大 赤月斩 唐心莲御手挥下 焦鹤传开 那轮赤月 也化为一道赤红光线 撕裂空间 快如闪电般的 对远处的化尘 呼啸而去了 哼 这才有些看透 化尘仰天大笑 旋即他一步跨出 黑气疯狂的 从机体内涌出 而其双头 也在此刻 变得异常的黑暗 修罗魔镜 甭碎 化尘的身体 仿佛在浓浓 黑气笼罩之下 化为一尊 阴森的修罗 面对着唐心莲 这般灵力攻势 他没有任何的闪避 黑气弥漫 一直点出 一道黑光 洞窜空间 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 狠狠地 就那轮赤月 响壮了 惊人的能量波动 在天空上 席卷开来 那种可怕的能量 狂暴程度 让得一些 死旋进小城的强者 面色都是有些巨变 这种程度的交手 就连他们 都不敢轻易地插手 而在唐心莲 与化尘 终于大大出手之前 另外一处战场 那片对峙的 周泽和徐修身上 也陡然 有杀气 涌动起来 所以灿白光 以及黑光 暴冲天际 各自占据半壁天际 低沉的 向鸣之声 蕴含着可怕的力量波动 响彻天际 两处战场 几乎在顷刻前 成为无量镜内外 所有人 瞩目的焦点 那种惊人对碰 让得不少人 引入震撼 这种战斗 就算是 年轻一辈中 顶尖的交手了 其余 封顶之上 那些强者 也是被交手的四人 所展露出的 强悍所震慑 一时间 竟是巫人敢率先 对雷霆祖父出手 而在天空上 狂暴原力 如同惊雷传开之时 林栋却是安静地 盘坐在风顶之上 那对漆黑双目 平静如幽潭 一道娇小身影 从远处掠来 然后落到林栋身旁 穆灵山 看着一脸平淡的林栋 多了多小嘴 就说 林栋哥 那家伙那么讨厌 为什么不贬他呀 他自然是看得出来 先见林栋 面对华晨 咄咄逼人的退却 让他一些人 暗中不屑撇了撇嘴 那些人并不明白 林栋与唐心莲之间的约定 所以 当他们见到华晨 在挑衅林栋之后 林栋毫无反应 反倒让唐心莲出手时 心中在一些嫉妒之余 不免有些不屑的心态 听得穆灵山的抱怨 林栋却轻声一笑 他抬头 漆黑眼瞳 反射着两处 已经成为无数人 瞩目的战场 就说 我需要点时间 调整状态 穆灵山文言 则是有些茫然 现在林栋的状态 应该是还不错呀 后面的战斗 连武都没有太大的把握 林栋摸了摸 穆灵山小脑袋 他深吸了口气 说 他们不会是 华晨与徐秀的对手的 穆灵山小脸一变 他看了看 两处战场 嫩嫩地说道 新莲姐姐与那周泽 并没有落多少下风啊 话到此处 他也是停了下来 圆姬担忧地看着林栋 如果他们失败的话 林栋哥就要一个人上了 林栋微微点头 南南说道 虽然这两个家伙 是我至今为止 见到的年轻一辈中 最强的人 不过 答应了摩洛前辈的事情 总是要做到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世红的火焰 有如流星般 呼啸过天际 火焰过处 空气都是变得灼热起来 而在火焰之中 一道欠影若隐若现 火黄红莲 萧鹤声 蕴含着冰冷速煞 自火焰中传出 旋即火焰猛地炸开 灵力而灼热的枪影 直接化为一朵 绚丽红莲 然后红莲旋转 快若闪电般 对远处一道 黑光人影 暴流而去 黑光人影望着 这等惊人的灵力攻势 却是仰天大笑 笑声之中 有着掩饰不住的 骄狂之意 修罗魔剑 灭灵长 黑光弥漫 直接是化为一道 百丈庞大的黑光剧长 剧长之上 黑气缭绕 那种阴煞之气 令得周围的空气 都逐渐变得冰冷下来 黑红两光掠过天际 最后轰然相撞 火焰与黑芒 各占据半壁天空 这座庞大的无量山 竟然都在这种对碰中 震动起来 红黑交织 显得颇为的绚丽 无数人视线聚焦在这里 那眼中却重置着浓浓的凝重 以及震撼 两人的交手 凶猛的远远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原本他们认为 这场战斗 唐心连应该会理所当然的 取得胜利 而随着两人战斗的白热化 那华晨却是越战越猛 气势咄咄逼人 虽说唐心连攻势也是很猛 但眼光毒辣者 却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攻击 似乎并没有对华晨 造成太大的伤害 这家伙 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竟然如此厉害 不少强者暗中骇然 唐心连的名声 乃是经过无数挑战 积累起来的 乱魔海中年轻一辈 嫌有人能够与其抗衡 但眼下 却是被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 诡异家伙 缠得丝毫 占不得上风 这黑马 也黑得太离谱了吧 另外一处 也是一场惨战 一些人的目光 转向另外一处战斗 那里有着震天般的 象鸣之声响起 两道人影 如同闪电般交织着 狂暴的波动 令得空间 都是有些扭曲 白象崩天长 狄晨的鹤声 陡然在人影交错间响彻 旋即璀璨白光席卷而出 竟在周则身后 化为一头 数百丈庞大的巨像 而随着巨像的出现 周则一条手臂 也迅速膨胀起来 一股可怕的力量 涌动在其中 周则面容冰冷 轰然一拳轰出 身后巨像奔腾 天空仿佛都在这一霎 震动起来 众多人望着这一幕 皆是暗中扎折 周则所修炼的万象天法 乃是一种极为强横的 炼体舞序 据说 修炼到极致 肉体堪比万象之力 这般力量足以半山填海 天磨印 徐修望着携带恐怖力量 奔腾而来的周则 那菱形瞳孔中 有着寒光涌现 旋即掌心一翻 黑芒凝聚 直接化为一道 百丈的黑印 而后一拳哄出 巨像夹杂着滔天之力 狠狠地撞击在黑印之上 四耳的金铁之声 响彻天语 可怕的力量波纹散发出来 直接是将周遭山峰 阵列出道道巨大裂纹 黑印震动 徐修望着前方的周则 冷漠地说道 我说过 你不是我的对手 周则脸庞冰冷 一声冷横 双掌紧握 白相再度浮现 磅礴攻势 铺天盖地地 攻向徐修 天空上 两处战场 都是火爆激烈的 令人一不害世界 众人都知道 眼下的战斗 恐怕是代表着 乱魔海年轻一杯 最为巅峰的较量 封顶上一些 其他同样握有封印的强者 望着两处惊人的战场 面色都是极为凝重 只有在亲眼看见 这份战斗之后 他们方才察觉到 自己与他们的差距 新秀榜前三 果然都是变态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而在那无数人为之交锋 震撼得少 林栋却是静如忧坛般地 盘走在风亭之上 那对漆黑毛子 没有因为眼睛的颤抖 而起任何的波澜 林栋哥 身旁的穆灵山守在林栋身旁 清澈的大眼睛望着身旁的青年 他能够隐约感觉到 林栋的体内 似乎所有力量都在逐渐地凝聚 林栋哥 你有把握吗 穆灵山担忧地说着 强如唐心连两人 都是在逐渐将上风拱手相让 林栋要依靠一人之力 阻拦徐秀两人 实在是太过困难了 把握 那有什么绝对把握呀 林栋望着穆灵山 轻笑了一声 唐心连周泽两人 几乎代表着 乱魔海年轻一辈的最强者 若是连他们都失败了 那徐秀二人该有多强啊 面对着这种强敌 即便是自信如林栋 也不敢说 他能够真正的战胜 这将会是除了当初 在一魔城那场战役之外 最为凶险的一场 而且在这种无数人 盯着的情况之下 他显然也不能轻易动用 两大祖福的力量 否则一旦被一魔发现 他必然会被盯上的 听得连速来自信的林栋 似是都说出这番话来 穆灵山不由得摇摇嘴唇 看来眼下的局面 出乎他想象的差 都是这两个该死的家伙 唐姑娘与周泽 应该还能坚持一会儿 林栋望着远处天空的激烈战场 双目微眯 旋即他深吸一口气 双掌缓缓紧握 他能够感觉到 他身体深处 最隐藏的力量 也在此时 被他一点点地抽掉出来 好久没有在这样 彻彻底底动手了 天空上的战斗 伴随时间持续 愈发地白热化 那一道道扩散出的能量波动 即便是死玄金大成强者 也不敢轻易地接下 能量冲击波在天空上爆炸开来 旋即两处展圈竹 皆是由两道身影倒舍而出 身躯颤晃间 气息都出现一些许的紊乱 华晨脚踏天空 他的双筒阴沉黑暗 但笑说道 你二人似乎并不是我们的对手啊 远处徐修周身也是黑气缭绕 一种可怕的波动若隐若现 唐心脸一头火红绣发惊涩而下 他兵眸望着周身黑气缭绕的画尘 玉手紧握 若是他们失败的话 那雷霆祖福也将会落到一魔的手中 而到时候 魔罗的计划也将会选告失败 这是他绝对不能容许的事情 你高兴得未免太早了 唐心莲冰彻的声音 在天空上缓缓传荡开来 旋即他轻咬欲止 阴红的鲜血自指尖渗透出来 纤细之间飞舞竟在面前化为道道火红之印 而随着这些光阴的出现 唐心脸焦躯之上 猛然有璀璨红光席卷而出 那些红光犹如一片火海 阎神化生瘸 火海弥漫 冰冷鹤声也陡然自唐心脸嘴中响彻而出 那滔天火焰包裹着他的焦躯 火焰缓缓凝聚 竟是在其身后化为一对庞大异常的火焰之一 而同时他的气息也在此时豁然暴涨 动用眼神化生瘸了吗 既然如此 远处的周泽健壮也是一声轻叹 旋即眼神逐渐凌厉 唐博白光也自体内如同洪水般席卷出来 而在白光涌出之时 他的身体竟然在此时节节攀高 圣像不灭体 当周泽那低沉雄昏的声音在天底前回荡着 他的身体竟已达数十丈 其身后空间扭曲 隐隐间仿佛有着千丈圣像脚踏虚空 处立天底 无数人正目录正色地望着天空上 那滔天火焰以及圣像 他们都明白 唐心连与周泽已是动用最强的手段了 化沉健壮 淡淡一笑 眼神无情而漠然 还是拼命了 既然如此 那就彻底抹杀你们的信心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19章 杭博的近乎恐怖的原理波动 有如滔滔大海 在天气之上席卷开来 而在那种原理的冲击下 整座无量山 都是在颤抖着 无数道目光 凝重地望着天空上 弥漫的火海 与其千丈圣像 谁都能够感觉到 唐心连 以及周泽 这般手段的强大 那许修 那是新秀榜第一 能将周泽逼到这一 也是不足为怪 可是 与唐心连对战的 又是何人呢 竟然也是如此厉害 一些疑惑的声音 在不少人心中回荡着 死犯的争霸赛 实在是有些 让人看不透 但那阎神殿的主殿上 摩罗眼神平静地 望着天空上的无量镜 只是那背负在身后的手掌 却是缓缓地紧握 身为唐心连的师父 他自然最清楚 前者手中作为强大的手段 如果连严神化身绝 都阻拦不了化尘的话 那这场交锋 也该有个结果了 而周泽那边 显然也是如此 圣像薄灭体 即便是在那万象山中 也是堪称顶级的武学 还是没出现 摩罗视线锐利地 犹如能撕裂空间般 扫尸这片天地 脸庞中掠过一抹灰暗之色 直到现在 他都未能感应到 任何的一抹的波动 但是隐隐间 他又察觉到 那空间的最深处 正有着邪恶无情的目光 正在注视着 这里发生的一切 摩罗喃喃说道 这些该死的东西 倒是越来越狡诈了 只能抬头 继续注视着无量惊 火海弥漫 一道剑影欲足 倾踏火焰 庞大的火焰之翼 在其身后进行煽动着 那股炽热 令得天地间的温度 都是陡然高涨起来 此时的唐心莲 气息比起之前 无疑是强悍了态度 赤红的火焰 缠绕在他的周身 那种火焰 充实着一种 极为强大的破坏力 而远处的周泽 也化为一座巨人 他浑身皮肤 散发着郁般的光芒 身后千张巨像 处理天地 威猛霸气 所有人 都是有些紧张地望着 施展出最终手段的两人 他们都是能够隐约感觉到 或许接下来的对碰 都将会决定 两处战场的胜负 封顶之上 木灵山大眼睛 也望着天空 小手紧紧地握着 那张精致的小脸蛋上 同样是布满着紧张 不过 与木灵山的紧张相比 一旁的林洞 那张年轻的脸庞 却依然如深潭般毫无波动 甚至他在看了一眼天空之后 那双目竟然是缓缓地闭上 林洞哥 木灵山片着头 看着身旁 那身子如同手中 全杖板笔直的青年 他能够隐约地感觉到 后者体内力量的汇聚 似乎在此时加快了速度 雷霆祖父 学不会交给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 天空之上 唐信连美目之中火焰凝聚 但是那眼神却冰寒彻骨 旋起其身后火焰之意猛的一震 身体竟如同凤凰展翼般 冲上云霄 滔天火焰弥漫而开 涅槃之焰 火还弥漫着 一道清澈凤鸣之声 夹杂着冰冷焦和 陡然在天地间响起 无数刀目光抬起 然后便见到 一头庞大的火焰凤凰 竟是笔直地呼啸而下 火焰在他身上熊熊地燃烧 仿佛要焚烧天地 那股气势一网无前 圣相不灭体 圣相怒 低沉的后生同样在此刻 则另外一处天际响起 周则所化的巨人 仰天怒吼 而其身后千丈圣相 也是嘶吼振振 杭博白光弥漫 空间震动间 巨人身旗圣相猛然冲出 那一刹那空间扭曲 犹如万象奔腾 其力可会山岳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这一半公式看到无数人 心神震撼 不愧是新秀榜前三的存在呀 华晨凌空虚踏着 他抬头望着那瞳孔之中 极速放大的华丽的凤凰 那华丽之下 却蕴含着致命般的危险 不过 却还是不高 华晨双筒深处 仿佛有着黑暗之光涌起 他的唇角一抹森然笑容 缓缓掀起 旋即他脚步缓缓踏出 淘天黑光犹如黑墨瀑布 在此时自华晨体内呼啸而出 在那等黑光之下 仿佛天地都是变得暗沉了下来 一种阴森的邪恶 悄然地徘徊天地 而在华晨体内有滔天黑光涌出之时 那远处天空 徐修也是淡漠的身手 而其手臂以一种惊人速度迅速黑化 一种诡异的波动散发而出 是红如陨石般划过天际 那展翅的凤凰 也是一种惊人速度掠过 眨眼间便是出现在华晨头顶上空 那种炽热 竟让得无量山上的一些树木 都凭空自然起来 华晨望着火焰凤凰 眼中黑芒陡然浓郁到极致 手掌忽然紧握 一道异常阴冷的声音 陡然传出 大天罗魔神 无数道黑色光滑呼啸而出 那黑光之中 仿佛有着暴力的咆哮声传出 黑光如动 那华晨的身体也闪电般膨胀起来 一对布满着骨刺的黑色浮衣 猛得自身后生长开来 一道道黑色的诡异风纹 也在此时布满他的身体 一种可怕的邪恶波动 弥漫开来 黑暗中的巨大生物 仰天撕笑着 而后巨拳紧握 一拳哄出 黑光在其拳下凝聚 竟是有着诡异的黑眼浮现 徐秀望着奔腾而来的巨人圣像 菱形瞳孔在此时放大 旋即他抬起华为黑色的手臂 轻轻挥响 沙哑的声音缓缓地传开 魂灭墨源 伴随着徐修漆黑指尖划过 只见一道数百丈庞大的黑线 直接从空间中裂开 然后迅速推移开来 一道庞大无比的黑暗深渊 便在这边凭空地出现在这天地之前 沈渊犹如远古魔兽大嘴 黑芒翻滚 豁然伸展开来 然后便与那呼啸而来的圣人巨像 轰然地相撞 四道近乎恐怖般的攻势 在这一刹那轰然相撞 一道无法形容的巨声 犹如九天雷鸣 响彻天地 可怕的能量冲击波扩散开来 那一座座飓风 都是出现崩塌的迹象 璀璨的强光散发而出 令得无数脸趴骇然的人 都是眯起了眼睛 旋即又强行睁开 紧张无比地望着摇摇天空之上 又是一道凤鸣之声响起 而此次凤鸣声中 却仿佛充斥着一种凄厉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庞大的火光倒飞而出 火焰凤凰竟寸寸崩裂 最后露出一道倩影 不过此时的倩影 浑身软甲破裂 鲜血渗透出来 令得阎神殿火仙子 颇为的狼狈 愤怒的低吼声 也在此时 从黑暗深渊之中传出 旋即深渊翻滚 一道巨人直接是被抛出 最后重重地 砸进一座山峰之中 整座山峰 都在那股可怕力量之下 出现崩溃 漫天济染 不论是无量镜内 还是火焰城中 都在此时 陷入一片压抑的死寂 那一道道目光 正正望着无量镜中 两道狼狈的身影 一时间竟是无人言语 唐新莲与周泽 失败了 楼阁上古梦七三女 也轻咬着红唇 旋即一声轻叹 这结局有些出人意料 但是也没办法 那两个家伙 实在是太强了 阎神殿主殿之上 摩罗望着这一幕 附在身后的手掌 也是轻轻颤了一下 那阎神殿大长老 叹息了一声 此次的计划 就要就此宣告破碎了吗 与唐新莲和周泽 都拦不住那两个家伙 那无量镜内 还有谁敢对 华晨虚修出手呢 结束了吗 摩罗手掌紧握着 眼中满是不甘 阎神殿大长老苦笑着 刚想出现安慰 眼神突然一动 而同时身前摩罗 也是豁然抬头 眼神有些惊异地 望着无量镜中 一些精华声 突然刺激彼伏地 在火焰城中扩散开来 一道道目光 泛着惊讶地 望着无量镜 在那里 他们突然察觉到 一股战役澎湃的雄魂气息 刺破天羽出现 那股气息 犹如出窍清风 凌厉惊人 无数道精益目光 豁然转移 再然后 他们便是见到 那在一座山峰峰顶上 先见如同磐石般 静坐的薛兽身影 手持雷地权杖 缓缓地站起 那一煞 风雷 举动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诺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诺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20章 那是 林洞 突如期来的澎湿战役 瞬间将全城无数道目光都是吸引了过去 而当他们见到那道缓缓站起身的瘦血身影的时候 都是一争 旋即将其认出来 他想做什么 难道还想争夺雷霆祖福不成吗 这家伙 他还是太逞强了一下呀 现在可不是成威风的时候啊 不少人绵绵相去着 虽说此时林洞能够站出来的勇气可加 但先前 连唐心连与周泽都是惨败在许秀二人手中 如今他再出手 又能有何意义呢 除了惨败 让得许秀二人凶猛更甚之外 还会有第二个结果吗 林洞要出手了吗 而在满城因此掀起哗然声势 那殿宇上方 阎神殿那位长老 阎神波动了一下 旋即一声暗叹 眼中倒并没有生起太多的希望 摩罗淡淡说道 现在担心你是无用了 还不如相信这个小家伙 能够创造一些奇迹吧 大长老苦笑说道 我不怀疑林洞的能力 若是对上心连与周泽之中任何一个人 他或许能够不落下风 但是眼下 华晨与徐修的实力 介绍强于两人 而且 林洞要动手 就将会一一敌二 莫罗莫然 这徐修两人的实力 没收在年轻一辈中 即便是一些老一辈的强者 都是无法与他们媲美 林洞实力的确不弱 但是要一敌二的话 想来也会有些勉强 不过这种时候 他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一切都只能相信 眼前这个青年能够立碗狂澜了 他果然要出手的 龙阁上 古梦齐美目凝视着 拿走无量精内那道身影 红唇清敏 毛子中有些无奈 但是同时又深藏着一些仰慕 试问这乱毛海年轻一辈 又有何人能够在 唐信连与周泽 结实失败之后 依然敢挑衅 这两个壮弱 神魔般的对手 那个青年 看似薛兽的身影 仿佛连天塌下来 都能扛起一半 一旁的古烟与古雅 也是轻声哭笑着 总在那平凡之中 屡屡做出不平凡的事情 然而只是不知道 这一次 他是否又能够 再度创造出属于他的奇迹 无量精内 凌厉而澎湃的战役冲天而起 那股战役之下 甚至连天空上的云层 都被生生地剿裂 无量山上 众人皆是被这一股 突如其来的战役惊了一下 旋即略带惊恶的目光 都是凝望在那道身影之上 雷芒在其周身闪烁此时的林栋 犹如一头自沉睡中苏醒的雷笼 一种惊人的气势 如同潮水般的弥漫开来 林栋哥 穆灵山望着身旁站起身来 身子如同拳掌般凌厉笔致的林栋 他能够清晰感觉到 后者体内狂暴的力量 如同大海般奔腾呼啸 林栋 唐心莲抹去嘴角血迹 他眉目望着踏空而出的林栋 眸子中略过一抹复杂之色 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吧 我没办法说必胜的话 但这一次 我会竭尽全力 林栋目光望了一眼唐心莲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转过身 手掌紧握雷地全杖 一步步走向远处天空上 那眼神玩味盯着他的 华晨两人 唐心莲望着林栋的背影 美眸却略为有些失神 青年身影并不壮硕 然而此时 那血手的肩膀 却是为他们挡下 所有的滔天巨浪 在唐心莲的眼中 那番背影甚至是这一煞 仿若有了一些摩罗 给予他那般伪暗的沉稳 唐心莲 吟牙轻咬 玄机说道 小心一点 他没有再出言阻拦 他明白 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下 这个战役滔天般的男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林栋的身体微微顿了顿 旋即他紧摆了摆手 步伐踏出 然后再去叙修华晨两人 上游摆杖时停下 华晨细细地盯着林栋 只是那眼神却是格外的阴冷 没地方躲了 终于要出来了门 徐修只是眼神淡漠地看着林 在其指前 黑光如电弧般闪烁跳跃 两人的气息 都是极端的威胁 在经过先前那一役 也不会再有人 对他们抱有任何的轻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将会是这乱魔海 年轻一辈之中 最为厉害的人 林栋目光与华晨对视着 缓缓地说道 雷霆祖福 他是不能落在 你们这些肮脏生物的手中 华晨咧嘴一笑 白森森的牙齿 渗透出圣人的寒意 就比你这种 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家伙 也有资格 与我说这番话吗 林栋一笑 说 霍元三人是死在我手中 而你 也将会如此 华晨嘴角笑容扩大 只是那眼中 却有着凶虐之色闪过 玄机他偏头 冲徐修说 你先去取雷霆祖福 这个小子 我来收拾掉 徐修默然地看了林栋一眼 玄机点点头 转身就走 林栋见状 双目一迷 旋即双掌一番一道光阴 便则掌心浮现 直接一种惊人速度扩散开来 短短时数稀前 便化为一道将近千掌庞大的光阵 笼罩了这片天 光阵运转 一道光幕笼罩而下 直接将华晨 以及徐修 紧数地覆盖在其中 你难不成 还想独占我二人吗 华晨望着天空上 扩散开的庞大阵法 唇角笑容 愈发的讥笑 他偏着头 盯着林栋 那番眼神 犹如看待一个傻子 他实在是有些无法想象 眼前的林栋 究竟是何来的勇气 竟然敢单独凭一人之力 来阻拦他与徐修的步伐 林栋面色平淡 双目微闭 经脉之中 原力滚滚呼啸 而磅礴的精神力 也在此时 自尼丸宫内冲出 两股力量 在体内乾坤古阵之内 汇聚 阵法运转 两股力量 竟阴影有着 融合的迹象 一种惊人的波动 缓缓散发而出 徐修 目光从天空的阵法中收回 然后轻声说道 动手 杀了他吧 华晨怂怂肩 眼神也在此时 陡然变得猙獰起来 他身后布满着骨刺的魔翼 缓缓煽动 阴森的声音 也是喘出 既然他要找死 那便成全了他吧 话音落下 画尘魔拳紧握 玄机猛然一拳 轰出 黑光在其拳下疯狂凝聚 竟直接化为一道黑色光束 呼啸而出 昏灭魔指 徐修眼神冰冷 漆黑手指陡然滑下 一道诡异的黑芒掠过 空间都在此时出现一些扭曲 黑芒一闪便洞穿虚空掠出 两道攻击一鸣一暗 皆在此时蕴含着一种极为可怕的波动 这般灵力攻势足以瞬间重上一鸣 死玄境大成抢着 无数道目光望着暴流而出的攻击 不少人心头皆是一声暗叹 那林栋倒的确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这番行为无疑是找死 黑光洞穿虚空 下一扇便直接出现在林栋的前方 而就在此时 林栋那紧闭的双目豁然睁开 双目之中磅礴能量如同石质般涌现 林栋手音闪电般变换 低沉的声音响彻而开 乾坤古阵逆转灭魔 天空上那千丈阵法 在此时缓缓逆转而动 在阵法中央一道光柱 在此时暴冲而下 最后在林栋身前 笔直降落 与那两道灵力黑光重重的相撞 惊天般的巨声传档开来 黑光暴力而开 无数道目光皆凝聚在哪里 而在无数道目光的聚焦之下 黑光逐渐散去 一道血手身影 手持雷地权杖 也是在一道道震撼的视线中 缓步走出 华然声在此时 犹如潮水般的传档开来 不少人眼神都在此时 涌上些许震动 面对着华晨与徐修的联手攻击 那林栋竟竟真的挡了下来 华晨望着自黑光中走出的人影 眼中也是划过一抹差异 旋即 他的面庞 缓缓地变得扭曲与猙獰 这才有些意思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路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21章 璀璨的光滑 在天空之上 化为无数道光斑 缓缓地消散 那一道道目光 望着自狂暴能量中 走出的精言 眼神先是有些震动 谁能料到 这林栋 竟然是将华晨 与徐修两人的联手攻势 都是阻拦了下来 好厉害的阵法呀 一些眼光老练之人 看了看天空上 旋转的千丈光阵 旋即 眼神有些凝重 从那上面 他们察觉到了一股 相当庞派的 能量波动 这林栋 赶出来迎战 化成徐修两人 果然是 有这一些底牌 林栋脚踏虚空 磅礴的能量 如同狂风般 涌荡在其周身 手中雷地权杖 不断地有雷光 自顶端倾向而下 那双目 灵力如刀锋 他明白 眼前两人的强大 所以同样 未曾有丝毫的事 面对两人联手攻势 一出手 便召唤出 乾坤古阵 这等厉害的杀手锏 但阵法厉害 可却依旧 无法彻底阻拦 眼前这两尊杀星 徐修抬头 灵形瞳孔 默然地望着大阵 旋即淡淡说道 阵法有些能耐 我来对付 你去杀了他 化成咧嘴一笑 旋即眼神阴冷 背后不满骨子的 磨意猛然一阵 身形直接诡异地 便消失而去 在化成身影消失的 同一杀 灵动印法接着变换 天空阵法运转 一道蕴含着 分解之力的光束 瞬间暴冲而下 不过这次 光束刚刚掠下一道黑光 便贯穿天气 快入闪电般的轰暗 直接将光束拦截而下 视线顺着黑光移去 只见得 徐修正在缓缓握拢 摊开的黑色手掌 一一第二 勇气不错 可惜太过愚昧 灵动身前空间陡然扭曲 化成的身影闪现出来 他中灵动 争吟一笑 手掌一握 只见得 其拳头之上 竟延伸出一些 极为锋利的黑色膜刺 然后一拳红出 空气在化成拳下爆炸 一个嗷狐 在其拳下成形 一股足以将一名死玄境 小城强者重伤的强悍进风 狠狠地对林栋爆红而去了 雷光自雷地权杖之上呼啸而下 旋即重重地与化成拳风 凶悍的相撞 金铁之声响彻 一股肉眼可见的力量波纹 顿时自天空上蔓延开来 进风蔓延 林栋身形击退石树部 旋即权杖重重跺下 这才将尽力卸去 抬头望着那 紧紧退后一步的化成 眼神凝重 不管他手段如何的繁度 但这化成 毕竟是货真价实的 此玄境大政将军 而且身怀武学也极为强大 要想胜他可并不容易 你就这点本事吗 化成计较地看着林栋 在其身体上 黑莽如同毒蛇般伸缩不定 旋即其眼神陡然一寒 背后磨一阵度 竟再度化为一道黑光 暴射而出 林栋眼瞳微缩地望着 那道速度惊人的黑光 身体一震 青龙之意也伸展开来 清光闪烁 瞬间原地消失 一道被浓浓黑光包裹的拳头 自一侧空间 狠狠地轰在林栋消失的地方 亚素的空气 犹如空气泡般呼啸而出 将下方的一座山峰 都是轰出百丈深坑 速度提升了嘛 化成身形闪现出来 他瞥了一眼出现在远处的林栋 眉头一条 后者在拥有那青龙之意之后 显然速度也提升不少 一座山峰之上 木陵山将唐心莲扶着 两女望着天空上那惊人的交锋 眼神皆是有些凝重 任谁都看得出来 其实在与化成的正面交锋之中 林栋是有些落下风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前昏》 而且最主要的是 那实力并不弱于化成的虚修 却还并未出手 此时的他 只在阻拦天空的大阵 若是他腾出手来参与战斗 林栋必定会极为的危险 唐心莲轻咬银牙说道 让我略作休养 便能够恢复一些 木陵山摇了摇红唇 看着天空上那惊人的战斗 小手也忍不住缓缓紧握起来 毛子深处有着蓝光涌动着 天空上战斗愈发猛烈 两道身影犹如闪电般 自天空中闪烁着 每一次交错 都会有惊人能量波动爆发开来 雷神珠魔炎 一道立鹤响着 顿时雷光闪烁 一道璀璨雷芒 自临动眉心间浮现出来 在妖眼中呼啸而出 快若闪电般 轰在前方那一道黑影之上 惊雷传开 那道身影 顿时被轰退上百丈 身体之上伸缩的黑芒 在此时削弱了一些 雷龙锁天杖 临动这些年来与人交手无数 战斗经验自然极端丰富 眼见着华晨露出破绽 攻势陡然凶猛 一闪之下便出现在华晨前方 手中雷地权杖暴轰而出 雷龙奔腾 以一种惊人速度轰出 狂暴的雷霆散发开来 那华晨身形再度暴退 黑烟从其身体之上升腾起来 身上有着一些焦黑的痕迹 令他看起来略微有些狼狈 而自现身之后 首次变得狼狈的华晨 也令到无量镜内外 皆传出一些哗然之声 不少人暗自杂舍 这林栋倒的确有些本事 竟然能够在下风之中 如此刁钻地寻出破绽 进而反攻 天空上华晨面色阴沉了一眼 看了一眼身体上的焦黑痕迹 被林栋逮出破绽 轰了这么一击 显然令他颜面有损 远处徐修突然淡淡说道 解决他吧 实则生变 别忘记最主要的人物 华晨微微点头 旋即他森森盯着林栋 滔天般的黑光 自己体内席卷出来 而他的身体之上 那黑色蜂纹 也在此时愈发的明显 一缕缕诡异的黑炎 自己皮肤上跳跃而上 火炎燃烧间 空间都出现一些扭曲 在华晨身体之上 有着黑炎生腾之事 徐修也再度缓缓 抬起漆黑的手臂 看着模样 显然是打算再度出手 林栋见到这一幕 也是不由地深吸一口气 只有在正面 与华晨交手过才知道 这家伙的厉害 而若此时 那徐修也是假如 他的压力 将会成倍的翻长 面对这种强敌 即便是林栋 也是极为头等的 而这种时候 他也只能亲尽全力了 天际上 庞大的乾坤古阵 再度在此时 缓缓逆转起来 一种极端强悍的波动 弥漫出来 一道赤红光滑 直接自林栋掌心呼啸而出 玄机阴风暴涨 化为一道巨大的赤红顶炉 顶炉一颤 突然有着八道赤红光滑 掠出来 然后在天空上 化为八座巨大的赤红门户 一股股惊人的炽热波动 弥漫开来 八级坟天门 八座赤红门户一现 天地间的原力 仿佛都是变得狂暴起来 不少人眼神 都是凝重了一切 召唤出坟天顶内的坟天门 林栋却依旧未曾停下 手中雷地全掌 猛然重重一跺 万道雷光 铺天盖地呼啸而出 振天龙银在此事传出 旋即无数人便是见到 九条巨大的雷龙腾空而起 惊雷之声 振天动地 雷地全掌 九龙归原 天空至上 前掌矩阵逆转 八座门户处立 九龙归原 那般浩浩荡荡的磅礴攻势 即便是那华晨两人 面色也终是有所变化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亿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1022章 天地前 原力呈现一种狂暴姿态 矩阵 赤吼门户 雷龙呼啸 那种可怕的波动 让得无数人 面色巨变 这般三重强大攻势 足以秒杀任何 四玄境小城强者 甚至即便是 四玄境大城强者 都不敢轻易地消去 这家伙 竟然能够凭借 声玄境圆满的实力 施展出这等攻势 秦昆古阵 逆转 林董凌空虚他 航波的能量呼啸 带起周身 此时他体内所有力量 都是被调动起来 玄机其印法变缓 低沉喝声 传荡而出 天空上 千丈巨阵缓缓旋转 浩瀚的能量 在阵法中凝聚 一种极为强大的波动 不断地扩散出来 拔起坟天门 成阵 林董再度立合 坟天顶嗡嗡颤抖 旋即八道赤红光华 陡然呼啸而出 静止投入天空上空 那八座坟天门之中 而随着八道赤红光华的灌注 那八座坟天门 顿时膨胀起来 旋即赤红光华射出 相互交织简 一座千丈庞大的火山 阴阴成形 九龙鬼圆 雷帝印 林董一步跨出 手中雷帝权杖 猛地爆发出惊雷声响 璀璨的雷江呼啸而出 一股惊人的威压 自拳掌之中散放而出 雷帝拳杖 乃是不弱于 分天顶的纯元之宝 而且在纯粹的攻击性上 还是拥有胜质 不过 在以往 林董到并未彻底 将其威力施展出来 但这一次 想要对付眼前的劲敌 林董显然也必须 倾尽手段 天空上九条雷龙咆哮着 玄机首尾相接 雷芒运转之间 净化为一方 雷龙俊印 悬浮天气 好强的攻势 唐心莲望着天空上 运转的三重攻势 来玄手也是陡然紧窝 眼中有着 掩饰不住的惊恶 这番攻势 即便是他 都感觉到了危险的味道 这个家伙 唐心莲美目盯着天空上 那凌空踏里的年轻身影 看来 摩罗会如此看重于他 果然是有着一些道理 在那薛兽的身体之中 似乎隐藏着 即便是他 都无法媲美的力量 林董 只能靠你了 天空上 华晨与徐修 面色略有些变幻地 望着天空上的惊人攻势 那促来冷漠 轻翘的眼中 终于是有着惊讶浮现出来 眼前的攻势已经远远超出 一名声玄境圆满的强者 所拥有的极限 华晨笑了笑 说 真是越来越让人惊讶了呢 而其身体之上 也开始有着越来越多的 黑炎涌动出来 那黑童之中阴森更深 徐修瞳孔盯着林董 缓缓地说道 此次危险 除掉为好 华晨宁笑说道 放心 他活不过今天 林董眼神漠然地望着 远处天空的两人 为曾有半句废话 手掌缓缓抬起 摇摇地指向两人 下一霎 眼中猛然有着灵力涌起 三重攻势 斩魔 伴随林董低声鹤响 天空上矩阵之中 光芒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汇聚而来 旋即 一道约摸百丈庞大的 能量光束 陡然呼啸而出 火焰阵法之中 千丈火山 彻底凝聚在火山之点 岩浆喷射而出 整座火山 直接被压破空间 而后 整座火山 携带着庞大阴影 对华晨两人镇压过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雷地印 悬浮天际 其上仿佛雷戎绕 龙音响彻间 也是化为璀璨雷芒 呼啸而下 三道极端强悍的攻势 撕破天际 那般声势 看得不少强者 心惊胆颤 如此空师 想来就算是 死玄境大成强者 也唯有 攒避蜂王吧 林栋 我会让你明白 我们之间的差距 可不是你这些手段 能够弥补的 然而 面对着这番 灵力攻势 华晨却仰天大笑 滔天黑眼 猛地席卷而出 那遮天蔽日之态 也是相当的恐怖 大天罗魔身 森罗俱灭 黑眼行卷天地 这一时啊 仿佛整个 无量界内的事情 都是变得黑暗下来 生灵囤灭长 许修漆黑手臂探出 眼神冷漠 选其痘然一握 而在其手掌握下 其身后的空间 顿时崩裂 一道足有千丈庞大的 黑色巨掌 犹如从那一世间 撕裂未灭而来 带着无穷的邪恶 担长迎上 整片天地 仿佛都在此时 爆炸开来 无量山上 一道道巨大裂缝 迅速蔓延开来 那种即将到来的对碰 让得整座山峰 都是颤抖起来 唐博的公式呼响过天际 最终是在那一道道震动的目光中 犹如划过天际的陨石 轰然相撞 巨声的撞击在刹那间响起来 无法形容的能量冲击波 如大海滔浪 一种极为壮观的姿态 自天空上扩散开来 无量山上 一座座巍峨的山峰 在冲击波波地之下 如渐地溃败 巨石滚落 整片大地 都在此时剧烈地颤抖着 无量境内外 无数岛目光 皆是死死盯着 那能量冲击波的中心地带 这般凶悍的对碰 究竟是孰强孰弱呢 狂暴无比的能量 最终被冲散而开 伴随能量的散去 黑炎生腾 一道大笑声 便这般的响彻而起 林冻 这就是你最强大的手段吗 似乎无果如此呢 一道道目光 顺着大笑声转去 然后便是见到 那黑炎之中 化沉身影浮现 此时他的身上 依旧出现一些伤痕 但是那气息 却依旧是暴力强横 而在即身后远处 徐修身后裂开的空间 也逐渐消失 那千长巨长 不知何时 已经紧述地消散而去了 竟然摧毁了我二人的拱旗 徐修零行瞳孔 盯着远处 那一道削手人影 瞳孔都是忍不住 微微夜缩 虽说他们阻拦下林冻 这相当惊人的三重攻势 但是在施展相当强大手段的前提之下 他知道 虽说化沉嘴上冷笑不醒 但是想来 心中也必然因为林冻这番手段 而有所振 这个对手可并不简单的 木陵山望了这一幕 大眼睛中略过一抹不甘 公鸡被阻拦下来了 唐新莲微微摇头 说 这个不算丢脸 先前化沉两人攻击 可没有丝毫的留守 两人联手放在拦下林冻那三重攻势 这对于林冻来说 并不算失败 先前化沉两人的攻击 即便是换作他都难以抵御 可至少那班攻势被林冻防御住了 你高兴得也未免太早了 天空上能量涟漪消散而去 一道薛兽身影也是陡然浮现出来 林冻目光摇摇地望着远处 被分开的画尘以及徐修 唇角却陡然有着一抹弧度险起 旋即即双掌瞬间紧握 青龙光纹全部出来吧 随赞青光猛然自林冻体内呼啸而出 整整五十道青龙光纹 在此时夹在一种令人动容的可怕力量波动 席卷而开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五度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眼波紫金 第1023章 渗天般的龙吟在此时自天地间响彻而起 在龙吟之中弥漫着一种极端可怕的力量波动 声波过处 甚至连空间都是有些颤抖的迹象 无数道目光抬头 旋即正正地望着那天空中腾飞的道道青龙光纹 青龙伸展着庞大的身躯 盘踞间苍近有力 青涩龙林之下 仿佛是蕴藏着可摧山岳般的可怕力量 整整五十道青龙光纹 内曼力量波动 无数人为之色变 这种力量 竟然比周泽的万象天法更强 唐心莲美目泛着恶然望着天空 此时林栋周身所翻涌的强悍力量 竟是远远地超越了周泽 那是林栋哥的杀手锏 据说是那远古的青龙王轻质的绝学 一旁的木灵山 大眼睛有些崇拜地看着 那道道盘旋青龙光影中 凌空而立的身影 自从认识以来 他从未见过后者 有过退缩的时候 他的心中 仿佛有着无尽的自信 而正是那种自信 令得他方才能够屡屡 在平凡之中 做出不平凡的事情 这家伙 不远处 周泽的眼神 也是有些复杂 从唐新莲那里 他也知道 此次的计划 摩洛其实是最为看重林栋的 这令得他最开始 心中略有些不太舒服 毕竟不管怎么样 他周泽 在乱魔海的名气 都远非最近才突然 窜出的林栋可比的 虽说对于后者 种种事迹 他都是有所闻 但是他从未想过 后者的实力 能够将他所超越 所以在得知 摩洛会将最后的筹码 放在林栋身上的时候 他难免会感觉不太服气 但眼下 这种情绪 却在他复杂的心情中 逐渐的消散了 那在最后时刻 挺身而出的青年 的的确确正在用他的双手 并且竭尽全力地 在逆转着局面 青龙奔腾 林栋双目 也是青光凝聚 眼神异常灵力地 盯着遥远处的画尘 下一杀 其脚尖猛然一点 天际的龙影呼啸 磅薄青光 仿若洞窜空间 以一种极端惊人的速度 出现在了华尘的前方 偶然奔略而来的林栋 也令得华尘眼瞳微缩着 而且 前者周身奔腾的 五十道青龙光纹 也令他浑身皮肤 泛起阵阵的刺痛 一起出手 黑炎疯狂地 自华尘体内抱拥而出 他刚欲力喝 但是玄机面色便是微变 因为他察觉到 此事的徐修却处于他后方 一个颇位遥远的距离 根本来不及同他一起出手 华尘目光闪烁 眼中惊涩更深 这家伙 现在那般惊人攻势 只是想将我二人分开吗 不过即便只有我一人 要杀你 也一如反掌 华尘眼中 很快有着凶狠这色勇气 一声冷笑 身体之上黑炎急速涌动 而后汇聚其掌心 那天炉火魔掌 低沉的鹤声 陡然自华尘嘴中传出 一股惊人的波动 也在此时 自己体内弥漫开来 旋即其手掌紧握 一拳鸿出 华尘这一拳 普世无奇 但是在出拳的时候 所有人都能够见到 其周身空间 竟在此时扭曲起来 黑炎在其拳上 疯狂的汇聚 一种可怕的破坏力 散发出来 华尘眼中寒芒涌现 目光森森地望着 那近在咫尺的清光人影 一招解决你 林栋眼中清光 在此时猛然凝聚 面对着华尘 如此凶猛地反扑攻势 他却丝毫没有退避 手掌紧握而后哄出 五十道青龙光纹 在此时齐齐思想 旋即如同猛龙出海 紧束地汇聚向 林栋的拳头之上 青龙填左印 鸿声响彻 清光暴涌 一道凝聚到极致的青龙拳印 猛然自林栋拳下成形 然后一拳动穿虚空 直接是在无数道 惊骇的目光中 狠狠地与那呼啸而来的 黑岩拳风相撞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前昆》 撞击的刹那 低沉巨声如同闷雷 自天气挥荡而开 再接着 众人便是见到 一股青黑亮色的龙拳风 陡然在两人交碰处成形 风暴疯狂地旋转着 那股散一开的狂暴力量 直接将一座飓 声声震得崩裂而去 那些原本靠近战圈的强者 面色在此时巨变 急忙后退 生怕被牵连进去 那种青黑龙拳风暴 想来就算死玄金大成强者 被扯进去 都将会是相当的凄惨 竟然对碰成这种地物 远处的天空 徐修望着天空上的 青黑龙拳风暴 那菱形瞳孔之中 略过些许凝重 林栋这一次攻击 即便是他 都是无法轻易地小觑 而就在无数刀目光 汇聚向那疯狂旋转的 龙拳风的时候 那风暴的两侧 突然扭曲起来 旋即星光与黑焰 皆是喷射而出 星光黑焰喷出 而两道身影 也猛然倒飞而出 各自在天空上 接退了上千丈之后 方才将身形稳定下来 而伴随着两道身影飞出 无论是无量镜内外 几乎所有的目光 都在第一时间 凝聚了过去 首先散去的是清光 那清光之中 血手身影浮现出来 此时的林栋 双臂衣袖 竟然被镇成粉末 手臂之上鲜血滴下 然后滴滴答答地 落了下来 那化沉 而就在一些目光 为林栋这副模样 惊愕的时候 突然有着惊呼声响彻 旋即一道道目光 急忙转向另外一处天空 只见得 那里的黑炎 也是栩栩散去 包括在其中的化沉 也是显露出 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中 而在化沉 现出身的时候 当即便受着一些 倒吸冷气的声音 此时的化沉 上身近乎赤裸 一道道伤痕 从其双全处 蔓延而上 最后拨及他 整个上半身 这般模样 看上去相当的狼狈 当然 让得众人如此震动的 并不仅仅只是 化沉这番狼狈 而是此时的化沉 一条右臂 竟呈现一种扭曲之状 一根尖锐骨刺 从其肩膀处刺出来 血流滚滚 他的一条手臂 竟然是在先前那种 惊人对碰中 生生地被折断了 竟然 断了化沉一只手 唐新莲周泽 甚至连那远处的徐修 眼通皆在此刻 猛的一缩 旋即 脸庞之上 有着一抹震动之色 涌起来 谁也无法想到 在先前 强势击败唐新莲的化沉 居然会在这种 正面交手之中 被林栋断去一臂 先前林栋一拳 竟是可怕到这种程度了吗 漫天寂静 林栋嘴中轻喘一口 有些粗重的气息 旋即 他双拳倾握 体内吞噬之力涌动 将那些侵入体内的 诡异黑眼 仅数吞噬而去 才断了一臂吗 实力真是强啊 化解到 侵入体内的劲力 林栋这才抬头 他望着化沉 那番狼狈模样 眉头却是微微一皱 旋即一声轻叹 这化沉的实力 的确强大 没想到 他在催动 五十道青龙光纹之后 依旧未能将其斩杀 真是厉害啊 在林栋轻叹的时候 远处天空的化沉 也偏过头 望着那只扭曲的手臂 他的眼盲 此时疯狂闪烁着 片刻之后 眼神回归一种 令人心悸的漠然 旋即 他手掌伸出 抓住手臂 狠狠一扯 骨骼碎裂声音响起 鲜血飞扬 然后所有人 便是惊恐地见到 而化沉 竟是将他这只手臂 生生丝断 林栋望着脸庞上 所有情绪 开始收敛起来的化沉 双目也是微微眯起 这应该是你 最强的手段了吧 化沉 缓缓抬头 那漆黑的 仿佛没有焦距的 瞳孔盯着林栋 毫无情感的声音 在天空之上 传荡开来 许修 解开封印吧 我想 杀了他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 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24章 天地间 一片寄燃 无数道目光 汇聚向天空上 那弥漫着 浓浓血腥味的花尘 他的脸庞上 经过先进一种 恐怖的扭曲之后 却在此时 逐渐变得平静下来 只是那种 诡异的平静 在其断壁处不断滴落的 鲜血渲染之下 愈发地令人感到心寒 远处的徐修 此时也出现在花尘身旁 他看了一眼 后者的伤势 眼中掠过一抹金色 想来是没想到 林洞卿能够将花尘 伤到这种程度 徐修声音低沉说道 我早说过 这小子有些古怪 小觑不得 没事 花尘淡淡一笑 旋即他摇摇盯着 远处那道年轻身影 一种怨毒 以及暴虐 缓缓地涌出来 不管他怎么挣扎 结果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 死 花尘嘴角的笑容 逐渐地争鸣 旋即其手掌 抹过断壁处 鲜血燃满掌心 指尖轻滑 血线在上面汇聚 一笔一画 最后化为一道道 诡异的血色符纹 徐修望着这一幕 要解开缝印吧 菱形瞳孔却微微一缩 这林洞竟将花尘 逼到这一步了 血色符纹 悬浮在花尘面前 忽然间 黑炎从符纹中 升腾起来 旋即花尘指印一变 一道道 燃烧着黑炎的 血色符纹 飞掠而回 最后射进他的眉心 心脏 丹田 等等要害之内 而随着这些符纹的肉体 花尘的身体 陡然静止 在这衣裳 他的气息 仿佛都是诡异地 消失在这天底下 唐新莲 周泽等人忘了这一幕 面色却是一变 一种不安 涌上心头 林洞也是眉头微皱着 看着气息消失的花尘 手掌缓缓紧握 诡异的寂静 笼罩在天底间 不过 这般状态 并未持续多久 突然有人察觉到 周围的温度 似乎开始变得阴凉下来 黑雾 不知何时 从花尘体内 一丝丝涌出来 那种黑雾散发开来 竟连周围的空间 都发出一种哀鸣之声 黑雾弥漫 华尘猛然抬头 此时 他一对瞳孔深处 竟是有着血色凝聚 那血色瞳孔之中 弥漫着一种 难掩的邪恶 血眼睁开 华尘那消失的气息 猛然再度爆发 而这一次 那气息 却在一种惊人的速度 膨胀变强 天地间 黄蜂骤起 吹起华尘 衣袍烈烈作响 而在那滔天黑雾渲染之下 此时的他 犹如一尊邪神僵士 这股气息 无量境外 无数人都是被华尘 陡然暴涨的气息 所震惊到了 谁都没有料到 后者竟然还隐藏着 如此强大的力量 太死的 古梦奇 欲守紧握 原本翘脸上 因为华尘被断一臂 涌现出的喜色 在此时 小事殆尽 林栋好不容易 方才占据了一些上风 没想到 如此迅速的 便是被逆转 在其身旁 古燕两女 脸颊上 也是有着担忧涌现出来 这华尘的实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即便是他们 古家中人 能够胜过他的人 恐怕都不会超过一指之数 果然是一魔的气息啊 阎神殿上 摩罗赤宏的目光 在此时 陡然间变得锐利起来 他盯着无量镜内 那肆虐的黑气 身体表面 有着淡淡火焰 声腾起来 的确是一魔的气息 不过 却并不纯粹 阎神殿大张老 眉头皱着 说 不过 即便如此 此时 这华尘的实力 也是大张 林栋想要再抵御 恐怕会变得 相当困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先前林栋的故事 即便连这位 阎神殿大张老 都颇为惊艳 而前者能够断去 化身一臂 更是令他 惊察欢喜 但是可惜的是 先前好不容易 积攒出的优势 在此时 却将会变得 荡然无存 这些异魔的实力 对于林栋 这种年轻一辈来说 的确是有些 难以抗衡 摩罗目光盯着 无量镜内 那里一处天空 有着削手深情的 年轻人 正注视着 异变种的化身 但是 从他那张 年轻脸庞上 摩罗并未见到 太多的惊慌失措 喧其他一笑 眼中有着 掩饰不住的心上 秦之的眼光 可不低啊 能够被他 都赞赏的年轻人 也不会简单的 战局 回到最后一时刻 下任何结果 都过早了一些 应该是某种的力量吧 的确有些棘手啊 林栋盯盯着 那滔天弥漫出的 邪恶之气 勉了勉嘴 旋即目光垂下 对于化尘 这番手段 他并没有感到 太过惊讶 因为这种手段 当日霍元三人 也是动用过了 看来 你知道的东西 倒是不少啊 化尘血瞳 看向林栋 那瞳孔中 有着无尽的怨毒 在涌动着 旋即 他冲林栋咧嘴一笑 刚才 那几轮攻势 也是将你体内原力 消耗大半了吧 林栋眉头微皱 手掌握了我 他的原力修为 毕竟只是 升玄境圆满 比起化尘 他们这种 货真价实的 死玄境大成 的确是弱了不少 如果不是因为 有着精神力辅助 以及吞噬祖福 暗中吞噬天地原力 补充自身的话 此时 他也难以 坚持这么久 现在的你 还难什么 与我抗衡 化尘 唇角的弧度 有些机巧 玄机 他森然笑道 放心 待他将你打败 我会把你四肢 都生生地死断的 林栋 我们一起出手 后方山峰 略足羞咬的 唐心莲 以及周泽 皆是略出 沉声说着 你们这种状态 林栋看了两人一眼 无奈地摇里摇头 两人先前 接受不清的伤 而他们 也并不具备 吞噬祖福 将短时间内 恢复力量 显然是 不可能的事情 周泽咬里咬牙 说 至少能阻拦一会儿 他的目光极为不甘 与忌惮地盯着 浑身黑气缭绕的化尘 犹豫了一下 就说 这家伙比刚才强太多了 你 不会是他的对手的 唐心莲说 你一人独占这么久 也消耗太多力量了 林栋轻叹了一声 摆了摆手 两人这个状态出手 对战局并没有太大帮助 所以他偏头 注视唐心莲 轻声说道 相信我 唐心莲一正 美目望着那眼神 认真的林栋 即便在这种时候 后者的眼中 依旧没有任何的距影 小心点 唐心莲 预手倾握 然后理智告诉他 此时的林栋 状态同样不好 但是在后者的目光注视下 他却再说不出阻拦的话语 一旁的周泽健壮 不由得哭笑了一声 这家伙还要逞强吗 真不会是道宗的弟子 一如当年周通那般顽固 华晨望着这一幕 一声轻笑 旋即语气陡然森然 不过可惜 你的结果 会与那周通一模一样 然而 面对他的冷笑 林栋却油若未闻 他的身体 徐徐自天空落下 然后落至一座 威恶的封顶之上 就这样彻底的 度上一场吧 林栋抬头 漆黑双目 盯着远处的画尘 以及徐修 然后双手徐徐弹开 指尖处有着 奇异的印法结成 在无数岛 略带疑惑的目光之中 林栋脚下大地 突然发出细微的颤抖 一股奇特的脉冲波动 砰的一声 自地底席卷开来 伴随着这股波动的席卷 天地间 猛然有着精华声传出 因为他们见到 这方圆千里之内大地 竟在一种 惊人的速度 变得荒芜起来 这是 华晨血统望了这一幕 瞳孔陡然一缩 一种极端危险的感觉 用省心头 大黄无情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冻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冻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25章 整片大地 仿佛都是在此时震动起来一般 山岳颤抖 巨石滚落 一种枯黄般的荒芜之色 自林洞脚下蔓延而出 然后一种惊人的速度 对远处弥漫而去 原本聪裕的山岳迅速变得空黄 一种蛮荒般的荒芜 悄然地笼罩这片天地 这般惊人变化 也立刻引得无数强者注意 玄机 他们的面色也是巨变起来 那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能够隐隐感觉到 这大地之中的升级力量 在此时潜入地底 然后汇聚在一起 最后涌向同一个方向 足有目光 顺着那个方向望去 在那里青年脚踏大地 双手摊开 薛瘦的身影 在此时仿佛有着一种 可顶天立地般的伟岸 这时 唐新莲周泽等人 目光惊异地望了脚下大地 他们实力强横 所以更是感知敏锐 在他们的察觉之下 此时大地中 处于一种极端狂暴的状态 那一股果属于大地的力量 正在飞快地灌注进入远处那道身影之中 竟然能够吸收大地的力量 好霸道奇妙的武学呀 唐新莲美目微亮 玄机灼灼的望着那道薛兽身影 这个年龄与他相仿的青年 虽然初见或许略显平凡 但是那平凡中却透着种种的神秘 令人难以摸透 一旁的周泽点点头 他蹲下身子 手掌抓起一把泥土 泥土中一种荒芜的气息散发出来 令得他有种回到远古蛮荒时候的感觉 不知道这样的话能不能抗衡那华尘 临栋所处的山峰突然崩裂出一道道裂缝 裂缝之中狂暴的能量冲天而起 竟是将那天空的云层都生生撕裂了 此时它的周身 磅礴的能量如海般汇聚着 周到的空间都在这种雄魂能量的涌荡之下 变得愈发的扭曲 那种能量雄魂程度 看得即便是一些紫玄精大成强者 眼神都极其凝重 而此时从天空俯视这片地狱 则是会发现 无量山周围百里多内 竟是锦树化为荒芜的世界 这片地狱的力量 已经全部被抽调而出 最后被林洞所吸纳 果然将道宗的大黄无精修炼成功了 画真望着那同样气息在此时暴涨的林洞 脸旁原本存在的冷笑终是消散而去 虽说其眼神依旧阴沉 但此时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 眼间的林洞的确有着让他彻底重视的本贱 之前的种种青石在此时紧束地消散 只要不是一个蠢货 谁在面对着 这不断爆发出惊人潜力的林洞时 都不会再保持着蔑视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挡我们 画真眼神陡然争吟 其双手猛地结印 喉咙间有着低吼声传出 只见得紧眉心处 隐隐间有着一道黑色蜂蜂浮现 浩天黑气弥漫开来 整片天地愈发的黑暗 无数道目光 皆是此时望着这似乎拼到极限般的两人 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动容 谁能想到 这次争霸在竟然会拼到这种地步 这种层次的争斗 莫说年轻一辈 就算老一辈的强者都嫌有人能够达到 唐欣怜望着气息再度变强的华晨 阴牙也是忍不住轻咬 该死的 那华晨气息又变强了 现在他们两人都在拼命了 周则哭笑着 这个时候两人已经无法收手 两虎相抖并有一伤 还不够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浅昆 林洞缓缓地伸出手掌 旋即手掌轻握 磅礴能量在掌心凝聚着 那一握之下 仿佛连空间都是颤抖了一下 此时的林洞能够感觉到 是要他愿意 他可以一拳将这座无量山 轰得支离破碎 不过他抬头望着远处 那陶天黑雾 那华晨的气息 同样是变强 这种程度 想要一击解决所有问题 还不够 大皇武精 把你的力量全部施展出来吧 让你的声明 即便在这遥远的乱摸海 也要彻底的相撑 滴滴的呢喃之声 从林洞心中流淌而过 下一上他陡然弯身 双掌重重地拍在地面之上 整座山峰 都在此刻狠狠颤抖了一下 而在林洞手掌拍下的刹那 一股极端强大的脉冲 猛然自己掌心中散发出来 大地颤抖间 所有人都是见到 那原本逐渐停止蔓延速度的荒芜 竟然再度飞快延伸出去 百里 三百里 五百里 伴随林洞实力不断提升 大荒芜精的威力 显然也在不知不觉间 达到一种惊人的掌握 在一抹城时 林洞催动大荒芜精 顶多只能将百里之内 大地化为荒芜 然而现在 这种面积 却成倍成倍地翻长 荒芜疯狂地蔓延 最终在那无数道震撼的目光中 逐渐渐缓 带到那荒芜界线彻底停止时 无量山之内八百里 已是仅数化为空荒的荒芜世界 荒芜的气息生腾起来 涌荡天地 竟是连那肆虐的黑雾 都是节节白退 林洞缓缓站起身来 巨大的裂缝 自己脚下蔓延而出 主案瞬间便密布了 这座风顶之上 他抬头望向远处 面色难看的华尘 唇角有着一抹 冰冷的弧度掀起 耀眼的清光 在此时自林洞体内 铺天盖地席卷而出 紧接着震天动地般的 龙吟声响 然后无数人便惊骇地见到 一道道青龙光纹 一种惊人的速度 自林洞体内盘旋飞出 十道 五十道 一百道 两百道 三百道 整整三百道青龙光纹 盘旋在林洞周身 杨天丝后间 一股肉眼可见的空间 波动扩散开来 周遭大地 疯狂地崩裂 唐心连周则等人 也是震撼地望着 那漫天青龙光纹 包裹的林洞 先见林洞 仅仅只召唤中 五十道青龙光纹 便断去化身一臂 现在这三百道 就连他们 都感觉到一种 浓浓的毁灭味道 这三百道 与五十道之间 绝对是质般的差距 混蛋 华晨死师瞳孔 同样是陡然尽锁 旋即他一声怒骂 在盘旋的三百道 青龙光纹之下 他感觉到了 死亡的波动 徐修 你同出手 虽然心中极其不甘 但华晨最终 还是怒吓出声 他能够感觉到 林洞这拼尽全力的攻势 凭他一人 似乎极难抵御 一旁的徐修 那眼中在此刻 被凝重于震动所不满 他望着远处 那漫天青龙光纹包裹的林洞 旋即忍不住 又先恼怒地说道 我早便与你说过 一起出手杀了他就好 这小子根本不简单 虽然恼怒归恼怒 但徐修也明白此时情况 当即双掌一握 整个身体竟然迅速地黑化起来 一种阴森的波动 迅速散发而出 林洞身体缓缓悬空而起 他漆黑双瞳深处 青光凝聚成青龙盘踞 旋即还遥遥地望着 远处如连大地的两人 手掌轻轻抬起 轻声悄然地回荡而起 噓 漫天龙音响彻 然后无数人 便是头皮发麻地见到 整整三百道青龙光纹 在此时同时呼啸而出 那一刹 整座无量山 开始崩溃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贤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贤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今天动地般的龙吟 在天地间回荡而起 耀眼的青光弥漫开来 三百道金龙光纹 携带着滔天之力呼啸而过 青光弥漫过处 一座座山峰 开始以一种惊人速度崩塌 甚至连空间 都在此时呈现一种扭曲的迹象 那般力量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此时的无量山上 一道道人影狼狈的盗势而出 众多瞳孔反射着席卷而出的青龙波动 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汉染 这攻势真的是一个 声玄境圆满的家伙 搞出来他们 犹孽呀 一些人面面相去着 只能在心中如此评价 那个发动这般恐怖攻势的家伙 大天落魔神 无火不灭 华晨面色凝重地望着 眼瞳之中急速放大的陶天清光 一道立鹤之声 也是猛然自己嘴中爆鹤出来 阴沉邪恶的黑光 状如潮水般则化成体内涌出 而他的身体也在黑光弥漫间再度膨胀 仅仅仅数席间便划为一尊将近百丈庞大的魔影 嘶吼传出 仿若一尊异世之魔降临 昏灭魔像 魔修同样在此时爆合出声 旋即其眼瞳之中邪恶之光弥漫 身后空间仿佛被无形大手撕裂开来 一尊巨大的诡异魔像自其中踏出 魔像无面 仅仅只在其眉心处 有着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看上去怪异的令人发汗 此时的华晨两人 显然也同样是将手段施展到了极致 临栋凌空虚踏着 有如青龙盘踞的双瞳 遥遥望着那魔气滔天的华晨两人 脸庞上的灵力愈发浓郁 旋即其手掌猛然卧下 青龙枕魔 低沉的声音 有如龙银般在天空中传荡开来 那三百道青龙光纹 瞬间在此刻凝聚在一起 青光弥漫 净化为一只千丈庞大的青龙巨爪 龙爪之上 雾满着巨大的龙鳞 一种可怕的威亚弥漫出来 那一刻 仿佛是一头真正的巨龙 撕裂空间降临在 这片天地一半 这一般攻势并不算陌生 在当初一抹成青智撕裂空间 阻拦圆门三巨头的时候 便同样是相同的招数 只不过青智那洞传空间而来的龙掌 比起林栋这个 却要强横威猛太多了 当然此时林栋的对手 也并非圆门三巨头那般强大 虽然他有着自信 迟早有一天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 将那曾经将他视为楼椅的 圆门三巨头打败 龙掌凝聚 在下一刹那 直接撕裂空间 然后便在无数道震撼的目光中 狠狠地拍向华晨二人 摩影摩像同样在此时厉声咆哮着 黑光滚滚也同样以一种极为凶悍的姿态 抱重而出 最后在无量镜内外 无数道目光的重视下 轰然相撞 碰撞在顷刻之间完成 然后这般惊人对碰 却并没有任何的巨声传出 所有人都只能看见耀眼的青光黑芒弥漫开来 旋即充斥整个眼球 火焰成钟天空上 那万丈光镜中 已经被青黑两色光芒弥漫 其中任何的景象都是被遮掩 而且所有人都能够清晰感觉到 一股无法形容的狂暴波动 正将镜面冲击的反气阵阵涟漪 阎神殿上 目楼望着那泛起涟漪的无量镜 脸上也是划过一抹惊异之色 玄机喃喃说道 无量镜少被冲破了 真是惊人的脚手啊 什么 一方的长老文言顿时已清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然而就在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这片天空突然陡然暗置下来 那万丈光镜之上竟裂开了一道道裂纹 裂纹一出现 以一种惊人速度蔓延开来 裂纹前有着四眼的青黑光芒倒射出来 无量镜要破了 这一幕也被不少人所察觉 当即惊呼声便是此起彼伏在火焰城中响起 不少人惊悚地望着那破裂的无量镜 旋即急忙暴退 整个火焰城都在此时变得有些混乱起来 那无量镜周围千丈之内 几乎短短十数息的时间泡得干干净净 裂纹愈发的密集 最终当一道裂纹延伸到无量镜边缘的时候 咔嚓的声音终于是悄然停息 而下一刹呢 万道青黑光芒暴射而出 那万丈光镜终于在无数道震撼的目光中爆炸开来 所有事件都在这种耀眼青黑光芒下失去了焦距 原本缤纷多彩的世界 仿佛在此时仅数被两种颜色所重斥了 不过索性 这种失明仅仅只是短暂的刹那 旋即众人便是感觉到视线再度变得清晰 而在当众人视线恢复过来时 几乎是第一时间便将目光投向那片光滑的中线地带 此时的城市中央地带还弥漫着刺眼的清光 那般光滑令得人无法看透其中的景象 而在众人迫切想看清楚那光芒之内时 突然有着众多破风之声自其中响起 然后他们便惊愕地见到一道道人影狼狈自光芒之中抛飞而出 是那些进入无量镜的人 众人望着那些被狼狈抛出的人影顿时一阵哗然 显然也是将他们给扔了出来 三道光红此时则光芒之中倒飞出来 玄机身性一动便落在一座建筑物之上 仔细看去赫然便是唐新莲 周子和慕陵山等人 而先生的三人并未理会周围的种种事情 他们同样是望着那光芒的源头 眼神之中充满着紧张 整座城市仿佛都在此时变得安静了许多 所有目光都去焦在那光芒源头 玄机紧张地等待着光芒的散去 他们很想知道 现前那种连无量镜都镇破得可怕交手 究竟是孰强孰弱 漫天的光芒之中逐渐消退 最终彻底消散 而在其中景象也清晰出现在 所有人的眼球粉射中 首先出现的是一个约摸千丈庞大的锯坑 锯坑之中的所有建筑物都已是化为粉末 这一幕看得不少人有些头皮发麻 还好千千没被牵扯进去 不然的话可就真的是要倒霉了 看那里 突然有惊声传出 一道道目光瞬间转移 然后他们便是见到 那锯坑的中心位置三道人影 呈两方对峙之势 三道人影正是此次争霸赛最耀眼的主角 也是捣鼓出这般破坏的罪魁祸首 无分胜负啊 众人望着那身体纹丝不动的三个人 脸庞接受划过一抹恶然之策 怎么会这样 唐星连等人也是满脸错误 都拼到这种地步了 难道还没分出胜负吗 阎神殿上 摩罗赤红目光望着坑中三个人 旋即嘴角有着一抹如是重负般的笑容 缓缓掀起 缓缓地说道 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小家伙呀 而就在摩罗声音刚刚落下的刹那 这火焰乘无数道目光便是眼通皱缩地见到 两道血柱猛然自化尘徐修修两人体内抱声而出 旋即两人身体在他们满是惊骇的眼神之中 缓缓倒塌下 两人的身体重重地落在地面上 低沉的响声 就让得整座城市的人眼皮都是狠狠地一跳 再接着 无数道目光几乎在瞬间转向巨坑中 唯一还站立的一道血瘦身影 眼神陡然灼热 这场惊天之战终是分出了胜负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五度乾坤 作者天残土豆 演播紫金 第1027章 两具沾染鲜血的身体无力倒落在地 细微的灰尘溅起来 然后又逐渐降落 犹如一场即将散落的沙暴 整座城市气燃无声 那一道道目光在经过短暂的震撼之后 终是紧数投向巨坑中唯一战力的青年 他们望着那血瘦身影 不少人眼神都泛起一次凝重与钦佩 他们很明白 想要战胜眼前这两个人 需要付出一种何等惨烈的战斗 整个乱魔海年轻一辈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 恐怕也就这个叫林栋的变态家伙了 竟然真的赢了 真是厉害啊 周泽的目光同样是有些恍惚的望着那道背影 玄机深深吐出一口气来 此时此刻 即便心好如他也不得不心悦称服 只有真正的与华人徐修交过手 方才能够明白他们的强大 而如今林栋却一一敌二将他们战胜 这份能耐乱魔海年轻一辈 许是无人能够出其忧了 师父的眼光 果然很好啊 唐星莲明媚的双眸 泛着微亮的光泽 凝视巨横中的背影 此时他的声音竟是相当柔和 这在他身上显然是极为罕见的 慕灵山雀跃说道 我就知道林栋哥一定会赢的 或许三人中 一直相信林栋能够获胜的就是他了 在距距坑不远的一座建筑上 古雅悬着的心也同样伴随结果的出现放了下来 他笑嘻嘻地说着 以后林栋哥可要成为乱魔海的大名人了 那歇风洞天的邪国老人若是知道的话 恐怕以后都不敢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一旁的古梦琪与古燕对视一眼 玄机是轻轻一笑 他们知道 此战过后 林栋的声明必将响彻整个乱魔海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林栋在东悬域有着什么身份 但这里的事情传过去也必然会引起巨大的骚弄 这个从东悬域走出的男人 足以让任何人都为其感到震撼 火炎城的寂静持续了好半场 而不知道何时 突然有着一道贺彩声响起 玄机整座城市犹如崩堤了一般 无数的贺彩声陡然爆发起来 最后汇聚在一起 这城市之中爆发开来 这一般精彩的战斗足以折服任何人 在那座城市排山倒海般的贺彩声中 续坑中那道身影也是微微颤了颤 玄机他开始剧烈咳嗽起来 鲜血从嘴中喷出来 然后被他用手捂住 一张面色也是惊人的煞白 真是难缠的家伙呀 林董望着面前的两人 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他能够感觉到体内原力 在此时被炸得干干净净 眩晕的感觉在此时 在林董脑海中涌动出来 刚想抬脚 身体却忍不住亮相想倒下去 不过就在林董倾斜下去的身体 并为狼狈地贴着地面 他眼中红光一闪 再接着他便感觉到身体碰到一处柔软所在 一阵好温的幽香悄然钻进鼻子之中 突如其来的柔软令得林董脑子中 眩晕散去了一切 旋即他边头然后边见到一对明媚的美目 将他给看着 而他的身体则是浸贴在他那柔软的身子上 唐欣怜到丝毫不闪避林董的视线 精致的脸颊上有着一抹浅笑浮现出来 那般柔和与他以往送来的强硬极为的罕见 唐欣怜将他搀扶着盘坐下来 他则是跪坐在林董身旁 他仰涛看着蔚蓝天空那般安宁 哪里还有先前那般惊天的沙发 谢谢了 唐欣怜偏头盯着林董微笑说着 他知道摩洛这一次的计划付出多大的心血 若是林董失败的话 那所有心血都将会付诸一句 而同时他们阎神殿 他也会受到不小的名声打击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林董哭笑着 都被逼上那样了 想退也没办法呀 玄机他看了看满手脏乱的血迹 脸庞上苦笑更深 好久没拼得这么狠了 而在林董注视自己 乃对布满鲜血肮脏的手掌时 一只修长鲜血的浩白玉手 突然从旁边伸了出来 然后在他惊愕的目光中握住他的手掌 再接着从怀中取出一道柔软丝巾 以一种很是轻柔的动作 缓缓擦拭着他手中的血迹 林董有些发愣地望了这一幕 手中的冰凉有如握着一块软玉一般 那触感极好 不过林董却是有些头皮发麻 因为他听到 这城市中突然传出一些哗然声 以及一些突然间淋漓起来的事情 你这是想要害死我吧 林董有些尴尬 想来他还是第一次 被一个如此漂亮女子这般对待 而且最主要的是 唐星莲在阎神殿身份可相当不一般呢 那些对他怀着爱慕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而现在他被这样的对待 岂不是直接将无数的仇恨给拉过来了 所以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收手 但是他却忘记此时他的状态 所以根本不是唐星莲的对手 手掌抽了抽 根本就抽不回来 我一个女孩子都不怕 你担心什么呀 唐星莲看到没看林董 淡淡说了一声 然后相当认真的将林董 那布满鲜血的手掌擦得干干净净 这里几乎是此时诚实的焦点 唐星莲这带着一点震撼性的举动 也是很快掀起一些轩然大波 乱魔海火仙子的名头几乎无人不小 而其实力也是与其美艳成正比的 从某种程度来说 他算得上是无数青年俊杰 梦寐以求的女孩 只是这女子平时太过英气洒爽 拿不输男子般的实力以及魄力 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但眼下 这个手握烟神殿将近80%军队 如同帅的女孩 却跪坐在一个男子身旁 顾不得脏乱 为其默默擦拭手中刺眼的血迹 这一幕幕的冲击性相当之大 因此 很快城市中便响起一连片的口哨声 哨音中倒是有着掩饰不了的羡慕 能够受到这种厌浮 再大的苦也值 许坑之外 周泽望着这一幕 倒是眼神微暗 转机 洒然地松松间 在众多轻浮的口哨声中 唐新莲在林栋手中血迹 擦拭干净之后 这在若无其事地收回 他看了林栋一眼 说 只是很感谢你今天帮忙 你别多想 说完 他并微微偏过头 留给林栋一个好看的精致侧脸 他的脸颊一直很平静 仿佛先前所做的事情并不算什么一般 只不过 素来眼离过人的林栋 还是在林栋玉手收回时 感觉到了一丝微微的颤抖 显然 这个女孩心中 似乎并不是表面上这般 孤精无波 不过虽然发现这点断倪 但林栋却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尴尬地点点头 旋即他看向前面倒下的华晨两人 说 他们还没死 在说出这话的时候 林栋立即看见唐新莲 那精致俏脸 变得冰冷下来 然后 后者玉手一握 那火荒枪便再度出现在 他的手中 那便杀了 唐新莲起身 这一煞呢 先前看似柔软的女孩 立即变回那沙发果断的 阎神殿火仙子 那种冰冷杀意 看得林栋 眉头都是挑了挑 唐新莲做事相当雷厉风行 没有任何的废话 快步上前 明谋冰寒 手中长枪滑起寒芒 直接毫不留情地 便对两人天灵盖狠狠刺了下去 然而 就在长枪即将刺中 两人天灵盖的时候 一圈黑光 突然自两人身体表面涌现 叮的一声 将长枪抵挡了下来 这般变故 让他唐新莲美目轻轻收敛 但是俏脸之上 却没有任何的意外 反而是抬起脸颊 望着天空 淡淡地说道 终于是要现身了吗 林栋也在此时抬头 然后他便眼瞳微缩地见到 那蔚蓝天空之上 突然有着巨大的黑色裂缝 蔓延开来 一种可怕的魔气 铺天盖地的 似其中涌出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六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28章 蔚蓝的天空 巨大的黑色裂缝 犹如怪兽俊嘴一般 缓缓蔓延开来 一种惊人的邪恶之气 也是陡然喷波而出 那种邪恶之气 与之前化成徐修两人 如出一辙 那种浓度 却强横了无数倍 而在那般邪恶之气 弥漫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便是察觉到 这片天地间 充实的天地原力 都是沸腾起来 而从那些躁动的 天地原力之中 他们都是感受到了 一种抗拒和排斥 这般发现 让的不少强者 都是有些恶然 这是他们有史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 天地原力 竟然会排斥某种东西 这些天地原力 不是任由 这世界中的生灵 吞那吸收的吗 那是什么 一些目光茫然望着天空的一边 虽然那些席卷处的黑色魔器 让他们极为不舒服 但是他们却丝毫猜不透 他们的来路 林栋盘坐在地 他眼神凝重地望着天空上 撕裂而开的黑色裂缝 手掌缓缓地紧握起来 南南说道 终于忍不住了呀 唐新莲 明眸冰寒 陡然冷鹤出声 霍神卫 其鹤声刚刚落下 天空上猛然破风声响彻 上千道身着厚肿 赤红甲胄的身影 便是同时出现在反骨 他们手中巨大的长枪 缓缓抬起 那一刹 这霍神卫所有人的气息 仿佛都是连接在一起 那种可怕的波动 看到无数人 骇然变色 而就在火神尾出现时 天空上的黑色裂缝之中 突然有着一道黑色光束 暴冲而出 然后化为一只黑光大手 闪电般地 抓向地面上的化神两人 眼神殿的地方 轮不到你们这些东西 来侍女 世红光华 陡然自唐新莲体内 席卷而出 旋即再度在身后 化为火黄之翼 其焦躯一度 直接出现在火神尾最前方 预手紧握火黄枪 冰冷鹤声 响彻全城 火神尾 宁神 是 整齐得犹如一体般的 低沉鹤声 自火神尾之中 爆合而起 旋即 套点般赤红原力 弥漫出来 对后 竟直接在他们上空 化为一头千丈庞大的火焰凤凰 这头火焰凤凰 比起之前唐新莲凝聚出的 无疑是强大了太多 展示之间 整片天地的温度都升高起来 连其中围的空间 都呈现一种极度扭曲之状 唐新莲 焦躯到飞而上 直接落至那千丈的凤凰之上 而后 手中火黄枪重重堕下 凤凰仰天清明 聚嘴之中 赤红火焰 如同火海般席卷出来 最后 直接与那自裂缝中 呼啸下的磅礴 磅礴 黑光 重重的相撞 巨声 在天空上回荡起来 赤红火焰弥漫 竟将那凌厉到极点的攻势 真正地阻拦了下来 林栋面带 惊异地望了这一幕 他能够清晰感觉到 那次裂缝中呼啸而出的攻击 不管有多么强大 那种程度 就算是死旋 竟圆圆满强者 都必须全力相应 但眼下 却在唐新莲手中 被轻易地击破 他竟然能够驱动 那火神威的力量 林栋看了一眼 处于唐新莲 后方 整齐如军队般的火神威 现前那种庞大的力量 显然是联合 他们所有人的力量 一般说来 这种力量融合 需要一种 近乎变态般的默契 即便是 同处一个宗派的师兄弟 想做到这一点 都是极为困难的 但是这火神威 却能够成功地做到 显然 为了培养这么一支 战斗力惊人的军队 阎神殿浮出了 不小的心血 而能够成功驱动 这股力量的唐新莲 比起他单独作战时 显然强横了太多 面对着这种状态的唐新莲 即便是临动全盛时期 也唯有暂避锋芒 唐新莲 欲足惊叹火煌 双眸冰寒地望着天空上 裂开的巨大裂缝 冷声喝道 哈哈哈哈 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 裂缝之中 黑雾涌动 一道尖笑刺耳声 传了出来 邪恶黑气 犹如潮水般涌动 旋即在天空之上迅速回缩 最后化为一道黑影 黑影体型比人类更为壮硕 在其身后 有着一对伸展开的布满锋利古色的魔艺 魔艺展开时 仿佛连天色都是暗沉了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黑影同样有着类似人类的五官 不过其脸庞上却布满了金色的魔纹 看上去相当的诡异 而且他那对魔艺同样弥漫了金色的纹路 隐隐间有着一种相当可怕的波度散发出来 这是 林栋眼瞳微缩地望着那伸展着金纹魔艺的黑影 手掌都忍不住紧握起来 将决一魔 这是林栋第一次真正亲眼见到将决一魔 按照人类等级 这家伙也是一尊相当于转轮镜的超级强者 看来摩罗此次计划真是引出来了一些大鱼啊 看盆将破了你这融合阵法 那将决一魔一现身便仰头大笑 玄机其眼瞳之中凶残之色涌现 大手一抓便有着滔天黑气在其前方凝聚 而后化为一柄黑色漩涡绣袍挖挥洞 漩涡便高速旋转 带着一种惊人破坏力冲向那火神尾 你也出 在我阎神殿还轮不到你来撒破 不过就在降解一魔出手的时候 一道怒吓之声也陡然响着 玄机一名红袍老者便出现在唐心莲前方 手掌拍出浩瀚原力滚动而出 原力之中声色之气完美融合 这红袍老人居然也是一名转轮镜的超级强者 两道可怕的攻击在半空中相撞 整座城市仿佛在此刻颤抖了一袭 冲击波自焦虹之处席卷开来 将附近那些强者直接掀得人羊马翻 那是阎神殿大长老 赤云长老 这哪何是转轮镜超级强者呀 这突然出现的到底什么东西 竟然能够与赤云长老交手 天空上那惊人的交手 也是引得无数人有些目瞪口呆 玄机面色皆是有些变换 一些心思敏锐者 已经隐隐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的 转轮镜的超级强者 在乱魔海足以成为一方霸主 寻常时候大多都是闭关修炼 极少会有需要这种层次强者出手的时候 但是每当这种强者出手时 那必定不会是什么小事情 倒不愧是阎神殿 抵运倒是不弱呀 天空上那降界一摸 身形后退束 玄机他大笑着 妄想出现在唐心莲身前的红袍老者 就说 不过阎神殿如此大张旗鼓 想将我们引来 光靠这点能耐 恐怕只能引火烧身了 你们两个家伙也出来吧 在说着这话的时候 这位降界一摸的脸 却看向后方那巨大的黑色裂缝 看来这世界从此以后 又该要混乱起来了 伴随他的阴落 那裂缝之中 也是陡然有滔天黑雾席卷出来 而后黑雾凝聚 又是两道壮硕身影 闪现出来 这两道身影身后 同样是布满着金纹的魔艺身杂 这三道魔影一出现 邪恶的黑气顿时遮天笔日 这一刻 仿佛连天空的烈日 都失去了原本的炽热 三大降界一摸 林董瞳孔紧缩地望了这一摸 这一刻 即便是他的定力 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三名 转轮镜超级强者呀 林董倒吸一口冷气的时候 这城市在此时暴动起来 无数人眼神近乎呆滞 谁能想到 那平日里 神龙剑手不见尾的超级强者 如今一下子就出现三人 一些人面面相去 皆是从对方眼中 读出了要出大事了这个椰子 三大降界一摸 看来你们还是挺看得起我 阎神殿的呀 淡淡的声音 也在此时突然在天空上传开 无数道目光转去 然后他们便见到 那阎神殿主殿之上 一道壮硕身影缓缓站起 在其眉心之处 一道火焰浮纹 悄然的燃烧 一种极端恐怖的炽烈气息 如同风暴一般 从其体内席卷而出 不过 摩罗赤红的目光 淡漠地望着天空上 那三大降界一摸 旋即事先一转 凝视着那巨大裂缝的最深处 淡淡的声音 但是却让林栋 头皮猛然发马 还有一尊王杰一摸 也来了吧 现身吧 只是不知道 你是哪尊一摸王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庸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庸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29章 王杰一摸 林栋头皮发麻地 抬头望着天空上 那巨大的黑色裂缝 其中没有任何的光线 那种无尽的邪恶黑暗 看得人浑身发寒 那次摩罗嘴中传出的话语 显然也给他造成极大的震慑 王杰一摸 那种等级的一摸 即便是放在那远古时期 也是极为可怕的存在 而以人类实力等级来区分的话 那就是一尊 货真价实的轮回镜强者 而从某种意义来说 这么多年来 林栋并没有真正见过 踏入轮回镜的巅峰强者 虽然青智也踏入这个层次 可林栋并不算与他正面见过 而至于硬欢欢的兵主身份 想来那远古时候 也是极为恐怖的 但是 那毕竟只是他轮回之前的身份 其他所看见的一些超级强者 如应玄子 圆门三巨头 木兰等等 他们却只是转轮镜势力 与真正的轮回镜比起来 依旧有着一道难以跨越的砍 至于摩罗的话 虽然因为火焰祖父的存在 他拥有媲美轮回镜强者的战斗力 可真要说起来 并不算真正的踏入轮回镜 但眼下这所谓的王杰一抹 就算是真正达到了那种 闲有人级的巅峰层次了 火荒之上 唐新莲与那赤云长老 面色也是此时微微变了面 王杰一抹 没想到连这种一抹中的王者 都被引来了 整座城市中 绝大多数人 有些茫然地忘了这一幕 摩罗嘴中的一抹王 令他们一头都污水 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 虽说一抹的事情 在如今天地间逐渐销声密集 但是毕竟还有着一些 蛛丝马迹残留下来 一些有渊源的强者 还是能够隐约地知晓一些的 因此这些人 也正正望着天空上 那黑色裂缝 面容苍白的可怕 那眼瞳深处 有着恐惧 在一点点凝聚着 人不愧是 火焰祖福的掌控者 裂缝之前 那三大一抹笑咪咪地 望着远处 阎神殿之上的摩罗 他们在看向后者 眼神之中 倒有些凝重 显然面对着转轮镜的实力 并且还手握火焰祖福 这等天地神物的摩罗 他们即便身为一魔 也不敢有丝毫的小区 自那缘故以来 他们已有太多强者 遮损在这些祖福掌控者手 摩罗赤红目光 弹幕盯着三大一抹将 旋即其手掌抬起 轻轻地挥下 伴随摩罗手掌挥下 之间的那眼神电子 突然有着 众多磅礴气息爆发而出 漫天光影闪烁 一道道身影 闪现出来 那城市之中 无数人望着天空上 突然出现了大批人马 眼神皆是一宁 旋即脸庞上涌上 骇然之色 因为他们发现 这些出现的人 居然都是 严神殿中 名头金响的强者 这一次的严神殿 竟然出动 他们所有的力量 天空上 三大一抹将 望着那些 将这片天地 团团围住的 严神殿顶尖强者 眉头也是挑了挑 这严神殿 显然是有所准备呀 乌鲁目光灼灼地 盯着巨大黑色裂缝 再度出声 显身吧 你们这些 祖父掌控者 还真是不好应付呢 巨大的黑色裂缝之中 粘稠的黑色雾气 突然如潮水般地涌动出来 那黑色魔气 一接触这片天地 便爆发出刺耳的 呲呲声响 那原本弥漫天地间的原力 在切除的一刹那 便是彻彻底底 消散而去了 一股恐怖的 无法形容的气息 在此时 自裂缝指中 缓缓地出现 无数强者 惊骇抬头 仅仅是这股气息 便压制他们 瑟瑟发抖 甚至有着 贵府下去的冲动 滔天般的 粘稠黑气 突然蠕动起来 然后 在无数道 目光的注视下 一座巨大的黑色王座 缓缓在天空上成行 那王座成行时 骑上一道人影 却已不知何时 出现在哪里 人影一身紫袍 其面目 竟与人类无异 只是 其身后 有着一对 猙獰的魔翼 伸展开来 魔翼呈现 紫金色色 伸展之间 仿佛有着一股 毁灭般的波动 散发开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舞动乾坤》 他有着一对紫色的眼瞳 只是那其中 却不见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那对眼瞳 犹如死神之目 这 就是一魔王了 林栋眼睛 眨也不眨地望着 那黑色王座之上的紫袍男子 面色也是凝重起来 从后者体内 渗透出的恐怖气息 令得他体内两大祖符 都是微微震动着 摩罗的视线 同样凝视着紫袍男子 片刻之后 他眉心间的火焰风纹 陡然燃烧起来 他的身体缓缓悬浮而起 赤红火焰 似周身席卷开来 那股波动 竟是丝毫不弱于 那紫袍男子 紫袍男子 面带笑容地 看向摩罗 和声说道 无名天明 你可以称我为天明王 这是我作家三魔将 承蒙摩罗殿主 盛请向邀 作与今日 方才万里而来 摩罗淡淡说道 明知是局 你还敢来饭 看来信心不小呢 天明王笑道 雷霆祖福诱惑力可不小 值得来一趟 而且即便雷霆祖福是假 可火焰祖福却是属实 早便知晓 摩罗殿主身怀火焰祖福 只是一直不能出手 既然今日现身 那便也只好顺手 将火焰祖福去走 这等神物还是不要落在你们手中为好 摩罗双目微眯着说 想从本座手中取走火焰祖福 就怕你没这份能耐 我族能轻易磨出雷福 自然也能磨出你阎神殿 付出一名王皆一魔的代价 这可谈不上轻易 即便你们一魔还有残党站在天地之间 可是王皆你们又能有多少呢 天明王淡淡一笑 只是那笑容却陡然间变得阴厉许多 他自动盯着摩罗身体缓缓站起 随着他身体站起滔天魔气 也遮天蔽日地弥漫出来 这一片世界总归是我们的 天明王笑声落下 悬寂其目光陡然转下 竟望向下方的林洞 这个小家伙 怎么让我感到如此讨厌呢 比看见你还要让人讨厌 杀了他 天明王咧嘴一笑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森寒杀意令人浑身发冷 是 三大魔将闻眼 顿时应当 旋即他们一声怪笑 身心一动 空间便是扭曲起来 你敢 唐心莲见他们竟要对林洞出手 美目顿时冰寒 一声冷喝 那足小火荒便呼啸而出 你们还是老实待着吧 前方空间扭曲 两道黑影闪现出来 魔气升腾之间 不仅将火荒挡回 甚至连唐心莲身旁的赤云长老 都难以抽身 见到两大魔将阻拦 唐心莲敲脸一变 目光急忙转下 只见一道黑光 已经出现在下方林洞前面 唐心莲见状 急忙喊道 师父 不过 面对他的喊声 魔罗却并未有所动作 他的目光紧紧盯着 远处站起身的天明王 面对这种级别的对手 即便是他 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林洞前方空间扭曲 那全身包裹在 滔天黑气中的一魔将 便闪现出来 他目光冷漠地看了前者一眼 然后直接一掌拍出 虽然不知道 你这小子有什么好重视的 不过既然大人说了 他便收了你的小命 这一魔将一出手 林洞周遭大地便塌陷下去 甚至连空间都扭曲起来 封锁了他的所有退路 以他现在的状态 面对一名堪比转轮镜的超气强者 根本是毫无反抗之力的 林洞抬头 看着眼瞳之中极速放大的黑光 旋即他一咬牙 眼睛都是微闭了起来 然而就在 他眼睛要彻底闭拢的时候 一道璀璨清光陡然闪烁起来 旋即熟悉的龙吟之声 震慑天地般的响彻而起 林洞身后空间瞬间破裂 一只青龙巨掌直接动转而出 然后狠狠地轰在那一魔将身体之上 一股可怕的力量席卷而开 那实力达到转轮镜的一魔将 直接这一掌之下倒设上万掌 沿途所有建筑都在他所触碰之间 化为一片的粉末 无数人骇然失声 林洞也是愕然忘了这一幕 旋即他猛然偏头 只见他身后那破裂的空间中 星光浮现 一道心肠的身影缓步走出 细血的朗笑声 也在天底间回荡开来 我轻智选中的人 怎能让你们随随便便的 就给杀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度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栋乾坤 作者 天残土豆 演播 紫金 第1030章 清光弥漫开来 那一席青山的新长身影 则停在林林的身旁 无数道目光望过去 男子模样相当英语 黑发在清风的吹拂下摆动着 显得极为的轻易出尘 城市中无数人望着 这迈向极好的青山男子 眼中却有着掩饰不住的震撼与骇然 而这种骇然的源头 自然是那前方万丈之长的 深深沟壳 以及沟壳尽头 一道狼狈的黑影 从那所谓的魔匠身体上 所有人都能够感应到一种 相当恐怖的气息 那足以媲美转轮镜的超级强者 然而 拥有如此恐怖实力的强者 却被这青山男子 随意一掌排飞万丈 这实力究竟有着多么的 骇人听闻 轮回镜 一些强者面面相去着 玄机从其嘴中冒出一个 带着些许颤抖与干涩的丧音 能够将转轮镜强者逼成这样 除了那种踏入轮回镜的 巅峰强者之外 还能有何人能够办到 这简单的三个字 光是说出来 便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在这天地间 只要达到转轮镜的实力 便足以成为一方霸主剧情 而至于更上一层的轮回镜 那几乎算是天地间的巅峰了 这等强大的存在 在很多人心中 几乎是如同神一般 然而现在 在这里 他们却亲眼见到一尊 这般恐怖存在的出现 那种震撼 自然是难以言明 轻致前辈 林栋同样是有些发愣的 望着身旁的青山男子 玄机眼中 有着惊喜这色涌出来 小家伙 好久不见了 轻致望着林栋 微微一笑 玄机 他看了一眼不远处 那重伤中的华晨 以及徐修就笑道 做得不错 此次计划能成 多亏了你了 林栋听的这番评价 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他知道 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恐怕早就被轻致做知晓 轻致见林栋这番模样 脸庞神色也愈发温和 而且眼中 同样是有着一抹心细之色 当年第一次见到林栋 后者只不过是一个 刚刚从第一季王朝中 走出不久的青年 在短短两三年中 这个逐渐成长起的年轻人 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变得强大以及耀眼 看来 他看人的眼光并没有减弱 远处的废墟中 黑雾突然暴肿而起 将周围巨石镇成粉碎 而后 那漫天缭绕着黑雾的魔将 狼狈地爬起来 一对阴狠的目光盯着青智 只是那眼中 有着掩饰不住的气概 青智看了他一眼 然后方才抬头 注视天空上 与摩罗对峙的天明王 淡淡地说道 天明王嘛 他是听说过你的名头啊 青龙王 青智 青智 没想到 你果然没死 天空上 那天明王的视线 也凝聚在青智身上 一对子童 微微一迷 青智笑道 破你们的福 侥幸迈进轮回境 天明王淡笑道 一名轮回境 一名祖父掌控着 看来你们此番 倒是计划得相当周密 摩罗陈生说道 你们在这天地间 潜伏了这么多年 也该露头了 这里不属于你们 天明王笑容玩味地说 我们也想离开这里的 要不 你们帮我们 将未免封印解开 与其这样 那我们还是 把你们这些一魔 全部都灭了吧 摩罗淡淡的声音之中 有着凛然杀意声唐 那未免封印 还是远古夫族 以生命所划 若是被解开 这一魔族 必然会大肆侵犯 到时候 这个世界 将会面临一场 恐怖的灾难 天明王笑道 这事连福祖都办不到 就凭你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 五洞乾坤 即便是在面对 金智 以及摩罗两人的时候 那却依然没有太多句色 虽说这火焰城乃是 阎神殿大本营 但是天明王这边 却是阵容害人 一名一魔王 三名一魔将 这般阵容 简直足以将任何一个 超级势力 搅得天翻地覆 清智文言 却是不怒 反而是潇洒地一笑 就说 我对你们这些家伙 潜藏这么多年的目的 倒的确是有些好奇 不知天明王 能否将你们的打算 告知一下呀 天明王戴笑道 相信本王 你不会想要知道事情的 因为那会让你们感到绝望 既然如此 清智摇里摇头 那便只能将你封印 再来获取情报了 哈哈哈哈 你们可知道 封印以为一魔王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吗 天明王大笑着 一抹与人类不同 他们拥有极端顽强 甚至恐怖的生命力 向那雷帝当初为封印 一名一魔王 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 眼下虽说 亲自与摩罗联手 即便战斗力 能够压制着天明王 可是要将其封印 却依旧有着不小的难度 好多年未曾与你们交手 看来今日 终是得动手一次了 清智微微一笑 旋即他偏头看了看林洞 手掌轻轻拍了拍 后者肩膀 掌心中星光涌动 接着林洞便察觉到 一股澎湃而精准的原力 如同洪水般涌进他的地内 这些原力极端的精准 而且其中有着一种 令林洞相当熟悉的感觉 那是青天华龙爵的力量 永吞噬祖父吞噬他们 恢复状态 那天明王需要我和摩罗联手 才能让他无法逃脱 林洞一争 全集迟疑地说道 那还有三大魔将呢 一魔王的确恐怖 但是三大魔将同样不是什么寻常角色 这可是相当于三名转轮镜的超级强者 即便是放在乱魔海中 也是堪比一些超级势力的长教级别势力 而显然以阎神殿的势力 还没办法一次性吃下三大魔将 清智说 三大魔将是云会对付一位 然后唐丫头率领阉神殿顶尖强者围剿一位 当然这还需要你的帮忙 林洞眉头微皱 可是还有一位 清智笑了笑 宣吉不再多说 身心一动便出现在摩罗身侧 摩罗看了清智一眼就说 你总算是现身了呀 清智笑道 若是你计划失败 我现身也是无用的 有你选中的那个小家伙在 这点信心都没有吗 他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啊 竟然能够依靠自己 将清天花龙诀修炼到这一步 摩罗黑黑一笑 这小家伙不错 有魄力有能耐 我挺喜欢的 如果能把他跟新莲凑在一起 我也不怕后继无人 然而他话音刚刚落下 却猛然见到不远处 那足套火荒的唐新莲 正用灵力修脑的目光投射过来 朗气干渴了一声 将来没料到 自己这宝贝弟子竟如此耳奸 清智摇里摇头就说 还是先将眼下大麻烦解决吧 摩罗文言 脸庞也逐渐的正色 双掌一握 赤红的火焰缓缓缓升腾起来 这一战想来会是一场真正的恶战 天地间已经好多年 唯有王阶一魔出现了 在天空上 那巅峰对峙成形之时 下方的灵动 体内吞噬祖符 已悄然运转起来 所以以一种惊人速度 将清智灌入体内的雄魂原力 紧速吞噬吸收 而在这般吞噬间 灵动枯竭的原力 也在以一种惊人速度恢复着 此时一道红色倩影 自天空掠下 然后出现在灵动身旁 唐信连伸出玉手 一把抓住灵动的手掌 灵动哭笑不得地望了这一幕 又来啊 唐信连翘脸一红 师父让我把那道雷霆本源还给你 狠狠瞪了灵动一眼 然后便不再理他 玉手中淡淡荧光升腾起来 然后悄悄钻进灵动的体内 伴随这道雷霆祖父的本源入体 灵动立刻感觉到雷霆祖父震动起来 然后地震的雷鸣在气体内回荡着 随散的雷浆奔涌而出 奔腾在灵动四肢白骸 而在这些雷浆涌动之下 灵动先前剧烈大战所产生的伤势 也在一种惊人速度恢复着 终于是完美了 他因着体内迅速的恢复 甚至比起之前还要更为强盛的力量 灵动手掌顿时紧握起来 这一撒他清晰感觉到 那雷霆祖父的一次缺陷 也在此时彻底的圆满 澎湃强大的力量 再度涌荡在他的身体之中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玄幻小说《武力乾坤》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